第2491集 不久以后 静视的门打开 夜空和李冰双双走了出来 看着李冰已经明显换了一身衣服 陈泽林眼神动了一下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笑着迎上来 李冰家主的实力 恐怕要比黄绝凯他们要高了吧 那是当然 他有了今天的洗髓发毛 日后修成仙人级别 都不会有任何的瓶颈 陈泽林开心地伸出手 李冰 恭喜你 陈泽林举出的是首长 要和李冰机长相亲 可是李冰却是笑着 好像握手一样拉着陈泽林的手 有些莫名其妙 是我要恭喜你才对 这句话有些没来由 陈泽林何喜之友啊 不过陈泽林却是听懂了 每个女孩都不简单呢 不过夜空却是憨厚的笑笑 他可没懂这些女孩的小心思 他开口 等那王振钱再来 就开一个高架 把那块石头卖给他 我保证他大转特转 三个人都哈哈打笑 这石头之中的精华 已经被抽取了个干净 王振钱买回去切开以后 会发现里边核心 已经成了一堆白色的粉末 火神点出来 陈泽林温柔地拉住了夜空的手 两人相识一笑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就会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 并不需要说太多 夜空 你人事后也教我修炼吧 你 你不需要修炼 嗯 那这样吧 我有一门特殊的功法 最适合我们 啊 是吗 是啊 叫颠龙盗凤男女双修功 去你的 看着夜空和陈泽林 背影消失在车里 李冰也是带着微笑 虽然说他有些不甘 不过他确实感觉知足了 有了夜大哥这次帮助 他以后的未来一片光明 根据夜大哥所说 他的寿源会很长 修为会很高 天地会很广阔 来之逢长 相信我总有一天 也会有机会的 李冰不知想到了哪里 面色上顿时一片火红 平安夜号在火星 维修了整整两个月 这期间夜空就住在火星 本来夜空想要琢磨一些事 可是这两个月却是忙得很 根本闲不下来 他成为了人类第一个 骷髅标的获得者 各种人分至他来 有军方的 有政界的 有商界的 有拉拢他的 有请他吃饭的 还有找他做广告 代言产品的 夜空其实最想要的 是那种跟他学习修炼的 可是却很少 到了最后索性一概不见 甚至军方要给他一个中将做作 他都拒绝了 叶某置不在此 不管是军界 政界 商界 全部不参与 一切等到和加斯兰比武以后再说 各位好意 叶某心灵了 各位自便 他这一来 顿时让那些想拉拢他的方方面面失望 纷纷拂袖而去 暗骂这小子不识抬举 巴不得他输给加斯兰 一落千丈 到时候再踩他两脚才解气 两个月以后 平安夜号经过简单的修缮 又开始启航 奔向目的地地地球 经过又是数个月的航行 终于这艘巨舰就已经来到了地球附近 而在这里 太空之中 一个规模很宏大的体育场已经建造完成 这是人类第一个在太空之中的赛场 其实看上去 这个赛场更像是一个太空船平台 观众席就在下边的太空船之中 夜空和加斯兰的赛场就在平台之上 此刻的地球也是各个人心激动 期待着这场世纪之战的开幕 冠军之战 FPK冠军和MPK冠军之战 太空之战 机甲战神和金库楼标获得者之战 这场战斗注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类都万分期待 万分关注的一场赛事 不管是人口密集的三大星球 又或者是飘动的大陆地球堡垒 或者是那些在外太阳系的开拓的人类勇士 可以说不管距离有多远 他们全部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当天现场观众票 已经被炒到一个令人恐怖的价格 当然了 其实就算是现场观众 也是躲在封闭的空间看信号直播而已 毕竟人类还不能长时间在太空存活 不过就算是这样 那些有钱人还是愿意花更多的钱 更加靠近战斗的现场 感受这场世纪之战带来的冲击 几乎 啊不 不是几乎 是所有人类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疑问 挑战者野空将要以什么方式出战 野空是真的要驾驶机甲出战吗 还是如有些人猜测那样 他要将穿着一种最新款的特制的武装铠甲 加斯兰的红白机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没有悬念 所有的悬念都集中在野空的身上 野空如何进入太空 又如何和加斯兰作战 这是最大的悬念 根据很多靠谱和不靠谱的专家分析 野空应该是打造出了某种 可以在太空之中战斗的武装铠甲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机甲太庞大 虽然个头大有个头大的好处 不过有的时候 个头小也有小的好处 因此在许多年前就有人在研究 如何制造出一种方便穿着的武装铠甲 可以把人类包裹在其中 进入太空 甚至还可以战斗 不过也有专家进行反驳 认为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因为就算有这种武装铠甲 和加斯兰的红白鸡战斗 那也是太吃亏了 虽然那个姓叶的笑容有点像弱智而同 可是根据此人智商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见的那样 所以 这个姓叶的不会那么傻 于是最后大家还是更加倾向于最后一种猜测 那就是叶空所说的 就当我要驾驶机甲 这种猜测也是很有可能 因为大家早就打听到 这姓叶的是人类第一个机甲战神王伟的弟子 第一个橙色骷髅镖的获得者 第一个机甲战神王伟 他的弟子想必驾驶机甲的本事也不得了 如果这样说来 叶空和加斯兰都驾驶机甲一战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除去以上两种主流的猜测 还有第三种猜测 那就是叶空将要不借助任何机械和科技进入太空 就像他在全球网FPK大赛之中表现的那样 凭着他强横的肉体和霸斗的拳头战胜对手 这部分人都是一些古武家族 不过在九成九的人类眼中 这些人都是一些疯子 偏执狂 空手进入太空 人体战胜机甲 太扯了 太可笑 人们的期待在平安夜号 缓缓使进大气层以后 这种期待达到了高峰 地球上欢迎的人群 人山人海 不排除大家想要近距离目睹这个旁人大物 也不排除很多男人 是想要一箭心目之中女神美人见长 又或者还有人想要见识一下人类的英雄 不过显然更多的人 关心的是几天以后 叶空和加斯兰的战斗 我是来自地球科技中国的记者 我想打听一下 四天以后的战斗 您将要驾驶什么样的机甲 又或者是穿着什么样的铠甲出场 对于这些蜂拥而来的记者 叶空刚小 憨笑回答 带着墨镜走在后边的美女舰长 却是一愣 顿时一群如狼似虎的平安夜号 险兵涌上来 把那些记者全部推开 生生地打开出了一条道路 月球 某个超级奢华的别墅之中 一个鹰眼黑须的男人 看着三维屏幕上那个戴着墨镜 肤白唇红的年轻女人 嘴角动了动 这个女人这些年被月神身格改变了不少 我更是喜欢她的性格 要不是我不想让野空发现 我倒是想要搞到这个 L先生对于人类的女人根本不当人看 确实 从她的高度看下界的女人 真的是连玩物都算不上 可是就算是这样的她 竟然也对陈泽霖有那么一点点的兴趣 当然了 也只是一点兴趣而已 她不会为了这种小事 坏了她的大局 正在此刻 咚咚咚的敲门声以后 一个皮肤白净 很有味道 很斯文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 这个男人走进来以后就低着头 虽然这个世界上九成九的男人都羡慕她 可是她却是感觉自己生不如死 尤其是在这个恐怖无情的父亲面前 第2492集 这个双目之中一点感情都没有的 父亲最恐怖之处 他能知道你所有的想法 甚至你脑海中哪怕有一点点反抗的意志 哪怕只是一闪而过 他就能清楚地知道 李真志这次来的目的 L先生一样提前知道 怎么想去地球看你的梦中情人 L先生开口 李真志知道在老爹面前没有秘密 赶紧点头 他的眼角掠过面前的三维屏幕 看见老爹也在看平安夜号到地球的新闻 他的心中涌起一丝希望 他猜得没错 老朋友很多年不见 是应该去看看 这个姑娘很不错 我希望你可以把她带回来 只是她已经 李真志早就从好朋友加斯兰那里得知 陈泽林和那个姓业的很亲密 几乎就已经是公布关系了 在媒体面前手牵手的镜头都公布了 没用的人类猪 L先生骂了一句 其实L先生也并不是喜欢折磨自己的后代 比如他在其他界面的儿子 他就曾经亲自传授神术 可是对李真志自从五岁的时候 他看见这孩子救了一只别人丢掉的小鸡 他就已经完全地放弃了 一个有妇人之人的男人不配是他的儿子 更加让他失望的是 当他一脚踩死小鸡 李真志竟然都不敢反抗 妇人之人胆小懦弱 不敢于反抗 L先生绝对不会喜欢这样的后代 于是李真志就成为了他讨厌的人 当然L先生倒不至于杀了李真志 他更喜欢用各种方式来折磨和戏弄 这个没用的人类猪 不过L先生今天却是想要多问几句 看看三维屏幕 如果那个姓叶的使用肉体和你的好朋友 加斯兰战斗 你怎么看 父亲也觉得那个姓叶的会使用肉体进入太空 李真志有些吃惊 他研究过这方面 觉得如果夜空真的能展示出来在全球网制中的力量 他进入太空不成问题 不过他却是更加相信加斯兰 人类已经进入了机械时代 机甲已经成为了主流 我们只有相信机械的力量 相信科技 L先生看着自己的儿子 心中有些悲哀 自己这样的一个强者 而自己的儿子竟然连修炼都不知道 他心中有这样的想法 不由地开口多说了两句 要是我说人类不该迷信机械力量 应该更加注重修行 这样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强大 若是李真志反驳两句 或许L先生就会教他两招 可是李真志就被他吓得不敢说话了 听见老爹和自己的意见相反 他顿时尽若寒蝉 甚至意志里都没有一点反抗的想法 没用的人类诛 L先生顿时心头不爽 滚 你永远都比不上野空 就在李真志吓得桃一样走后 L先生又自言自语 怎么让这小子和野空比 野空那可是一个尊者 我都数次吃了他的亏 不能被他的傻孝祖糊弄 还是要小心一点 四天以后地球 今天并不是什么固定的节日 也不是什么纪念日 不过所有的工厂 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军队都停了下来 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等着这一场世纪交锋来到 这一刻是神圣的 太空号一号体育场之中 已经坐无虚席 那些都是带着自家奢华运输船来的富豪 全部都坐在包厢里 而在这个铁哥的上边平台 有无数的浮游摄像机悬停 将会把这场万众瞩目的大赛 每个细节都记录下来 同时传输给所有的人类 来了 突然在观看大厅之中 一个惊呼的声音过后 现场一片的寂静 落真可问 只见在星空的东北方月球的方向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光点 目力不好还看不清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个光点越来越大 就算是瞎子也看清楚了 红白机 贾自兰 无数双制射的眼睛 死盯着那具红白相间的高大机甲 这不但代表的是一种荣耀 更加重要的是 这是人类最前沿的科技 打造出来的顶级武器 据说上边哪怕是一寸钢板 其价值就可以打造一具普通的X3型机甲 其价值可想而知 高75.2米 左右轴距22.1米 最高巡航速度32倍于音速 携带射险枪9把 光能量炮3台 当然最恐怖的 还是它附在背后那一红一白 两把战刀 这具红白机的机甲是在地球联盟给战神王伟打造了橙色机甲以后 有一项更加强大的武器系统 不管是从制造工艺 还是其代表的科技水平来说 都要比橙色机甲还要先进 特别是这件红白机甲在经过数字的加装以后 其武器系统更为的强大 反应系统更为的灵活 解说员介绍的话语中 加斯兰驾驶的红白机已经来到了镜头的面前 这具机甲从远处看 或许还显得有些担保 可是来到近前才发现 这具机甲简直就是一座小山 它全身以光滑的流线形为主基调 并不像普通的机甲都是方方的 它这一改变 更显它高档的本色 而这具机甲最大的改变之处在于它的前脸 在它前脸的额头上 是一块来自外太阳系的能量晶石 虽然这具机甲有最强大的引擎和能源系统 不过据说 它额头上的这块紫色晶石 却是可以作为备用的能源 而且更重要的是 据说这块小孩头颅大小的能量晶石 还带有某些强大的进攻功能 不过这些都是据说 这块能量精自从装在加斯兰的红白机上 还没有用过一次 虽然大家都知道加斯兰身材纤细 不长肌肉 站在那仿佛一阵风都能吹倒 大姑娘给它一脚 它都能骨折 就这么一个雷弱的家伙 可是当它坐在机甲之中 驾驶的心爱机甲 站在万众面前 它却是显得如此的霸气 如此的强大 如此的凶猛 怪不得那么多地球人将王伟和他称作地球的机甲战神 因为当他站立在黑暗的太空之中 就仿佛是一个战神 可以挡住千军万马 这种气势不是一般的战士 也不是一般的机甲 更不是一般机甲驾驶者能够做到的 他站在那里就是战神 机甲战神 不败的神话 正在加斯兰红白基站立在太空一号体育场上方的时刻 又有人指着下方那位蓝色的巨大星球惊呼 那是野空来了 地球比较大 所以视线之中都是被蓝色沾满 如果有一个黑色的小点飞出来 一般人的目里还真看不太清楚 不过现代科技已经把摄像机制造得远超常人的眼睛 镜头很快拉大 当画面上显示出那具橙色的机甲 从大气层钻出 飞行过来的时刻 大家全部都吃声惊呼 橙色机甲 原来野空是要驾驶橙色机甲和加斯兰战斗 这个猜测大家没有想到 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人类有两个橙色骷髅标的获得者 也被称作人类两大机甲战神 一个是王伟 一个是加斯兰 橙色机甲是地球联盟给王伟的礼物 它的橙色代表着橙色骷髅标记 而在后边打造的红白机 那就更加的明显 是希望加斯兰早日成为赤红色骷髅标的拥有者 托托 我们早该想到 人类两大机甲战神 他们之间要绝出真正的王者 对头啊 不过他们有都是人类的守护人 他们不能自己伤了何己 为了顾全打局 所以王伟并不出战 而是让他的弟子夜空出马 由他来代表自己和加斯兰作战 没错 两大机甲战神的对碰 这场看的不会让我们失望 虽然大家都是猜测的煞有其事 不过显然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会儿以后 当橙色机甲飞到太空上空 他对着加斯兰摇摇抱拳发出声音 加斯兰 好久不见 你现在远远的超过我了 第2493集 什么 是王伟的声音 其实加斯兰也以为夜空要驾驶成色机甲和自己战斗来着 可是现在已听 却是传出王伟的声音 王伟前辈 你好 加斯兰并不想打雅弥 开门剑山 我想问一下 难道我今天的对手有编吗 加斯兰的幽默让电视机前众人都是微微一笑 不过大家心中也是很疑惑 应该是夜空比赛 为何他迟迟不出场 而是让他的师父王伟出现 然后真的是临阵打了退堂鼓 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又猜错了 王伟的笑声传来 不是加斯兰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来和你打架的 我只是受夜空所托 给大家传递他来这里的录像 什么意思 加斯兰的疑惑并没有等待很久 只见橙色机甲右肩上一个开口打开 射出一道光线投影 那是现代科技三维电视的投影 虽然在太空之中 不过并没有受影响 夜空在干什么 大家都吃惊地发现 夜空正在盘腿打坐在一片非常普通的学校操场 镜头对着夜空 还可以看见美人舰长和衣杆人等都在 而在操场四周是大量的军警挡着围观的人群 这是力求中国武汉市一个普通的学校操场 等会儿他就会从这里出发来到我们所处的位置 王伟的解说更是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这夜空没有驾驻机甲 甚至全身都没有铁器 没有机器 没有科技 这里也不是太空港 它如何上天呢 可是就在云山五照的时候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镜头之中 盘腿坐着的夜空竟然凭空飞机 这是真的吗 它就这样凭空飞行了 天哪 如果看错了吗 难道全球网制中发生的事都是真的 难道修炼真的可以让人类超越平凡的力量 其实夜空此举就是想让大家看见修炼的力量 今天的他这一战 不但要打赢打胜 还要让全部的人类看见修炼的力量 他才能带着人类修炼 达到他一直希望的强大的人类 不过当夜空起飞的镜头播出以后 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这种景象 地球上的魔术师早就已经做过了 只有夜空成功飞上天空 飞出大气层 飞进太空 才会让大家相信 大家的等待也并没有多久 别看夜空不借助任何的设备和引擎 它的飞行速度却是快得很 一会儿的功夫 太空一号上高敏感的摄像机 就已经捕捉到了来自地球大气层外的一个很小的黑点 现在那儿夜空吗 它真的可以没有任何防护 进入太空 快把镜头拉过去 它竟然真的可以进入太空之中 没有穿太空服 没有穿武装铠甲 什么都没有 天哪 它就是老电影里边演的超人吗 不可能 莫非是最近研究出什么新的透明铠甲 夜空空身进入太空 这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一个强大的观念冲击 人类一直都是向往着飞行自由自在 如同鸟儿一般 突破高度的极限 人类一直都在追求 从远古的万户造爆竹飞天 到后来人类发明飞机 再到现在机甲 星际运输船 母舰 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追求 一直向往着更好的天空 可以借助各种强大机械和科技生活的人类 却不知道 其实他们与生俱来就有更加强大的飞行能力 这是生命的力量 是修炼的结果 当然了 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修炼者的 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他们的实力被压制 修炼本来就是一种痛苦艰难的事 可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困难 让他们提升也变得非常的困难 想要达到飞行的程度 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人类的修炼环境 要比夜空当初去到苍南大陆还要逊色无数 不过夜空一直在努力 夜空一个翻身 就这样稳落在太空一号的平台上 看见夜空的动作 加斯兰也是大为的吃惊 本来他以为夜空在全球网之中的战斗风生水起 那些都是假的 就跟演电影一样 可是现在才知道并不是假的 而且现实之中要比全球网更加的疯狂 什么失重缺氧射陷高寒 这些自然的恶劣条件 对眼前这个人类来说 竟然没有一点点的影响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虽然加斯兰很吃惊于夜空的表现 也对这个年轻男人有了新的看法 但是加斯兰也是一个战士 他不可能就这样认输 好了 我的使命到此结束 我找个地方观战了 王伟看见夜空来到 他也是打了一声招呼 驾驶着橙色机架离开 今天的比赛 在全球网搏击大赛名义下进行 所以当王伟离开 就有全球网裁判的声音响起 好了 现在两位选手都已经来到赛场上 根据我们胜者为王搏击大赛组委会研究决定 在MPK和FPK之上 增设一个总冠军 将近两亿联盟币 所有的观众都惊叹 就算是月球大款 两亿联盟币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也就是说 夜空和加斯兰之中将有一个人要拿到两亿联盟币离开 如果加斯兰获胜 他将获得超过三亿元的总奖金离开 三亿联盟币足够以加子人移民月球了 不过有如此高的收益就要承担同样的风险 裁判的声音又说 因为本场比赛是在现实中进行 虽然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可是还是难免会发生意外 也有很大几率会出现来不及救援的情况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若是在比赛之中发生任何的意外 造成一方伤亡死亡和任何财物的损失 都由自己承担和全球网以及对手无关 这句话就有立下生死状的意思了 加斯兰和夜空都是由备而来 所以两人先后点头开口 这场比赛纯属自愿 发生任何的意外 造成任何的伤亡和损失 我申明全部自负责任 与旁人无关 等他们依次宣布完 裁判慌的一声敲锣 比赛开始 夜空 虽然你比我小很多有赤手空拳 不过你既然来了 应该就有准备 我不会让你 加斯兰开始就是一声呼喝 就让你个先 你先出手吧 夜空憨憨一笑 今日不同往日 他今天就是要当众展示 自己的实力和霸气 所以要特别的高调 让我先出手 加斯兰 我怕我先出手 你就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了 狂妄 加斯兰心中大怒 两只机械手伸到背后 准准地握住后背 两把举刀的刀柄 枪的一声 一红一白 两把超合金战刀已经握在机甲的手中 别看就是这一拔刀 对于机甲控制能力稍弱一点的人就做不到 毕竟机甲并不是控制自己的手 要如此准确流畅 将沉重庞大的机械臂控制得好像自己的手一样 就需要的可不光是有灵感就行 还要经过成年累月 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加斯兰本来就要想摆一个高姿态 可是夜空死了也是嘴硬 他也就不客气了 巨大机甲双目有能量光芒一闪 红白鸡块跑起 双手之中的长刀一分 两道匹链一般的光滑闪现 一个巨大的石子刀轰轰烈烈地斩向夜空 这是高达75米的巨人斩来的石子刀 光纳刀的长度就达到了38米 这一下劈来 更是夹着这具机甲强大的力量 两把刀影就好像交叉的石子神剑 石子架一样 当头斩落 若是被砍中 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就算是你钢筋铁骨 你是一块铁板 都要开一条致命的口子 好刀 支持加斯兰的观众全部脱口称赞 好刀 面对着切斤断鱼的一刀 夜空也是开口赞了一声 与此同时 他不慌不忙脚尖一点脚下铁板平台 翻身跃起 第2494级 太空之中 因为失重的元素 夜空跃起得更加的轻松 简直比非洲大森林长笔圆还要灵巧 加斯兰的双刀十字斩斩了个空 夜空一下月起十多米高躲过这一攻击 加斯兰并不担心 右手之中的白色长刀猛然上跳 刀尖上撩 继续攻击半空之中的夜空 加斯兰的攻击又快又刁钻 夜空身在半空还来不及变招 下方的举刀已经扫来 小心 电视机前 火神殿兵每人看见这一刀吃惊的花容色变 以他的实力可以看出这一刀的凶险 不过夜空岂是旁人 这一刀凶险对他来说却是轻松 只见他跃起空气 突然改变方位 如同穿花蝴蝶 堪堪从刀边划过 有惊无险 可是千万不要小看加斯兰 他仿佛早就看出夜空要躲过一样 左手之中的红色举刀 带着风声砍向夜空躲闪的方向 加斯兰的三刀果然显出实力非凡 一刀十字斩 一刀毒蝎撩尾 这两刀虽然凶猛毒辣 不过这却并不是起杀招 虽然这两刀每一刀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招杀招 可事实上真正杀招让人意想不到 杀招以后还有杀招 真正的杀招是最后一招 力披华山 加斯兰这三刀聚合在一起 已经有了武学宗师的风范 好 夜空口中不由的大声喝出一声好 绝对的由衷喝彩 如果是人类手持双刀能砍出这三刀就已经可以让人刮目相看 而加斯兰却是控制着机甲展示这三刀 无论是时间还是速度力量 全部都配合默契 这三刀尽显加斯兰的功力 不过这也是考验夜空实力的时候 当然 别人不知道 夜空其实是不死之身 可是就算是不死之身 你借助你这个bug一样的存在 去硬碰加斯兰 那就有点赖皮不是 夜空当然不会硬碰加斯兰 只见月在半空之中的野空突然翻身而起 宇宙之中失重的状态 让他在空中翻身的动作如同一片柳絮一样飘忽不定 什么 电视机前正在观看的李冰美眸之中顿时放出一片惊讶 电视中只见夜空翻身以后 头向下脚向上 而当加斯兰这把锯刀砍下以后 夜空竟然使用一种粘粘的方式 吸在了锯刀的刀锋上 而他的脚就反向踩在锯刀的刀锋上 快速地奔跑 好 电视机前 龙虎山密道门修炼者全部都李生叫好欢呼起来 他们都是修炼者 他们看得更加的清楚 他们知道夜空实力非凡 夜空就是硬扛合金锯刀 又或者使用强大法术对抗锯刀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可是那样的话 有些胜之不武 因此夜空并没有使用强大的法力 而是使用一种类似武术的方法 瞻子诀 在宇宙失重的状态下 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面对如此刚猛的一击 他使用这种以柔克刚的瞻子诀 轻松地化解 别人不知道夜空这是什么功法 可是夜空却是记得 他从时间长河之中看得清楚 他使用这种功法叫做营物 是来自一个叫做云瑶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女人叫做易曼颖 还有一个女人叫做陆军柔 往事已经忘记 可是深情不能忘记 夜空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去 不过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这夜空果然有些本事 他不但有着超人一样的能力 而且做人意志和经验 也是非同一般的 加斯兰心中暗自佩服 通过头盔的石井传送 加斯兰清楚地看见 那个小小的人影 正倒立在他的巨刀刀锋上飞奔 你以为这样已经逃过这一道了吗 我告诉你 没有 心念想到这里 加斯兰手指头快速地动了一下 别看加斯兰全身没有肌肉皮包骨 可是他在战斗之中 他会忘记一切 他那骷髅一样的手指头 创造出来的手速 就是王伟也无法与之相比 加斯兰手指飞快地动了一下 速度快到眼睛都没办法捕捉到 不过他确实是动了 而且打开的是一个 从来没有在人面前打开的系统 此刻电视机前和太空一号里边的观众 每个人都把视线集中在刀锋上 飞奔的野空身上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红白机前脸的额头中央 那颗小孩脑袋大的紫色晶石 在加斯兰打开那个开关以后 闪出一道炫目的强光一闪而过 那是一种天下握于我手的霸道气势 猛然铺开 横扫 加斯兰手中两把举刀 瞬间就放出肉眼可见的猛光 看 紫色的刀剑 在场观众几乎是一个瞬间 全部都发现这一点不同 正在刀尖上放肆飞奔的野空 也瞬间感觉到了什么 这种力量 好熟悉 这紫色的力量 是紫玉 夜空脱口说出紫玉 顿时就寄起在时间长河之中 曾经见到过一个轻衣男子 他使用一把叫做紫玉猎水剑的法宝 那是他还在紫苍兴的时候炼制五行剑阵之中的一把剑 而在其中的紫玉 正是一种价格非常昂贵的材料 原来加斯兰红白鸡额头相前的精识 竟然是在紫苍兴头非常稀罕的紫玉 紫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掩饰 其中怨含的能量 也是一种非常强横和凶猛的力量 夹在法宝的炼制之中 会让法宝更加的强横 更加的坚不可摧 紫玉在苍南大陆就价值不凡 因为其效果很强大 属于先天材料 所以加斯兰这一招放出来 对刀锋上奔跑的野空就有影响 若是借助我神器都无法伤害的身体圣物 想必你会不服 一野空心念一动 也不硬扛 只见他脚尖在刀锋上一点 顿时他就跟一根皮筋一样弹飞出去 逃了 你哪里逃了 加斯兰看见自己占了上风 手中一红一白两把巨刀 带着紫色的刀光 轮成车轮一样追砍而来 太空一号表面的装甲 不但是最新的合金材料 而且厚度简直达到一种恐怖的地步 可是在加斯兰的紫色刀光扫过以后 装甲表面竟然顿时开出无数的裂门 加斯兰你小心 不要对观战者造成伤害 虽然太空一号外边有着八层装甲 三道隔离层 不过裁判还是向加斯兰提出了警告 野空个头小贴近地面 倒是造成了加斯兰投鼠机器 不好继续进攻 野空 你不要指望借助钢板保护你 加斯兰停下开口喝道 野空比他还要光棍 他本来就已经逃到了平台的边野 只见他脚尖一点已经脱离太空平台 直接飞进了宇宙太空之路 在那个鬼东西上面 我的武器都不敢拿出来 怕弄坏了太空一号 野空飞幅在黑暗幽深的空间之中 大手一招 一根和加夜战斗时候使用的灰色长枪 又一次出现在手中 好 那样就最好 红白机背后引擎轰的一枪 把这具高大的机甲推离平台 也飞进了宇宙之中 这里好 在太空一号之中的观众 本来还郁闷看不见真实 这下好了 全部都围拢到窗口往外看 真实战斗和有重力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 哪怕加斯兰的红白机重达数十吨 可是站在完全的宇宙虚空之中 也会自然而然的漂浮起来 这种漂浮造成的后果 使动作的方向更加的难以控制 这也是加罗罗人一直坚持和制造战机 不制造机甲的原因 在太空这种失重的环境之中 战机更加的好驾驶 而机甲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训练和磨练 一个经验不丰富的机甲战士 肯定不如加罗罗战机的 不过加斯兰的经验却是无比的丰富 他驾驶机甲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阶段 当他坐在红白机甲驾驶舱之中 他就已经从一个弱不经风的年轻人 变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 而在这一天 他这座山峰是否会被人逾越呢 第2495集 带着紫色刀器的一刀 划破黑暗的虚空 虽然是在完全没有重力的虚空之中 加斯兰这一刀砍得也是无比的凝实 这一次 夜空没有再躲闪 长枪高举 夜空竟然要凭着他上次 战胜家业的那一把长枪 挡住红白机的劈头一刀 站在太空一号之中的观众 全部都屏住了呼吸 瞪大眼睛向外看 在所有人的眼里 加斯兰这一刀是相当有震慑力的 红白机身高七十多米 一把大刀长近四十米 这样一刀砍下来 还带着紫色的刀光 那种气势 那种带来的视觉冲击 就让人感觉不得了 而和强大的红白机相比 对面的夜空却是显得渺小了许多 身高一米七八 手中拿着长枪不过两米 和对面的举刀相比 打个不好听的比方 就好像是用菜刀再砍一只瓢虫 不过很显然 夜空这只瓢虫 是一只非常坚强的虫子 一道肉眼可见的力量波纹张开 掌握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猛的一宁 只见那么大的一把巨刀 竟然被一个渺小的夜空 用一把很短的枪挡住了 那么大的巨人 那么沉重的巨刀 带有的力量也不知道有多少段 不过这显然并不是最震撼的 当夜空双手托住长枪 挡住夜空那把举刀以后 他双手猛的向上一举 给我去 夜空托住长枪用力一推 竟然把高达七十五米的红白机 连人挨刀飞飞了出去 这夜空好大的力量啊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还是那个比方 仿佛是一个人用刀在砍一只蟑螂 可是蟑螂竟然一抬手挡住了菜刀 更恐怖的是 蟑螂猛地一推 不但推开了菜刀 还把那个人推得跌倒了 当然了 这里是失种空间 红白机也是漂浮 不过别忘了 红白机后边的引擎全开 带着的力量也是巨大 不过被推开的红白机应对之侧更加的凶猛 只见他的身形倒翻以后 两只脚对着夜空 而在脚底某一处 一个方形的恐怖打开 射线机枪 在黑暗的太空之中 拉出一条耀眼的虚线 所有人的视线又猛地移向夜空 想要看看他是如何逃脱的 我也不展示太高的实力 那样的话大家看不明白 就只展示一个修仙者 能够到达的实力吧 夜空心念一动 双目凝视射来的射箭子弹 口中沉和一声 灵力护盾 一道五彩光幕瞬间出现 夜空就好像被一个五彩的椭圆形弹 包裹在起 夜空那是什么 我猜是他们修炼者用他们的气 构造出和武装铠甲一样的东西 观众之中也是有很多聪明的人 虽然并没有接触过修炼 可是却可以用常识来想象 只是不知道 他们修炼者幻化出来的铠甲厉害 还是人类现在最常用的攻击手段 射箭枪厉害 大家的疑问立即得到了回答 全部被弹开了 所有的射箭子弹 全部被那闪动的五彩光幕给弹开了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层光幕照体 那岂不是什么射箭枪都不怕了 观众们瞬间有吃惊 果然普通的射箭枪对他无效 驾驶舱之中 加斯兰也是双目凝视 不过脸上却并不是为此很担心 早就听说过 他们修炼者只对那些奇异的精石有反应 多亏我最近加装最先进的精石系统 加斯兰目中带着冷笑 手指头又快速地拨动 随着他手指的动作 他前脸的额头上紫色晶体 猛然闪过一道光滑 随后啪啪啪的金属声音之中 红白鸡全身的枪炮口全部次第打开 大大小小的炮口枪口伸出来 你不是不怕子弹吗 那就让你享受子弹的狂风暴雨吧 加斯兰的呼啸声中 红白鸡身上所有的枪炮全开 子弹好像席卷而来的光阴 漫天的光芒要离的一层 而这些子弹和这些声线 全部都是紫色 都是来自紫玉的力量 夜空瞬间被包裹进一片紫色的风暴之中 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的攻击死角 电视机中 观众们已经无法从中看见夜空的身影 他们能看见的只是一片 铺天盖地的紫色 夜空身在其中 不知生死 面对如此的攻击 夜空还能存活下来吗 正在大家双目寒睛 为夜空担心的时刻 突然听见哪边大片的紫色光雾之中 突然传出一声宝贺 给我 面对如此乎天盖地的攻击 夜空只是一拳 一拳击出 面前的枪林弹雨顿时被一股力量全部反射回来 反射过来的子弹不少都打在太空一号的玻璃上 吓得里边观众惊慌逃窜 不过太空一号是经过高强度处理的 断然不会被这反射的子弹所击破 大家回头一看 没事 又大着胆子走了回来 回来一看外窗的太空之中 夜空震退所有的子弹开口喝道 加斯兰 你所有的招式都用完了吧 现在轮到我出手了 观众们这才想起 原来打了半天夜空还没出过手呢 当夜空吼出这一声后 他的身体就冻了 在千千万万反弹出来的射线子弹之中 夜空就好像是一个全身光芒万丈的天神冲了出来 他手中的长枪已经消失 他赤手空拳冲出那一片紫色包里 他要用拳头去攻击红白机的特制钢板 太空一号大厅之中 有一位铁杆的加斯兰粉丝用计较的口吻说 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共鸣 在场所有观众已经不会再为这种事而大惊小怪 夜空带给他们的惊喜已经太多 做出任何不可能的事都不会让他们吃惊了 他们打了过来 让人吃惊的是 加斯兰驾驶的机甲居然覆盖着厚厚的特制钢板 可是当他发现夜空打来以后 他竟然不敢应接 掉头逃走 高大的红白机背后引进拳 他提着两把举刀回头就走 想走 没门 夜空脚在虚空之中用力一载 化成一道光影追上 好快的速度啊 观众们全部惊叹 夜空不但实力惊人 而且在太空之中飞行 竟然比加斯兰先进机甲还要快 看见如此表现 大家突然对加斯兰有些失望 竟然不敢应接夜空一下 不过显然加斯兰并不是一个懦夫 他并不是害怕夜空 只见夜空化成的光影追到他身后 即将追上他的时候 红白机在太空之中走出一个优雅的滑步 好 太空一号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掌声 贾斯兰果然不是一般的机甲驾驶者 如此快的速度之下 还能将这个回马枪使用得如此完美 让人坦为观止啊 大家没有猜错 红白机走出一个五步一样优雅的动作以后 他庞大的身体已经躲到了夜空的侧后方 与此同时 红白机左手的锯刀 带着浓烈的紫气猛劈 回马枪 玩的就是突如其来 玩的就是又急又猛 玩的就是让你躲无可躲 加斯兰的想法也很简单 你不是不怕射险枪炮吗 好吧 那我就继续用锯刀砍你 我看这一刀击中到底死不死 之前夜空对于锯刀砍来 要不就是不躲 要不就是用他的长枪抵挡 可是这一次 夜空根本来不及躲 加斯兰这一刀砍出 红白机眉线的晶石 发出明亮耀眼的光滑 而在这一刀强大的灵力攻击下 已经变成了一道璀璨的光 面对加斯兰如此霸道的一刀 所有人都为夜空捏了一把汗 可是夜空回答这一刀的 却只是一根手指 力量波纹荡楷 那片紫色璀璨光芒 又还原成一把四十米长的锯刀 不过在这锯刀的刀尖部位 却是多出了一根十指 第2496集 夜空竟然只用了一根手指 就顶住了这一刀 在场所有的观众 包括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 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还是人吗 整个一个怪物 不过这还不是最害人的 夜空一根指头顶住红白机的锯刀以后 随即手掌一番 一把捉住了那把锯刀的刀尖 而这个时候加斯兰以刀无功 便想要收回大刀 可是这一拔 完蛋了 加斯兰刀都拔不回来了 这么大一具机甲 竟然还没有夜空一个空手的力量大 所有人瞠目结舌 夜空猛的以拉结束了这场拔河比赛 这把长达四十米的锯刀 竟然被夜空生生地从红白机的手中抽出 加斯兰的一把刀都被人抢了 这是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 夜空虽然身形比这刀小很多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用这把刀 只见他抬手一抛 这把锯刀在半空划出一个本人 他的双手一抓 握住刀柄随后双手举刀 砍向加斯兰 这一刀猛然砍来 加斯兰自己也愣了 按道理他没有低估夜空 已经是很高估夜空了 可是没想到夜空比他想象的要强得多得多 夜空就是如此霸气地硬抢锯刀 然后用你的刀砍你 加斯兰根本没有准备 只好提着手中红色那一把勉强迎战 两把锯刀在太空之中撞击在一起 本来这一红一白两把刀是一对 就跟夫妻一样 可谁想到他们也有对头的时候 不好 果然好强 加斯兰接了一刀心中意解 不过夜空不会管他 第二刀又一次砍 这一次更 什么 加斯兰另一把刀也被震落 这是红白鸡吗 他怎么连刀也抓不住啊 他太逊色了吧 观众们一阵懊恼 有的脾气不好的 火星来的都已经开始骂人了 本来加斯兰是大家心中神一样的存在 到达了神的地步 所有人对他的希望就越大 可是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当强大的野空出现 把加斯兰打得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候 大面积的谩骂就开始了 太空之中 孰强孰弱局势已经很明朗 加斯兰的两把刀都落在野空的手中 现在红白鸡在可耻地撤退 虽然大家都在给加斯兰一点面子 媒体纷纷使用撤退来报道 可是大家都不是匣子 红白鸡分明是在逃跑 驾驶室中 加斯兰眉头大皱 他实在没想到 野空竟然如此的厉害 赤手空拳 竟然打败了他一台巨大的机甲 自己的两把刀被他硬生生地夺走 这简直是侮辱 不过要他承认失败 他又有不甘 自己承认失败 那就等于承认机甲不如修炼 他如果离开了机甲 他就是一个废人 他绝对不能允许机甲变成废物 机甲就是他的生命 就是他的荣誉 他发誓要守护机甲的尊严 可是他远战武器系统 对于野空是无效的 近战武器系统被野空抢夺 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有 人人都传说 红白鸡上还有一套 最先进的秘密武器 其实真的是这样 这是下一代机甲的雏形 虽然现在还在测试阶段 可是已经装在了红白鸡之中 这是我的最后手段 此时此刻只有孤注一致 光甲系统 切换 光甲系统 这四个字在整个地球联盟之中 都是秘密 这是地球联盟最新一代的机甲 不过还在测试之中 除了地球联盟的科学家 和那些金字塔最高层的人物 没有几个人知道 这四个字代表着什么 而加斯兰也是打红了眼 所以宁死不认输 在最后阶段使用了这一套最先进的系统 夜空就看见眼前的红白鸡开始了变形 就好像变形金刚一样 那巨大的身体 无数的装甲车打开 翻转 重新组合 连接 拼装 这是 只见太空之中 一个身体更加成流线性的人影出现 这个人影虽然从本来的红白鸡75米 变成了50米都不到 可是却全身都放出耀眼的紫色光芒 天哪 看见这个紫色更加趋向人的形状 全身发亮的庞然大雾 夜空的双目之中都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通体都是紫玉打造 这东西要是在苍南大陆 也是一件超级贵重的装备 夜空吃惊地说 心中暗自有了新的想法 如果不是我的出现 人类一定会向着科技修先发展 别看这是机甲 可是其使用的材料和打造的方法 却不属于苍南大陆的炼器方法 加斯兰机甲 简直就是一件超级品的灵器 也并不是一定要固执坚持自己的一个方向 不管那条大道 总是会走向道的尽头 天空最高处 就好像苍南大陆的魔道和正道 它们最后的结果都是成道成仙 只是道的精髓 道的终点 又终究是什么 激烈的战斗 最关键的时刻 而站在太空虚无之中的夜空 却是手中两把很不般配 它身体的巨刀低垂 它的一双眸子看着遥远的天际 仿佛视线已经穿透了深邃的虚空 与此同时 站在电视机前抱着胳膊看电视的陈泽林 心中有一种感觉 他觉得夜空的双目 已经穿透的不是眼前一片星空 而且就连那些宇宙深处光色绚烂的星辰 也全部的穿透 他的目光沧桑而久远 已经看到了他思想都不能达到的地理 而在陈泽林的身边 李真志看着眼前的倩影 看着他目中自然流露的那一丝痴迷 他又自然而然地扭头 去看三维电视之中那个男子 那种气势 无穷的力量 均临天下一般 可是却又带着无尽的秘密 可恶的家伙 你不就是会装逼吗 有本事真就出来魅了 李真志一直是一个乖宝宝一样的存在 善良 谦和 懦弱 甚至还有些自卑 可是感情却是可以让人做出很多疯狂的事 李真志心里虽然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说 那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只有他才能吸引陈泽林这样心中的女神 可是与此同时 他的心里又有另一个声音 却是越来越大 他不算什么 他就是一个修炼者而已 你不是已经知道你爹的秘密了 你有着你爹的基因 你的血液之中有着你爹的力量 甚至你爹都不知道 你在偷偷修炼 你可以的 你能做到 到时候一定要弄死那个姓业的 把陈泽林弄到时候 李真志想到这里 脸上却是涌出柔和的微笑 野空老弟恐怕这次不太好应付了 李真志开口站到了陈泽林的身边 当他紧挨着陈泽林站下 心中暗自想到 我和他是多么的般配啊 不过显然美人舰长并不这么想 他下意识地让开半步 从何看出 李真志笑道 框架计划代号 XXX9是地球联盟的绝密 不过因为需要很多投资公司付钱 而我爹正是哪些公司的老板 所以我能知道其中一些秘密 说着 他指着电视之中变小 却更加凶悍 全身发亮的光价说道 这具光价是全部使用 外太阳系发掘的紫神石打造 其萃取技术 已经超越了目前人类科技 而且他还带着一把黑色的巨剑 这把剑其中带有的力量 到现在人类科学家还没有搞清楚 是我们一个仙剑队 在遥远的星空偶然发现 陈泽林抬头看 果然看见加斯兰的光价右腿打开 里边砍出一个有着斑驳花纹的剑柄 光价灵活的手指 一把抓住那把黑色的长剑 长剑猛地被抽出 一股强大而霸道的力量 猛地蜂拥而出 那种力量是看不见摸不到 可是却是如此的强烈 甚至就连沉浸在思考走神之中的野空 也猛然地惊醒 扭头看着这把剑 双铜顿时缩小成一点针芒 第2497计 这把剑 李真挚依然在给陈泽林做着介绍 在得到这把剑以后 地球联盟组织了 近千名的科学家进行研究 不过并没有得出任何的结论 他们也使用了成千上万 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 想要催动这把剑 让这把剑放出他拥有的力量 陈泽林听着他的讲解 倒是有了一些兴趣 美眸一闪问道 那他们有没有成功 他们一直都没有成功 李真挚扭头看着电视机继续说 那些科学家 他们用电能 用光能 用各种能量 甚至把人类发现的各种神石都用上 水神石 火神石 全部都不管用 直到最后 人类发现了紫神石 这种神石带有的力量 堪称人类全所未见 他们终于催动了那把剑 其实不用李真挚说 三维电视机里可以清楚地看见 光甲上的紫色光线 已经传到了那把黑色的剑上 顿时那把黑色的剑 也带上了紫色的萌光 真的催动了 平静的太空之中 出现了一片奇景 这一片紫色大缝 随着加斯兰一挥手中黑色长剑 顿时他的光甲四周 仿佛被紫色的雷电所包裹 光甲全身的光芒闪烁 加斯兰的力量正在全面地爆发 李真挚警务 他要实战人类从这把剑上 得到的唯一一个技能 紫电时空 陈泽林美眸也现出惊涩 什么是紫电时空 紫电时空 李真挚宁眸看着三维电视之中的景象 缓缓开口 当我们的科学家们 使用紫色的紫神石之中的力量催动 这把神剑之中 就会发出一股充满紫色电流一样的力量 所以专家们就把这种力量风暴 加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紫电时空 陈泽林双目之中也是跟着宁起吃惊 紫电时空 意思是整个时空之中 充满紫色的电流 不错 其实已经不用李真挚在说什么 只见电视机之中紫色的电流 已经布满了视野 发光的紫色人体四周 充满了紫色电流 以那把黑色的神剑为中心 电光死射 这个时候镜头猛然拉远 只见太空虚空之中一片 仿佛一块恒星出现 发出耀眼的光芒 紫电时空非同反响 在场的观众 此刻全部都吃惊 他们本来以为加斯兰已经失败 再也没有翻本的机会 可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加斯兰这个战神并不是须有其名 他有着名副其实的实力 机甲战神不容侮辱 紫电时空确实不错 就连陈泽林也不由地 为加斯兰的强大而点头 只见那一片时空之中充满紫色的雷电 这是加斯兰的实际 这是属于他的时空 他就像是一个高大的主宰 不过陈泽林短暂的惊恶以后 却是微微一笑 又回头问道 李真志 那你是觉得夜空药失败了 不 李真志回答让陈泽林有些吃惊 只听李真志开口 虽然加斯兰使用最先进的手段 甚至这种手段已经和修炼走上了一样的道路 可是他依然不是夜空的对手 陈泽林这回真是吃惊的张大的小组 你这么认为 加斯兰不是你的朋友吗 不错 加斯兰虽然是我的朋友 不过我却更加地看重事实 听着李真志口中无情的话 陈泽林突然感觉到眼前的李真志有些陌生 虽然陈泽林感觉现在的李真志变得陌生 太过冰冷 不过不得不说 李真志说得一点都没错 回到战场上夜空面对面前瞬间变得强大的加斯兰 他并没有什么吃惊 相反看见加斯兰手中那把黑色的剑 他在错愕以后 竟然还微微浮出了一点点的笑容 这把剑虽然面貌改变很大 可是毕竟是我的 我第一时间就能感应到 夜空心中略一想过一台手 已经把加斯兰之前使用的红白举刀举了起来 那就试试威力吧 话音之中 两把红白举刀在虚空之中滑出一条弧度 看向加斯兰 凭着就想砍我 已经被我淘汰的武器 加斯兰一声轻蔑地冷横 手中黑色长剑一挥 紫电时空 太空之中 那个全身发亮的人形 就好像是操纵紫电的天神 手中长剑指刀哪里 哪里就是一片紫电时空 瞬间夜空手中两把长剑就已经包裹在紫电之中 倾刻间 那一红一白两把举刀就已经在紫电的轰击之下寸寸断裂 这紫色的电流果然厉害啊 观众们吃惊之余 那些加斯兰曾经的拥躲们又看到了希望 刚才还辱骂加斯兰的观众 现在又全部都开声喊道 加斯兰 我们爱你 夜空看着手中两把长刀破碎并没有心疼 这本来就不是他的刀 他反倒是看着那把黑色的神剑黑黑的傻笑 可是明明看上去占上风的加斯兰 却是面色不好 心中暗骂 这个可恶的家伙 貌似忠厚假装纯粮 可其实一肚子坏水 把我使用了多年的武器给毁了 他还在省灾乐祸 其实夜空并不是省灾乐祸 而是欣喜那把剑和自己还很有感应 夜空 虽然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吃惊 不过面对最新的科技手段 你还是要落败 加斯兰的吼声在虚空之中响起 你这是科技手段吗 你的机甲已经和我们修炼者的灵气法宝相类似 你使用的武器也并不是你们科技手段生产 什么 他怎么知道 加斯兰和电视机前所有的地球高层人士全部吃惊 要知道 人类得到这把剑以后只是一些科学家看过 其他消息都是封锁的 不要吃惊 那是一把修炼者的武器 你们目前的水平再过八千年八万年也生产不出来 你少害人听闻 我们在这儿不是听你讲故事 加斯兰觉得这家伙已经修炼修傻了 也不多说 握着手中的黑色长剑扑了上去 紫电始空 瞬间赤手空拳的野空就被包裹在紫色的点头之中 毁碳的光芒照亮黑暗的宇宙 加斯兰就好像一道紫色的闪电 在下一秒就出现在野空的面前 举起手中的黑色缠剑一剑斩住 可是这把剑并没有斩下来 而是悬在半空之中 任凭加斯兰的机甲用多大的力量 这把剑根本不听命令一半 这是怎么了 加斯兰目瞪口呆 他不听你的 那别人 正在太空之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突然有人注意到天际的一侧 突然出现了一片潮水一样的荧光 快看 那边是怎么了 太空一号中 所有的观众们全部把视线 从加斯兰和野空的身上收回来 把目光投向太空的遥远之处 太空之中出现了一大片铺天盖地的潮水 这是绝大部分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景 而且这潮水泛着银色的光 看上去 仿佛全是某种金属一般 那潮水无声无息 不过来时凶猛 而且很快速 或许大多数人没有明白 可是正在战斗的野空和加斯兰 却是身经百战 只是一转眼 他们已经全部都明白 这是异形 天啊 这么多异形来袭击地球 太空一号顿时炸开了锅 这里边待着的是人类之中最有钱的一群人 如果异形袭来 他们将是最先受到攻击的 而且这么多的异形 全部都是金属异形 若是留下必死 顿时大家也顾不上看这场战斗是谁胜利 快快快 快离开战斗 不回去 去月球 随着太空一号之中疯狂逃命的喊声响起 一搜搜太空运输船飞 圆盘一样的建筑 仓皇的逃向月球的方向 第2498集 大量的灵族竟然疯狂袭击地球 难道这短短十多年时间 灵族已经多到实在无处容身了吗 灵族在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会主动大规模袭击其他种族 他们会选择隐匿滋生 发展 不要小看灵族的智商 一直等到他们数量达到一个疯狂的高度 密集拥挤 这才会疯狂地攻击其他种族 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很显然 在这灵族并没有发展到这一目 那么这一大片灵族 就是有人故意引来地球 果然 夜空双目一凝 看向天际尽头的目光之中露出了怒意 咬牙切齿 又是加罗罗人搞得鬼 果然 在那大片星空潮水一样的金属异形之间 有几个很容易让人忽略的光点 那是加罗罗人的远航战机 正在和夜空激战的加斯兰 也是面上浮出怒意 咬牙切齿 这些家伙真是找死 这些远航战机从遥远的星空 把这些灵族千里迢迢引到地球 他们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这些加罗罗人是疯了吗 夜空也是有些莫名其妙 虽然他俘获了加罗罗希望号 杀死了大量的加罗罗人 不过显然加罗罗人 并不会为死去的同伴如此兴师动众 而且家夜还说回去劝他爹的 夜空都想不明白 加罗罗人引来灵族攻击地球 他们有必要这样大面积拉仇恨吗 原因很快就明了 突然星空之中 有声音传来 人类只是以此警告 如果你们不放回我们手中 以后这样的攻击会越来越多 加罗罗远航战机中喊出一声 加夜没有回去 夜空加斯兰还有所有电视机面前的观众 全部都面面相聚 加斯兰此刻也顾不上和夜空比赛 手握黑色神剑冲过去 放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加罗罗人我们并不知道加夜的下落 据我们所知 人类并没有为难他 也没有俘虏他 你们速速将这些异性引走 否则后果你们承担不及 不过那些加罗罗战机 哪里肯听加斯兰分说 他们依然还是加速扑上 频道内依然在不断地重复 如果你们不放回我们少主 以后这样的攻击会很多 加斯兰还要再说什么 后边夜空已经飞过来开口 没用的 准备作战吧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了 加罗罗人已经准备好 要地球承受一次重击 而且那些跟踪来的灵族 也并不会听这些加罗罗人的安排 把这些怪物引来容易 引走却难 加斯兰当然明白这一点 他和加罗罗人搭话 无非就是想要拖延时间 此刻地球上防空警报已经四处拉响 全世界各大城市电离层都已经打开 自从十年前的加罗罗战舰入侵事件出现以后 人类就非常重视防空力量的建设 与此同时 地球周围部署的六艘地球堡垒 也全部都靠拢了过来 这些地球堡垒都非常的庞大 不可能全部都驻扎在地球 所以都部署在地球的周边 只要这边有事立即赶来 很显然 这些地球堡垒的舰长常年和加罗罗人作战 都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 也开始从战术上藐视加罗罗人 哦 你行吗 这些还不如加罗罗人的怪东西 让我们的战士挨个去抱他们火红的菊花 最先迎接敌人的是最早建造的一艘太空堡垒 舰长很有信心 他们对付加罗罗人确实很有经验 他们战斗员动作也很快 只见一艘艘艘运兵同居力主机 敌舰通道驶出 还列在异形们前进的道路上 随后轰隆一声 所有的运兵船同时打开前甲板 里面密密麻麻的积极提醒 挨个飞起严阵以待 这份整齐 这份触遍不惊 这些都是人类的骄傲 加罗罗人看见这阵势 就已经胆寒了三分 可是他们却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 不能这样 地球 某个中学的场地上 一个穿着灰白色短裙军用衬衫 灵口有两颗耀眼金星的女人 吃惊地唤出一声 这些是异形 不是加罗罗人 陈则林他们和异形做过战 清楚地知道异形是很难对付的 可是更多的人类军人 却是不明白异形的厉害 甚至还以为异形不如加罗罗人 给我接通开脱者号店长 陈则林立即通过军方内部的通讯系统 发出申请 对不起 对方禁止接受陌生人的消息 该死 陈则林美眸一闪骂道 后边的胖子装置营业在场 他皱眉头 我们管不了他们了 这些傲慢的家伙根本不知道已经的厉害 等这些家伙被轻易的击溃 我们的平安夜号恐怕要雪上加霜了 此刻平安夜号正停在太平洋的一侧 和地球有着厚厚电离层的城市不一样 平安夜号经历过上次的战斗 电离层在火星没有完全的修好 如果再次被异形打击 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了 陈则林放下军方天讯系统 不过现在赶去平安夜号正常方法也很慢 他美眸一扫 顿时看见了学校操场一角站着几个高大的家伙 这些是学校里的实习机甲 没有作战能力 都是各方面淘汰下来的 放在学校里增加那些少年的兴趣 一年也难得升空几次 嗨 同学 把你看管的机甲借给姐姐用一下好吗 陈则林的美丽可以闪瞎人的眼睛 基本上是老少通知 那几个看守的少年迷迷糊糊就交出了钥匙 等到那具机甲 他们才想起都不知道人是谁 不过是谁并不重要 对着后边走过来的胖子 几个小同学关心地问 刚才那个漂亮姐姐会驾驶吗 不会出事吧 要不要我们帮他 庄志颖迟到 年纪小小就知道显殷勤啊 你们还吃奶的时候 他就驾驶着机甲去轰炸家楼罗人了 众小孩都吓得纷纷伸出舌头 没想到这位漂亮姐姐竟然这么厉害 再说太空中 严阵以待的人类机甲战士们 果然瞬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爸 救命啊 天哪 当那潮水一样的异形从太空横扫过来的时候 对 就是横扫 大片的银色金属异形 就好像是地球上的洪水泥石流一样 横扫过来 将面前的一切阻挡都全部的扫当干净 那些排列整齐的机甲战士 那一艘艘运兵船 仿佛都全部是洪水之中一些枯枝烂叶一样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的抵抗作用 甚至就连光团都没有起过 就瞬间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天哪 这些就是异形的力量吗 电视机前的亿万人类终于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异形的力量 以往的异形是单个出现 虽然难以消灭 可是毕竟数量少 大家齐心协力还是可以消灭 而后来平安夜号遇到异形的画面虽然传了回来 可是只局限于地球和某些高层可以看见 不会放出来让公众发生恐慌 眼前的一切让电视机前的人类全部瞪大了双眼 捂住了嘴 他们没有想到 和加罗罗人战机比起来 异形才是真正恐怖的存在 冰冷毫无感情 数量更是多的不可计数 而其中的金属异形则是坚硬无比 而且很难杀死 那些机甲战士都是人类最精锐最优秀的士兵 可是他们还来不及射出一枪一弹 就已经被横扫了 就算是发出了子弹也没有用 那些金属异形被射穿以后 他们很快就会复远 就算被射成几节 他们竟然还是能合拢在一起 快点逃 我们堡垒至上不但有大量的战士 更有十来万的居民 那艘地球堡垒的舰长这个时候想起舰上还有居民了 可是显然已经迟了 大片异形就好像是一片银色的洪流 瞬间就把一艘艘巨大的地球堡垒给覆盖 电离层打开 没有用 那些异形的实力强横一击 加罗罗巨炮都射不穿的电离层 异形们只用了十分钟不到 就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破口 至于其中的装甲钢板 就更容易破坏 五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太空堡垒表面的钢板被击破 随着大量的氧气 从那一个个洞口泄露出来 一个个形态各异的金属异形 钻进巨大的地球堡垒之中 见人就杀 第2499集 太恐怖了 看见这样的场景 让电视机前边的人类 全部都感觉到莫名的恐慌 就按照现在这种速度 再有一刻钟的时间 这大片的异形就会冲进地球之中 本来大家还对保卫城市的 电离层有着依赖 可是现在看来 这些电离层根本不堪一击 异形比加罗罗人要厉害多了 那些地球堡垒的舰长 也全部都有了清醒的认识 他们的态度从盲目的乐观 瞬间就变成了盲目的恐惧 不行啊 我们不能冲上去 不能太接近 我们虽然是保卫地球的部队 可是别忘了 我们堡垒上还有几十万的居民 我们要为这些居民的生命负责 这些舰长全部都命令停下战舰 向着地球联盟军部发出备战的信息 不过让他们汗颜的是 此刻停在太平洋上空的一艘巨型战舰 却是缓缓地加速 提升高度 是要为保卫母星全力依然 驾驶舱里陈泽林抬头 看着开阔的窗外海平面越来越低 回头吩咐 建设所有机甲都加装冷冻射线的工作完成了没有 已经完成了 陈泽林美眸中付出满意 那些地球堡垒 他们没有对敌经验 我们确实有一些 我们这次要让他们好好看一看 异形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他说完又问 王伟指挥官呢 橙色机甲已经和异形们打成一团了 队长这个家伙 陈泽林失笑又开口 那夜空和加斯兰呢 他们还在打架吗 下边女助理回答 没有 他们也和异形打成一团了 我要图像 地球附近有着无数的人类摄像航标 信号和镜头很快就找到 传送到平安夜号上 同时信号也传递到人类的千家万户 太空之中 加斯兰和夜空的战斗早已经停止 将大片的异形攻击人类堡垒的时候 他们就很默契地停止了战斗 双双扑向异形的潮水 紫电时空 加斯兰的最新型人形机甲果然不凡 加上他那把神奇的大剑 发出的神威 抬走异扫之中 就有三个异形被包裹在紫电之中 等这片紫电时空能量耗尽 这一片虚空安静以后 里边三个异形已经成为了细碎的基础粉末 再也对人类构不成任何的攻击伤害 就在不远处 单枪匹马的夜空手中 已经出现了那把幻化出来的五色长枪 当他的长枪刺出 就有一个异形被刺 被刺中的异形 转合化成灰烬 消失异空 瞬间就被气化 异空 你果然不错 只是你杀敌的速度还不如我 要不然 我们就不要比赛打架了 就比赛杀敌 就比今天谁杀的异形多 谁就火射 加斯兰的声音从机甲之中传出来 比就比 谁怕谁 夜空一声回应 单手一提长枪 已经杀进了亿万异形之中 有趣 爽快 夜空 我对你感觉大好 加斯兰哈哈一笑 手里提着那把黑色的巨剑 也杀进了大量的异形之中 当加斯兰杀进异形之中 一顿好杀以后 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了 因为他发现 异形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他的身体四周一望无际 不知道有多少亿兆的数量 他有种感觉 就算他全身能量用尽 他也杀不完 虽然他还在疯狂地杀敌 可是想到这里 他的心里突然有一种恐惧 显然 他的实力是强大的 当整个异形的潮水淹没过去 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而他杀死的异形 已经达到上千个 十分钟的时间杀死上千个异形 他感觉已经很爽很疯狂了 可是等他从潮水之中露出头来 回头再看 才发现那一片潮水 根本没有因为损失上千个 而有任何减少的感觉 和加斯兰一样 夜空也从大片的潮水之中杀了出来 回头看看夜空双眉一下锁减 太多了 杀不完 加斯兰双目寒悲 这真太多了 就算我没有三头六臂 有什么办法 难道就这样看着他们冲进地球 把地球毁得一塌糊涂吗 不过说到这里 夜空却是没心没肺地傻笑了起来 办法倒是有一个 不过看你愿不愿意 幽暗的星空之中 一具发出紫色光滑的人形机甲 和一个小小人类身体 就这样并肩站立 虽然两个人大小差别巨大 可是背影却是一样的落寞 看着那大片 好像星空潮水一样的异形 涌向母星地球 看着这一场景 换谁蓝心里都不好受 而此刻 地球之中一艘巨剑 已经缓缓地露出了头 不过就算是平安夜号 经历过和异形战争的洗礼 有着其他地球堡垒 所没有的战斗经验 可是他们能挡住面前 数以亿照计算的金属异形吗 凭着把射险枪 都加装冰冻射陷 就可以消灭眼前如此庞大的异形军队 遥远处 加斯兰也是心中没底 其实他清楚地知道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地球这一次要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夜空却是说有办法 这不得不让加斯兰有些吃惊 更让他疑惑的是 夜空这个办法竟然还要他出手相助一般 你是问我愿不愿意 加斯兰愣了一下才回答 当然愿意啊 怎么不愿意 若是你能消灭这里的疫情 哪怕是要我加斯兰的命 绝对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用你的命 只是借你的剑一用而已 借我的剑 加斯兰看看自己光甲手中的黑色长剑 虽然这把剑很强威力超群 可是杀起异形来 也是几个几个的杀 面前这么多异形 这剑有用吗 看着加斯兰迟疑 夜空问道 怎么 舍不得 哪有 我怕你都催不动 加斯兰爽快地哈哈一笑 光甲抬手一抛 将那黑色的长剑就在虚空之中 画出一条弧线 飞向夜空 哼 我又怎么会催不动呢 夜空说话之间 抬手一招 让加斯兰惊呆的事情出现了 只见夜空一招手之间 那把黑色的巨剑竟然从二十多米 迅速缩小到一米 然后狠听话地落入到夜空的手中 夜空看着自己手中的剑 双目之中有里芒闪过 口中沉喝一声 黑色的 不好看 只见那剑应声而变 顿时变得白而发亮 晶莹无比 放出耀眼的光滑 怎么会 加斯兰惊呆了 那些电视机之前观看的科学家们 全部都惊呆了 曾经他们试图用各种方法让这把剑改变 催动它 他们都没有成功 这把剑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 甚至使用了人类发现最强大的紫色神石来催动 它也只是放出紫色淡淡的萌光 而在夜空手中 竟然就轻而易举 从黑乎乎变得明亮无比 光滑四射 为什么会这样 加斯兰失声 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配件 夜空淡淡扔下一句 手中我剑 身影一闪已经消失在当场 好快的速度啊 他刚才说什么 加斯兰先是被夜空的速度所震惊 若是刚才夜空和他战斗之中使用这种速度 他早就败了 而在下一秒反应过来 什么 他说这把剑是他的配件 这把剑不是从遥远外太阳系才找到的吗 怎么变成他的配件 难道他并不是地球人 还是这把剑流落出去 此刻大面积的异形涌向地球 那么多的地球堡垒都来不及救援 地球上超过百亿的人类 此刻正忧心忡忡地看着电视机 等待着可怕的异形来临 那些有钱人早就驾着自己的私人太空船逃走了 离开地球留下的都是贫民 普通百姓 他们只有等待 他们寄予希望是每个城市外边的点离层 还有那些只能对付加罗罗战机的防空系统 这些东西能够将冲向地球的亿万亿形消灭 没有脑子的人也不会相信 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从太平洋上空升起的平安夜号 地球联盟四十多艘母舰 而地球真正遭遇危难的时刻 竟然只有一艘母舰迎敌 不过这确是人类最大的一艘母舰 也是和异形最有战斗经验的一艘 这是百亿地球人最大的希望所在 可是这最大希望上 陈泽霖看着屏幕中的景象 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第两千五百集 怎么样 各战斗小组都已经做好准备没有 穿着银色防护服的王伟 快步走进指挥大厅 他驾驶着橙色机甲 本来想要和异形好好打一架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 异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他就抽了个空子 来到异形面前 回到了平安夜号 不乐观 陈泽霖秀眉皱起 看着三维屏幕并没有回头 果然很多 王伟一直在天空之中近距离 和异形作战 在远距离一看 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么多 数量怕是超过十亿 而且一眼看去 基本上直径过十米的家伙 直径过百米 天哪千米的都有 这么大一个家伙 平安夜号都吃不消啊 王伟回来的路上 心里还骂哪些地球堡垒 胆怯未战 不过现在一看异形这阵势 就连他心里 突然出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无底洞 这么大的规模 要比我们当初 逃离明二星的情况 还要糟啊 王伟眉间也是上了一把锁一板 他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 全部都是心中一块大石头 拎了起来 当初明二星被异形袭击 那场景历历在目 明二星基地那么坚固 那么厚重的钢板 只是一个瞬间几分钟的时间 就被这些异形突破 虽然大家都并不乐观 不过谁也没有忘记自己军人的职责 王伟皱了一下眉头 敌人在墙 我们也要面对 更何况 我们现在逃都来不及了 传令下去 拉枪警报 全舰总动员 开舱倒计时三分钟 所有作战队员听令 打乱所有阵型和编组 有机战战略 听着王伟这样的战略方针 陈子林当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打乱所有的阵型和编组 这就是没有指挥了 大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各自为战 打不过就逃 也没事 王伟布置完 关闭手中的话筒叹了一声 他们没说错 能保留点实力 就保留点实力吧 不过就在他这句话说完 后边突然有军士 指着三维屏幕一角喊道 快看 那边 太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颗恒星一般的光线 快 将镜头对上去 这一刻几乎所有的电视台 都在转播这一个场景 在太空之中视频镜头收缩以后 所有人吃惊地发现 站在满眼的异形背后 有一个男子 是夜空 平安夜号上陈子林净乎出口 美眸中一片柔异 此刻光甲之中的加斯兰 也是一样的双目之中满是景色 本来夜空说这把剑是他的配件 加斯兰还有点不相信 毕竟这把剑是来自遥远的深空宇宙 而夜空和这把剑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现在 加斯兰完全地相信了 因为在夜空的手中 这把剑放出的光明 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这把剑以前在加斯兰的手中 他使用全部的紫神石的力量来催动 也不过是让这把剑放出萌萌的光滑 而现在这把剑到夜空的手中 不但外形变得漂亮 更重要的是 放出的光芒 已经是让人不能直视的明亮 当这把剑放出耀眼的光滑之后 它展现出来的威力 也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你们搞出什么紫电时空 好吧 那我就跟你们施展类似的法术 夜空回头看看加斯兰 又看着面前大片冲向地球 已经接近地球大气层的金属异形们 夜空的双目之中顿时凌厉起来 手中尊者见一扬 口中一字一句 紫电时空 夜空的话说完是万一扬 尊者剑已经拖着 一头踏进了异形群中 一增惊天动地的剑名 瞬间虚空之中出现大片的雷光 以那把剑为中央 剑光死射 电光纵横 眨眼之间 大群的异形之中 出现了一个点光的实际 身处在电光之中的异形 全部被死得粉碎 这才是真正的紫电时空啊 光线之中 加斯兰汉眼 和夜空这一招比起来 他加斯兰刚才施展的 那是狗屁的紫电时空 一下只能把三五个蚁形包在其中 方圆不过数百米 这叫时空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夜空施展以后才让人惊叹 方圆百米之内 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电流的海洋 这一片海洋之中 电蛇不断地闪现 疯狂地游走 这才是真正的紫电时空啊 夜空太强了 加斯兰的结论还是下得早了 就他这句话说完 却看见站在虚空之中的夜空 双目之中一凝 猛然又是一声礼贺 尊者见 当初在战斗之中 你被敌人掳惑 后来不知为何又落到这个世界 你我十年不见 难道你也变盾了吗 他一句话吼出 心中将那把剑顿时轰的一声 所有人都看你 仿佛有一只巨手 将那一片布满雷电的区域 猛然推开 方圆万米变成了方圆万里 不够 依然不够 夜空依然不满意 口中又是接连几声不够 每一次不够 那雷光都会变得更大百倍 几声过后不但加斯兰 几乎所有的电视机前的人类都惊呆了 地球之外那个片 已经变成了紫色雷电的景点 在那个景区之中 有着亿万的雷电 那些雷电风 每一条都有毁天灭地 而这片雷区有多大 要比地球都大很多 这才是他真正的力量 加斯兰看着眼前的场景 他的双目之中充满了惊讶 羡慕 敬仰 对力量的敬仰 和夜空的力量比起来 他简直真是盈盈之火 也敢和昊月争辉 最可笑的是 他紫电时空 现在想来 时空两个字用得真是太羞辱人了 除了加斯兰 电视机前也有很多人各有想法 这就是修炼的力量 修炼的结果 可以有如此的力量 看来我们走上修炼这条路没错 好强大 不知道哪里可以学到这些修炼方法 如果有一天 我也有如此实力 这野空不错 回头定要好好地笼络 他会是人类最有地位的人 不行 这姓业的实力太强 若是他的子电对着地球一放 地球不就完蛋了吗 要想个办法制约一下 个人都有各样的想法 不过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 修炼绝对是一种值得研究和钻研的东西 并不是以往那样 一无是处 收 当夜空收回遵守线 这次袭击地球的异形 已经被干掉了九成九 剩下的也只是小猫三两只 那些都是钻进地球比较快的 夜空投入机器 让他们钻了空子 进入地球大气层之中 不过这些刚好给平安夜号上的机甲战士 有了出手的良机 这些异形怪物并不是不可战胜 全体出动 让所有地球人都看看 我们平安夜号并不是只有夜空一个好汉 王伟撕心裂肺的喊丸 立即驾驶着橙色机甲 随后 大片的机甲如同飞黄一样 飞出很难夜号 人类的战斗力也不能小觑 天都是几只 射心的蓝色冰冻射仙 在天空绽放出无级的渠画 大气层外 一具光甲终于飞到了野空的身边 静静地停下 和夜空一起看着地球之中剿灭战 加斯兰终于开口认输 夜空 你很强 我们不用比了 我认输 我承认修炼会让人变得强大 甚至远超机甲 我也承认我远不如你 远远不如 对于骄傲的加斯兰来说 当众说出这些话 代表着他已经真正的完全的折服 夜空微微一笑 扭回头 你跟我修炼吧 我听说了 你弱不经风是因为一种全身不长肌肉的怪病 或许现代科技没有办法救你 但是我保证 跟我修炼以后 你这些毛病全部都会好 而且你会得到远超现在的力量 加斯兰对夜空已经是佩服的无底投地 现在听说夜空要的修炼顿时大惊 脱口问 我 我也可以吗 你是个好苗子 谢师父 加斯兰不再迟疑 光甲在虚空之中对着夜空跪倒 猛然就给夜空磕头 他也不想身体如此的瘦弱 听见这个消息简直是欣喜若狂 磕头中 他突然看见夜空手中的剑 这剑既然是师父的 就当作是徒弟送给师父的拜师礼 不过让他吐血的是 夜空一抬手又把剑扔还给了他 开口淡淡道 这剑怪不得被扔了 残了 威力不够 加斯兰几乎一个跟头跌进大气层里去 这么厉害的剑居然还嫌威力不够 天哪 这剑没残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啊 你再给我俩残废品吧你 这一届的胜者为王搏击大赛 注定要成为绝响 这是历史上最强的一次搏击大赛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夜空 夜空 地球人已经全部都疯了 他们全力呼喊着冲出家门 狂热地喊着这个简单的名字 FPK冠军对MPK冠军 夜空当之无愧取得了胜利 更让大家兴奋的是 夜空还在最后的关头 击杀数以亿计的金属异性 将地球异常浩劫消灭于大气层之外 夜空不但是一个强者 一个胜利者 还是一个真正拯救地球的人类 英雄 当夜空从天空仿佛脚下 有一节节台阶的走下 地面上的人群已经发出爆雷一样的呼喊 听着这些呼喊 夜空目色安静 外边越是喧闹 他的心越是安静 这一战最大的意义 并不是我取得胜者为王搏击 历史第一个双料总冠军 也不在于我杀死如此之多的领主 这一战最大的意义在意 让所有人看见了修炼带来的希望 新的机缘 来到了 这是属于修炼的机缘 夜空说的没错 这是属于修炼的机缘 当他回到地球的第二天 他的门口就站满了来自地球各地的年轻人 不仅如此 还有大量向往修炼的年轻人 正驾驶着运输船从各个星球赶来 上门拜师的 全部都收为土地 跟我学习地球诀 夜空回到地球以后 就租住了中国武汉市 一块面积很大的带花园的场地 这里不但是他的住处 也给他的弟子们居住 至于花费 他这次在胜者为王搏击大赛之中 取得的奖金和分成 足以让他开销这些东西 虽然每天都有不少人来报名 不过还是达不到夜空想要的效果 不过事情在很快就有了好转 加斯兰师兄比关三个月 今天终于出关了 快去看看 大家修炼了三个月才发现 修炼并不是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甚至很多时候修炼不比机甲用来的简单 有的人连气感都没有 就在大家有些失望的时候 却是传来加斯兰出关的消息 加斯兰 夜空听说加斯兰出关的消息也走了出来 凌接加斯兰进殿的拜见 见过师父 加斯兰进来就一头跪倒 双目之中满是兴奋和感激 加斯兰的身体果然好了 随后跟着走进来的陈泽林点头微笑 大家一看 发现以前瘦得好像一根竹竿一样的加斯兰 现在体型果然是正常了许多 是啊 不但如此 而且我也感觉到了气感 开窍了 进入了练气节 加斯兰想到就兴奋 他受那怪病几十年的折磨 没有任何人救他 最后是夜空教他的功法 姐姐恩师救我 要不然那些医生都判定 我还有十年寿命 加斯兰想到这里又要拜倒 这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 你只要继续修炼就会发现 你眼前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加斯兰还真是一个好苗子 在进入练气期以后 修为突破更是一日千里 没多久就进入了练气三层 到了练气三层 也就可以学习空物术 会了空物术 也就可以驾驶法器飞行了 不过现在又有一个难题 那就是地球不但不适合修炼 而且没有用来炼气炼丹的材料 也没有那些用来修炼的动物和植物出产 真是奇怪 按说地球是盘古的家乡 这里应该有很多适合修炼的条件 可是现在确实恰恰相反 没有灵气 没有灵物 没有灵兽 没有灵草 夜空虽然觉得疑惑 可是目前也没有办法 不过上次亿万的灵族袭击地球 被夜空击破在大气层外 那些被击成粉末的金属材料 在有了生命以后 也成为了灵财 这些粉末因为太靠近地球 最后都被吸收进入了大气层 落在了地上 夜空收集了这些金属材料 给加斯兰炼制了一个刻意飞行 好像叶片一样的法器 虽然加斯兰有了尊者剑 不过他暂时不可能随意使用尊者剑 尊者剑也不可能让他踩 有了夜空给的叶片法器 加斯兰只用了一个月就飞上了半空 飞起来了 真的可以飞起来 渐渐的 越来越多的修炼者飞上半空 也越来越多的人向往修炼 地球诀深入人心 月球上 某套超级豪华的别墅之中 还有先生 那个夜空太不像话 我们百般是好 他根本都不理会 老板 那个姓夜的现在弟子越来越多 势力越来越大 恐怕以后不好控制啊 要不要 义元先生 地球联盟今天要开会讨论关于夜空的问题 军方认为他这样发展下去 必定会成为可以对抗地球联盟的祸害 我们想要推行一个人 收徒不允许过百万的法案 幽暗的房间 幽暗的双眼 L先生悠悠冷笑 这些愚蠢可笑的人类就知道内斗 自言自语说完 他打开天讯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 不要去干扰他 他正在做一件有利于地球的事情 我们要尽全力配合他 大老板一开口 所有人都全部沉默 夜空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给你十年 如果你不能给我带来改变 我会捉你去圣尊了 把你的神魂提取出来 作为我的神魂意志的一驴 一年 两年 三年 时间就这样过去 随着修炼地球诀的人越来越多 修炼者的境界越来越高 也有更多的人加入了修炼地球诀的行列 夜空成为真正的一代宗师 弟子过十亿 甚至就连曾经夜空的师傅 机甲战神王伟也开始了修炼 当然了 王伟也没有丢下飞行 蓝色的海面一望无际 一架橙色的机甲 带着洁白的尾翼仓 飞向地球的另一端 地球南极区 发现一个巨型黑洞 请经过的战机 过去查看一下 橙色机甲的光瓶上 是大片的蓝色 太平洋的海水浩瀚辽阔 湛蓝扑入眼中 光瓶的一角 是一个黑色光底的暗光罗盘 一圈圈的扫描波 好像水纹一样辐射开来 把前方和四周的情况 勾勒在王伟的面前 虽然我现在也开始缩练 不过显然我并不太适合缩练 至今十年过去了 才练习三次了 比加斯兰那个魂段差远了 没想到那个瘦猴 现在变成了肌肉男 尿尿的时候啊 发现他都尿得远了 显然 咬牙切齿的王伟对加斯兰的强大 抱着羡慕极度恨 不过这也没办法 修炼这东西和机甲不一样 机甲的门槛低 大家都可以玩 可是修炼就不一样了 若是资质不好就很难提升 橙色机甲的速度还是相当快了 没一会儿 雷达光瓶上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景象 那一片的白雪挨挨 白雪之上 又有大片金色的企鹅挺着肚子 好像吃饱了散步的绅士 这里正是人类最后一块净土 南极 现在南极冰盖的面积 要比五百年前还要大许多 那是地球联盟保护的结果 当然了 地球联盟为了保护这一块 可没少花钱 我已经看到南极的边缘 大约在两分钟以后 就可以到达南极点 调度中心的接线员 显然没想到今天回话的 竟然是地球的机甲战神 虽然这十年机甲示威 不像修炼那么热门 不过王伟却是因为平安夜号指挥有功 已经晋升到中将的军衔 第2502级 这里是南方司令部接线员 郭浩忠氏 接线士兵郭浩吸了一口气 恭敬的挺了挺胸膛 才继续说 是这样 中将阁下 在大约十分钟之前 我们接到报告 说在南极点附近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黑洞 而且范围很大 中将 您要小心 再等五分钟 我们的战斗机中队就会到达 等你们的战斗机到达 黄花菜都凉了 中士 记住 打仗就跟炮妞一样 要趁热打铁 王伟教训了一句 他的机甲 已经到达了南极点预见 橙色机甲引擎 瞬间关闭九成 只留下一程 维持浮在空中 低头看着那个巨大的黑洞 王伟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那个漩涡 在南极冰面 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是浮在半空之中 一个黑色漩涡状的漏洞 直径大约有千米 那个黑色气旋依然在 缓缓地旋转 怎么回事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异的天象 难道是太空之中的黑洞 来到了地球 王伟虽然这样说 不过也知道这绝不可能 太空之中的黑洞 都是无比巨大 就算是地球掉进去 也不够塞牙缝的 正在王伟疑惑之间 随后出现的 竟然不是赶来的战斗机中队 而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 就这样站在空中 低着头看着脚下的黑色气旋 目中有着惊异之色 夜空 你怎么来了 这十年之间 人类对飞行在天上的修炼者 已经并不稀奇 所以夜空也就不避人了 现在经常在天上飞来飞去 而脱离军级的他 也是整天都喜欢穿着 一身狠不合线下 时宜的黑色西装 曾经有很多人问过夜空 为什么始终穿着一件黑西装 他都是憨憨的笑笑 一直没有回答 夜空是在武汉的家中感受到 主动赶来一看究竟 我来看看 夜空并没有给出判断 也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继续向前飘飞 一直飞到那个黑色大气旋上空中央 虽然夜空的修为 距离当初的境界还有很远 可是在地球上 他的实力已经是首屈一指 神识也是很不错 不过让他吃惊的是 他的神识竟然完全探不进 这个气旋之中 可是当他来到黑色气旋的最中央 却是眉头一动 这是 他暮色之中闪过金色 此刻飞行大队已经赶到 大片的战机和机甲飞里 看见这景象也很是吃惊 橙色机甲飞到夜空的身边开口问 夜空 怎么了 我刚才感觉到这气旋之中一出的竟然是灵气 夜空疑惑的自言自语 灵气 夜空 你不是说地球上没有灵气吗 是灵气 很浓的灵气 在夜空想要和王伟说 却是眉头一动 仿佛想到了什么 刚才定是有人进去了 可是我竟然没有看见人影 绝对是一个强者 正是那个强者进入的时候 打开通道的一瞬有灵气息出 夜空猜到有强者已经进去 他也不再等待 一头扎进那个黑色气旋之中 夜空猜得没错 能在他眼前进入气旋 又不让他发现 飞月球的L先生莫属 当初有人突破的时候 L先生就感觉到南极这里有细微的反应 后来随着地球越来越多的人修炼 这个地方反应就愈加的强烈 L先生已经把这里列成了注意的重点 所以当王伟来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这里 只是L先生也并不敢冒险 经过一番试探之后 他才一头扎进黑色的气旋之中 他跟进来的倒快 这小子果然精明啊 L先生回头看看 只是转眼之间 他的眼前就是一亮 眼前的世界仿佛一片桃花园 五彩缤纷的树林 清澈见底的小溪 地面上覆盖的是一片碧绿色的地球 没有草木 河流之中有晶莹闪烁的月光石 四周山崖的裂缝 仿佛成熟胀裂的西瓜 里边各种晶石自然滚落 天哪 这简直是一片修仙者的宝库 虽然L先生对下界修饰的宝物 已经没有任何的需要 可是在地球上看见出现这些东西 还是足够让他震惊的 是什么力量让地球出现的这个宝库 这个宝库是盘古提前安排的吗 L先生自言自语 这些问题目前他还不明白 可是他却十分的清楚 这宝库的大开和夜空提倡修炼不无关系 看来这小子就是一切改变的奇迹 L先生身影一闪 就在夜空出现的一瞬间 离开了这个小小的空间 光影一闪夜空的身影出现 他来到这里双目之中一彩大风 好地方 好浓郁的灵气 这是修炼福地 地球上怎么会有这个地方 想不到地球上 竟然还有这么一种地方 好充沛的灵气啊 夜空站在这片青山碧水之上 神蛇好像看不见的流水 慢溢而出 这一片区域方圆百亩 充斥着浓郁的灵气 而这百亩区域 主要是一些灵树灵草灵田 一侧有灵山一座 其中有大量灵石滚落 貌似这是一座 很遥远年代山傲中的修炼石家 不过目前只是打开冰山一角 再探测一下这空间 是不是还有打开的可能 夜空的神石已经相当高的级别 神石初期 也只是好像很遥远的眼睛 看见人目力所不及之处 可是神石到了中期就可以探测 哪些底层之下 还可以用神石发动攻击 效果不同反响 神石到了最后 可以化身成分身 还可以探测很多位面之下的东西 这是一片充满灵气和灵物的空间 这是表面现象而已 这空间是如何构建 空间所在的层次和位面是什么 这些才是夜空这样的级别注重的问题 夜空用神石把这个空间往深入一探 顿时目中有惊异之色 竟然我探不出这空间的位面和构建的方法 要知道夜空已经是尊者级别 虽然他的世界被剥夺 实力和本来的能力被剥夺了九成以上 可是不要忘记了 他的眼界 他所站立的高度 绝对不是常人能比的 只要有一点点的端倪 他就能够分析出 这是独立空间 还是隐藏在地球表层以下的一层空间 不过夜空一探测 却发现不是 都不是 甚至来说 这个空间的构建 已经使用了一种超越空间的法则能力 众所周知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法则世界 除了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尊解 往下看 每个界面都是由法则构成 虽然不同的创世者 会建设不一样的法则模型 可是究其本源 那些法则还是大同小异 而尊者们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和使用法则众多 他们有任意使用法则 在法则之中穿行自如的本事 可是让夜空震惊的是 眼前这个小小的空间构建的方式 竟然已经超越了法则 这个世界上 还有超越法则的东西 就算是尊者界 也不过是没有法则 却做不到超越法则 夜空 你在说什么法则 这里风光不错 景色一人呢 正在夜空经的瞠目结舌的时候 橙色机甲已经飞了进来 橙色机甲当然是王伟 王伟在外边等得久了 担心夜空 也就驾驶橙色机甲飞来 本来他把这里边各种可能发现的危机都想到了 可是近来才知道 这里边竟然不但没有危险 还是一片修炼腹地 当然 王伟也不知道什么修炼腹地 哇 好多不知名的果子 解满枝头 陈点点 都没有看过 让人垂涎欲滴 王伟把机甲停在一片有着火红树叶的林子旁 他从电梯里走下来 孩子一样扑向那片树里 喂 这些果子都是好东西 不过你修为不高 少吃点啊 夜空开口叮嘱了一声 不过也没有太紧张 以他的实力 王伟就算是一个人吃光这片果子 他也能帮其练花 王伟刚进来没多久 后边又有十多架战 战斗机进来以后一个盘旋 全部变成三角形的简易机甲 垂直落地 然后全部都花锋一样的扑下 抢夺那些山腹滚出来的晶石 第2503集 这些年头修炼者越来越多 大家都认识了晶石的重要性 而地球并没有晶石产地 都是从遥远的深空运汇 所以晶石的价格不是居高不下的问题 而是以天一个价的问题 抓一把晶石就可以移民去月球了 那些战斗机飞行员全部都好像疯子一样 争抢那些晶石 那晶石裂开的山腹就在这片空间的边缘 每一会儿就被这些人争抢一空 他们把晶石都放回战机 目光又看上了哪些果树上的果实 叶大师说都是好东西 一个飞行员问过以后 其他飞行员又全部发疯一样的去争抢 这些东西在野空的眼里什么都不是 所以也没有去制止 不过王伟还是提醒 野空 如果这样一来 这一片空间 怕是没有一会儿就会变成不毛之地啊 话音之间 又有大片的机甲 没一会儿草地上占满了机甲 零石被搜刮 零田被采平 甚至还有一架机甲撞在空间的边缘 把空间一角 唯一一口有灵水的水晶给炸平了 野空也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了 这些家伙很快就会把这里给毁了 所有人都出去 野空心念一动 大水连辉 将那些机甲战斗机 以及他们的主人 全部都删出了这片空间 随后野空带着王伟也飞了出来 回头在黑色的弃弦前方布下一片剑 这才开口喝道 这片空间已经被我锁定 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 野空布下这片禁止 并非是想要自己享用控制 而是他感觉到 这空间的出现和地球上的修炼者有关 因为地球上出现了许多修炼者 这才会打开 而且很显然这片只是打开了冰山一角 以后如果有更多的修炼者开始修炼 突破 升级 相信这个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野空还准备让大量的修炼者进入 让他们获得更快的提升 所以怎么可能让人随意的破坏 就在野空封锁了这片空间以后 他刚回到地球的武汉市 就有来自全世界各星球各方面的代表来到 洽谈这片空间的事 最后在野空地球联盟 军方等各方面的磋商之后决定 由比武 推荐 安排 抽签等方式 选出三万名精英修炼者进入这片空间 每届五年 修炼者提升可以继续修炼 若是没有提升 则由下一轮更换 消息公布之后 人类所有的修炼者全部都兴奋起来 虽然夜空的地球诀可以修炼杂气 可是杂气哪里如灵气啊 更重要的是 地球上的杂气很薄弱 还不如空间之中精纯的灵气充足 两者相比简直一个是天堂 一个是地狱 谁不想去那里修炼 师父 我想进入修炼 我现在已经进入炼气九层 正在冲击炼气大圆满 我想进入那片灵气世界 对我是一个奇迹 加斯兰听到消息 第一个就赶来了 曾经的机甲战神 现在已经变成了妥妥的修炼狂人 你当然可以 三万人 我这里可以安排一万人的名额 第一个就给你 地球联盟 军方 商界 火星 月球等等 要名额的机构很多 不过他们均分的只是两万名额 而夜空一人就拥有一万名额 这不但是因为夜空进这锁门 更重要的是需要夜空出手不懈阵法 百多亩的区域放下三万人 平均每人两个平方 而修炼之人又怕人打扰 可是总不能把那片空间都盖起房子分割开来吧 更重要的是 这百亩之中又有树林草地 总不能将其砍伐一空 可如果不砍伐 三万人小塞进去 也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不过有了夜空布置阵法就轻松多了 因此夜空得到一万的名额 三分之一的名额给夜空 看上去多 其实不然 夜空手下修炼的弟子众多 一万的名额不太够 大家都是打破头增强 谁不想进入那一片灵气世界修炼呢 我夜空的弟子全部按照修为高低排令 修为一般高的进入全球网比武确定 强者胜 夜空定下规矩 那些弟子也不在他面前痛苦哀求 都回去准备比武 不过才把这些人打发离开 王伟确实来了 夜空啊 这种好事你怎么能忘记我呢 虽然你拜我为师也没学几天机甲 可是毕竟大家关系不错 你若是让我跟哪些年轻人比武 我又怎么会是对手呢 王伟恩师啊 你是我的恩师 你一直都是我恩师 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只是你想要去 我就会安排 你的恩情 夜空永世难忘 他说这些话 因为从时空长河看到自己曾经的师父 也叫王伟 虽然直到现在夜空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一个人 可是夜空却是隐约感觉到 这两个王伟必有联系 王伟也是性情中人 听夜空说的真切 他不由的喊言 其实我真没帮你什么 倒是你教我更多 要不我拜你为师吧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这可使不得 我给你跪下请摆十里 夜空一挥手 王伟死活都跪不下去了 正在两个人纠缠 美人舰长陈泽霖走了进来 王伟回头 师父不受 那我给师娘行个礼 陈泽霖吓了一跳 连忙走过来束手托住王伟 队长 以前你是我的前辈 后来又是他的恩师 你不要折杀我们俩了 总之你就是我师父 这是众所周知 也没办法改变的 你只要好好修炼 早点比我修为高 那不就是名正言顺了 我这个废才 怎么可能啊 王伟知道这是夜空的安慰 不过夜空旨意不受 他也就罢了 王伟大势已定 嗯 好吧好吧 既然师父师娘 不要我这个废才 那就走吧 这师父师娘 你们啥手成亲呢 他这一问 顿时陈泽霖雪白的脸蛋 起了淡淡的红韵 隐在秀发丝中 晶莹可爱的耳垂也微微发红 哼 想不到我们陈泽霖司令官 现在变成了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其实陈泽霖脸红更多的是尴尬 他和夜空关系一直密切 可确实一直没有真正做夫妻 也没有名 也没有识 别人经常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他就会不知怎么回答 放心 成亲的时候 自然会请师父你的 王伟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晚饭以后 此刻一轮清月高挂之头 洒下脚白的灰光 月色撩人 月光照着窗口家人高挑玲珑的身姿 更显妖绕 陈泽霖回眸 我们谁时候结婚 夜空憨憨一笑走上前来 你以为我不想娶你 不想和你双胸 只是那天我给你检查 发现你戴着这个 或有些不同 夜空手指出 正是陈泽霖胸前衣巾 露出一片血白肌肤中的那块晶石 本来我以为这是一块其他世界的神格 可是后来发现 它和神格不一样 一般的神格只是能量精 而这颗神格不但有能量 还有意志 陈泽霖吓了一跳 那我会不会变得不是我了 这倒不会 我观察过 它虽然对你有些影响 不过却对你并没有坏处 只是会影响你的气质和实力 却不会影响你的思维和性格 陈泽霖这才放些心 不过她的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回答 可是这和我们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我观察过 这东西只是对纯洁的女子有好处 就连我和你有些亲密动作和话语的时候 它会停止运行 所以我一直都是忍着心中的念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陈泽霖有些明白野空 原来这家伙是为了自己 多从这晶石上得到些好处 不过她又促起秀眉 可是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此刻有野风吹进 撩动陈泽霖有些浪花一样的秀发 夜空低头看着她 又抬头看着那轮清朗的圆月 等你好像这轮明月一样成为月神 那要红年满月啊 她从二十年前第一次见到野空就开始等待 想不到现在还要等待 虽然知道野空说的精识给她好处巨大 可是还是觉得有些失望 夜空思索一下 眉头锁起 一般来说是很久 不过我有一种很快就要来到的感觉 第2504集 我很快就会成为月神了 陈泽霖长得可以扫地的长节毛猛然张开 美丽的大眼射出光亮 可是却发现夜空皱着眉头 那你还不开心 不知道 这次好像发现灵气世界 我总有点俘获难测的感觉 看着夜空的眉头伸索 陈泽霖微微挪动脚步 站在夜空的面前 一双眼眸温柔如同月光下的湖面 灵儿 夜空低头看着那雪白的脸蛋 也有些忍不住 低头吸住那双花瓣一样的红唇 别管他 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 一只手臂紧紧地还住夜空 另一只手一把扯些月神神格 扔得远远的 月光下 两个人的影子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南极 一片白雪挨挨 悠闲的企鹅正迈着两条小腿来回走动 对于头顶半空中那艘巨型战舰 根本没当一回事 好了夜空 各方面选来了三万修炼者 都已经集合完毕 海风烈烈 翻动夜空的裤角 他站在这艘大型空中平台前甲板顶端 回头看去 只见各方面选来的三万修炼者 都排列整齐 站在甲板上黑压压的一片 有男有女 海风拨动他们的头发 而他们却是凝立不动 双目中都是一片坚定 都不错 夜空点点头白手 稍等片刻 我这就开启封印 并且设置阵法 收 夜空在弃旋通道前布下了金色禁止 异常坚固 反物质炸弹都炸不开一脚 可是夜空收回不过是抬手之间 收回禁止 夜空飞离甲板平面 一头扎紧黑色的起旋之中 看着夜空如同鸟儿飞翔 进入向往之中的修炼圣地 在场的人等全部都穆含向往 不过此刻还并不是他们进入的时刻 夜空先进去是进去布下阵法 让他们进去修炼的时候方便修炼 而在这三万人中 不但有夜空弟子加斯兰和王伟等人 已经各鲁修炼的翘楚 包括礼兵 风雷剑 松本姐妹 更有黄绝凯和胡锦瑟 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不过人群之中 也有一个温婉的棕色头发的女子 她正是当初救起夜空的小医官安小冉 夜空杀了三个加罗罗人得到的金丹 其中最大的一枚就给了安小冉炼化了 所以安小冉是这几个礼的主级好手之一 安小冉对夜空的情谊大家都看得出 可是她又不愿意干扰夜空和陈则林 因此她一直都在闭门修炼 乐在其中 而最近听说又有了新的修炼府邸 她于公于私都肯定会进入修炼的 这一进去就是五年 安小冉棕色的长发没有扎成辫子 而是剪成齐尔的短发 棕色的短发在海风之中翻飞 心情也随之纷乱 正在此刻 就看见那黑色的气旋之口 有光影一闪 一个人迎走了出来 这发已经布下 大家进入夜后 个人一间 所有房间全部一样 随机进入 夜空身形移动已经站在了甲板上 话音未落 她抬手一挥 就由五色灵气引来 在甲板和启旋之间构建了一座短短的廊桥 五色长桥光滑夺目 那些小小进入修炼的修炼者 看见夜空这一手 他们全部捏紧了拳头 心中暗道 自己一定要努力修炼 能达到夜空的本事 随后一队队修炼者列队进入气旋之中 进入以后才发现 这里已经被金色的光幕分成上下三层 就好像建了一个金色的大楼 本来大家还在想 每人两平方够用 现在才知道 配夜空这么一弄 房间都很宽敞 当然了 他们并不是来享受 房间大小都无所谓 关键是灵气充足 这里每个房间都可以吸收同样多的灵气 甚至在夜空的阵法设置之下 在房间之中吸收到的灵气 要比在房间外还要多 这里真的是修炼的好地方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修炼 三万的修炼者全部都找到房间 开始了五年的修炼 无疑 这部分人是幸运儿 他们得到了更好的修炼机会 而且对于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会得到这里的灵果炼制的药片 和这里材料炼制的法器宝物 某间房间之中 安小冉回头看看 目中有些许的期待 不过等他们坐在蒲垫上以后 却已经是一片平静 只有努力修炼 才能赶上他的脚步 安小冉暗自想到 时间就这样过去 不修炼不知道 还以为修炼是多么久的事情 可等到修炼才知道 五年不过是弹指一挥之间 那种感觉就好像做了两个梦 就已经到了五年 修炼 来换安小冉的是隔壁的王伟 王伟将军 想不到你这五年已经突破了五层 安小冉有些吃惊 王伟一直都是资质气感很差 在外边十年才提升了三层 而现在五年竟然提升了五层之多 王伟黑黑笑道 当初我得到夜空作为废稿的五行生仙精 本来以为没什么用 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就好用了起来 想不到我修炼那个要比修炼地球绝快多了 安小冉目色一惊 那我回头问问夜空 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换 五年时间到了 大家都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交流心得 互相看看提升的层次 对于那些修炼没有效果的就会换人 不过大家一出来 却是小小地吃惊了一下 这片空间变大了 本来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大山的一角 而五年出来 这一座山峰都已经出现的这片空地重要 五年的时间 随着这里的人修为跋生 随着整个人类修炼者越来越多 这一片灵气世界也随之变大 本来夜空以为这空间是和琵琶珠一样 会在某种条件下越来越大 那样更多的人就可以进入修炼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 这片空间变大了 可是只是把一座山峰显现出来 就不会变大 仿佛这片空间也就眼前这么大 地球那么多人 每次几万人修炼 这实在有点杯水车心 夜空有些失望 这里的人五年已轮换 王伟和安小冉他们都修炼有成 不需要轮换出去 转眼第二个五年过去 王伟前辈 您都已经住基了 很快就赶上我了 怎么可能 小冉 你都已经住基三层圆满了 贾斯兰都已经住基五层了 正在大家再一次走出自己的修炼之地 几万的修炼者聚在一起 聊天说话之间 从山峰那边突然传出哗啦一声巨响 怎么了 怎么了 山塌啦 王伟目中露出惊涩 几万修炼者全部都抬头看去 只见那一片山峰表面巨石滚落 而在飞扬的烟尘散去以后 后边露出一个黑压压的洞口 在洞口之上有着一个大大的红字 盘 众人已经随后哄笑 莫非是潘斯洞 突然 行动中又传出一声售吼 月球 阳光透过透明高强度的玻璃照射进来 和地球不一样 月球白天有两个星期之久 黑夜也是一样长 这正是一个悠长的白天 坐在窗口的L先生 正在用一双鹰损一般的眼睛 看着外边 他并不是在看游泳池里 嬉戏的健康美女 也不是在看太空港上飞行的运输船 事实上 他就是用这样的姿势在想一些事情 不用说 他也是一个天命者 圣尊门强大的八次元圣尊 其实他最初也只是某一个世界 半鹰半猫的妖羞 他在圣尊门也并不是老家伙 虽然创始八次 不过时间不久 也就是说 他运气好 爱走捷径 同时他很聪明 也有想法 他就从一次次的创始之中 发现了很多疑点 很多难解之谜 比如天命到底是什么 还有 那些史上出现的强者 天尊门的盘古 还有开创圣尊门的蛮前 他们都是九千次天的强大尊辈 可是他们竟然死了 好吧 就算他们鹰沟里翻船被人暗害 那么史上唯一的一个至尊 原始又是怎么死的 就算是他鹰眼圣尊 现在也很难杀死 何况那些强者 所以在一个个疑团之中 他开始了追寻 首先 他就从盘古留下的世界 开始寻找答案 而盘古开创的第一届 就是最好的研究切入点 正在他思索这些的时候 背后雪白的大门被敲响 一会儿以后 一个女秘书走进来汇报道 先生 刚才接到报告 说灵气事件那座山上 突然有岩石落下 露出一个黑色的大洞 里面有瘦吼传出来 哦 L先生虽然强大 可是他的精神念力 却无法透过那层黑色的气血 所以里边的情况 都是靠人汇报 哦 那洞口 还有一个古老的蚊子盘 盘 L先生顿时双眸之中 有金光暴闪 颤声又问 是哪个盘 L先生一向阴郁深沉 喜怒不行于色 特别是那双眼 冰冷无比 没有一点点的感情 可是今天竟让他如此的失态 女秘书不敢怠慢 连忙把手中拿着的文件 递给L先生 果然是盘古的盘 L先生低头只看了一眼就点头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女秘书已离开 L先生脸上喜色再不遮掩 太好了 没想到这么坏 就有了结果 那盘古天尊果然是地球人 这个洞窟也定是他所留 而他也在瞬间想到 这洞窟隐藏得如此之深 必须带领整个地球人 修炼才能打开 想必是盘古留宝 只留给地球的强者 是不是一直赶紧去看看 下一秒光影一闪 房间里空无一人 不过就在他离开不久 李真志也从房间中奔了出来 速速给我准备运输船 我要去地球啊 当得知灵气世界中出现了一个洞窟 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匆忙地赶去 夜空倒是得到消息比较迟的一个 而他得到消息的时候 洞里已经出事了 师父 不好了 灵气世界传来消息 说今天第二届修炼者刚出关 就看见空间一侧的山峰乱石滚落 然后露出了一个入口 什么 夜空吃惊 本来他还失望这个空间太小 所以这次轮换他都没有兴趣去 可没想到他没去竟然还出了新的情况 不过柯骏斌把情况已说 确实惊了夜空 洞中传出售后 贾斯兰黄掘凯 胡锦瑟他们几个秀为高的进去看 谁知进去就没回来 混蛋 夜空心中大吉 这种神秘的地方出口的洞口八成是险地 他们几个驻机器进去太危险了 等到夜空第一时间赶到 这才发现 原来安小冉和王伟也进去了 让他更是吃惊 一边吩咐其他人不准进入 一边自己走进了洞中 好浓的灵气 而且这种灵气和外边的灵气又有不同 外边的灵气正常清新 就像是以杯清茶 喝之爽口 而这里的灵气 却是唇后之中又有一种浓烈的古谱之气 这其中封闭的灵气 不知是多少个纪元一千 正在此刻 前方突然传来嗷嗷的售后 有吼叫 之前人等进来 莫非已经遭了荼毒 夜空心中一沉 只恨这里神石放不远 只好赶紧跟上 越往前走那售吼声越急 不过夜空狂奔过去 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嗷嗷嗷 似狂狗吠 方向在前 而现在 嗷嗷之声却是落在了我的身后 夜空这一路走来 并没有发现岔路 可嗷嗷声却是转移到了背后 正在他疑惑 嗷嗷嗷嗷嗷越来越近 突然 一群有十多条金色的大狼狗突然窜出 吼声疯狂 对着夜空一阵乱飞 想不到是这些出手 夜空刚想出手 却发现这些狗只是叫并不咬人 而且自己如果向那里走 他们叫声也弱了许多 不咬人 看来这些狗的目的是要赶人进入 看来先进去的人 并不是被这些狗所伤害 而是被他们堵在了里面 进去看看 夜空心念及此加快脚步 快步向里走 那些狗见夜空进去再不追赶 回头离开 这零七世界隐藏的隐秘 使用的构建方式我都不懂 我猜是盘古所创 而这洞窟门上一个盘子 更是证实了我的猜想 只是我不明白 盘古前辈弄出这个小小事迹 所为何来 莫非是他的洞府 想到可能是盘古的洞府 夜空心中有喜色闪过 脚下不由地再次加快 走了一会儿 眼前终于豁然开朗 没想到这世界外边不大 可是山洞中却是宽阔得很 只见一个巨大的平地 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展厅 高级百米 直径十多里一个宽大的厅堂 厅堂中央站着一只额头生脚 四人死腰的巨汉 站立其中 这是什么种族 夜空吃惊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种族 夜空围绕着那巨大标本一样的模型 绕了一圈 竟然发现巨汉脚下有姿 第四十二轮回时代 轮回时代 这是什么意思 夜空不明白 又抬头看着巨汉的形象 不过这一看 他眼前顿时已花 仿佛看见了一片茫茫无尽的混沌 混沌一片 而后空间触开 空旷之中有许多的混沌物质残留 历经亿万年 物质开始分化 而后有原始星辰出现 再后来有日月星辰 漆黑空旷无银的世界之中 有各色的星光缤纷绚烂 某一颗星球上 火红的火山开始沉寂 慢慢地有溪水流淌 而在溪水之中 生命开始萌芽 生命越来越丰富 生命星球越来越精彩 夜空看见额头有脚的巨人 开始统治这颗星球 创造出绚烂的文明 浩瀚的文化 其中又有战争和和平 有英雄有异兽 仿佛一篇史诗 不过某一天突然噩梦来到 一只恶龙一般的巨兽出现 其凶猛无比 巨人根本无法抵挡 灿烂的文明 在恶龙的攻击之下岌岌可危 不过巨人中又出现了领袖 眼看对抗恶龙的战斗即将胜利 可是这时又有大批恶龙出现 巨人死绝 可那些毁坏一切的恶龙 也并没有存在多久 不久以后 突然有一天 天崩地裂 星球毁灭 混沌回溯 空间被压缩 空间中的一切又消失以空 等夜空收回神时 额头已经浮起一层冷汗 这一篇巨人出现和灭亡的景象记录 好像是一场悲壮的史诗 不过夜空隐约已经感觉到了什么叫做轮回时代 难道这个世界永远就是不停的轮回 产生 繁华 崩坏 混乱 就好像是一个人 出生 苍老 死亡 就这样永远轮回 虽然巨人族的生死和夜空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夜空心里还是觉得沉甸甸的 带着这种心情 他又走向了下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布满蓝色晶石的房间 里边的雕像是一种好像美人鱼的生物 就在雕刻的脚下也有着一排刺激 第四十三轮回时代 就在夜空观看美人鱼生物生存和幻灭的景象之时 在前边几个房间之中 一个鼻尖锋利 双目如鹰 有着浓密黑色胡子的男人淡淡出了一口气 盘古前辈走的果然比我们远得多 艾欧先生抬头看着面前一个和人类几乎差不多的雕像 双目之中已经有了敬意 我知道了 我们的世界不管是哪一个未灭 都是轮回 每一次轮回 这个空间之中一切的生命 一切的一切都会灭绝 这每一次灭绝以后 就叫做一次轮回时代 只是我不知道的是每一次轮回 尊戒会不会受到影响 想到这里 化名L先生鹰眼圣尊心中也是猛的一尘 如果尊戒要受到轮回影响的话 那每一个轮回时代 岂不是所有的尊者也难逃一死 难道这就是盘古要告诉我们的 鹰眼苦笑 如果每一个轮回时代尊者也要死绝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力量反抗 就算我们想逃 天下之大又有何处可逃呢 说话之中他又走进了下一个房间 等走进去 他的双目顿时一下就盯住了 第2506集 只见这是一个巨大的通道 在通道的两侧 有着无数透明宝塔法阵 而在最近几个透明的法阵之中 里边已经盘腿坐下了人 正是加斯兰他们 这也是 正在鹰眼吃惊的时候 仿佛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来到一个空空 透明宝塔阵法前 阵法打开 里边传出声音 后来人 你也是想来继承我盘古世界 进来让我测试你 真的是盘古 盘古的传承就在这里 鹰眼顿时双目之中一彩大方 他一直都在寻找这个世界的基点 却没想到基点早就被盘古隐藏了起来 放在这里留给有缘人 我愿言 愿言 他走进去以后 阵法顿时关闭 后来人 你放心 我盘古设下的阵法 除了界内本原亲的出手 其他界内之民无人可破 界内之民 鹰眼虽然已经创世八次 成为尊界尊贵的圣尊之一 可是他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界内之民 什么是界内之民 鹰眼盘腿坐下 不过那个声音却并不是直接回答 有些事只能你自己悟出 若是说出口 不但对自己 还给别人也惹来杀身之祸 好了 现在是我考验你 之前几个小辈修为太低劣 他们可能都看不到前边这几个店的流影 所以你大有希望 怪不得他们都好像在里边睡着了 鹰眼点点头开口正中 前辈 你可以考验了 其实就是几个问题而已 鹰眼刚坐没多久 通道的另一侧已经有一个人影走了进来 贾斯兰 黄居凯 还有小冉 王伟师傅 夜空走进来 就看见盘腿坐在那一个个透明宝塔阵法之中的身影 夜空双目一立 抬手一点 给我破 不过那阵法确实坚固无比 夜空用足了权力也根本不能打破 后来人 你也有实力接受考验 如果你想要得到我的使戒 你可以进来回答问题 那个声音又一次响起 不过这次牵引着夜空来到另一个阵法前 鹰眼圣尊 夜空突然看见旁边一个阵法之中 坐着那个鹰幕男子 顿时明白了很多事 怪不得领起空间刚打开 就感觉有人在我前边进来 原来是这家伙 当然 现在不是管这个的时候 夜空开口 说话的 你是谁 你不说出你的身份 我是不会进去的 难道你不是来寻宝的 不是 我是来找朋友的 请你先把我的几个朋友都放了 夜空并不着急进入阵法 而是回头一指那边困在阵中的几个人 不行 潘古残留的意志一口拒绝 我是潘古 这里是我的秘密 如果消极传出去 来过这里的人都要死 我想要留下传承也留不下 所以我必须确保秘密的安全 你可看见洞口的金狼兽 那可是界外抢手 这里好境不好处 唯一一个能出去的 就只有继承我的意志者 夜空没想到这就是潘古 心中知道 凭着自己的实力硬闯肯定不行 那潘古前辈 如果我成为继承者 你是不是就会放了他们 如果你成为继承者 他们的生死交给你了 你做主 夜空看着隔壁的鹰眼 憨憨的一笑 好 我接受考核 下方是黄黄毫无边际的金黄混沌 而在旗上 就是一切都没有的尊戒 尊戒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尊戒有的是两座巨大的殿堂 而在此刻两座殿堂之中 不少人都凑在一起 窃窃私欲 天尊殿 罗山尊者你可知道 我得到消息 潘古留下的宝藏开启了 美貌动人的女天尊罗山秀 没一条略有些吃惊 你如何得知 现在外边都传疯了 本来早就有人传说 潘古在他某一届留下宝藏 可是一直都没人找到 不过也有有心人 在潘古一些古老未面上 留下近视 只要那边有风吹草动 他们就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少聪明人 尤其是这些成为尊者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精明过人 英言以为自己聪明 可其实更多人是让他在做假仪而已 等到他缝上最后一针一线 立马就会有大批的强者 前来摘取他的胜利过失 现在就是这样 英言那边才进入阵法之中 这边尊界就有若干人等已经得到信了 既然是潘古的宝藏 那我们天尊们当然要全盘接受 通知下去 愿意去的都可以去 有了罗山天尊这句话 那些尊者大尊们都是兴高采烈 全部都去准备下界 等这些人离开 罗山尊者看着预检之中的信息 突然看到野空这两个字 顿时目中有光滑一闪 想不到野空也参杂在这件事情当中 那次从盘古第一届出来 门主就不允许我去管野空的事 那一次 正在罗山犹豫不决 腰间天尊令牌有了反应 竟然是门主玉阳发来信息 玉阳信息很简单 十六个字 他人无论 你莫参与 谈之一惑 天地不如 罗山看见了目中惊涩大山 作为天尊门难得的女天尊 她备受大家的关爱 就算门主玉阳对她也是格外的关照 这就是要罗山天尊不要参与这件事 只是最后四个字 天地不容 让罗山吃惊了 所谓天地 在不同人的眼中 天地是不一样的名词 井中之蛙 天地就是抬头井口大小的天空 和一片淤泥地面 下界之人 天地就是大气层之内的乙方世界 蓝天绿草 未免强者 天地就是无数的星球 浩瀚的宇宙 创始尊者 天地就是一个又一个界面 组成的整个世界 可是到了玉阳这种尊界老大的地位 他眼中的天地又有多大 那就是整个混沌 玉阳并没有说 是他不容盘古中遗留下来的一切 而是说天地是混沌 想到这里 罗山不由的后背有些如师 惊出了冷汗 到了他的修为和他的天尊殿之中 常年管事的所见所闻 已经接触到这个世界很多最本源的东西 他有时候都不敢想 因为越是了解才越发现自己的渺小 正在罗山吃惊之余 嘎吱一声 花灵窗戈 孤步小门被推开 光头黑皮的戴郡走了进来 罗山天尊 听闻盘古已保险事 我也想去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缘人 不如我们结伴而行 罗山看看戴郡心中冷笑 吃到玉阳并没有通知这个人 我就不去了 那一届整个就是个空壳而已 没兴趣 是啊 都被那些家贼给掏空了 天尊们淘宝盘古世界的事 其实大家都清楚 戴郡咬牙切齿 是因为他来迟了 没占到便宜 不过他还是有劝道 可是罗山天尊 我们没有去掏空盘古世界 相信我们更有机会得到盘古医保 不必再去 戴郡也无话可说 不过他就要善善离开的时候 听罗山又问 戴郡天尊 那一空留下的世界 可曾被你炼化 戴郡本来心情不错 提起这个就有点冷了 别提了 门主说先留着 可是我这次路过那边 发现圣尊们的人 也在打这儿的主意 还跟赤脚大尊打了一架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劝门主 给我炼化算了 可没想到 却听到了盘古医保的消息 罗山听说戴郡还没炼化 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 好了 你走吧 与此同时 圣尊门之中 更加的热闹非凡 主位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位置正是盘古第一世界 一个叫做地球的小星球 想不到盘古竟然把宝物 留在了那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星球 也不知道有什么宝物 盘古当年拥有九千次元 相信宝物不知攫取了多少 说不定都是混沌级的宝物 那我们是否一直速度简矩 听着这些过躁之声 在圣尊殿高楼顶层 一双冷丽的眼眸看着下方 眼中满是讥笑 拥有这双冷丽目光的 正是圣尊门目前当家门主 满杰 第2507集 满杰不但是一位强者 更重要的是 他还是圣尊门创始人 满前的亲生儿子 师尊 我也想去得到盘古医保 跪在他面前一身白衣 看上去风流不羁的 正是圣尊门赤脚大尊 赤脚虽然只是一个大尊 在圣尊门并不是了不得的人物 可是却很少人知道 他拜了满杰为师 盘古医保 满杰目中满是嘲怒 收回目光 人的贪婪总是无穷无尽 其实就算把盘古 剩下的几千戒都给他们炼花 他们又能如何 圣尊门掌又尊卑 并不是天尊门那么强烈 赤脚也是洒脱之人 竟然开口顶庄 师尊 拥有的赤解多 那当然实力就强 就厉害 就会有很多人依附 就会在尊界呼啸而来 呼啸而去 称王城霸 都是虚的 满杰被顶得有些脑 力声反驳 就算称王城霸又如何 你能不死吗 你能对抗天地吗 你能冲出枷锁 你能打破 满杰心直口快 差点把不该说的都说出来 单紧忍住 你连玉阳的手掌心都翻不出 赤脚大尊是反出天尊殿的 一直都是歧视天尊殿 可是没想到自己的师尊圣尊门的门主 竟然这样说 竟然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是段 难道我得到几千戒也不是玉阳的对手啊 赤脚大尊有些无法相信 玉阳老匹夫真的那么强 他强并不在于他自己本身就是他代表的 满杰不愿多谈这个白手刀 你别去掺和 给我继续守好狂猛使戒 那个姓夜的虽然是个不完分的跳槽 不过却是个变数 是 赤脚不情不愿地去了 师娘 师父已经进去半个月 我们也想进去看看 虽然夜空并没有和美人舰长举办婚礼正式结婚 不过在夜空上亿弟子眼中 陈泽霖就是师娘了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做大家的师娘 所以在夜空进入洞中半个月以后 耐不住性子的弟子们都来征求陈泽霖的意见 陈泽霖第一时间赶到洞外 不过他一直都坚持夜空的意思 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去 可是来劝他的并不是夜空的弟子 更有很多其他人 泽霖 我李真挚从来没有求过你 你就让我进去呗 可是夜空说了 里面真的很危险 你不用管我危不危险 死了是我自己的 不行 我还是不能同意 刚劝走李真挚 地球联盟司令部的军方人物又到了 泽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们军方的人 现在我们军方组织了一个搜索小分队 我现在命令你当我们的小分队进入 陈泽霖应付这些方方面面的来人 感觉一个头变成两个大 正在接待这位军方高层的时候 外边又有人跑来汇报 不好 李真挚强行进入 还打伤我们好几个师兄 那边军方高层顿时站起来 李真挚可以进去 我们的小分队当然可以进去 军方要进去 那边全球网也组织了测量队 说是要进去采集信息 和全球网内部搞一个盘丝洞 其实陈泽霖清楚得很 这些家伙都是怕洞里有什么修炼材料和宝物 到时候没有他们的份 这样的想法很正常 洞外的空间都有这么多晶石灵物 洞中必定更多 其实夜空才看不上这些宝物 不让他们进入是为他们的安危着想 他们不怕死 就让他们进 这边搜索队和测量队要进去也就罢了 这一天竟然来了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人 一个练起期的师弟 被从气旋之中猛地推出来 倒飞着进入灵气空间 家罗罗人来了 什么 所有这里的修炼者全部涌动 地球人的修炼场所 哪容得了家罗罗染指 陈泽霖也是第一时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一看外边一个高大的人影一步步地走过来 家义 几乎所有人都认出这个高大的人影 正是二十年前搏击大赛上昙花一现的家罗罗天师 家夜 家夜 你来干什么 当初你可是当这一万观众的面 给夜空跪下磕头要离开地球 凡事永远都不回来 修炼者之中走出一个穿着旗袍 露出小麦色健康双腿的女人 我有什么不能来 我当时实力确实不如夜空 可是现在我又修炼了二十年 我来挑战夜空了 哼 挑战师父 家夜 你做梦吧你 夜空的弟子们都是哈哈打笑 家夜也得到了消息 挑战是假 想要进入洞府寻找好处是真 哼 你们这里最多就是主机修为 连我当年都不如 想拦截我 滚 现在家夜在鹰眼的调教下 修为突飞猛进 眼前这些修炼者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给我滚开 家夜一拳轰出 面前两个还没主机的夜空弟子 顿时被他打得蹊跷流血 惨死当场 家夜 你竟敢真的行凶 陈泽林美眸中闪出愤怒 大家围住他 不要让他进去 他一声领下 射线枪各种 全部往着家夜身上招呼 你们这些手段又有屁用 人类 你们没有夜空就完蛋了 这边的攻击完全不是家夜的对手 甚至连家夜的衣角都摸不到 当年家夜只是金丹修为 而现在家夜已经有仙人以上的修为了 你们都去死吧 还有月球礼兵 只要你愿意做我家夜的女人 我以后带你去倒顿下 家夜就好像是个虚拟 在射线枪和铁锡发出的 忽影不醒 而当年夜的封建 就是一群群的将 一个人类兴殖 立于他的正下 现在的家夜的武器 人类这边 夜最通过的 一开汽海的礼兵 无疑是最强 可是对上家夜 却是完全不是对手 一向都是果断的陈泽林 一样果断 知道不敌 当然也不会让 野空弟子往送性命 他秀眉一条 猛然喝道 停 所有人住手 让他进去 这边人等都只好停手 家夜却是哈哈笑道 现在喊停 迟了 说完嚣张的一只礼兵 火星兵没人 我来到人类世界 就看上你了 要我不杀这里的所有人 兵没人 你必须做我的女人 陈泽林 本来已经愿意妥协 可是没想到 家夜竟然又提出 这种条件 家夜 你死定了 地球修炼者 全部义愤填膺 家夜你可以进去 但是要女人 宁死不同 家夜目中 有灵力的光滑一闪 那就都去死好了 他今天就是来 大开杀戒 一雪前耻的 人类 都去死吧 这里的人都得死 家夜狂笑 笑声中手掌 往后出击 五行龟元气 化成一个巨型龟壳的封印 他将入口完全锁住 他竟然想锁死灵器空间 将这里数万人类 修炼精英尽数杀死 怎么办 所有人心都沉了下去 陈泽林也是暗恨自己没用 虽然神格给他影响甚大 可是战斗力 确实没有提高 可就在这危难的瞬间 有人看见他 灰壳风引轰的一声 被人从外边击碎 什么人 家夜震惊 从气悬外 几条神奇的人影走了进来 领头的两个 穿着很奇怪的大袍子 头上还戴着高官 而在他们身后 又有着高高矮矮的怪人 有的半人半瘦 有的全身好像是金属 还有的如同一阵空蒙的水汽 地球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 虽然在场人等 每个人看出他们的修为 可是大家都感觉到 这些人的强大 不下于夜空 这些人正是赶来摘桃子的天尊们 领头的天尊正是几个老牌天尊 他们进来以后 暮色一凝 又一挥手 顿时有几个尊者开口问 这里谁是主师 出来回答几个问题 走出来问话的 正是当初揭引夜空上界的 二次元大尊王子峰 家业并不傻 他也明白这些人的强大 是他不可想象的 第2508集 各位 我刚刚掌控了这里的局势 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家业觉得自己主动出头 说不定可以和这些人拉上关系 好 王子峰点点头 虽然他们都是尊者 大尊天尊 眼前的地球未面对他们来说 非常低等的未面 可是不要忘了 这里是盆古制造出来的独立世界 那可是一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9000次元的强者 精明的他们 当然要打听清楚 甚至一些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 这片空间具体是某年某月 某时某刻出现 又比如说 这个世界刚刚出现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刚开始的边界在哪里 家业本来以为大概地问一下 谁想到他们问得这么详细 当下也就张口结舌 王子峰顿时不爽 他在天尊殿是不起眼的角色 可是对下界之人 他不是什么好说话的 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回答问题 我且问你 第一个发现这空间并进入的人 可是你 叫他出来 不是不是 王子峰一发怒 尊者的力量写出一丝 就已经吓得家业双腿哆嗦 他连忙开口解释 第一个发现这里的是夜空 夜空那小子已经进入那洞窟之中 他进去和我师父抢宝去了 我师父说他号称鹰眼圣尊 天尊门本来就和圣尊门互相争斗 鹰眼又经常挑衅天尊门 人员很不好 鹰眼 王子峰冷笑一声 那你可以神魂举灭了 宽袍大秀一回之间 刚才还霸气十足的家业瞬间就化成了一阵清烟 整个人气化了 甚至连粉末都没有留下 这些人好强 在场人等全部目中惊恐 他们连家业都打不过 而这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挥手之间 就把家业给灭了 连渣都不留 还有谁知道情况 王子峰再次贺问 这次没人敢走出来了 王子峰身边一个光头尖耳的男子 走出来开口问 你们都是夜空的后人吧 我们是夜空的朋友 我叫百丽尊者 是和他一介的朋友 百丽这一说 在场人等全部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那些修炼者 全部都是心中暗自吃惊 怪不得师父厉害 看看师父的朋友就知道了 这些人真的好强 其实夜空在天尊门 已经被划分为叛逆籍的弟子 百丽这么说 只是为了有人出来回答问题 当然了 若是有人说 他们倒也并不一定会为难这些下界之人 听说这些人是夜空的朋友 陈泽林也走了出来 他虽然不是第一个进入这片空间 不过他有光脑 还有和夜空聊天得到的信息 所以王子峰的问题 他基本上可以回答 好了 知道了 王子峰问完 回头去看那边相貌威严 高大方脸的天尊 这次带队的 正是天尊门执法天尊 大德天尊 大德天尊听完陈泽林的讲述 掐指一算 我们此行 半凶半吉 实际上他们问的这么详细 就是给大德天尊测算一些凶吉 这不是迷信 而是大德的一项本事 天尊们也有举棋不定的时候 测算凶吉就是很关键的依据 虽然半凶半吉 不过寻宝之事哪有那么轻松啊 这些尊者从凡人开始 修炼至今 哪个没有经历无数的威胁 后边另一个全身金属的天尊 吻声吻气 一般寻宝 有两成机会可以进门 有四成机会就可以冒险 有五成机会就非进不可了 不错 进 他这一说 众人都是点头 大德天尊眼睛都不看这些下界人等 衣袖一挥 带着众人直接走向那写着盘子的山洞 对于这些强大的人 陈则林哪敢多言一句 他们要进入当然让他们进 更何况他们都说是野空的朋友 如果能进去帮野空的忙 也未可知 不过就在大德等几人走过去 后边一个光头 有着有黑皮肤的男子 却是停在了陈则林的面前 看着眼前俏丽的面容 野空那混蛋倒是女人缘很不错 到哪里都能搞到角色呀 听着面前有人说出这一句 陈则林心中又忐忑了起来 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是野空的朋友 只有低着头不敢言语 不过面前这个人却是存心找茬 伸出手一下勾住了陈则林的雪白圆润的下巴 口中笑道 野空的女人怕羞什么呀 下界之人给我看看 好像你的羞维不错 为什么一个下界女人会有一丝神的气质呢 此人出言不逊 动作也梦朗 陈则林心中有些怕 不过忍不是她的风格 这位尊者 既然你知道我是野空的女人 就该明白 朋友气不可戏 请你放尊重点 朋友 眼前的黑皮光头哈哈大笑 刚才百丽尊者可以说是野空的朋友 我可不是 我要说起来还是野空的师父 我叫戴俊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我呀 戴俊 陈则林美眸之中露出惊涩 暗自后悔刚才回答了这些人的问题 虽然野空并不喜欢跟他说尊戒的事 不过野空某次还是说过 有一个强大的对头叫做戴俊 戴俊很满意陈则林的金融 他哈哈笑道 看来你听说过我的名字 我这次就是下来找我那不忠不孝的徒儿 不忘记告诉你 他的实力和记忆也都是我封诛的 戴俊说完抬手一收 把眼前的陈则林收入囊中 这才大笑着提步跟着大队人马走进洞口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他收了 生死不知 在场都是野空的弟子 这些人都是被戴俊的手段震惊 可是等他们回过神来 却都是义愤天赢 这些人不是师父的朋友 还抓了师娘 我们冲进去 虽然大家都恨 可是想到哪些人的手段和本事 真的敢进入山洞的也不过寥寥数十人 更多的人选择留在了外边 可是天尊门的刚进去 圣尊门的大队人马又来到了 什么 天尊门先行一步 赶紧上 这些人都杀光了 天尊门还讲个假人意 圣尊门可是什么都不讲 留在外边数万人类精英全部被杀光 想不到门主还不让我们来 真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难道就看着鹰眼兄弟 那些假仁假义的天尊们分享宝物吗 圣尊门这次带队来的 是门中一位叫做乌统圣尊的强者 乌统在圣尊门之中 有残忍世杀的威名 就喜欢杀戮 那双乌白的眼睛看到谁 就要谁死 看到哪里就要血流成河 别说他是天尊门的第一丑人 就连圣尊门那里 都有很多人看不下 他如此莫名其妙的杀戮 所以这次来寻找盘古医保 圣尊门出动主要是 他这一派系的人 数量比天尊要少许多 不过圣尊门人 都是嚣张放肆之辈 并没有因为人少而担心 而是迫不及待 想要赶上天尊门大战一场 才痛快 快 不能让他们赶在我们前面 圣尊门人各个加快速度化成光影 穿梭在蜿蜒的洞窟之中 他们进去没一会儿 就已经赶上了先进入的人类族群 这些人类大约有七八十人 这些人以李斌和柯骏斌等人为首 他们进来就是来救陈泽林的 不过他们知道 以他们的实力 小舅师娘实在是太可笑 他们最大的作用是给野空同风报信 希望可以赶得及告诉师父 就在他们向前赶路的时候 一道道光影突然好像一阵疯狂的电流 在后边飞速的赶上 越过他们 进入前边的洞窟 速度好快 又是一波人 李斌俏脸色变 这些人的速度根本不可想象 甚至连背影都看不清 而他们经过的一瞬间 放出的力量让李斌等人 全部心惊肉跳 这些人实力恐怕不下于 前边那一波人的汗 铁皮人瓮声瓮气 后来赶来的正是圣尊门一伙 其实对于巫童来说 顺手杀掉这些人并不是难事 他也绝对不会嫌麻烦 和人家错过亿万里以后 然后再赶回去杀光这是常事 他为了杀人不怕走回头路 不过今天确实要追赶天尊 前雨夜尊者 回去把那些人都杀光 巫童命令 一个灭色苍绿布满麻麻坑坑的尊者 应了一声 是 说完回头奔去 前雨夜是上界没多久的尊者 以脸上麻痹仿佛被雨点打过而得名 虽然他心中不愿回去 不过也不敢违抗 只想回去赶紧把那些人杀死 好回到寻宝大队 后边李斌等人没走几步远 就看见眼前光影一闪 刚才过去的一群人 现在回来了一个 绿脸麻子 当然了 他们可不敢说什么 这个奇奇怪怪的人看上去 比前一批人还要凶恶 前辈不知 柯俊斌年长 赶紧走上去行礼 都是一些卑微的下界小民 我杀 前雨夜和这些下界之民 连说话的心情都没有 直接放出强大的法则力量 将这些人抹杀 可是就在他刚要出手的一瞬间 这洞窟洞雨之上 突然掉下来一道惊雷 惊雷落入前雨夜的头顶 他双目之中满是惊恐 绿色的脸显得更绿了 好强 是盘国 为什么要烧啊 没有人会回答他的问题 就在下一秒 那道雷电已经撕裂他的全身 耀眼的白光从他的身体之中绽放 仿佛万道剪光 清烟过后 这个修炼了数亿年 刚刚进入尊界的尊者陨落 他 他怎么死了 李冰等人都是莫名其妙 看着头顶洞窟石壁 吓得捏手捏脚绕行而过 前边正在飞行的圣尊门人 千语夜死了 巫童巫白的目中浮出疑惑之色 要知道 他们下来办事哪个不会服用不死丹 都用过 特别是第一次下来办事的前语夜 巫童是亲眼看见他服下不死丹的 不死丹什么概念 那就是下界不死 下界不死什么概念 那就是对方来了与阳天尊也弄不死你 所以尊者们肆无忌惮 可是现在神话被打破 前语夜在瞬间神行俱灭 难道是那些人之中有高手隐藏 可是高手也杀不死前语夜 巫童顿了一下 心中想到了什么 能做到如此的恐怕也只有盘古了 这一片世界 这一个洞窟 其中最深层的法则 和我们所知道的法则完全不一样 要小心行事 杀人如麻的巫童第一次感觉到怕了 不敢回头杀那些低等的人类 而是继续向前赶路 一会儿以后 他们来到了第一个大厅 这里站着一个高大 额头有脚的巨人标本 而在巨人脚下 站着十七八个高官大秀的人影 天尊 圣尊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路人马在第一时间就认出了对方 天尊圣尊仇身四海 见面以后也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就动手 最先出手的是天尊门的一方 一位名为昆蝶的大尊 这昆蝶大尊是一个特异的生命体 据说庞大无比 凶猛狠辣 所以是天尊门一位喜欢打打杀杀的大尊 圣尊门呢 上次我去抢一个世界被你们搅黄 要不然我已经是天尊了 你们受死吧 昆蝶还叫别人受死 可他一出手就看见头顶一道惊雷突然闪现 不过昆蝶的实力可比前雨夜要高 他竟然提前察觉 心中已经连忙变换位置 可是那头顶惊雷却是跟着他变换位置 怎么会这样 昆蝶面色惊恐 一秒之中 他已经在大厅之中改变了上千个位置 可是头顶的惊雷还是毫无悬念掉入他的头顶 不要 昆蝶目瞪惊惧之光死射 口中李生吼道 不要杀我 放出本体我是杀不死的 不过他还是死的 死得干干净净 连扎都没有留下 白光好像万道剑光 从他的身体内部放出 夺目的光线之中 看见他身体被撕破 怎么回事 天尊和圣尊们全部都吓得目瞪口呆 全部停下手中的战斗 巫统也大概明白了 刚才前雨夜是怎么死的 算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终于有人知道怕了 掉头向后边走去 不过他走出没多久就传出他惊心动魄的嘶吼 和嗷嗷疯狂的售吼 这里好进步好出 天空之中有人开口 当这个声音在头顶上响起 天尊和圣尊两股人马都吃了一惊 以他们的修为竟然都没有感觉到话音来自何方 不过这些都是尊界的强者都不傻 瞬间就有人猜到了是谁在说话 是盘古前辈吗 是盘古前辈您留下的意念在这里控制的吗 盘古前辈 我是天尊门的弟子啊 是您的晚辈后进 盘古前辈 这些圣尊他们欺人太甚 帮我杀光他们 一众天尊人们全部喜极而弃 有的狂喜 有的磕头 有的恨不得较爹 不过显然盘古对这些天尊门的同门并不买账 天尊门 你们去求我 不如去求羽阳 他才是代表真正的天 听出盘古话音之重的讥讽 圣尊门人都兴奋起来 盘古前辈 听说您是被天尊门害死 这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 盘古前辈 只要您把您的戒面和宝物都给我们 我们圣尊门会帮您报仇的 听着两个门派的弟子互相攻击 郭躁一片 盘古冷横两声 天尊门圣 又或者其他尊门 在我这里并没有什么两样 你们不用互相表现 在我这里有优先权的 是盘古世界出去的天命中 大厅之中的天尊门人顿时明白了什么 眼前十几个天尊门人 只是这次下界天尊的一半 还有一半天尊之前已经走了 当时他们来到第一大厅 一半人看见盘古留下的场景 他们走向下一个大厅 而剩下这一半看不见场景 都围在那儿郁闷 却等到了圣尊门人 这些天尊顿时面如土色 而那边圣尊门人之中 有几个兴奋的喊道 我们是盘古世界出去的 老祖宗 盘古您是我的祖宗 我还真是你们的祖宗 盘古也不客气 盘古世界出来的人有优先权 在这里谁对他们出手就等着死 盘古的世界之中对他的后代 当然是网开一面 不管是九千盘古世界中出去的天命者 还是地球人 都是他的后代 所以钱羽叶和昆蝶两人一出手 就被杀死 因为他们不是盘古的后代 却要对盘古的后代出手 听到这里 巫统圣尊看着自己手下的几个尊者 心中暗自嫉妒 虽然这些家伙修为远逊于他 可是如果他们得到盘古的传承 立即就会比他强大许多 不过这也没办法 谁叫自己不是盘古世界出来的人呢 看着几个圣尊门人观看完盘古留下的影像 走向下一个大厅 这里留下的还有二十三个人 十八个天尊 五个圣尊 他们现在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好吧 盘古前辈 我们知道您的传承是留给您的后人 巫统昂头对着头顶喊 可是我们这些不是年后人的尊者 您总要让我们回去吧 就算是得不到您的医保 可是我们并没有冒犯到您 也没有做错什么 巫统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彬彬有礼 事实上他真的有些怕 他一开口 其他二十多个尊界强者全部开口 对对对 巫统说的对 就算我们没有得到宝物 也得让我们离开吧 想要离开 将我的秘密散播开去 不可能 盘古的回答让巫统等人 全部面如死灰 盘古前辈 相信您并不是始杀之辈 否则直接用精雷将我等全部批死 何用如此的废话 巫统的话让其他人等都暗自钦佩 这巫统果然思维缜密 第2510世纪 你说的不错 盘古的话让人振奋 他开口 继承我传承者 必须继承我的意志 虽然我修改界内的本源法则 让盘古世界中出现的天命远超其他世界 怪不得盘古世界出来的天命者要多 原来是这家伙做了手脚 巫统等人全部心惊 按道这盘古果然是强者 若是他们还不知道从哪做手脚 什么界内的本源法则 听都没有听说过 只听盘古又道 虽然如此 可是要通过我考核的人恐怕还是少之又少 为了让我的意念传承 我不能放弃你们这些其他世界出来的后辈 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说不定你们中的一个才是我要找的人 听盘古这一说 巫统等人都要激动地哭了 盘古前辈 您真是太英明了 这是在大厅的一侧 有一道大门缓缓地拉开 各位来自其他世界的天命者 你们也有机会 不过你们毕竟不是我的后人 所以我给你们的机会 只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不错 现在给你们打开的是比武场 你们每次可以进去十个人 而走出的只有一个 被击败的人 我会让他们死在其中 神魂俱灭 而走出的那个 享受和盘古世界天命者一样的待遇 这样一来 巫统圣尊等强大者都开心了 那些只有一个世界的小尊者可就倒了大霉 看见巫统走进去 后边的人却没敢进去 不过盘古怎么可能让他们闲着 无情地喝倒 随机抽取 光影一闪 一个小尊者头上有一点星光点亮 不要 我打不过他 小尊者撕心裂肺的吼声中 仿佛被一股力量 硬生生拖进那个大门去 看着小尊者被拖进去 其他的尊者全部都是脸色苍白 他们都是叱咤风云 都曾雄霸一方 可是现在却全都跟底层的弱者一样 被拖进龙中 比武求生 不一会儿 盘古的声音响起 下一个 就在他们一个个轮流 决出唯一生存机会的时刻 礼兵等人也走了进来 事实上 礼兵他们比这些尊者幸运多了 虽然他们的修为 看不见盘古的流影 也不值得盘古接待他们 可是他们至少能活着走下去 这些人 礼兵他们都是好奇 刚才还移植气势的各位尊者们 怎么一个个都是脸色发绿 不过他们也不敢询问 只是在那个巨大的雕像门前 观光了一圈 就走进了下一个大厅 他们并不会有危险 他们虽然没有得到 盘古仪宝的机会 不过在进入阵法以后 却是有两个选择 一是沉睡 等待继承者出现 决定他们的命运 二是成为新一代的天命者 进入不同的世界打拼 盘古的传承 同时也是他的遗志 他留在这样的一片世界 一片空间 一个专门考核继承者的地方 这些他绝对不会为了 将自己的宝物和实力 凭空送人 换句话说 得到他的宝物的人 也要帮他做事 当然了 这件事做完死掉的盘古 并不一定可以得到好处 但是有一点无用之意 那就是至少了结了 盘古的心愿 不过回头想想 盘古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恐怕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 实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至少也要尊者的级别 在这个世界上强者为尊 没有实力寸步难行 盘古怎样选择 也不会去选一个没有实力的 所以实力达标是最基础 那些误闯进来的人类 他们虽然在这里不会被杀死 不过他们没有资格成为遗产的竞争者 甚至他们连观看盘古 留下来的影像资格都没有 因此李斌 柯俊斌等人一直走到最后 也不过是进入阵法之中被锁死 可是有一个人却是不一样 当李斌志走到阵法前边 他已经看见前边某一个阵法之中 正在盘西坐着的那个白衣中年人 父亲 李斌志惊呼了一声 他对自己的老爹有一种叛逆 不过当面对老爹更多的是恐惧 进来吧晚辈 那个阵法的门打开 里边有一个声音在召唤 可是我想问一下 我爹他在干什么 李斌志并不着急进入 显然盘古留下的意志 并不能强迫别人走进阵法 那个声音开口 是这样 他在回答问题 一个事关着继承我所有财产和意志的问题 如果你进来以后 我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盘古的意志并没有说话 所有进入阵法之中的人 都会被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 只是李斌志这样修为低劣的 他们根本没有看见前边几个大厅的影像 也就根本回答不出 听说回答问题还能继承这位强者的财产 李斌志大喜 不过李斌志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从小就在L先生的威吓之下长大 精明和小心根本不是别人可以想象 可是前辈 我爹坐在那里那么久了 他都回答不上来 我一个年纪轻轻又没有修为的小家伙 能指望我回答什么呀 我进去如果回答不出来 还能出来吗 盘古遇到的人一般都是听见宝物双眼发亮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却是谨慎无比 给他一些好感 年轻人 你回答不出来 就会向前边几个阵法之中的人被锁死 又或者被传送进入异时境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往回走 不过 我保证你会后悔 你应该见过来路上的那些金色狼狗 如果你往外走 他们可不会像之前那么客气 盘古力有之中又有威胁 强迫李真志进入 可是李真志却是哈哈大笑 那如果我不进入阵法 同时也不逃走 然后我就站在这个房间的门口 对所有人来说 这里是一个骗局 我爹那么强的人都锁在里边无法逃脱 让别人都进不来呢 盘古一丝魂魄 顿时勃然打怒 年轻人 你是想找死吗 竟然敢威胁我 你太疯狂了 想死 我不想死 可惜 李真志面色带笑 可是双眸却如他老爹一样锋利 一字一句 可惜你杀不掉我 我会杀死你 盘古的声音已经变成了疯狂的吼叫 年轻人 我告诉你 我叫盘古 这个世界是我所见 我在这里是主宰 我最多的时候拥有九千个世界 而你只是蝼蚁之中的一条腿而已 不错 你是很强大 可是你杀不掉我 通道之中光线不亮 可李真志双目之中却是光滑闪闪 世界再大也只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 这个手就是规则 如果定下了规则 有时候规则的制造者自己都不能打破 李真志口才很不错 财思全勇一般 很显然 当初你建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并没有赋予自己随意行使 随意杀人的权利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不用跟我废话 直接将我拖进阵中也就是了 盘古沉默 李真志继续说 反过来说 我只有违反了规则 你才可以杀我 我现在不离开 不逃走 也不做违反你规则的事 我就在这造谣声势 看来强大的你当初并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人 所以你拿我无可奈何 说到这里 李真志双目之中射出渴望的光 抬头看着面前的阵法握紧拳头 所以人人都要做规则的掌控制 这就是规则的魅力 当他说话的时候 盘古一直都沉默着 直到李真志说完 盘古这才开口 你看看我有没有办法让你死 话音过后 一道惊雷阻天而降 啪的一声打在李真志不远处的脚边 救命啊 李真志吓得猛地跳了起来 不过盘古并没有杀死威胁他的李真志 而是开口 年轻人 你很聪明 还有想法 特别是你对法则的观点 我非常的满意 很多很多如你爹一样的尊者级别的强者 他们对于规则的理解还不如你 所以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第2511集 听见这一句 惊恐的李真志顿时双目中又射出奇异之猛 猛然跪一些磕头 谢谢 谢谢盘古祖先 不过他又不放心 可是我的修为 修为没有 没关系 我有很多的办法能让你倾刻之间强大超过你的父亲 在这里想法 勇气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修为只是排在第四 我留下的影像 修为低的人都看不到 是因为信息量太大 他们的神识不够 等他们看完 不知道要猴年马月 我神识也不够啊 难道您要让我瞬间强大 不是 我会将你传进无尽时空 在那里 你有足够的时间看完 而回到这里 不过是时间上不远的一个点 李真志点头同意 旋即他身影消失 而在一会儿以后 他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这片空间 我愿意接受考核 当李真志盘腿在这个阵法之中坐下 盘古也没有继续废话 直接问出了所有人都一样的问题 什么是道 这就是盘古考核所有人的问题 这实在让所有回答问题者匪夷所思 这些回答问题者 哪个不是从下界开始成为天命者 然后一步一步的努力 最后才走到了金字塔的最顶端 而这一路充满了追寻 充满了向往 充满了一次又一次对道的结问 听到这个问题 盘腿坐着的鹰眼圣尊仿佛看见了 那个半鹰半猫的小兽 魂魄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加罗罗人的身上 又仿佛看见那个有着鹰眼长相 奇特的加罗罗少年 被人殴打歧视的场景 那样的人生让他变得精明 让他学会抵抗 让他一次比一次坚强和凶残 什么是道啊 道就是不断地追寻和发现 让自己变得更强 让这个世界站在自己的脚下 鹰眼力声回答 而在隔壁一个阵法之中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 也盘膝而坐 面对这样的回答 他感慨万千 什么是道 好纠结的问题 好像每个修炼者的一生 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 夜空并没有急着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开始回顾自己的生命 这一生之中 他无数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 每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 境界突破 眼界开阔 实力增强 每次都让他对道 有了深一层次的理解 每次他回答完这个问题 都觉得当下的解释 已经是道之根本 道之精髓 可是每一次提升了境界以后 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回答 又觉得上一个回答 是多么的肤浅 什么是道 我得先考虑一下 以往的夜空爱表现 每一次回答 都会有新颖的言语 哗众取宠 让人耳目一新 可是这一次 他确实性格都已经变了 不再急于表现 而是开口说要考虑一下 就在夜空静静考虑的时候 天尊们和圣尊们的盘古界中 出来的天命者 也都进入了一个阵法 根据他们的人生和对道的理解 交出了自己的一张答卷 随后 巫统圣尊趾高气扬地 从比武场之中走出 他成功击败了九个对手 成为第一个通过比武 而走出的考核者 就在巫统走出以后没多久 第二个通过比武 走出来的考核者出现 那就是天尊们的强者戴军 戴军不是盘古世界出来的 不过他够聪明 够狡诈 他一直都不出声 躲在人群后面 他自己不是巫统的对手 所以他隐忍 让盘古不会注意到他 他成功了 巫统击倒了九个对手 全部都是人群之中喜欢表现 所以被盘古挑中 进入比武场 而随着巫统的离开 他成为了剩下人等之中最强 他轻易击败了九个对手 也走向了下一个大厅 而那些所有被击败者 全部都被盘古的残念击杀 不管是圣尊还是天尊 神魂俱灭 这里本来是二十三个人 还有三个人就开始了等待 等到凑足十个人 才会开启新的一届 这样的等待并不需要多久 因为又有了新的强者来到 尊解 天尊殿 高大的雕像顶天立地 和其他的殿堂不一样 这个雕像没有人形 也没有任何的形态 他就是一片光影 一片色彩迷蒙的光影 站在这一片奇幻的光影之下 长袍高官的玉阳门主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他正跪在光影之前的普殿上 恭恭敬敬地磕头 他败的不是天尊门的创始原始 也不是他的父母局长 他败的 只是面前一片光影 无比的虔诚 天尊圣尊人心涣散 盘古已死 银魂不散 躲避下界 又获尊解 玉阳说话都是这样 始古不化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盘古已保的事情 流传得越来越广 越来越多的天尊和圣尊 都开始下界 都去想得到盘古已保 而且同时流传出来的 还有另一个说法 那就是去取已保并没有风险 又有宝物的理由 而且还没有风险 那傻子才不去呢 虽然天尊和圣尊两边的门主都下令 让门人都不要去 可是这种吸引之下 又有几个人能控制住 纷纷下界 去寻找那一份机缘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人 能控制住自己的贪欲 不去蹚这趟浑水 比如罗山天尊 一席罗群站在大殿外 脚下飘渺的云烟盘旋 更显得绝世的风姿 和出臣的气质 他没有下界去掺和 是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 很多尊界最核心的东西 他知道恐惧 一会之后 玉阳从大殿之中走出 脸色清冷 怎么样 罗山天尊走上去轻声地问 玉阳没有停步 不过脚步极慢 他是不会听信 我的一面之词 世界虽大 可无不在他控制之中 他有着一招的耳和眼 他只相信自己看见他 罗山天尊跟在后边 双手放在身前 好像刚进门的小媳妇 规规矩矩 他强大至极 可是他没有想到 彭古之强 矿古绝巾 竟然开辟了一个 他都看不到的空间 玉阳越说越大声 显然对他不搭理他而气愤 罗山终于提起勇气 开口道了一句 那要不要我进去打探一下 不要 不要 玉阳连声喝道 至今进去的人 无有一个可以出来 这就是盘古在保密 他不让别人知道 他在搞什么名义 进去就回不来了 罗山绣某之中 闪过一丝不解 既然盘古要保密 又为何有如此多的消息 传到尊界呢 这些消息又是尊者下去 当然是盘古自己散播的 盘古又要保密 又要散播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呀 你对他对法则的了解 还是太肤浅 盘古散播消息 是散播给我们这些尊者听 盘古才不担心 我们这些尊者 盘古担心的只有他 罗山略有一些明白点头 他通过法则管理这个世界 只要盘古不违背法则 他干什么都没关系 可是如果进去的人 出来到处讲述盘古 在那个洞里 搞出违背法则的事情 久而久之 就会引起他的注意 听见罗山大致懂了一些 欲扬白手 你知道就好 不要说出来 他不喜欢有人说这些秘密 如果有人真的敢于挑衅他 豫阳说到这里脚步一停 抬头看着尊戒茫茫的空间 目中惊恐一字一句 他就会开启新的轮回 何为道 道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道 修炼者在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上 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字 道 可是我们越是前进 就越加的迷茫 道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追寻的大道 迷失了方向 有人说一万个修炼者 就会有一万个关于道的回答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多少年来 多少修炼追求者 已经给道打下了一个虽然模糊 但却隐约的标签 所以在各位尊者面前 对于道大概都有几种不一样的看法 神秘煽动 幽暗的通道 两侧一座座好像是高塔一样的建筑 不过这塔状的建筑 却是透明的 可以清楚看见每一个透明的阵法之中 坐着一个人 不管是给出答案还是没有 里边的人都盘推打坐在等待 等待盘古的继承者出现 到了那一刻 才尘埃落定 其他人的生死命运 由此改变 第2512集 夜空 戴俊看看某个阵法之中 那个黑西装的男子 他脸上布满了冷力 其实话说回头 夜空出自戴俊的世界 从某个方面来说 夜空可以说是戴俊的后人晚辈 甚至称之为祖先都不为过 可是机缘巧合之下 仗着两个本来不需要成为仇人的两个人 结下了生死大仇 这其中是不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呢 若是夜空得到传承 我必死 若是圣尊门人得到传承 我必死 若是其他人得到圣尊传承 我也必死 若是其他人得到传承 我就要成为其附庸 所以我定要得到这里的传承 戴俊双目灵力 大步走进阵法中 我愿意接受考核 可以说进入阵中的所有人都鼓足了劲 都想要得到盘古的传承 可是关键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回答 对于道的理解 这个理解并没有对错 只有更接近盘古的想法 可是盘古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唯一的线索就是前边一个又一个大厅的影像 什么是道 夜空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 云摇镜 乐颠镜 玉女魔宗和玉男魔宗之间的某个街道上一处临时摊点 大旗上写着乐颠逍遥玩 玉女三十尘不倒 两块零石一颗甲衣乏石 而在大旗之下 却又一个年轻修士侃侃而谈 所谓道法自然 所有的道法只有遵循天地之间最自然的法则 那才是最好的功法 就像是男女和欢 那是感情的交流 快乐的追寻 繁衍后代 这三者都是道 看见那个年少轻狂春风得意的少年 夜空不由地玩耳一笑 若是再来一次 他是否会青岩当街高岩 那个也是道 当年真是年少气盛 出生牛都不怕火 眼前画面一转 已经到了仙界白毛月 严守兴 道法院前那一抹动人的白色白衣飘飘 恍然若先 那一个好像白脸一样的女子 静静地着力 不言不语 静力藏书楼中 那风采已经把夜空的生命照亮 所谓仙人修炼 一种是天道 一种是力 何而为天道之力 世间有十万大道 习得一种 可以成为金仙 仙缘越多 大道越多 若能习得大道十万 那便是天道 不知不觉中 西灵仙子讲到的场景 又浮现在眼前 夜空的记忆处于一种 很奇特的状态 说恢复也没有恢复 说没有恢复 可是她的一生 又从时间长河之中 让她记取 那种好像是自己 又好像是别人的人生 一直让她有一种迷蒙的感觉 可是这一刻 看见西灵灵 她感觉自己心底最深处 有东西复活了 这不是别人的人生 这是我的人生 因为这是我的女人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西灵 若兰 君柔 所有所有我的女人 为夜空忘记一切 都不能忘记你们 等我 等我回来 眼前的镜头 又一次跳过 那是在神界 在东圣神国 神都修连锁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道是什么 白面书生校长的嗓音 在高大的空中 神都镇魂塔之中回荡 这是神都一个 洋溢着欢乐气息的午后 不过浮现记忆最深处的 却是一个 有着水澜长发的动人身影 道 就是法则 虽然只是一个偏神 可是他对于道的理解 却是让人惊叹 夜空在神界 闯荡若干年 这是第一个清楚的 将道和法则 画上等号的人 水澜神是一个 知性学者型 美丽女人 若不是当天夜空的出现 那个下午的她 风头可以长久流传 可是当那个 化妆成卖酒的 魔人出现以后 却才掀起真正的风暴 他放出一壶壶美酒 更是告诉所有在场人等 真正的道 他一个即将创始者认为的道 就是写下法则的人 披星戴月 披荆斩棘 早早地上路追寻真谛 一路前行永远地坚持 发疯一样地争强 永远要站在同类之间 这些修炼者 寻道者 他们就好像是云海之中的迷失者 他们大声呼喊 他们不停地向前 他们永远都不会停下脚步 正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可以写下法则 属于自己的法则 自然不是道 天道不是道 法则也不是道 真正的道 只有一个 那就是成为一个法则的掌控者 自有一方天地 宇宙在手中掌握 操纵万物生死 自己永恒不灭 这才是道 这些都是当年在野空创始之前 不悲不喜 为什么 曾经我以为自己世界的法则 是为自己写下 可是当时我失忆 用置身世外的眼光来看 才发现 这些法则并不是我写下 而是他们自己就在那里 等待有缘人寻找 家具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贪古的残念不由地感叹一声 又一次问 你觉得道究竟是何 夜空尘莫不言 过了许久 这才双眼一睁 开口缓缓 道也不是掌控法则的人 而是一层层的枷锁 道是一层层的枷锁 盘古的残念 听到夜空这句话 感觉也是有些吃惊 之前夜空的回忆 里边对于道的理解 并没有太大的心意 所以盘古也并没有 对夜空抱有太大的期望 而从修为来说 夜空只是一个 丧失自己世界的尊者 理解没心意 实力不出众 盘古开始没有重视 可是当夜空说出这一句 倒是一层层的枷锁 顿时让盘古另眼相看 此话怎讲 盘古的声音开始变得饶有兴趣 当我们在地球之中 这个星球的天地就是道 就是我们所追求的 这方天地 看似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和生存条件 可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这何尝不是困住我们的枷锁 当我们提升实力 突破了这一方天地 这一界就成为了我们的道 就成为了我们的牢笼 一界又一界 每次飞升 每次突破 都是打破牢笼 我等修士 毕生的修炼 千年万年上下求索 就是为了突破层层的牢笼 挣脱枷锁 最后到达真正的自由之地 这就是修炼最终的精彩 不错 你这些阐述 已经非常靠近我的看法 对于道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人们从开始追求道 效仿道 学习道 到了最后打破道 这是我的看法 潘古的声音变得亲切了许多 不过又继续问 你在失去你世界之前 你已经到达了尊敬 那你觉得是不是 已经到了真正的自由之地呢 尊敬 夜空清亮的眼中 开始变得迷茫 尊敬是一个空无 但是神秘的界面 在那里没有生老病死 没有法则 没有一切 这是不是就是 已经到达了自由之地呢 这一界说完全自由 好像有点不真实 说不自由 却没有任何法则约束人 好像尊敬 就是完全的自由 夜空的回答 模模糊糊 到底是不是 潘古声音再问一次 夜空眼前却是突然一亮 眼前突然浮现了前边 每一个大厅的影像 那些各种无恙的种族 他们繁衍 他们生存 他们抗争 他们无可奈何的死亡 不是 夜空的声音有些悲怆 看着那么多种族 最后都难逃一死 没有一个例外 酷死胡悲 轮回时代 这个世界 永恒的轮回 产生 繁华 崩坏 化为一方混沌 这是永恒的旋律 尊者也难逃轮回的浩劫 连生命都不能保证 还叫什么自由之地呢 说出这一句 夜空的眼中有一芒亮起 轮回才是最大的枷锁 最大的道 第2513集 话说到如此 那黑暗之中的眼睛 也是漠然一亮 不过夜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这句话说出 感觉自己全通了 自言自语 对 前面每一个大厅 都是有一个轮回时代的记忆 从43轮回时代 到我们现在49轮回时代 我每个都仔细地看了 我觉得每一次都有细微的不同 可是又说不出来 直到现在我才完全地明白 夜空双眸如同一点星辰 不同点在于 每一个轮回时代 都比上一个轮回时代 有细微的调整 那是法则的调整和改变 所以我断定 混沌正是通过不断地 开启轮回时代 来完善自己 同时也打造了更加牢固的 牢笼 这两个字是盘古说出 显然夜空的这些想法 已经和他完全地对上 黑暗之中 夜空看着透明的阵法之外 那一个个宝塔一样的阵法 在他左右和四周 里面都已经走进了尊者 那些强者都在追寻 都在回答 他突然心中浮起一点感触 原来 这就是天命 其实这并非天命 而是原始之命 盘古淡淡开口 原始之前并没有天命者 不过他在修炼达到最后 发现轮回是他无可避免的结局 于是他自杀了 什么 原始是自杀 夜空震惊 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至尊 强大到只手遮天的人物 竟然是自杀的 盘古点头 嗯 不错 他正是自杀 当然了 他如果不自杀 混沌也不会放过他 盘古并没有详细说 为什么不会放过原始 不过夜空却是很清楚 原始的实力越来越大 违背法则的地方 越来越多 混沌就会注意到他 就不能容忍他 就会针对他 甚至因为没办法对付他 而开启新的轮回 混沌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事实上 原始的实力 已经可以逃离 不过他选择了留下 自暴自己的身体 不过这种自暴 和我们的自暴不一样 他的自暴 与其说是自杀 不如说是心生 他的身体 化成无数亿兆 不可计数的尘埃 这些尘埃之中 带着他的意志 和洗背的力量 分散在混沌之中的各处 就好像是种子一样 进入了各个世界 被有缘人得到 这 就是天命者 原来这就是天命者的由来 每一个天命者 都是原始他老人家的后代 或者说是 化身 不错 我和你 还有这些坐在阵中的尊者 他们都是来自各个世界的天命者 而且根据我的考证 原始老人家还利用了 法则之中的漏洞 所以所有的天命者 都比其他的修炼者要幸远 要走得更加流畅 而这个漏洞和穿越世界 有关系 所以天命者都是从其他世界 传越到另一个世界 原来是这样 夜空再一次点头 如果所有的天命者 一开头就被人打死 那原始的努力就白费了 不过混沌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我想如果再次重启轮回时代 下一次的生命 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幸运了 说到这里 夜空点头 回头看着黑暗之中 握紧拳头一字一句 产生 繁华 崩坏 化为一片混沌 这种轮回 就是混沌在修炼 其中所有的生命 都是他修炼的炮灰 虽然我们生于混沌 可是每个生命都向往自由 不会干预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这种轮回就是最终的枷锁 只有摆脱这道枷锁 才是我等修饰大精彩 大自由 大精彩 大自由 潘古的声音暗自咀嚼了这句话 虽然夜空的想法 都是他很多年前就知道的 可是却没有夜空说得好 你说得很不错 很好 潘古点头 不过他却是诱导 但是你还要等 我已经等了很多年 我不介意再多等一些年 其实 你也知道吧 我是有私心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私心 就好像当初和原始一起 有一位女强者 叫石婆 其实石婆也想要和原始 做出一样的事 不过却给原始赶出了姐妹 生命都是有私心 小到蚂蚁存食 大到混沌研化 原始也不例外 虽然他伟大 可是也想让自己的传承 发扬光大 而不是给别人做了假衣 因此我也更加的希望地球 以及我第一届能强大 如此 所以我设下了规矩 若是地球人修炼达到一定的比例 这个空间通道就会开启 而我也从很多地球人中的思维中得到 地球的修炼就是你发起 所以你在我这里还是有加分的 我能够理解 我也能理解 您想要找到更好的继承者 毕竟您的传承非同小可 我可以等 嗯 我正是此意 盘古对夜空的回答和能力都很满意 不过确实还有一点不满 那就是勇气 现在夜空憨憨傻傻 而且盘古通过某个深层次的法术测试 夜空的勇气度并不是很高 其实盘古并不知道夜空以往的性格 现在夜空失去记忆 性格变得阴柔了许多 若是夜空恢复记忆 恐怕盘古当场就会拍板 不用等那么久了 不过话说回来 夜空也并不缺少时间 等着就等着呗 时间一晃而过 百年时间不过是旦夕之间 这一百年人类的修炼境界不尽反推 人类最精英的修炼者数万人 全部都死在盘古的灵气世界中 而那些冒险进入密洞之中探索的 也一去不复返 随后这片空间被封锁 禁止进入 夜空不在了 L先生也不在 有些反对的声音就开始出现 他们认为应该废弃修炼 恢复科技 而与此同时 一些人类修炼者发觉自己难以提升 要炼丹没材料 要炼器没保护 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动歪主意 开始研究血丹 杀人炼魂这些邪修手段 而更加不好的是 盘踞在宇宙之中的灵族 一直都是虎视眈眈 随着他们数量的增加 他们迫不及待想要侵犯地球 这一百年已经爆发过好几次的异形潮 甚至地球上都已经被异形 拿下了一块区域 成为这些异形生物的桥头堡 地球上现在国家的概念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地球联盟 邪修联盟和异形 三大圣地 而在这一天夜空也等到了盘古的回答 一百年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我已经得到了足够传承的竞争者 竟然多达五百多名的尊级强者 进入密动通道 排除那些竞争失败被剥夺生命 进入阵法之中的尊级高手 也多达三百多人 而这二百七十八人中 答案让我满意者 一共有八人 这八人中让我大为满意 有的有一点特性让我满意 有的修为不错 还有太过显眼 有的性格柔弱 各有利弊 让我完全满意的没有 所以我决定给你们八人一个机会 让你们自由竞争 说到这里 盘古叹了一声 等到此刻这么多尊级高手 再等下去等不及了 所以就你们八个人 就让你们凭着命运 好不 是凭着自己的智谋和勇气 得到宝藏吧 随着盘古的话音 夜空面前的阵法之中 出现了一片光滑闪动的光源 那好像是一片阳光下的湖面 波光凛凛 湖面之下是一片 摆动摇曳的阴影 盘古的声音在耳后响起 你的面前是我的新湖 我所有的宝藏 所有的传承 所有的一切都留在这个湖中 等一会儿你和其他七人都会进入 到时候希望你们各取所需 当然了 得到我传承和使命的只有一个人 还有七个人到底是谁呢 我认识不 这就不能回答你了 不过你放心 在我的新湖之中 大家都感受到我力量的克制 你们在外边世界的力量都用不上 夜空这才放下心来 他的世界被剥夺 而那些尊者却是有着几个世界 大家一起经济显然是不公平 正在说话之间 夜空眼前的水面打开 这才可以看见里边蒙动的光影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大屋 那个大屋又好像是一个大洞府 而那个大洞府正是八角形 每一个边都有着一个门 夜空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把小孩手臂一样的黄童钥匙 拿着钥匙进门吧 希望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夜空憋屈了一百年 看见面前的星湖大屋 双目之中倒是有些瀑布即带 不过他接过钥匙也并没有急着进入 而是开口诱导 请问盘古前辈 您是否希望我恢复记忆 虽然我现在已经知道过去的一点一滴 可是总感觉那是别人的历史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只是盘古的一丝残念 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我帮不了你 或许只有等你得到力量以后 才能自行解开 虽然盘古的残念帮不上夜空 不过他还是补偿了一样 给夜空一个小小的提示 夜空再给你一点小提示 那就是竞争者 不止你们八个人哦 笑声之中 夜空被一股力量牵引 来到面前的高大屋子的门前 那是一扇高大 好像城门一样的大门 在红旗大门上有一个钥匙孔 好了 看来胜负就在此一举了 夜空畅快的憨笑声中 把黄童钥匙插进锁孔之中 咔的一声 红旗大门缓缓地打开 一个让夜空有些诧异的事 也出现了 盆古的星弧洞服 好残破 出现在夜空眼前的 是一个荒凉而残破 到处都密布着荒草的城市 断瓦残垣上边覆盖着厚厚的泥土 而从泥土的下洗之中 大量的野草从中生长 眼前一面倒塌了一半的罩壁 上边斑驳不堪 刻满岁月的痕迹 这就是盘古前辈的新弧洞服 夜空不禁有些担心 暗自害怕盘古死去的年头太久 导致其中的新弧洞服都崩溃了 如果其中的宝物也过了保质期 那还谈什么医宝啊 夜空的脚步从这片遗址上边走过 脚下踩过的破瓦 发出碎裂的声响 其实夜空并没有用力 显然那些破瓦碎砖 已经风化不堪 哪怕只是一阵风吹草动 都不堪其中 虽然盘古的新弧洞服破旧损坏 不过盘古的力量还在 我的实力明显被压制 神念放不了很远 力量也被控制在比凡人略高的程度 不知道其他七位候选者 是不是也会被压制 夜空的心中暗自担心 因为他知道 和他竞争的可是七位尊者 大尊 天尊圣尊 而他只是一个失去 自己世界之力的明日黄花 如果那些人实力很强 那他夜空可就吃大亏了 虽然盘古的话语之中 就算得不到传承的人 也未必会死 可是经历了那么多残酷的世界 夜空怎么可能对其他的人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若是得不到传承 很有可能就是陨落 神魂俱灭 夜空的神念 可以放出数十米远 不但对四周左右能够感知 同时也对脚下废墟之下有感知 他一脚踩碎不少的砖块 心中却是移动 就在这个脚下 竟然有一个废弃的传送阵法 上边写着出城传送 看样子 那阵法竟然可以点亮 夜空的神念 已经透过脚下的瓦砾堆 感应到厚厚土层下边的景象 盘古这个考核 真是有一点小儿科了 夜空不由的轻生讥笑 很显然 这个传送阵势 可以离开这个洞府 明显是考核八个人之中 有谁意志不坚定 如果有谁心中已经生起了巨疑 想要从这个传送阵离开 那他就是第一场淘汰 不过大家刚刚进入洞府 什么宝物都没有得到 个个都是心中信心满满 当夜空走后 又先后有七个人 从这上边走过 没有一个人离开 每个人都是从上边走过 愣了一下继续前行 不过最后一个走过的身影 却是尖角的一笑 此刻没有人会想离开 可是以后谁知道 阴风四起 光线越来越暗 仿佛这个洞府之中 也是有白天黑夜 而现在这里正是紫夜 遥远的地方 有兽累发出怪叫传来 从废弃坍塌的墙壁一侧 走出一个穿着黑西装的人影 正是已经行走了 几个时辰的夜空 他进入洞府的时候 大约是下午 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紫夜 虽然力量被压制 可是并不会像凡人那样觉得累 很显然 这个心弧洞府 可并不是只是寻宝那么简单 盘古肯定在这里 也设下了重重的考验 既然那离城传送阵是考验 那么眼前残破荒凉的景象 是不是也是一种考验呢 想到这里夜空的信心又一次提升 他的身影又在瓦砾堆中前行 前方又一次传来寿吼之声 好像是一种飞禽类的怪兽 想不到这里还有兽人 这个小小世界看来并不寂寞 夜空心中突然没来由地想到 当进来的一瞬间 盘古的提示说参加竞争的不止八人 难道还有这洞府之中的兽类和妖物 心中想到这里 夜空心中顿时意紧 连忙将神念放到最大 双目四周打亮 夜空此刻神念只有数十米 其实他的目里都超过数十米 不过这眼前的世界并不是一片开阔 到处都是破墙 破屋 高高低低的瓦砾堆 看不见道路 所以神念的作用比目里更有用 那是 夜空目中已惊 只见远处一座很高的瓦砾堆上 蹲着一个黑乎乎的飞禽 那咬啊咬的鸣叫声正是那玩意儿发出的 什么玩意儿 我一个大活人 岂能被个鸟吓到我 夜空并不是绕开 而是加速奔向那小山一样的瓦砾堆 若是在这个世界外边的飞禽看见人来了 他第一反应就是扑愣愣的飞起 可是这个飞禽很奇怪 很老成 蹲在那一动不动 仿佛跑来的只是一个没有杀伤力的棒锤 那个鸟依然很稳地按照他原先的节奏发出鸣叫 而夜空已经站在了小山之下 站在这里 夜空的神念已经能看到这只鸟了 这是一只夜空走遍很多世界都没有见过的鸟 不大 也就小鹰那么大 不过却是长着一张人脸 人脸鸟也不知道会不会说话 马上抓了它拷问一下 夜空憨憨地傻笑 心中却是已经生起了坏主意 黑暗中 夜空的身影爬上了瓦砾堆 本来夜空以为靠近以后那鸟会飞走 可是人脸鸟还是蹲在那一动不动 不过很显然那鸟已经怕了 鸟的鸣叫变得加快 声音也更加地优越 我还以为你不怕呢 夜空哈哈大笑 不过显然 眼前的笨鸟原来不会飞 它只会叫 可是就在夜空快要接近山顶的时候 瓦砾堆下边那些残破的乌语之中 却是有了动静 一条黑色猎豹一样的黑色人脸巨犬 被鸟叫唤出 从残破的断壁后走出 对着夜空立声吼叫 这是你先办办 原来你在叫人啊 夜空勃然大怒 加速扑向人脸鸟 人脸鸟的叫声开始变得疯狂 撕心裂肺 与此同时大量的人脸犬被唤醒 一条 两条 三条 最后竟然变成了成千上万条 大量的巨犬 仿佛兽群一样扑来 脚下的瓦砾地面发出恐惧的瑟瑟抖翼 这么多 夜空有点傻眼了 这一路过来一只都没有看见 感情人都在引着身呢 你个死鸟 我逃跑之前要把你抓了 夜空心中暗恨眼前的人脸鸟 可就在夜空距离那鸟还有一步之遥 人脸鸟竟然振振翅膀飞了起来 口中夭夭的叫声仿佛在嘲笑夜空一般 你竟然会飞 是你仙人满满 这里的鸟都这么尖的吗 快跑啊 夜空也顾不得那只可恶的人脸鸟 拔腿就跑 后边一群黑色的凶猛的巨犬 紧追不舍 让夜晚的废墟中扬起 漫天白雾样的烟尘 在盘古的规则压制之下 夜空无法飞起 他无法战胜眼前这么一大片的巨犬 所以只有落荒而逃 荒不择路 哪里好走就往哪里走 第2515集 前边 夜空奔逃了一段 根本甩不开后片的凶猛巨犬 而在这时 更加让他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遥远的远处 一条笔直的黑线横跨在废墟之上 天哪 后边是巨犬凶猛 前边是一道高墙 这不是要命吗 原来前边突然出现了一道笔直 高达数十米的黑色高墙 挡住了去路 是你仙人板板 盘古前辈的口喝也太给力了吧 夜空骂骂咧咧一拳打上去 根本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太结实了 回头去看 那些疯狂吼叫的人脸巨犬嗷嗷叫着 一窝蜂地喧嚣而来 这些本本 夜空骂了一句只有发足狂奔 高墙前的一片空旷平坦 目力所至极远 夜空就看见遥远处 也有一片灰白在黑夜中翻卷阳起 而在那冲天的烟尘前方 隐约也有一个身影正在狼狈奔逃 前边又有一个人 莫非是八人之一 夜空眸子一收 夜空并不想这么早就遇到竞争者 大家刚进来 什么都还没熟悉 就来一场火拼 这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 不管输赢 都是平白无故便宜了其他六人 不过就在夜空想要带着后边追兵改道 前边那个人却是消失了 怎么突然消失了 难道那里有出口 夜空顿时改变了主意 虽然不愿意碰到竞争者 可是如果那边有出口或者是藏身之所 他当然要先甩开后边的追兵 当夜空奔逃过去 那边的巨拳已经散去 在高大的黑色城墙下 一扇不大的黑漆小门出现在夜空的面前 有门 夜空大喜连忙跑过去推门 那黑漆的小门竟然是金刚纯铁打枝 夜空推了一下纹丝不动 显然前边进去的那位把铁门给锁死了 可恶 这些人一点方便别人的善良之心都没有 夜空恼火心中暗恨 恨不能把这里边的人和这扇破门砸烂才好 不过这门乃是金铁纯钢打造 门被锁死推开砸不破 后边疯狂的巨拳沿着墙根密密麻麻 夜空无奈只好离开 可是他一提步 哐当铁门突然自己打开了 这夜空眼睛一亮 这禁与不禁这是一个问题 不过他只用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决定了 禁 当然要禁 前边不知何时才有门 到时候那些门中难道就没有危险了吗 夜空的身影只是闪动了一下 就消失在黑洞洞的小门中 而跟在他脚后的 是黑色潮水一样涌进的人面巨拳 一种针刺的感觉 后背有种麻麻的 夜空一头扎进小门 瞬间神念就有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 这种感觉如同刀锋一般的锋利 与此同时 夜空的神念也突然发现 在门口躲着一个人影 果然有云 如果夜空进门以后去关门 那个人影刚好就可以出手袭击 可是那个人影没有想到的是 夜空冲进来竟然并没有关门 而是放任大片的巨拳也跟进来 这就打乱了人影的计划 他犹豫了一下也只好扭头逃走 两个人逃走的方向不一样 只是短暂的交错 可是夜空的神念已经完全看清此人 他 他怎么进来了 他是竞争者之一 夜空大为意外 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也是八门之一 如果全是这种货色 这场竞技倒是简单了 夜空心中一松 这才打亮眼前的境况 和外边一片荒城废墟不一样的事 围墙之中是一个花团紧簇 开得正艳的花园 这个花园可不小 小门进来就是一片湖泊 夜晚到此其黑一片 湖面上却是白汪汪的波光晃荡 奇怪的是 那些巨犬进入花园之中 就变得温顺了许多 追着夜空的屁股没几步 就全部滴下脑袋 呼吱喘了几口粗气 从小门原路返回 哼 来啊 来啊 再追啊 夜空嚣张地回头 骂了两句 不过他脚步确实停下 刚才那家伙 慌不择路 竟然选择了一条死路 向着湖心岛去了 夜空发现这一点 立即改变方向 吹着口哨也走上了去湖心岛的路 我倒是要问问他怎么进来的 夜空看清这人模样 当然不会怕的 通往湖心岛的 是一个铺着满地鹅卵石的小京 两侧有低矮的灌木 灌木中有些小灯笼一样的小花 里边的暗淡萌光湖面上有风吹来 小灯笼们轻轻摇曳 如同风中的烛火 那个人影此刻正一步一趋地走回来 他暗算别人不成 却又走上了一条死路 走到湖心岛中央 才发现除了凉亭没路了 好在那些巨犬没有继续追赶 否则他真的要跳湖了 不过巨犬不追 若是夜空追来报仇 他回来得很缓慢 不过就算这样 他还是看见一个走路 有些左摇右摆的家伙吹着口哨走了过来 我难了 他心中苦笑了一下 左右看看也没有看见藏身之处 只好迎了上去 哎 是你啊 哄 我当是谁啊 是李真挚啊 两人其实都知道对方 可是却都摆出一副刚知道的表情 双方真是热情洋溢 他相遇骨枝 我刚才就说谁那么好 穿门给我开门啊 原来是老熟人啊 真挚真是好久不见啊 你说你躲在肛门后边吓我一跳 夜空很热情地拉着李真挚的手 我把那些恶狗甩开就想啊 一定要找到这位打开肛门的恩人 没想到你在肛门里面啊 夜空一口一个肛门 虽然李真挚明白这家伙在骂他 可是他也只有陪着笑脸 我还真不知道是你 我修为敌 躲在钢 啊 不是 躲在那门后面 不是怕被人攻击吗 早知道是大哥你 我就出来了 说得好听 夜空继续喊笑 是啊 是啊 你怎么也进来了 是这样 盘古祖先他让我进这个空间 让我观看了很多轮回时代的影像记录 在里边我也不知道待了多少年 在盘古他老人家的解说之下 我终于看懂了 出来他又问我对天道和轮回的理解 李真挚知道想要偷袭夜空的事情 已经得罪了夜空 所以在夜空询问以后 他不敢隐瞒 便一五一十把前后发生的情况都讲述了出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还真是好运气呢 想不到你这样的实力也能进入 你可要好好把握 夜空听完以后 心中不由地赞叹李真挚这小子 真是走了狗屎晕了 盘古他老人家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不过李真挚的讲述之中 夜空又隐隐觉得有些问题 可是正在他思索 突然后背上又是一股针刺的感觉 好像刀光一闪瞬间就消失了踪迹 夜空双目一凝左右观看 这已经是夜空第二次感觉到这种被人盯上的感觉 开始是在他一进门 那一刻他还以为是李真挚 可是现在看来不是 李真挚被夜空的动作吓到了 联盟一抬手 亮出一根雪亮带着很多倒钩的银鞭 也紧张地左顾右盼 夜空低头看看李真挚手中的银鞭皱皱眉 这鞭子哪里来的 不像是地球产物 还有 刚才你没感觉到被人盯上了 啊 没感觉啊 刚才有坏人吗 我还是修为太弱了 这是盘古他老人家在我进来之前和钥匙一起给我的 说我修为低带着防身 哦 是这样 夜空虽然憨憨笑着抓头 不过心里还是不明白 盘古为何要特别照顾这个李真挚 他的修为真的太低了 虽然各位尊者的修为都未压低 可是关键李真挚的胆量 见识 心智 神念 战斗的经验和意志 简直都不能相比 别说是盘古给他一根鞭子 就算是他浑身都长满了鞭子 也不是各位尊者的对手 可是盘古还是让他进来了 而且夜空也想到了刚才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正如盘古所说 原始将自己自曝 化为意诏的颗粒 分散在混沌之中 而每个天命者就是得到这颗粒之人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李真挚不是天命者 他跟原始没关系 第2516集 难道 夜空想到了什么 心中又是猛的一个吃惊 当夜空想到这里 一股强烈恐惧感 猛然从脊髓传进大脑之中 瞬间他背后就汗湿了 而他看向李真挚的毛子之中 也是在瞬间收敛了一切的伪装 夜空 你 李真挚突然就看见 夜空毛子之中的杀鸡 如此的凛冽 暗夜之下 小湖边的小镜上 灯栋草的蒙光随风清白 林林的湖面上 好像一片踏碎的光亮 一个人影扑通跪在夜空的面前 夜空 我真的没想杀你 你饶我一命 我和泽林是好朋友 我这次进来只是想得到一些宝物 让自己强大一些 我不敢跟你们抢 李真挚是一个指老虎 孬肿 夜空目中又有了迷茫 可是盘古明显是有私心 夜空暗自想到这里 心中更加的迷茫 显然李真挚并不是原始洒家的种子 可是盘古却是对他大为的优待 对李真挚的帮助 要远远超过夜空 按理说在打开盘古世界的功劳上 在修为上 在对道的看法上 李真挚不能和夜空相比 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盘古不想让有着原始种子的天命者得到传承 那李真挚就是最大的竞争者 虽然李真挚各方面不行 甚至还是个孬种 可是只要李真挚有了盘古暗中的帮助 他就是八人之中最强之人 不管盘古为什么会选中这样一个人 那我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夜空从来不是一个婆妈的人 当确定了李真挚是八人之中最大的竞争者 夜空也不再掩饰自己眼中的杀机 别杀我 我 李真挚心中惊恐至极 他有些小聪明 会耍些小手段 有时候也会假装胆大 可是当遇到真正的威胁 他就如同一向在他爹面前表现的那样软弱 爹 救我 李真挚突然发疯一样的喊了起来 淋淋拨光的湖面上 一双如同鹰损的凶狠男子 踏碎一片白汪汪 一个翻身落在了鹅卵石小镜上 想不到我儿子也是八人之一 哼 夜空 你可真是哪儿都有你 很显然 在这个世界之中 大家实力还是有些差别 比如鹰眼圣尊踏不而来 夜空就做不到 不过鹰眼小杀死夜空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只是夜空想要干掉李真挚 就有些为难了 爹 他刚才想要杀我 李真挚看见老爹 立即恢复了他乖宝宝的面目 放心 有我在 鹰眼对这个儿子没有什么感情 不过他很是疑惑 盘古怎么会选中自己的儿子 他有些迫不及待 要把李真挚带走问个清楚 可是眼前的夜空 却是他真心想要杀死的人 夜空这一路走来 无数次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无数次成为事情转变的奇迹 夜空真是太关键了 在鹰眼看来 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夜空 只有先杀掉夜空 鹰眼目中也闪出凶光 中礼之前没有人愿意放弃 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自己最先要铲除的目标 一如夜空小杀李真挚 一如鹰眼想杀夜空 这一刻的杀戮无关仇恨 此刻开始不杀仇恨之人 只杀党道之人 我的道 我的天命 我要的传承 绝对不能染指于他人 鹰眼心中一片明镜 道境竟有些细微的提升 他心中暗息 这样杀死夜空的可能更大 当然了 他也开始给李真挚传音 让李真挚帮手 可是就在鹰眼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 从不远处的岗门后边 又跌跌撞撞奔进来两个人 关门 快关门 知道知道 你顶住啊 没想到我大德天尊 竟然也有被恶犬追袭之日 真是犹如斯文 斯文扫地 不甘回首 进来的两个人之一 正是天尊殿的执法 天尊大德 不过显然 现在大德仪表可不咋地 长袍撕破 大袖破损 那顶高高的高官 也不知道在奔逃之中 落到哪里去了 大德一进来 抬头就看见不远处 湖心小镜上 有光影蒙昧 光影之中 有几个站着的人影 你顶住 我先去看看 大德虽然是执法天尊 不过却一向都是喜欢使唤别人 遇到好事自己上前 遇到苦当累就让别人顶着 好 您去吧 顶着铁门这位光头 有着黑泥一样的皮肤 他也挺郁闷 一进来就遇到了大德 论实力 他不如大德 论资格 大德比他老很多 论等级 大德是执法天尊 他只是一个新晋天尊 所以他也没办法 只好忍气吞声 听后拆遣 脸上还要摆出一片的祥和 外边的恶犬 对着铁门撞了几下 随后外边就恢复了平静 这位天尊打开铁门 探出脑袋 发现恶犬已经散尽 他也快步奔向胡心小京 可不能把好事给错过了 等他快走了几步 却发现 眼前没有啥好事 有的只有一个敌人 叶空 戴军 跟大德一起进来的正是戴军 他也是八人之一 眼下关系就有些错综复杂 叶空想杀李真志 应言想杀叶空 叶空和戴军有仇恨 但是有大德这个伪君子在这里 天尊门还要维护自己门派的尊严 应言 叶空虽然是我天尊门的企图 不过你也无权管教 大德虽然衣衫褂褛 不过还是摆出了执法天尊的派头 又回头傲然道 叶空 你放心 盈眼不能对你怎么样 说完还不忘又对戴军喝道 戴天尊 本尊知道你和叶空师徒关系不默 不过别忘了 我们此刻面对的是圣尊大敌 我们要摒弃前贤 这话大德天尊一字一句 果然说的是大义凛然 当然了 叶空可不会因为大德两句话 就改变对此人的看法 在天尊门当中 哪一个不是当面言辞大义凛然 背后行无耻龌龊 果然随后就听见大德传音 叶空咱放下内部的仇恨 先搞定圣尊门 盈眼实力不错 可是我们人多 他身边那小的修为很低劣 等会儿你先把那小的干 然后我们三人围杀盈眼 原来大德打的是这个主意 恐怕干掉盈眼 然后他就会干掉自己和戴军 叶空也不傻 心知肚明大德的想法 不过叶空也不拒绝 开口指着盈眼喝道 你这小儿 圣尊狂人无耻之有 刚才就在诽谤我天尊门人 更是口口声声说 我天尊门是一个虚伪的门派 特别是门中大德天尊等人 门口仁义 一肚子难斗 你撑 盈眼圣尊旁边李真挚怒道 叶空 你不要绝口笨人 你这卑鄙小人 我爹何时骂过这些 盈眼冷笑 儿子 彻中幼稚的谎言 相信大德天尊他们不是傻子 不会相信 其实大德天尊他们就是等一个借口而已 开口立鹤一声 信 我为何不信 话音未落 已经大步扑上 当头对着鹰眼就是一拳 大德天尊这种老牌的天尊也不是吃素的 只要认定了目标 当然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第一个就冲了上去 缠住鹰眼口中喝道 戴郡野空 速速解决小狗 戴郡最想杀的是野空 不过此刻也没有办法 只好对李真挚扑上 他本来以为李真挚很好杀 可是没想到李真挚一抬手 一道乌光极电一样横扫过来 那条强大的龙骨边 把鹅卵石地面打得支离破碎 边上的稻钩扫过戴郡的身体 留下一条条的血痕 李真挚竟然是在这里 唯一一个拥有武器的人 混蛋 他竟然有武器 戴郡刚想回头换野空上 可是再一看 某人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你骂的野空 你 我必杀你 大德和戴郡不然打怒 不过也没有办法 只好跟鹰眼父子站成了一团 远处黑影快步地走进树林 野空冷笑一声 帮你们杀了鹰眼父子 然后就是对付我 这是好想法 最好是你们干掉李真挚 刚才我还有点担心 干掉李真挚 会不会触弩盘骨 此刻八人之中五个已经揭晓 还有三个 野空也不想管是谁 他只是快步向前进发 小仙找到盘骨遗保 野空快走了一段穿过这片树林 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当他走出树林眼前的景色 顿时让他目瞪口呆 只见眼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巨大宫殿 宫殿外有着通透明亮的巨大玉石石柱 金扁高悬上书几个大字 藏宝阁 扁下一排七色的花灵门 上边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那些七彩的颜色上珠光耀眼 都是各色夺目的惊石镶嵌 当夜空走过去 中央的木门向两侧开启 露出碧绿翡翠铺成的地面 光洁如镜 让人不仁踩他 抬眼再看殿中 其中光焰闪烁 瑕雾缭绕 雾气之中有着宛如萤火虫 一般斑斓的颗粒飘忽不定 如梦如幻 是你先斑斑 我就知道我要发财了 夜空压抑住心中的喜悦 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宝藏 盘古拥有九千石剑 是尊界除了原始至尊以外 最大的强者 他拥有的财富不知道多少 宝物也不知道搜刮了多少 要知道 每一界就会有更高层次的宝物 就像是灵石 到了仙界就是垃圾 仙玉 到了神界是垃圾 一个道理 夜空从神界飞升 自己随身空间之中 除了灵魂断台 就是王伟的骨灰 而这里 这个宝光照亮半边天的宫殿 里边放着的都是盘古留下的宝物 庄庄渐渐 都是这位遥远古代强大天尊看上眼的宝物 好吧 让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吧 夜空一头扎进光雾之中 进入大殿的后殿 这才发现 原来大殿之中有分为若干的小殿 每一个宫殿都有一个牌匾 上边书写着宝物的类型 尊级国品 天尊殿也有尊级国品 据说在殿中某处天然生长 产量稀少 夜空在天尊殿只是最下等的新进尊者 根本没有机会吃到 而且据说那些天尊得到的也是很少 因为这果实是炼之不死丹的必备材料之一 看来会有机会尝尝 夜空大步踏出 猛然推向面前的木门 白色的光雾被开门的启流荡开 隐约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而在空间之中 各种玉侠母乡堆积如山 也不知道其中都有什么宝物 这些玉侠和珠红色的母乡 都贴着神秘的符文封条 想必是收藏保鲜这些果物的手段 不过夜空走过去 却是面色一变 心中已惊 不对 只见那些玉侠母乡上 都会有一个个的窟窿口 玉侠上是碎裂的大缝隙 红色母乡 则是在底部都有几个不规则的窟窿口 夜空心中仿佛被重锤了一击 连忙伸手揭开封印箱 打开面前的一个箱子 箱子之中空无一物 在箱底 一个满是木屑的窟窿 好像一张怪嘴在讥笑夜空 没了 再看看 夜空猛地翻开已知之箱子 可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没有 没有 全都没有 所有的箱子全部都空无一物 夜空又不信邪 奔进大殿最深处 不过眼前的景象让他更加的失望 所有的箱子竟然全部都破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盘国 可就在夜空心神从高峰跌落到谷底的一瞬间 景照惊险 那种锐利的危险感就像是雪亮的刀锋一闪 一条黑色的光影猛地抽象 那光影前端 有五刀耀眼的锋利刀光 猛地劈向夜空的后脑勺 后边的袭击太快 如果不是夜空之前就对这种隐隐约约的危机感有所防备 恐怕就要被骑击中 好快 好在夜空当年学过一些银武的招式 身形一闪 凭空一个盘旋 翻身倒退 看看躲开这一击 衣衫被撕破 夜空的黑西装背后炸开五刀裂口 露出里边的身体 好险 夜空翻身回来 那个袭击者一击不中回头就逃 什么东西 夜空呆了一下连忙又追了上去 弥漫的光雾之中 一个高大怪异的黑影闪电般的逃走 而夜空也吃惊地发现 袭击他的竟然是那怪物的巨手 而那五把明亮的刀锋 竟然是怪物巨手上雪亮的指甲 相貌好奇特的怪兽 夜空猛追上去 不过那怪兽比他露熟 没一会儿就消失在大堆的母乡和玉霞之后 当夜空追过去 才发现这间宫殿的墙角有一个巨大的窟窿 每个母乡上都有一个窟窿 而这宫殿也有一个大窟窿 难道遭贼了 夜空跟出那个大窟窿 外边一片平静白汪汪的湖面 暮色正浓 面前小道上通往幽深的小山头 湖风吹过 各种树叶沙沙作小 夜空也不敢轻易追进去 算了 不追了 这才一个小店 去其他店看看 这店中存放的果物 有可能被瘫嘴的怪物盯上 其他的小店说不定 还有其他物品留下来 夜空又原路返回 不过从尊级果物店中走出 却发现从器物店中走出一个身材壮硕的大个子 夜空看了有些脸熟 你是 夜空顿时又紧张了起来 不管对方是天尊还是圣尊 都是他的敌人 大个子看见夜空也是一愣 上下打量 圣尊门没有此人 天尊门当年没有此人 应该是天尊门后起执修 心尽尊者 夜空心说是你仙人版了 这家伙干什么的 倒是思维缜密的样子 大个子倒是广交朋友的样子 分心完爽快一笑 在下圣尊门 云阳圣尊 敢问这位天尊门的圣尊 怎么称呼啊 哦 你就是云阳 夜空顿时想起 为什么脸熟了 当初从加罗罗希望号 主机生命的记忆之中 得到了一段影像 就是一个巨汉 凭着一己之力 挡住了加罗罗人 而那个守护强者 就是眼前这个人 只是你 不是天尊门 夜空有些好奇 夜空当初在尊者的 技能楼之中 学习的就是云阳的 一些书籍 特别是那些 对尊界起源和混沌的介绍 让夜空眼前一亮 一直记到了现在 是啊 天尊门太多的规矩 其实我就喜欢研究琢磨一下 羽阳都百般阻挠 你挤之下 转头圣尊门了 是这样 天尊门是很多 假人假义之辈 夜空点点头 这才抱拳作一行礼 我是天尊门的企图夜空 见过前辈 云阳倒是为人不错 觉得受之有愧 连忙道 啊 何用如此客气 我在省尊门混的也不好 不是因为这个 而是我在上界以后 就是您留下的尊者书籍 让我对尊者和混沌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说起来 您是我的师长 这一礼是应该的 哦 原来如此啊 云阳尊者倒是憨笑的受了 夜空鞠躬行礼完毕又问 不知前辈这些年 又有哪些研究呢 嗯 想不到你也对这些有兴趣 不过我的遇见在这里 无法从随身空间取出 等出去给你一份 夜空吃惊 这人还真是憨厚 自己研究成果 竟然就这样白送于人 那太客气了 两个人相是一笑 都是憨笑 不过夜某人那是假憨 人家那是真的老实人 有一个憨厚的朋友一起 倒也没有什么压力 两人结伴向前探索 让两人郁闷的是 这里小店不少 可是竟然全部都空无一物 里边的宝物材料 全部都是空空荡荡 光雾蒸腾的店中 夜空看着后边的 一小排小店不由的苦笑 云阳前辈 看来我们要空手而归了 这里的宝物都被贼偷光了 云阳却是摇头 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不是贼 而是过了无数的纪元 那些宝物都成了妖 有了灵质 自己跑了 夜空却也同意 有些是成精了 可是有些东西 比如说精石 丹药 书籍 这些东西很难开灵质的 怎么可能一件都没有呢 第2518集 云阳圣尊认为 所有的宝物 都变成了腰桃走 而夜空却是认为 是被人偷走 两人说的都有些道理 谁也说服不了谁 两人只有继续的前进 虽然所过的所有小店里边都是空空如也 还有很多宫殿墙上都有一个洞 这就是一个外表好看 里边一无所有的藏宝阁 不过夜空他们才走过几个店 人总是会有侥幸的心理 哪怕尊戒强者也不例外 后边还有很多的小店 如果不走一下 心中始终都是一个遗憾 看着后边云烟飘渺的一个个小门 大个子云阳省尊微笑 走吧 如果后边的店不走一下 我想我始终都会无法放下 夜空之道确实是这样 哪怕明知后边的店堂都是空空如也 那也要走一下才放心 说不定哪一天回头想起来 都会心中后悔 两人继续前行 又走了几个店 里边一样都是什么都没有 云阳省尊不由的自嘲 哪一天如果我能够完全地放开这一切 不期待不失落 也不会因此而后悔 那我的道径就会提升了 不过夜空却是微笑摇头 我不觉得会侥幸会失望会期待 有时候会有一种赌一把的冲动 虽然这些被认为是负面的情绪 可是我认为这才是生命天生的属性 否则就是泥塑母胎 我出自戴郡世界 有一种永恒之神的设置 他们不吃不喝 不虚荣 也不侥幸 他们强大无比 却不争不强 不言不语 可是他们没飞升 我却飞升了 听夜空这一说 云阳圣尊点头微笑 不由的又高看夜空一眼 两人一边闲聊一边继续出发 从果物店到器物店 珍宝店 精品店 精石店 技能店 物质店 丹药店 再到后边一件宝物就是一个店 有天地草 世界树 永恒经 石子河 不过遗憾的是 不管怎么样 不管店名字在牛叉 里边的景物也是一样的 空无一物 两人是越走越失望 直到他们走到最后一个小店前 最后一个小宫殿前边明显的不同 前边都是珠红色镶嵌着各种精石的木门 而最后一扇 却是一面由纯粹金色半透明精石打造的精石门 这精石门从中有瑰丽的强光射出 透过那金色的精石 折射出粗细不云的道道光线 来到这面前 仿佛有着万道金剑从中射出 高贵无比 而这精石门上门扁三个字 更是让眼前的人双目猛的一亮 传承碑电 传承碑 美色动人心 宝物迷人眼 一直都是憨态可居 彬彬有礼的云阳省尊 也是双目之中光芒大闪 尤其是那折射金光照在他的眼里 反射出来的光线更加的复杂 就算是云阳圣尊为人忠厚 学士渊博 可是毕竟也是竞争者 夜空心中暗自提醒自己 云阳前辈 不要那么高兴 说不定这里边和前边所有的宫殿一样 也是空空荡荡 云阳顿时被点醒 那是 那是 走 进去看看 最后一个小店 进门方法和前边也是完全的不一样 最后这个店却是有些不一样 当夜空手按在金色的金石门上 顿时他的手中出现一个钥匙形状的凹槽 这是 夜空来不及收回手 门中就有一股力量 猛的将他一把拉了进去 夜空刚刚站定 后边也是一个大个子 一头扎了进来 这进门的方式好特别 云阳好笑一声 抬头打亮面前的景象 阴阳于八卦图 一幅好熟悉的道家场景 大典开阔 空空荡荡 地面上却是画着太极八卦图 再看头顶 高远无比竟然是直通一片 看不清景象的星空 这里还是什么都没有 难道传城碑都被人偷偷了 云阳圣尊一脸苦笑 夜空也是无可奈何 摇头笑道 我越来越猜不到盘古他老人家的心思了 可就在他们失望至极抱以苦笑之时 一道又一道的光焰 从八卦图的八个角喷射而出 那是一种淡紫色的火焰 人的手臂脱 臂直冲天 直通穹顶上那遥远的苍茫星空 不知道一直射到了哪里 八道光庄 云阳圣尊吃惊是声 看看 夜空静静站立 心中已经感觉到 这个小殿恐怕和前边的殿堂不一样 果然是这样 只见那八道有强大力量的紫色光柱 就好像是接应贵宾的红地毯 而在那红地毯之中 有几把古色古香的钥匙 从光线之中仿佛高贵的仙女 缓缓地降落而下 来到这里的有缘人 潘古的声音再次响起 八把钥匙用来开启轮回殿 每个传承者都能得到一把钥匙 传承杯就在轮回殿中 原来是这样 云阳大喜 连忙到了一声谢 谢谢潘古前辈 说完他狂奔过去 将其中一把钥匙猛地抓在手中 不过夜空却是比他更为的事 夜空盾了一下 双目之中盾时起了疑惑之色 少了一把钥匙 八道光珠之中 只有七把钥匙落下 就是说 已经有人在之前得到了一把 难道有人还在我的前面 夜空信中暗惊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来到这里 可谁知却有人比他还早 那边云阳圣尊得到一把钥匙 还想继续拿其他钥匙 不过他的手却是再也不能进那光柱之中 失望的他只好回头 夜空 你也拿一把 好 夜空走过去 把自己的手伸进那紫色的光线 很奇异的 当他的手伸进去 那把钥匙就自己飞来 就好像手心有磁铁一样 把钥匙牢牢吸在手心中 那个钥匙标记上 夜空把手从光柱之中拿了出来 回头刚好对上 云阳圣尊那贪婪的目光 真是中宝之前 谁都不能清醒 夜空暗叹了一声 云阳圣尊 我想到一个问题 若是我们八人之中 有人提前挂掉 那么其他的人 是不是都进不去轮回店呢 云阳一愣 是啊 一人拿一把钥匙 要杀也拿到钥匙以后呀 如果在拿到钥匙之前 就被人杀了 那可如何是好 传承杯垫里边有八把钥匙 进来的竞争者也有八个人 安排的是每个人一把钥匙 如果有人提前完蛋 挂掉 那么八把钥匙就凑不齐 那么轮回店就无法打开 夜空想到这个问题 就有些纠结 在他大力促成之下 天尊和圣尊正在 湖心小径大战来着 如果这场战斗之中 有人死掉 那岂不是影响了所有人 最后谁也拿不到 盘古的传承 不管了 相信盘古肯定会有办法 云阳圣尊不知道大战的事 所以呵呵地笑着 很是大度 夜空也相信盘古肯定另有办法 决定暂时不想这个问题 再说了 难道要他现在跑回去 让鹰眼圣尊和大德不要再打了 估计他一出现 双方四人 先杀他一个人的悲催场景 恐怕就出现了 唉 我这人品也太逊了 夜空自我嘲讽了一句 抬起头发现紫色光柱之中的钥匙 已经在缓缓地提升 飞进遥远的星空 随后那光柱也开始变息 收缩 缩入地面下消失不见 夜空开口 喂 潘古前辈 你是不是走了 你还没说轮回殿在哪里 对啊对啊 云阳前辈也联盟问 潘古前辈 我们去哪找轮回殿呢 回答他们的是轰的一声 大殿一侧一面墙 一下沉入地下 面前是一条湖边的游深大道 笔直延伸 通向黑色夜幕之中的小山 又是这条湖边路啊 夜空懊恼 之前那些被人倒空的小店 窟窿就通向这条路 看来轮回殿 就是这条路走过去 夜空兄弟 我们走吧 云阳圣尊微微一笑 当先走了过去 此刻正是黑夜最浓的时候 暮色深重 一阵野风吹过 大道两侧的树木 发出哗啦哗啦的声 树木后边的密林之中 黑影晃荡 也不知道是树木 还是怪兽 又有遥远的售吼声传来 第2519集 夜空和云阳倒是并不害怕 一路前行 云阳想到即将到达轮回殿 倒是一脸的兴奋 夜空 你知道吧 其实我这个人就喜欢研究 如果得到潘古的传承 我就可以研究那些 关于以前轮回时代的影像 我真的没想到 以前轮回时代 竟然有记录留下 不知道 不知道 盘古前辈如何得到 正在云阳圣尊有些兴奋 讲述之时 他的眉头一挑 猛然停下脚步 我有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 你也被人盯上了 夜空谋中 里芒一闪 不过那种感觉 只是一闪而过 云阳很快就感觉不到了 是一个小个子 但是脚很大的怪物 而且我怀疑藏宝阁里的贼 就是他 甚至来说 很可能拿走第一把钥匙的 也是他 云阳也是聪明人 暮色一动就开口 嗯 不错 他就是一个隐藏在暗中的贼 他偷走了藏宝阁中 所有的宝物 当然也去偷了钥匙 不过很遗憾 钥匙有规定 每个人只能拿一把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只有七把钥匙 不过夜空却是抓头 可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应该在我得到钥匙以后 才袭击我 为什么我还没得到钥匙 他就偷袭我呢 一个又一个想不通的一团 两人没办法只有继续前进 一会儿以后 终于来到了路的尽头 面前正是那座黑暗之中的小山 半圆形的小山 不是标准的半圆 而是有一点尖的感觉 在小山的一周 有一圈石板路 而围绕着这座小山 分别有着八个黑油油的铁门 门上 锈石的锁孔中 有着沧桑的气息 与夜空手中的钥匙相沟通 看来这就是轮回之眼了 没想到这轮回殿 竟然是一座小山 如此的简陋 云阳不由的感叹 宝藏之中流光溢彩 还以为轮回殿也应该金币辉煌 可是谁知道 这就是最终宝物所在 轮回殿如此的简陋 夜空脱口笑道 从外表看倒是像一座坟墓 云阳也是哈哈笑道 希望不是我们的坟墓 没一把钥匙对应不同的铁门 不过这不用寻找 锁孔里边沧桑幽深的气息 会轻易让钥匙所有者 找到相应的门 不过现在他们只有两把钥匙 根本无法打开 现在怎么办 难道在这里等 云阳肘眉 夜空点点头心中暗道 难道这里就是最终大决战的地址 到时候八把钥匙齐聚 可传承只有一个 大家是先互相厮杀抢钥匙 还是一起打开门以后 进入轮回殿中厮杀 不过很快 就有其他的情况出现了 这是 夜空眉头一条 抬头左顾右盼 找了好一会儿才看见 密林边沿一棵大树的横枝上 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这可恶的鸟 夜空心中恼火 低头想要找石头去砸这家伙 不过这鸟却是扑愣着黑色的大翅膀 直接飞了过来 云阳倒是第一次看见这鸟 开口笑道 这鸟长着一张人脸 真是有趣 夜空没找到石头 也只好开口恶狠狠道 是啊 我见过鸟长在脸上的大象胸 却是第一次看见脸长在鸟上的玩意儿 也不知道烤熟了是什么滋味 云阳实诚 没听出夜空话里骂人的意思 不过那鸟却是精明狡猾 开口很尖利的声音悠闲地说道 哎 现在后生晚辈就是不懂得礼貌 要是找个几百个几元 鸟叔我就先把你们烤着吃了 听着那鸟说话 云阳哈哈笑道 哼 你叫鸟叔 真是有趣 不过看你在这里有些年头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 情况就是这样 你们都看到了 不过我今天来呢 是想给我的一些朋友推销一些东西 我想都是你们需要的 嗯 都是好东西 夜空联盟阻拦 云阳前辈 不要听这家伙的 他比鬼还精明了 听他的话又吃大亏 鸟叔历声反驳 你这后生晚辈 怎么开不得玩笑 还如此的记仇 再说了 要不是你想对我使坏 我又如何会叫来人面全 你这是自讨苦吃 你们爱来不来 别后悔 鸟叔说完 呼啦啦扑腾着黑色的翅膀 对着密林飞去 要说夜空是绝对不会相信 那只狡猾的鸟 它已经上过一次当了 绝对不会在一个泥潭里 十足两次 不过显然 云阳圣尊 确实对鸟叔口中的物品 有些兴趣 野炕 我们不妨去看看 说不定 真有用得上的物品呢 那只鸟不能相信 我怕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更别谈什么物品 可是 我们都是尊级强者 就算是遇到一些危险 也有自保之力 夜空苦笑 云阳前辈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盘古的世界 我们实力被压制 此刻比普通人好不到多少 在这里会死的 神魂消散 永不超生 云阳圣尊无话可说 不过在短暂的思索以后 他还是说道 没关系的 你留在这里 我去看看 说完竟然向着鸟叔飞走的方向走去 夜空心说你被迷了心窍吧 不过看着云阳离开 他也只好叹了一口气 跟了上去 你不是说不去 我怕你挂了 等我们出去 我还要等着看你这新年的研究呢 虽然夜空恶狠狠口气不好 不过云阳圣尊沉默了一下 还是点头 谢谢 此刻暮色浓烈 密林深处 哪些大手一样的树叶来回晃动 头顶有着怪兽喘气一样的呼呼风声 你就别谢我了 你自求多福吧 这种地方 一看就不是好地方 云阳这才孝道 你知道吗 其实我有一种尊者计 那就是可以感知别人的善意和恶意 也正是如此 我才相信哪只鸟没有恶意 原来是这样 像云阳圣尊这样的性情 如果不是这样的技能 恐怕早就被人卖八十次了 怎么可能走到尊者这一步 两人在黑暗之中行走 脚下没有路 是很软的黄泥 其实也不是黄泥 密林之中的树非常起义 每一季时间非常长 可就算是这样 今年累月也有大量的枯叶落下 时间日久 这些落叶就腐烂成枯黄的泥土 而因为这些树一季的时间长 所以上边覆盖的霉烂的枯叶也很少 夜空走了一小段 精神念力之中突然感觉到什么 等一下 夜空猛地停下 用脚踢开脚下一层薄薄的枯叶 脚印 夜空和云阳双目都是一亮 真的有人在我们前面 夜空心中已经 本来以为第一把钥匙是拿怪物拿走 现在看来不是 云阳犹豫了一下 看来传承被电进门之处设立了规矩 这心湖洞腹之中的生物并不能得到钥匙 看来是这样 也不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是哪一位尊者 走 两人知道前边有人便加快了速度 快步向前走去 不多时 两人已经可以隐约看见遥远处的点点灯火 竟然真的有急事 云阳和夜空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视一眼快步奔了过去 这是一个类似于乡村感激一样的简陋急事 密林之中的空地上点着点点的摇曳的烛火 而在星点的光芒下是一个又一个的摊点 非常的简陋 就好像是农村感激 在土路上摆放着很多廉价的山寨货 大家讨价还价 可是 这个貌似简陋的集市上出售的东西却是惊天动地 夜空和云阳走到最外围一个摊点 店主是一把刀 准确地说是一把成精的刀 他腰部以下已经化成人形 不过身体和脸却都还是一把刀的模样 而在那把刀锋的顶端 明晃晃的刀锋后侧有一张模模糊糊的人脸 可能是刀型的宝物成精 开启的灵指 客官 好多年没做生意了 你们要点什么呀 刀店主迫不及待地开口 云阳迫不及待去看哪些销售的宝物 而夜空却是皱眉 店家 你说好多年没做生意 那么上一次做生意又是何年何月 客官 好多年没做生意了 你们要点什么 那个刀店主好像有些痴呆 不管夜空问什么 他能回答的也只有这一句 第2520集 不是 我不是想要东西 我就是想问一下 夜空还要打听 那边云阳已经拿起一块碧绿的玉剪 双眼放光回头问道 这块玉剪多少钱啊 刀店主这回终于换了一句话 客官 二斤血肉 什么 云阳听着一句顿时觉得后背一阵寒意 血肉就是你们的血肉客官 店主并不觉得自己回答是那么的毛骨悚然 很淡定 还有点迟钝的回答 哦 好 买了 我再看看其他的 夜空大晕 连忙走上一步传音道 前辈 你疯了 这可是要割肉放血的 云阳黑黑笑道 那可是一块记载着混沌初开 山河地理的遇见 我找了很多年了 做梦都梦到过 我赚大了 可是 可是此日此地 马上很可能就要和其他竞争者 发生生死大战 如果你缺胳膊少腿 那岂不是等死啊 你傻呀 云阳狡黠的一笑 回头直指那个店主 难道还没看出来 那个店主就是藏宝隔中宝物 开启灵址 可是有开启的不够聪明 所以迟迟沙伤 我们多拿点东西 然后能偷就偷 能骗留骗 实在不行 巧了就走 夜空听完不由的汗言 前辈 你还真是老实人 专干不老实的事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两个人又低头看 各种宝物 渐渐都让他们惊呆 看见没有 这就是传说中法则之经 只要有一颗放在你世界本源之中 就可以完善你所有的法则 还有这个 这是混沌结晶 你看 18个等级未免庞大世界 就是用这个 云阳还真是一个研究学者 懂得真不少 已经是尊者的夜空 就是一个小学生一般 不过这个小学生 却是清楚 这些都是好东西 虽然是一个乡下集市 可是卖的东西 绝对不是山寨货 最重要的是 都可以白拿 夜空心说 那你仙人板板 老子这辈子占的便宜不少 可没占这么大的便宜 法则之经 拿了 混沌结晶 拿了 弯月尊兆 拿了 世界树种子 拿了 不要钱的东西 不拿白不拿 夜空和云阳两个人 真是心花怒放啊 看见东西就拿上 这个空间之中 无法打开任何的空间装置 所以他们只好都往口袋里装 太大的 无法装进口袋 就拿在手上 挂在脖子上 缠在腰上 甚至鞋帮子里 都塞进了几块晶石 而那个刀店主 依然是一副 痴痴愣愣的表情 根本看不出 面前两人意图不轨 他只是很机械地开口 八则之精一斤二两 混沌结精一斤五两 武器一律五斤 世界树种子一百八十斤 云阳低声痴笑 一百八十斤 我估计整个人都不到一百八十斤 没关系 你鸽子大嘛 你服装 两个人都仰头大笑 云阳丢下面前所剩不多的宝物 目光贪婪地头向不远处领一个店铺 夜空 你看那边 夜空目光也跟随他看去 那边武器很多 如果有几种武器 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争夺大战中 会有很大的胜算 夜空低头说道 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洗劫几家店铺 想不到您老表面实诚 可确实深暗此道啊 云阳黑黑笑道 你可别小看我 当年我做仙人的时候 是开过黑店的 抢人家的东西 吃把王餐什么的 那是我的拿手好戏 夜空恶然 能成为尊者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好 云阳前辈 既然要干 就干大的 夜空也是豪气大发 就准备来一个高矮大道联手打劫 把这农村集市大清扫 突然 遥远处传来轰的一声 夜空和云阳连忙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白面高官的男子 跌跌撞撞从一个摊位后边奔逃了出来 他的身上和夜空他们一样 也是口袋装得满满 脖子上挂着三四把金灿灿的弯刀 手臂上挽着几个口袋 腰上也盘着金属边一样的东西 在他慌张跑动中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这是天尊门 讲道天尊 孙飞祥 云阳圣尊一眼就认出了此人 孙飞祥天尊 可是天尊门有道天尊 很是受欲阳门主尊重 云阳还没说完 就看见孙飞祥跑出来的方向 有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金怪冲出来里声吼道 有人抢东西了 有人抢东西了 有道天尊给人讲道 到了这里也和我们一样抢东西 我就看不惯这帮孙子才离开了那里 云阳跟着鄙视 那个孙飞祥天尊也看见了野空和云阳 立即改了一个方向 向着急事的另一端跑去 虽然野空他们对此人给予了无限的鄙视 可是心中却是希望此人逃脱 因为那样的话 等一会儿他们两人也就有了可乘之机 不过遗憾的是 当那个女金怪喊出声 整个集市上所有的金怪 全部都开口喊了起来 有人抢东西 有人抢东西了 而在这好像大和唱一样刺耳的喊声中 那些已经变成金怪的武器 全部都变回了原形里 夜空所在的摊主 也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惊天巨刀 披空斩向孙飞翔 同时斩过去的 还有各种武器 辅阅刀刺 顿时集合在集市上空 宝光四射 各种色彩冲天而起 孙飞翔虽然是天尊 可是伸出此地实力完全被压制 他刚抢到那些武器也没有时间练花 根本无法使用 看着眼前漫天的攻击 他这才回头悲声呼喊 云阳军救命啊 云阳和夜空都目瞪口呆了 就这样看着孙飞翔被乱刀砍死 一百多斤就交代在这里 一个天尊级别的强者 因为抢别人东西 被人当街杀死 神魂消散 这 这个 云阳已经把手中抓着的一大把晶石放了回去 那个夜空 我们打劫的计划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 夜空比他的速度还快 早就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 显然 在这里 这些痴痴傻傻的店主拳头更硬 想抢东西真是找死 再抬头去看 只见那个穿着女人衣服 却长得好像一把梳子的店主 晃晃悠悠地走过来 他并不急着收起那些散落的宝物 而是来到孙飞翔的尸体面前 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孙飞翔身体上的血肉 全部被吸入了他的身上 骨 肉 皮 内脏 血液 全部都吸入那梳子的身上 只是转眼的功夫 那把梳子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人 有血有肉的漂亮女人 天哪 这些精怪就是靠着活物的血肉 修炼自己的呀 云阳惊呼出口 这才明白为什么 这些痴痴傻傻的店主 只要血肉了 看得出 这些店的店主都很规矩 那把刀砍完孙飞翔以后 并没有去蒸血肉 而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摊位 迟钝地开口 二位可观 你们一共消费了九百八十斤零七两的血肉 请结账 九百八十斤零七两 夜空和云阳面面相去 就是把两人剁成肉泥也不够支付啊 喂 店主 你瞎了眼啊 你的东西都放回去了 夜空瞪眼怒吼 仿佛遇到了无良的商家 吃了大亏一样 可是你们刚才说了 说买就要买 刀店主确实有些迟钝 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哪里说买了 夜空怒气冲冲地上前 瞪着刀店主 你不要强买强卖好吧 刚才我没说买 我说的是拿 买和拿一样吗 我白拿你乐意吗 这 显然刀店主对买和拿还是分得清的 犹豫了好一会儿 既然这样 二位客观可以不买 不过 说着 他又指着那块云阳最早拿起的预解 那这个你必须买 那个你肯定是说买了 客观 二斤血肉 请结账 会 当时说买了 我怎么没听见啊 夜空总不能真的看见云阳割肉吧 刀店主见他胡搅蛮缠也不搭理 抬头扯起嗓子喊 有人抢东西了 第2521集 别喊 云阳猛然开口 二斤血肉 我给 云阳前辈 夜空时声 云阳手里抓住那块玉剪 夜空 你不要劝我 其实二斤血肉换这块玉剪是划算的 如果错过了这一次 我怕我以后都得不到这件好东西了 前辈 你要搞清楚 这不是什么修炼法门也不是什么宝物 连剧辅生机的功效都没有 你确定要用自己的血肉去换 你不懂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研究 这份山河地理智乃是混沌初改 尚无一个世界时的情景 对我了解混沌演化的方法很有用 别说二斤血肉 就是只要给我一条命就能换 云阳说完猛的一张口 吐出一团不知道是心还是胃的内脏 上边鲜血淋漓 看得人头皮发麻 可是变 夜空双目中满是震惊 已经口不能言 他现在就算是知道盘故所选的八人 并不是凭空选择 也并不是他夜空够坚持够坚韧 就像这云阳尊者对于混沌的研究 已经达到了痴迷的境界 不要小看其他人 云阳的痴迷 鹰眼的隐忍 大德的虚伪带俊的狠拉 八个人是几百个强者之中挑选出来的 哪有一个是软柿子呀 二斤零三两 那个痴痴呆呆的刀店主 掂量了一下云阳的内脏 双目中尽显贪婪 张口一吸 已经将那内脏吸了过去 顿时他的头脸出现了 不过他的脖子到腰这一段 还是一把刀的形状 炼化了云阳的血肉 这把刀好像智商恢复了许多 出了一口气 叹道 我终于又可以迟一点时间退化还原了 退化还原 云阳目中一动 想到了什么 夜空却是开口没好气 喂 你这店主不规矩 明明是二斤 你为何多收三两不找零 店主表情也丰富 那你们可以在这里任选一块晶石 要知道 我这里的晶石至少都卖一斤的 晶石不要 你这里有什么果物和丹药 恢复身体 快速疗伤的 夜空心说帮云阳找一种立即还原身体的丹药吧 不过那店主却是笑着反问 客家 如果这里有这种果物和丹药 我们还要血肉干什么呢 夜空还是没理解 云阳却是已经明白 夜空 有这些公药的果物和丹药 早就被等吃光了 这些精怪 它们并不是进化不完全 而是在这里时间太久 又不能紧接 自然地开始退化 就好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 原来是这样 这些精怪都是藏宝阁之中的物品 漫长的岁月中有一部分物品 其中蕴含的力量 导致它们从量变到质变 开启了灵质化出人形 可是这个世界只是盘古开辟出来存放物品的 很多法则并不完备 它们无法修炼紧接 于是当这些精怪 它们身体之中蕴含的力量被消耗一空 它们就会变得迟钝 最后死去 与此同时 这件宝物也成了繁铁一句 不过任何的生命都不甘心死亡 它们开始寻找服用藏宝阁中 那些还没有成精的果物和丹药 延缓它们的寿命 不过丹药和果物也有用完的一天 终于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了 它们开始了漫长的等死的过程 明白了这些夜空不在帮助云阳寻找治疗物品 低头看看哪种精石比较划算 而云阳却是一个书呆子一般 迫不及待就开始把神念探入欲解 观看阅读 二位客官 三两血肉换一块精石 你们选好了没有 刀店主有些不耐烦 哦 就这永恒精石云阳前辈用的伤 可这时云阳却是双目之中一闪 从欲解之中收回神念 店主 我不要什么精石 三两血肉问你几个问题 三两血肉 店主沉吟了一下 一个问题 三两血肉换一个问题 不过就算是这样云阳依然是点头 成交 传音过来 店主显然不愿别人听见 没一会儿 店主和云阳交易完毕 我还要再问 这回店主却是不愿回答 摇头 不做了 再做 怕是我要提前化成虚无 也不知道云阳问了什么逆天的问题 那我的生意你做不做 夜空说完 伸出左手 右手指甲在左手腕上滑过 鲜红的血液滚滚而出 这 刀店主顿时双目之中贪婪 咬牙 三两 只一个问题 你多搁不收 这夜空不犹豫放了三两血 传音问 我的问题是 那个袭击我的怪物到底是什么 夜风轻柔 好像一只无形的手把集市上点点烛火浮动 来回晃荡的烛火仿佛人的心思忽明忽暗 忽然砰的一下 忽而又奄奄一息 从刀店主的摊子走过来 两位强者再不敢乱买东西 同时仿佛都有了心思 云阳不会告诉夜空他问了什么 夜空更不可能告诉云阳他问到了什么 夜空兄弟 要不我们分开来选购 等会儿再树林前几何 你看如何 云阳突然开口提议 那要最好 那我去了 云阳微微一笑大步奔走过去 夜空却是脚步凝脂 抬头眼眸却是摇摇地看向孙飞想死掉的那个摊位 果不其然 云阳圣尊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了夜空的视野 之中 神不畏己 天出地灭 夜空淡淡一笑 提步往前慢醒 不过心中却是开始盘算 如果孙飞翔是第一个拿到钥匙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的精怪无法进入那个金色的大门 袭击我的那个家伙 他也得不到 不对 他一开始就袭击我 说明他不想得到钥匙 他只是想让轮回店无法打开 难道盘古说的其他人 就是他 夜空琢磨着这些 绕了一个圈 也来到了孙飞想死去的地方 而此刻云阳已经交易完毕 离开了这里 那个浓妆艳抹 穿着红绿相配的女店主 正在开心自己做了很多生意 就听前方有人开口 大姐 我们家乡有句话叫做红配绿 赛狗屁 哎哟 哪来的后生不说好话 女店主今天生意不错 也并不生气 开口脆道 夜空湿湿燃地走过来 我没有讥讽的意思 像大姐这样美丽的女人 如果配合穿衣之道 那才是绿叶配红花 草纸配靶 你这后生倒是有趣啊 敢问大姐 刚才那个大个子 是买走了孙飞翔的那把钥匙吧 哼 后生仔 本来我们开店做生意 是不便于透露别人买了什么 不过 我看你说话有趣 那我就告诉你 刚才那个大个子啊 他用了一斤的血肉 买了那个抢东西的 混蛋留下的钥匙 女店主笑嘻嘻地说道 孙飞翔死了 他白得了一身血肉 捡来的钥匙还卖了一斤血肉 怎么能不开心呢 一斤血肉 夜空听了却是双眼登荡 一斤血肉就换一把钥匙 云阳这家伙捡了大漏啊 不过是想这些精怪 他们哪里见过钥匙 又哪里知道这钥匙的珍贵 女店主表现殷勤 无非是想再卖点东西 看夜空好像没买东西的意思 不由得有些不悦 我说后生仔 你到底买不买我的东西 不买就算了 我可是听说了 今天有很多客人呢 女店主开始下逐客令 不过夜空却是黑黑一笑 我送上门的可是一桩六百斤以上的大声音 六百斤血肉 女店主双眼之中一下涨得血红 是这样 夜空在自己的手心一挠 把一把钥匙拿了出来 真的可以卖六百斤血肉 这不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吗 不久以后 女店主看看夜空走的眉影 再看看自己手中的钥匙 不过她最后还是相信了夜空 咬咬牙 轮回店又是一把 六百斤血肉 不远处 云阳圣尊心中一惊 心说自己不是刚买了一把吗 怎么会还有呢 而在另一侧 一路走来的四个人 正是大德和鹰眼 他们分成两拨 一起前行互相防备 听得女店主吆喝 四个人全部加速奔向那边 让你们狗咬狗去吧 此时 夜空却是披着 从女店主那里换来的 一件鱼网一样的宝物 手中拿着一把 光滑灿灿的鱼叉 走上了返回藏宝阁方向的回头路 千金难买回头看 我回头了 至于我那把钥匙 如果能换几条人命 那我可真是不亏呢 原来女店主出售的那把钥匙 就是夜空的 谁也没想到关键时刻 夜空竟然舍弃了自己的钥匙 夜空往回走的路上 天空已经亮起于堵白 这个世界之中没有日月 不过却有名暗日夜之分 天空亮起 逆临之中的尘风流动 头顶锯长一样的树叶 磨缩发出沙沙的声音 也不是那么的恐怖 就看见一个全身包裹着鱼网 手中拿着鱼叉冒充渔民的家伙 迎面走了上来 夜空走回来并不是真的返回藏宝阁 而是走出密林 直到看见面前一片湖面 他才脸上露出喜色 那个女店主说那家伙就躲在湖水下 应该不会骗我 夜空左右观看了一番 等到确定无人 这才走出水中 他的身影越来越矮 最后和水面平齐 消失不见 这湖面清澈成凉 目利索极极远 不过这湖太深太大 想要找什么并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知道这两个东西 能不能对付那个大家伙 夜空心中有些担心 不过那女店主不知道钥匙的价值 夜空换来鱼网和鱼叉 还是狠费了一番口舌 下水以后 夜空并没有着急寻找 而是找了水下一个位置 漂浮其中 将这两样宝物练化 想必那些家伙 此刻已经为六百斤血肉拼命了吧 夜空黑黑一笑 很是期待这些家伙最后进入轮回店的傻样 前方有一个黑影 夜空目中顿时浮出惊喜 好像鱼一样游了过去 此时此刻 精怪集市上大德 戴俊和鹰眼 李真志 云阳等五人分成两边 都站在女店主的摊位前 所有人都各怀心思 六百斤血肉 这是要逼着我们杀人呢 大德咬牙切齿地说着 一双眼睛却是来回扫动 大概是想找软柿子吧 戴俊跟着道 我们的体重都在一百五到两百之间 也就是说至少要杀四个人 本来在夜空的挑唆之下 圣尊和天尊门四个人打起来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是军立敌 虽然李真志弱得很 不过手中龙骨鞭却是厉害 戴俊队上李真志才知道 他竟然打不过李真志 所以三言两语之后 他们四人倒是不打不相识 一起前进 可是这种默契顿时被眼前的情况打破 六百斤杀四个人 也就是说 这里五个人 只有一个可以活命 想团结也不行了 妈的是谁出的这么减的主意 鹰眼开口 云阳闷声不开口 虽然他很明白 这是野空所作所为 不过他也不至于把野空出卖了 不过那个大嘴女店主 可不会为谁保守秘密 是谁出的主意 我也不认识 就是那个很会说话的后生 就跟他一起来的 女店主一句话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云阳 你这店主 你怎么这样 我怎么了 你刚才买了我一把钥匙 就花了一斤血肉 我亏死了我 一斤血肉买了一把钥匙 四个人眼睛又一次瞪大 你有两把钥匙 杀 杀了这个天尊门的叛徒 大德第一个吼了起来 鹰眼 我们杀了云阳 一人一把钥匙 大德想得很是不错 眼下买女店主的钥匙 要杀掉四个人 早晚都要杀 不如大家一起上 先把这个云阳给杀掉 不过眼前的情况很微妙 鹰眼却是怒横一声 大德 干什么 想动手冲我来 说完一白手吼道 云阳圣尊 你和我父子同心协力 先把天尊门这两个人给收拾了 上 鹰眼这就很精明了 如果杀了云阳 他和大德迟早要对上 他没有什么优势 可是如果先把大德和戴军给干掉 那他回头收拾云阳就轻松了许多 杀 说话之间 五人在集市上就干了起来 你们不要砸我的摊子 你们滚远点 杀了我的摊子 你们可就倒霉了 伴随着女店主的喊叫 大德也精明 虽然天尊门是两个人 不过他竟往集市摊子上靠近 圣尊门这边三人投鼠机器 一时间也拿他没办法 不过这战斗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边女店主突然急了 开口喊道 哎呀 算了算了 那个小子太黑心了 我就说六百斤血肉卖不到 这样吧 最后一口价三百斤血肉 集市之中 五个人正在疯狂地追打 鹰眼和戴俊两个人边打边逃 不过他们也并不会逃出急市 而是就在各个摊位前盘缓 借助摊位来保护自己 巨响在集市之中响起 地面上泥土似箭一片狼藉 不过看着他们互相打斗 越走越远 女店主倒是着急了 这些精怪的纸伤到底是简单 他并不知道这些人 就是为了凑足六百斤血肉而打杀 还以为他们是不想要了呢 最后一口价 三百斤血肉 女店主一急之下 直接打了一个对折 三百斤血肉 这句话已传出 那边五个人顿时都是一愣 不过就在下一秒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把锋利的匕首 扎进了大德的后心 怎么可能 大德双目中充满无法置信 不过后边那人却是猛的一拧手中匕首 绞碎大德的心脏 天尊殿执法 天尊大德 头再也无法转过去 往下一搭了 死在当场 当大德的脑袋垂下 露出的是一张如同黑泥一样的脸 戴郡 鹰眼这边三人都没想到 戴郡竟然一下把大德给杀了 都是实声惊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戴郡脸上一片狠毒 我早就看不惯大德 这一路上都在使唤我 他以为他是谁呀 虽然戴郡这些是实情 不过促使他杀大德的主要却不是这个 现在那把钥匙降到三百斤 我们杀了大德 有了将近二百斤 只要再杀一个 然后我们再谈合作 说话之中 他的目光集中到了云阳的脸上 鹰眼的鹰目之中都是吃惊闪过 他们并不惊讶于戴郡狠辣出手杀掉大德 他们吃惊的是戴郡竟然一个瞬间就想通了所有的关键 首先 戴郡和大德两人实力不如对面三人 获得传承的机会很小 其次 就算是获得了传承 以大德的性格恐怕自己吃肉 连汤都不会留给戴郡 最后 如果钥匙的价格降到了三百斤 那么被杀的就只有两个人 而五个人之中 实力最弱的就是云阳和戴郡 所以各个方面来说 戴郡杀死大德无疑是最明智的 不过鹰眼却是哈哈大笑 我为什么要和你谈合作 你杀了大德我再杀了你 这样三百斤就够了 云阳是我们圣尊门的人 我可以跟他合作 可戴郡却是双目好像毒蛇一样的看着云阳 一字一句道 因为他和夜空这个礁石棍关系不错 留他留我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无疑 戴郡加上了赌的成分 就赌夜空在鹰眼心中的威胁力 果然这句话一出口 鹰眼一双眸中闪出阴了 扭头看向云阳 不错 夜空这个脚石棍和他关系不错 都不能留 在鹰眼眼中 已经出现的七个人之中 最具威胁的就是夜空 当初在戴郡世界 这个狂放不羁的家伙 就让鹰眼印象深刻 直到夜空成为尊者 进入盘古第一世界和鹰眼交锋 再到夜空失忆以后 带领地球百亿人修炼 这才打开了盘古的空间 从这种种迹象来看 夜空和盘古仪宝之间的复原很强 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夜空就不会出现 如果问鹰眼 所有人之中对他威胁最大的 他想都不想就回答 夜空 而这个云阳和野空夹杂不清 他和夜空一起过来 竟然开始都没告诉自己 这些已经足够鹰眼决定干掉云阳了 云阳兄弟 对不起了 鹰眼目中凶光闪现 李真志手中的龙骨边高举 不要 云阳猛地后退一步 猛地一抬手 两把钥匙放在了地上 鹰眼修 我是和夜空一起来 不过他已经走掉 跟我也不说 而且我放弃争夺 我只有一个要求 让我进入轮回殿 看墙上的笔画 那上面有混沌演化的经过 你知道 我喜欢研究那个 第2523集 这 鹰眼和李真志有一次愣住了 局势的转变速度远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云阳退出争斗 什么都不要 只要观看墙上的壁画 鹰眼的眼珠子顿时又转动了起来 要知道 和戴郡关系是合作 也就是说 到时候要分一部分好处给戴郡 而云阳却是完全不要 戴郡瞬间感觉到危险 背后升起一股阴寒连忙喝道 慢着 鹰眼你听我说 现在你们父子手中各一把 我这里两把 云阳拿出来两把 这就是六把钥匙 如果加上女店主那一把 才是七把钥匙 还缺一把 还有一个竞争者没有出现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在真相揭晓前 胡乱拼杀了 湖底清澈透明 其中并没有任何鱼类 一个身影好像鱼一样越游越深 直落湖底 这个人影正是野空 他炼化完鱼网和鱼叉 又沉入湖底深处开始寻找 女店主说那个怪物都是喜欢躲在水中 而他偷袭野空以后消失在藏宝阁后边的窟窿外 那里边正是湖边 这些线索都说明怪物确实住在水下 不多时 湖底一处黑影出现在了野空的面前 这就是那个怪物的老巢了 夜空心中一个惊喜连忙游了过去 水底一处泥沙好像是小山一样 而在小山的一侧有一个洞口 这就是怪物的老巢了 夜空卧锦鱼插一头扎了进去 也不知道那怪物在不在家 夜空心中想着进入了洞中 有血腥 洞中也是充斥着湖水 夜空没有一会儿就感觉到前边的水流之中 有着淡淡的血腥味 夜空生怕怪物在 小心翼翼游进洞中最深处 洞中最深处有一块没有水的空地 哗啦一声 夜空从水流中钻出头来 在他眼前的并不是那个身子方正 脚特别大的怪物 而是一具尸体 百利尊者 想不到原来第八个竞争者是他 他被怪兽杀死了 湿漉漉的山洞之中 有花花湍急的水流 而在水流之中是一方裸露在岩石地面 一个从水中爬出来的人甩甩满头的湖水 打亮着面前这个空间 车石 圆沉雨水 半瘦半湿 异物异种 极难风化 极难成精 因此常被做石碑棺木所诺 夜空自言自语 看来这怪物就是车石本体 所以喜欢住在水中 夜空从水中爬出 看见怪物并不在 所以丢下渔网走向那具浮在地面上的死尸 其实都不用将尸体翻过来 夜空就能猜到是谁 此人衣衫潮湿破烂 依稀刻意分辨是天尊门的人 露在外边的皮肤 一看就是归姬生命 天尊门人也只有和夜空一界的百利尊者 符合这个特征 想不到他竟然也有些本事 被选中为八人之一 夜空走过去 用手中鱼叉一条 尸体翻过身 果然是百利尊者 不过当百利尊者翻身过来 夜空的双目顿时瞪大 脱口而出 他的手呢 百利尊者尸身上竟然少了一只右手 钥匙 夜空也不傻 瞬间就明白了百利尊者的右手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那是放钥匙的地方 有人杀了百利尊者 拿走了他的手和钥匙 心念疾此 夜空一下就懵了 原来他从刀殿主口中得知 那只怪兽就是传承碑 所以夜空这才放弃了自己的钥匙 然后倚心来找怪兽 可是现在问题确实来了 如果怪兽是传承碑的话 那他肯定要百般隐藏百利尊者的尸体和钥匙 他干嘛又割下百利的手腕 他到底要干嘛呢 难道他把钥匙拿去了更加隐秘的地方 藏起来了 正在夜空疑惑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他回来了 夜空又是已惊 手中鱼叉一勾 把百利尊者又翻了回来 然后他把鱼往往天空一扔 就看见网在洞顶闪出一道光影 随后引去身影 不管怎么样 我先把这只怪兽捉牢 夜空握着鱼叉回身潜入水中 好像一只水中的蛤蟆游得远远的 不敢使用神念 只是用眼镜的余光观察 就在夜空隐藏起来以后 果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 这个黑影从水中走出来 上半身方方正正 等他走出来才发现 一双脚非常的大 也正是他奇异的外形 让夜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传承碑上产生的灵质生命 他就是盘古所说的其他竞争者 夜空双目之中力芒一闪 八名竞争者 所争夺的就是传承碑 当然了 他们夺的并非是碑的本体 而是碑上带着的传承 可是现在使碑自己却是觉醒 他想要自己得到那份传承 他不能忍受自己承载了无数纪元的东西 被别人拿走 刻在他身上的就是他的 不过很遗憾 那传承肯定是有很多的禁止和规矩 盘古当年肯定设下了很多的规则 所以这位石碑大哥 虽然背负了传承千百亿年 可是却永远都无法得到 大概是感觉到有人亏视 石碑怪物怒吼一声 环木四周 水面一侧夜空脑袋慢慢地沉入了水面下方 石碑环射一圈并没有找到风吹草动 低头思索了一下 虽然他没看见夜空 不过他还是很谨慎小心的 最后他决定把这具尸体藏到更隐秘的地方 他锋利的爪子一捞 刀扣一样的五指吃拉刺进了百丽的身体 把他抓起来 不过他这一抓起来顿时就看见 百丽尊者消失的右手正在滴血 石碑怪兽顿时就是一愣 随后 疯狂的吼声在洞中响起 水面下 夜空心中暗自吃惊 如此看来百丽的手不是圣碑割下 那要是到哪里去了 被谁夺的 那块石碑显然纸伤和人类有些差距 他疯狂地吼叫了半天 剁碎了脚下大片的碎石 最后也没有找到钥匙 他终于冷静了下来 准备离开寻找其他的钥匙 不过就在此刻 头顶上方有光影一闪 一张金灿灿的鱼网突然凭空落下 一下把石碑照入其中 石碑怪兽发出惊心碰碰的鱼网 在鱼网之中疯狂地扭动 他锋利的指甲划出无数药语的光影 指甲前引出的气流 直接把地面上坚硬的岩石切得粉碎 不过那种金色的鱼网却是端得厉害 不但缠着他无法逃脱 而且还在慢慢地变小 将它越来越紧 哼 那店主倒是货真价实 果然是这东西的可行 哗啦的水声响起 夜空提着鱼叉从水里冒出了头 石碑兽见到有人挣扎得更加的疯狂 那张勒紧的鱼网猛然称大 越称越大 石碑竟然想用巨大的尺寸撑破鱼网 哼 一个金怪而已 一块完石成精 你如何能抵抗尊级的宝物 夜空趟着水走过去 抬手一指喝道 收紧 只见那飞幅在半空之中的鱼网顿时金光大放 在条条网线上隐映现出各种奇异的呼吸 随后那网越勒越小 最后好像一条绳索把这个石碑怪完全地勒死 石碑终于砸在地面上 可能是知道无法逃脱 他的身体表面的眼睛 面孔 手臂 全部开始收缩 然后一座两丈高的封碑 出现在夜空的面前 当这封碑一现 正面上的鲜红色碑纹也顿时浮现了出来 上边的字赫然下了夜空一跳 万事轮回之先 一照生祖之祖 原始至尊之墓 怎么会是原始的墓 不是盘古的墓 夜空突然觉得昏昏沉沉 迷茫之中又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一股很强的危机感笼罩在心中 这块传承碑是原始的墓碑 而那个轮回殿 那个好像巨坟一样的轮回殿 里边又是什么情况呢 第2524集 不管它 先找到传承再说 传承在哪 传承碑在此 传承又在哪呢 墓碑的背后 竟然也是空空如也 一向聪明机智的夜空 看着空空荡荡石碑背后 它都傻眼了 不行 看来秘密还在轮回殿 盈言 我觉得我们还是杀死云阳 这样大家就有足够的血肉 先把第七把钥匙弄到手再说 盈言兄 我们怎么说都是同门 我又已经将钥匙白交给你 只要进入传承殿观看一下 盈言 你杀我不是那么容易 你杀掉云阳更容易 白俊 我警告你 我云阳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我告诉你们 我云阳可是有后台 你们不信试试看 集市上烛火晃动 中央一处空地中四个人分成三方 正在对峙 左右两侧是带骏和云阳 中间举骑不定的是鹰眼父子 地面上还有一具尸体 儿子 那边女店主要价三百斤血肉 不能再低 看来非要杀死一个不可 你觉得应该杀谁呢 事实上在这里的八个人 哪一个都有可能成为鹰眼最大的竞争者 就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例外 鹰眼一直都很疑惑 盘谷怎么选也选不到自己的儿子吧 这个家伙性格柔弱 修为差劲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盘谷竟然特别地照顾 八人唯一一个被赠送武器的人 越是这种不起眼的角色 越是容易在关键时刻放出耀眼的光芒 鹰眼深切地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也防着李真志 李真志也不知道老爹随时动杀机 低声道 爹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 我们保持实力 让他们互相争斗 留下一个 我们将其搞定 鹰眼的双母之中一亮 看向李真志的母光之中 已经隐隐有杀鸡浮现 李真志不知道 他越是表现得有用 鹰眼就越是想除掉它 他还想在老爹面前证明自己 开口又道 当然了 我们不能强逼着他们战斗 这样会逼着他们走到一条 合力对付我们的道路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多听少说 表现得难以取舍 让他们越争越激烈 最后我们只要煽风点火一下 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狗啊 鹰眼心中暗自称赞了一句 心中杀鸡已经闪现不堪 等会儿有了机会 这个儿子也不能留啊 否则必受其害 不知不觉 天空已经亮了起来 完全的明亮 女店主终于有些等不及了 开口问道 喂 你们还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这把钥匙 你们到底要是不要 这个 鹰眼犹豫 那边带俊道 老板娘 你莫急 拿到你的那把钥匙 我们也不够 说不定等会儿 第八个就会来到 到时候我们合力杀了此人 他们说话之间 头顶天空中突然传出一声鸟鸣 鹰眼和戴俊等人都不当一回事 可是云阳却是目中一惊 连忙抬头 天上掉下遗物 正好落在了云阳的面前 这是 鹰眼等人眼珠子都要蹬出来了 天空之中掉下的竟然是一只手 那只手在云阳面前翻动两下露出手心 一把铜钥匙赫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第八把钥匙 这只手是谁的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第八把钥匙出现 也就是说只要凑足三百斤血肉 轮回垫就可以打开 云阳搞不清鸟叔 为什么把钥匙扔到自己的面前 不过显然他已经成为了焦点 你们不要过来 否则 否则我就跟你们拼了 云阳一把抓起那只手 慌张地指着另外三人 戴俊脚踏着大德的尸身开口 云阳这下好办了 杀了云阳要是血肉都有了 云阳回头瞪着云阳 把钥匙扔过来 云阳哈哈大笑 我有一种尊者计 能看清别人的善意和恶意 刚才我把钥匙给你是感觉你对我没有杀心 恶意不强 而现在你已经以心想杀我 要是给你你还是会杀我 鹰眼没想到云阳还有这种技能 双手一摊 好吧那我不管 你们俩对决吧 不管是戴俊还是云阳 你们谁杀死对方就是我的合作者 鹰眼这句话并不足以让戴俊和云阳厮杀 他继续说道 胜出者只要不跟我争夺传承 我就发誓不杀他 他这句一说 戴俊一阵手中匕首 既然这样 那我就干了 戴俊本来实力和云阳差不多 云阳虽然上戒略早 不过修炼不足 戴俊和他半斤八两 不过关键是戴俊之前用自己的血肉兑换了一把匕首 而且现在也炼化了 而云阳却是血肉兑换了一块无用的玉剑 云阳 戴俊向你讨教讨教 有着黑泥一样身体的戴俊音笑了一声 双目放出阴寒的光芒 握着匕首刷刷的刺向云阳 云阳知道这是生死 有关当然权力一战 不过想要胜过戴俊恐怕很难 别看戴俊一把小匕首 这个时候还就起了主导作用 这可不是一把繁铁的匕首 这可是遵级宝物 云阳吐出自己的内脏不会死 可是如果被这把匕首刺中要害 那是必死的 匕首上射出的光芒 在云阳身上拉出一条条的口子 天色大亮 不少的精怪已经收摊离开 云阳想要借助那摊位躲避都困难 只好抓着那只断手 仓皇逃向密林方向 不过就在这时 他却看见密林边缘处 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头发湿漉漉 衣服也是破烂潮湿 就跟个洛汤的乞丐差不多 不过他拿着一把鱼叉站在那里 却如同一座山一样稳固 看见这个身影 云阳都要老泪纵横了 连忙跑过去 夜空 救我 夜空 都是我不好 我听刀店主说轮回电台室 夜空心中已经 怪不得云阳问完问题就变脸 原来这混蛋之前就知道了原始木的秘密 不过此刻不是责怪云阳的时候 他连忙打断 放心 云阳前辈 我们一起来就要一起走 更何况我们不是约好过完集市 在这里相见吗 云阳连忙点头 是的 代骏没想到夜空突然出现 他先是一愣 随即目中有怨度 不过他并没有冲上来 而是回头喊道 英阳 英阳 三百斤又着落了 什么三百斤又着落了 英阳带着李真志 从摊位后边走了出来 眼睛顿时就是一亮 其实在这个时候 每个人在他眼中都是仇人一样 别看天尊圣尊修为惊人 可是人性却是一样 英阳看戴郡狠独是敌人 看云阳博学是敌人 看自己儿子精明是敌人 而看见夜空 那更是他一心杀之而后快的敌人 原来是夜空来了 你不是已经退出了竞争 为什么还过来 英阳眼中阴寒 不过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 一步步的走来 如果出手对付夜空 他不介意出手 为什么还过来 夜空淡淡一笑 我听说你们需要血肉 好像不够的样子 我这是送肉上门啊 送肉上门 你倒是真有自知之明 好 英阳脸上笑意更深 抬手一指云阳喝道 云阳 交出你的那把钥匙 然后退出竞争 我给你一条生路 戴郡也跟着哈哈打笑 夜空 虽然我和英阳他们不是一个门派 可是你人品太差了 不管哪个门派都想要你死呀 不过云阳上了一次当 岂肯再吃亏呀 英阳 你又忘记了 我是可以感觉别人对我善意和恶意 你对我根本没有善意 而夜空对我有善意 所以我宁可把钥匙交给夜空 云阳一抬手把手中的断掌交给夜空 这断掌 这断掌正是百利尊者的 等夜空听了云阳讲述 顿时眉头皱起 眼前已经浮现出一只黑赤鸟的形象 第2525集 夜空 你拿着钥匙只有死得更快 戴俊和英阳和李真志 已经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把夜空包围其中 眼看大战在即 不过夜空却是白手 别 我想我们可以谈谈合作 谈合作 你凭什么合作 英阳冷笑 钥匙和血肉 夜空冷横一声 抬手从树后 拖出一具尸碌碌的尸体 正是百利尊者的尸体 这 在场人等都没想到 夜空居然带了一具尸体来 这样一来又有新的情况出现 现在八把钥匙已经齐聚 随时可以打开轮回殿 在场人等除了云阳 所有人都想要独占盘古的船长 究竟是打开轮回殿以后火拼 还是先来一场大战 再由最后的强者 打开轮回殿 如果现场有一个实力 远超其他人的强者 那么出现的情况 无疑是后者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在场人等各自 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实力都差不多 而且还会发生 意想不到的联手 在利益面前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鹰眼犹豫了好一下 终于开口 很是不甘地说 我同意先开轮回殿 带俊也犹豫了一下 最后也点头 嗯 我也同意 李真志确实问 那我们要不要 谈清里边宝藏的分场 谈个屁 谁抢到的就是谁的 李真志也是一下蒙住了心 瞬间明白了拐 大家要争抢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盘古的传承 得到那个传承 就得到了一切 还有决定别人生死的机会 其他的宝藏 还有谈的必要吗 好吧 那我们去把最后一把钥匙 换来吧 戴俊抬手一招 夜空拉起百利尊者的尸体 众人保持着距离 走向急使之中 夜空 我问那个刀店主 他说这轮回店 其实就是原始的墓 他听说过那些老的精怪传说 里边有历代轮回时代的壁画 走回的路上 云阳不再隐瞒 后悔不迭道 我当时也是猪油蒙了心 就想要得到传承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壁画和保护 追寻其中的秘密 夜空并没有吃惊 他已经知道那是原始的墓 只是他疑惑的是 那墓里面到底有什么 原始的身体已经化成一罩的粉末 散落在混沌中 这墓里还有什么 里边到底是原始留下的传承 还是盘古留下的传承 不过很显然 夜空已经把石碑怪排除了竞争者之列 可是那个神秘的竞争者是谁呢 把两具尸体送给女店主 拿回了原本夜空的那把钥匙 两具尸体已经远远超过了三百斤 所以和女店主讨价还价之下 在场五个人 每人可以挑选一件兵器 最先上场的是云阳 他取了一件巴掌大的子铜小钟 据说叫做东黄钟 是一件很强的防御类宝物 第二个是手中一件武器都没有的鹰野 他走过去把一套攻击力很强的 轩辕双剑取了 第三个上去的是戴军 他取了一件很是奇特的东西 不是攻击宝物 也不是防御宝物 而是一个特殊的宝物 白慎镜 据说可以反射任何 在自己控制下界面的景象 戴军取完 湿湿然站在椅边 对着夜空阴冷一笑 夜空第四个上去 女店主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宝物 夜空抬手取了一块 可以显出很多隐藏危险 和禁止的显化惊喜 最后是李真志上去 他是这里实力最低微的 没有什么话语权 走上去以后已经没什么可拿的了 他苦笑了一下 看着面前一张戒内随机传送符 抬手收了 这里势必 大家不再迟疑 一起原路返回轮回殿 此刻已经是下午时分 呼风袭袭 密林之中大手一样的树叶 轻轻摇曳 那巨大的树叶颜色翠绿与低 表面仿佛有一层发亮的油彩 来回摆动间 发射出道道的白光 照到下边走过的一群人心里 都是一阵阵的恍惚 夜空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仇恨 鹰眼走到夜空的身边 开口笑道 其实你在地球二十多年 我一直很支持你带领大家修炼 嗯 夜空不至可否 夜空 我想你应该知道 如果继承了盘古他老人家的传承 虽然强大是强大 可是遇到麻烦也更多 你知道你将会和谁成为对头 鹰眼此举倒不一定是要劝夜空退出竞争 他只是想用这些话语 在夜空的道心上留下一道裂痕 如果在接下来争夺关键时刻 这道裂痕说不定就会起到作用 最关键的时刻 哪怕只是一刻的犹豫 结果就是生和死的距离 夜空当然不会让他得逞 混沌咯 我可不怕混沌 说起混沌 我倒是想起我还有一个神界强者 就让你这个尊界强者在混沌中受了伤 你是不是一直记到现在呢 听说是你一生的耻辱啊 臭小子 鹰眼心中大怒 不过却是使劲克制着自己 一定要在大战之前保留清明如镜的道心 当一把把的钥匙插入轮回垫四周的锁孔 一道道的光柱从四周的小路上笔直射出 射向坟形的小山的上空 那本来显得很简陋的小山头 在数百道光柱的回应下 终于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八把钥匙五个人 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方位 不同的门前 心中的紧张却是一模一样 尊级强者在如此宝物的诱惑之下 也不由地手心出汗 最后一个投入钥匙的是鹰眼 机械的响声之中 轮回垫四周的地面上 已经有无数的裂口出现 好几百条各色光柱 全部射向小山尖尖的山顶 所有的光柱都汇聚在一个点上 仿佛好像几百根不同颜色的细竹竿 就这样撑着 与此同时 从地底深处一股隆隆的响声响起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脚下地面的站立 来了 快了 鹰眼双目中的期待更深 对面一个门前 夜空也是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地面的抖动越来越厉害 肉眼都能看见眼前山头的震动 突然 毫无征兆的抖动猛然一停 在看天空之中 数百条光柱汇聚在那一点 一道灰红的金色光柱出现 笔直向上下延伸 金色的光柱向下 当然是刺入围形小山正中顶点 而向上 则是延伸向天空的尽头 不知道哪里茫茫的未知 金色的光柱很快就连接了下方的小山 不过现场还是很平静 五个人都抬起头看着光柱向上延伸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这片世界的天空之上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八把钥匙保存在那里 打开轮回夜 还是要连接到哪里 正在夜空心中好奇 他的双目顿时已收 只见金色的光柱刺破天空 顿时就有金色的火焰 好像流水一样顺着光柱 飞速流淌了下来 五个人都是双目之中满震惊 因为那金色的火焰 根本不是他们所认识的 其中带有的威力前所未见 金色的火焰一下就留在了小山头上 只是一个瞬间的功夫 小山头上所有的植物和泥土 全部被焚烧干净 消失一空 露出了轮回殿本来的面目 原来这就是轮回殿 瞬间 金碧辉煌的宝光照亮了五个人的眼睛 夜空这辈子见过很多的大殿 巨殿 也见过很多奢华的殿堂 可是从来没有如此一栋建筑 可以让他心底生出一种 顶礼膜拜的感觉 只有真正的超强者 才能住在这里 五个人暗自说道 看着面前圆形的大殿 原来外边简陋 那只是因为时间太久 沉寂太多 真正的轮回殿 终于露出了整容 快 鹰眼第一个冲进殿中 黑风一卷消失当场 其他四个人谁也不是傻子 呼呼的声响之中全部消失不见 只有四周的密林依旧在沙沙的摇曳 油亮的页面反射出耀眼的白光 第2526集 大殿之中 地面如同光滑的镜面 黑色油亮 高大洁白的柱子只差天空 支撑穹顶 而从穹顶的中央 有一道金色的光柱 好像利剑一样直插地面 从光柱上 有滚滚的金色烈焰流下 人影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他们都站在大殿之中 夜空抬起头 感觉自己好像无比的渺小 高山阳指一般的抬头观看 他的目光顺着那金色的光柱向下移动 这才可以看见金色光柱正照在地面上一个长方形 好像棺材的白色石材上 此刻那长方体整个被金色的火焰覆盖 也看不见下边到底是什么 而在长方体的外围 是一个圆形的池子 池子之中蓄满金色的火焰 将夜空等人隔在外边无法地接近 空空的大殿没有其他的宝藏 鹰眼抬眼回顾四周 发现这个大厅虽然大 可是除了眼前这个被金色火焰包裹的棺材 其他事一无所有 笔画 果然有笔画 对于云阳来说 那些墙上绘画的精美壁画就是他最大的宝藏 爹 李真挚开口询问 意思是要不要阻止云阳 由他去 鹰眼早就看出 墙上壁画根本不是宝物 除了云阳这样的神经病喜欢 其他人白送都不要 鹰眼 你怎么看 带骏站在金色的火焰虎边 扭头问一边的鹰眼 鹰眼双目已收 却是看着夜空 夜空 你不是一向胆大心系 我想这里唯一的宝藏就是盘古传承 而东西就在里边的棺材里 那里或许不但有传承 还有盘古前辈的尸体 你去拿吧 李真挚和戴骏都是哈哈大笑 因为他们都看得出来 这金色的火焰并非一般的火焰 根本无法越过 通道一点就是一个字 死 不过夜空却是不搭理他们 一抬手取出从女店主那里得到的显化精石 显化精石被夜空捏得粉碎 随后他挥手一扬 那些细碎好像有着闪闪灵光的精石细屑 顿时飞到了天空 瞬间 在那金色火焰上烟壶面上的空气中 出现了很多笔直绿色的光线 一道道以排排互相的交错 就好像密密码麻麻的网格 众人都吸了一口冷气 如果有人自作聪明 想要从这金色火焰之上飞度 那后果恐怕不是很好 那边 李真志突然抬手一指 只见金色火焰上空并不高的黑色光影 三个黑色光影浮在空中 在绿色的光线之上 仿佛什么空间基座都留在了那里 那是什么 鹰眼和戴俊同时一惊 不过鹰眼端的是老刀 惊艳丰富 不对 那三个点是搁东西的 现在基点仍在 搁着的东西却是不见踪迹 鹰眼说完回头鹤道 云阳 把你的东黄中借来一用 东黄中就是云阳在女店主那里得到的保护 本来准备用来防身的 不过他见到了眼前的壁画 其他也不想要了 不想参加竞争了 所以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东黄中给扔了过来 鹰眼抬手接过简单的练画 双目以宁 喝道 贬大 去 东黄中化成一个高达树杖的巨物 刚好稳稳地落在那三个半空之中支点之上 发出沁人心肺的清脆钟声 本来大钟落下发出钟鸣 这是意料之中 可是当大钟稳稳地落下以后 连绵不绝地钟鸣连续响起 只听叮叮咚咚响个不停 这东黄中也是远古一箭超强的质宝 发出的钟声不但有防御的作用 更有清新明智的作用 原来是这样 众人抬头去看 这才看见原来有一道非常阴暗的光线 正是从藏宝阁那边射过来 这光线非常的暗淡 在天空之中 灰红留下的黄黄金色光焰之下 竟然无人能够注意到这道光线 这光线从藏宝阁的方向射来 刚好从高高的正门上方一个孔洞中射进 光线直射在轮回殿中央的金色光柱上 而当东黄中出现以后 刚好挡住这道射来的光线 这道射来的光线被挡住以后 那边金色的火焰 顿时仿佛触动了某种机关 发生了改变 看 李真志吃惊地抬手一指金色的火焰池子 只见那尺中一块块石板浮出的火焰 悬浮在空中 连接成一座悬空的廊桥 而在这石板左右也有大量的阵法放出 将那些绿色的切割射线挡住 凭空出现了一条通向中央的浮桥 更让大家双目之中贪婪大气的 是那池子中央的金色火焰 也开始了停止流淌 露出下边一个长方形 洁白如玉的巨大石棺 这还没有完 众人吃惊的双目之中 又看见那巨大石棺上 有着龙飞凤舞 湛蓝色字迹缓缓地出现 石棺传承 就连一直在潜心观看四周壁画的云阳 都被吸引了过来 目中满是惊异地看着中央那雪白的巨大石棺 几乎是同时 几个人全部飞身跃起在那飞幅的石板之上 真智 给我守住后面 鹰眼大鹤一声 当先奔跑在通向石棺的路径上 一声边响 龙骨鞭重重地打在后边的石板上 那石板也不知道是何物所造 在金色的火焰之中都可无恙 龙骨鞭虽强 可是却无法奈何石板 不过夜空和戴郡却不是石板 被这蚁鞭抽得只好后退半步 眼看失了仙机 戴郡大吉吼道 夜空 你上啊 我的武器太短 你放出鱼叉 其实不用带俊喊 夜空当然要放出鱼叉 此刻生死在于一线 若是鹰眼得到传承 肯定不会让夜空活着离开 鱼叉如同一道极定 三根叉间发出耀眼的蓝色光亮 猛地扎向李真志 又是一声边响 光影闪暴之中鱼叉被抽得倒飞出来 显然龙骨边要比鱼叉好太多 是你仙人板板 也不知道盘古 为什么要这么照顾这小子 夜空开口怒骂了一句 接住鱼叉 再抬头去看 鹰眼已经跑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妈的 金兰 戴郡也顾不得手中匕首稍短 直接握着匕首冲了上去 不过这个时候 李真志却并没有继续和他们纠缠 而是震退了野空和戴郡 他也跟着鹰眼狂奔过去 没有人是傻子 戴郡立即跟着喊道 李真志 不但是鹰眼的儿子 你也是竞争者 抢啊 别让鹰眼夺得了传承 他这种人可不会顾念亲情友情 夜空冷横一声 哼 你比他还比之不如 戴郡一边追一边回头 看看野空也不多说 他说的没错 李真志也是要传承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老爹的阴影下生活 他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 更何况鹰眼除了生出他 就对他不闻不问 哪有什么关系 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骨肉亲情 这次李真志也是带着梦想而来 怎么甘心为老爹做假衣 面对强大 人人都不能抗拒 虽然楼仪也要投胜 可是如果能成为强者 楼仪也会拼命 李真志双目之中光滑闪动 挥舞着龙骨长边紧追不舍 鹰眼已经跑下了一半 听见戴郡呼喊 回头看见李真志追了上来 鹰眼顿时大怒 五逆子 你追我作甚 速速将野空和戴郡拦住 帮我接受了传承 日后岂会怠慢于你 不过任由鹰眼好说歹说 李真志依旧狂追不已 脚下池中金色的火焰翻轨 浮空石板上李真志极限狂奔 双目之中早已失去了 往日的谦和和训量 只有一片的坚持抗争 父亲 不 艾雾先生 我李真志听了你一辈子的话 而这一次我要听从我自己的话 鹰眼心中怒急 若是李真志帮他挡住后边的人 在这种一夫当官万夫抹开的场地 他得到传承的机会几乎是九成九 可没想到这小子关键时刻反戈一击 第2527集 混蛋 你我父子情分一刀两断 李真志我必杀你 李真志毫不妥协咬牙切齿 随便 我活了这么多年不是为你而活 是为我自己而活 我一定要听自己的 哪怕只有这一次 话音之中 他手中的龙骨鞭好像白色的毒龙一样 灵活的飞速钻出 好像一道白色的闪眼 龙骨鞭直击鹰眼后腿 你妈的 你这是招死 鹰眼祭出手中的双剑挡住龙骨鞭的攻击 被李真志这一纠缠 鹰眼前进的速度顿时大将 不过他还是远远超过其他人 已经隐约来到了三分之二的地方 那史冠之上的奇异文字 他已经看得清楚 李真志 鹰眼咬牙骂了一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拦住这二人 我鹰眼可以发誓得到传承以后 将自己拥有的一切分你一半 李真志哈哈打笑 还有先生 你也有求我的时候 不过晚了 你没看出来吗 这次我是铁了心要烦你 你妈的坟骨贼 你真以为我鹰眼只有这点本事 鹰眼厉声吼叫 我有遵者计的蠢货 吼声之中 他的一双眼球竟然飞了出来 也并不是完全飞出 而是后边带着一条红色的血管 他竟然想用这种办法提前得到传承 眼球飞出体外十来仗 不过他这样一来 对自己的防御能力就迟钝多了 一双轩辕双剑被震开 龙骨鞭搜的一声 鞭哨竟然缠上了鹰眼的后腿 滚蛋 真的想死 鹰眼从来没有如此仇恨过一个人 虽然他这一生仇恨过很多人 夜空算是让他非常恨的 可是和现在身后那人比起来 却是大大的不如 鹰眼这一生最仇恨之人 竟然是他自己的儿子 父子深仇更甚外人 我鹰眼一生所有被我恨的人 最后终究都是死了 李真志 我发誓 我必杀你 鹰眼撕心裂肺的吼声 在高矿光亮的轮回殿里回荡 而就在这一生之中 轩辕双剑滑 鼓气 血光奔现 鹰眼的右腿被龙骨边锁住 边上道刺一根根的勾入血肉 根本无法摆脱 因此鹰眼竟然自断右腿 没有参加争夺的云阳 摇摇看着悬浮石板上的场景 双目猛地收紧 震惊之余 自言自语 鹰眼虽恶 可是向导之心更强 幸好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争夺 比之他们 我大有不如 鹰眼此刻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前进 一双眼球拖着一根血红的血管 和后边的身体相连 而断了一条腿的鹰眼手脚并用 疯狂地前行 所过之处鲜血淋漓 腿可断 球道之心不死 鹰眼手脚并用速度竟然不下之前 不多时 已经走完了石板路的九城 而他的一双眼珠已经超过了石板桥 清楚地看见巨大的洁白石棺上的湛蓝色的符文字迹 字迹苍求而古朴 混沌初开 有魏化之精华 云成成灵 自号原始 弟子盘古于奔 一生为完全炼化仙石传承 乃何魏情所困 因此留下石之传承 只给有缘人 缘走他乡 什么 看见石棺上的开篇文字 鹰眼的心脏仿佛要跳出了喉咙 恨不得大喊一声 竟然不是盘古的传承 是原始的传承 原始啊 比盘古还要强大的存在 世上唯一的至尊 至尊传承万物都可以为之疯狂 谁都以为原始自爆以后 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散开在混沌 化成后人千千万 不懈的传承天命打破轮回 可是有谁知道 原来原始最重要的传承 却是留给了盘古 而盘古没有完全炼化原始的传承 就已经奥立在了尊纪 这次真是来对了 不枉我千百年的探索和等待 鹰眼狂笑一声 双手一脚在地上猛爬 速度竟然更快 后边李真挚和叶空 带骏看见鹰眼就要走到石板尽头 也是个个心中大惊 全部都咬牙疯狂地向前 向前 求道之路永远如此 奋力追赶绝不能落后一步 否则相聚的就是生和死 头顶东黄中高选 目骨沉中也敲不破心中的坚持 不过在石板上奔跑的人 耳中都有一个声音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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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全部挡住了他们的眼 遮住了他们的耳 掩住了他们的心 谁也没有听见东黄中的声音 已经变了 站在池边的云阳却是摇摇地观看 他注意到终生已变 抬头去看顿时双目瞪大铜铃一般 原来从藏宝阁的方向射来那一道光线 是带着力量的 这种力量一下又一下地冲击在东黄中上 所以发出那当当的钟声 很显然 东黄中放在那三点支架上并不稳定 于是在这种力量的敲击之下 东黄中越来越偏移 到了最后 中口的一处边沿 已经快要脱离一个支点 野空 小心野空 金色的火焰池水翻滚 云阳放声呼喊 此刻鹰眼的心已经快要从喉咙中跳出来 十米 还有最后十米 只是瞬间的功夫就可以到达彼岸 原始的传承 至尊 我是至尊了 可是就在此刻 最后一声钟鸣 头顶那紫童的锯钟 终于是滑出了第三点 剩下的两个点根本无法支撑 两丈高的锯钟发出最后的哀鸣 缓缓地缓缓地倾倒下去 东黄中这件强大的远古尊纪宝物 就这样一头掉进了金色的火焰池之中 金色的火焰仿佛烟火一样飞溅 可以看见紫童色的东黄中瞬间就变成了黑色 随后气化 东黄中毁了 不过这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从藏宝阁的方向射来一道暗淡的光线 再无阻挡 好像利剑一般穿透空间 刺激空气 叮得很轻微的一声 光线射在那通天的金色光柱之上 这是怎么回事 眼珠子飞在外边的鹰眼 突然发现洁白石棺上 湛蓝色的自己突然消失 而在随后 大量的金色火焰好像水流 好像瀑布一样流下 将巨大的洁白石棺完全地覆盖其下 这是怎么了 英眼下的眼珠子猛地向后收缩 不过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脚下的石板开始了晃动 而此刻 他已经站在了最后一块石板之上 距离船程如此地接近 一步之遥 可是也是生和死的距离 和这些石板浮出水面的次序一样 最接近石棺的石板 最先落入下边的金色火焰之处 而英眼所占的 就是第一块石板 这到底是怎么了 英眼根本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已经发现脚下的石板已经快要陷入了金色火焰 不要 鹰眼力声的嘶吼之中 他绝望地跟石板带进了金色火焰之中 不要 原始的船长我就要得到了 我就要得到了 当英眼的身体触碰那金色的火焰 他在脸上顿时浮出了可怕的死灰 他感觉到金色火焰的威力 那是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强大的元素之一 转眼之间 他身体之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了燃烧 那是一种从细胞之中放出的火焰 英眼 一个拥有八次元的尊者 就这样化成一团金色的火焰 瞬间成为一片围烬 被气化 在金色的火焰之中 不留一点痕迹 好在那些石板和出现时 一样是此地落下 所以越是跑到后边 这回倒是更加的安全 戴郡本来在最后一位 此刻吓得回头就跑 心中暗自骂道 你们跑得快 让你们全掉进下边 收拾才好 第2528集 石板的轰响中 一块接一块的石板 从中央石棺方向开始掉落 落入金色的火焰池中 沉入那火焰下方消失不见 夜空他们最快 也就是跑到石板路的中段 倒是来得及回去 当最后一声轰鸣结束 尘埃落定 最后一块石板 落入金色火焰下方 跑回来的三个人面面相去 惊魂未定 刚才的一幕实在是让他们心寒 跑第一的鹰眼 几乎就要摸到传承 可是确实就此殒命 甚至自己都没有弄明白 是怎么死的 不过鹰眼真的死了 李真志心中 倒是不由地生起一种感慨 毕竟是亲爹 很显然 鹰眼虽然没有尽到老爹的责任 可是李真志不知道的是 亲爹活在这里 就是他最大的仪仗 现在鹰眼一死 靠山倒塌 危险立马就找上了门 李真志 若不是你用龙骨鞭阻挠我 想必我就得到了原始传承 你这混蛋 最先发难的是戴俊 他黄口白牙一副 要找李真志拼命的样子 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 吃了天下大亏 全然不提要不是李真志的阻挠 他现在已经跟鹰眼同样的下场 李真志不是蠢人 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明白了戴俊的用心 剩下的四人 他李真志修为最弱 根本一个凡人 是在场三人看不起的存在 因此柿子剪软的捏 戴俊当然是第一个找上他 不过云阳倒是还没明白 开口劝道 大家刚才逃出生天 何必又要死伤 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到传承 不如凑凑主意 夜空淡淡一笑一拉云阳 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大型宝物 挡住那道光线 云阳点头 是啊 所以大家一起拿个主意啊 夜空苦笑 这云阳圣尊还真是心智纯良 那边戴俊确实道出了真谛 杀了这小子 有了血肉 不是什么都有了 云阳拍拍脑袋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杀李真智 用他的血肉 去换集市上的大型宝物 云阳说完不由的又苦笑 你们三人 只是用了一秒就想通 而我却是如此的愚钝 我真的不是个争斗的料 你们继续 我去安心研究 不管你们谁得到传承 我都会以尽一意辅助你们 帮你们完成天命 云阳说完大步离开 继续走到墙边观看壁址 身后哪怕天地变色 也不再多言一句 他这是真真正正彻底的放弃 在场三人 谁也不会再对他有任何的敌意 带俊点了点头 对着夜空又一摆手 别假人假意了 难道你不想得到传承 是原始的传承 说到这里 他双目中贪婪猛闪 没有人可以拒绝 至尊传承的诱惑夜空 你提上 干掉李真智 不过面对带俊热情的邀请 夜空却是淡淡的一笑 副手站着 带俊 难道你忘记你对我做了什么吗 你忘记了 我可没忘记 你这人 带俊笑笑摇头 你怎么这么记仇 我们是有过节 可是你别忘了 你是我世界出来的 在外人看来你始终是我的弟子 再说了 我以前也有错 我给你认错 我给你当中认错 我给你在天尊大殿上当中认错 带俊口口声声 说的义正言辞 质地有声 不过夜空回答的只有一句 那杀了李真智以后 你我又如何处理原始传承呢 夜空这句话问出口 带俊顿时哑口无言 不错 杀掉李真智容易 可是杀完以后 谁来继承原始传承 到时候大家势必 还是生死之仇 带俊尴尬一下 目光贪婪地看看中央实官 又看看面前两人终于开口 夜空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我带俊不想说谎骗你 杀死李真智打开通道以后 我当然还是要争夺原始传承 到时候 你我二人 凭实力 公平竞争 你看如何 他这一番话 说得倒是很光棍 很难忍 不过他的心中 却是冷哼 夜空 只要杀掉李真智 我自有办法 牢牢锁死你 可是就在此刻 李真智却是开口 夜空 虽然你要杀我 不过我对你却没有仇恨 不如我们两人联手 先杀掉这个可恨的一族 然后我二人 再公平竞争 转眼之间 夜空倒是成了 一个香啵啵一般 成为了争夺的焦点 三人博弈 本来就是如此合纵联合 不过让夜空 有些好奇的是 戴军为何一开始 就把李真智当作对手 按道理 戴军应该一开始 就邀请李真智 对付他夜空才对 夜空想不明白 也就暂时不想 微微一笑抱着胳膊 要打你们打 最好出去打 非要拉着我坐身 其实夜空有自己的想法 根本没有必要和这两人之中任何一方合作 让夜空郁闷的是 云阳这小子坚决不参加争动 否则帮自己挡一下这两人才好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是傻子 夜空不出手 戴军和李真智也打不起来 哦 我们两个拼个你死我活 让你来摘桃子 傻子都不会干这个事 何况戴军和李真智这两个精明人 眼前的局面其实最郁闷的就是夜空 他巴不得眼前两人打起来离开这里 然后他就有机会 可是现在这两人既不打也不走 更让夜空担心的是 这两个刚才还喊着打声打死的家伙 竟然开始没来眼去 夜空开始以为这两人是想合伙攻击自己 可是随后却发现 两人竟然开始分头迂会 向着那边已经放弃争斗的云阳接近 可恶混蛋 云阳已经放弃了争夺 夜空怒吼一声 可是那边云阳已经陷入对壁画的思索中 神念屏蔽了外边一切的声音 专心思考 夜空 你他妈管的真管 戴军顿时勃然打怒 只是李真智挡住出口他这才传音 夜空 你不要让我忍无可忍 我已经对你忍让了一步 没有联合李真智攻击你 你若是再当我们杀云阳 休怪我戴军一点情面都不讲 夜空冷笑 你何曾对我夜空讲过情面 总之云阳是我的朋友 你想杀他 我不同意你 戴军哈哈笑道 你把自己当个人物 我要你同意 说完他回头喝道 李真智 我缠住夜空 你去杀云阳 不错 李真智的实力确实和其他人没办法比 可是他确实有着盘古的眷顾 也不知道盘古前辈为什么这么宠他 竟然给了他一条实力超凡的龙骨鞭 在盘古构建的空间之中 所有尊级强者的实力都被压制 压制了九成九 在这种情况下 李真智一条超级强大的鞭子 不但保证了他自己的安全 而且用他来杀人更是得心应手 有了这条鞭子 云阳比败 必死 可怜云阳遭受无望之灾 他本来有一件东皇忠倒是可以自保 可是现在东皇忠都没有了 又是赤手空拳 更重要的是此刻他已经全心全意沉浸在墙上的一幅壁画上 就连打雷都听不见 李真智手中甩着节节相连的龙骨长鞭 一步一步接近走向茫然不觉的云阳 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 倒映出他宁笑的面孔 再说那边野空 虽然口中大喊云阳醒来 可是云阳却是根本听不见 而戴郡手中拿着匕首也冷笑地挡住野空 在这里 戴郡要搞死野空恐怕不是那么的容易 可是要挡住野空纠缠住野空 那基本上不是一件为难的事 他可以做到 绝对可以做到 是你先板板 像你这种人就该去死 夜空咬牙切齿地骂 你做的事情就装装渐渐光明磊落 戴郡阴瑳瑟的笑 那你从我世界出来 我的世界给你提供了一切修炼条件 你也没报恩呢 我不敢说我光明磊落 可是我夜空做事没有一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愚蠢 我等修炼之人还讲什么良心 我从做下界修士的时候 就忘记了这两个字 我提醒你 夜路走得多是会遇到鬼的 太不讲良心道心也会有缺口 夜空话音未落 已经绕过戴郡冲向云阳 第2529集 放心 我戴郡已经五次远了 不用你一个被剥夺尊纪资格的人来教我如何培养道心 戴郡笑声之中 手中小匕首已经放出漫天的光影 挡住夜空的去力 清脆的金属撞击之声 鱼叉和小匕首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夜空身影一转 如同风车一般 手中鱼叉更是洒下漫天的黑影 不过戴郡这一回也 口中利吼一声 这快啊 说完全力推动敌手 仿佛长剑一样的光影 奋力挡住夜空 那边李真志已经来到了云阳身后不远处 其实李真志这辈子做惯了乖宝宝 还真的没杀过人 可是这段时间在盘古的心湖洞府之中 所见所闻让他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特别是刚才袭击鹰眼发生的血淋淋的一幕 他发现杀个人貌似也没啥难过 杨前辈 虽然你我无怨无仇 甚至你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师 让我心生敬佩 可是 我还是要杀你 因为这里只有你最好杀 李真志心中默念了一句 双目之中已经运起无边的杀机 云阳 对不起了 李真志隔着老远 龙骨边的鞭烧卷向云阳脆弱的脖梗而去 李真志 正在和带郡战斗的夜空 双目之中立色狂闪 猛然喝出一句 停手 我有东西能挡住射线 夜空本来一直都不愿意说 就想等他们离开自己享受胜利的果实 可是眼看云阳要被杀 他如果还是那么自私的话 这不是他的风格 所以他只好开口 你有东西能挡住 李真志一愣 不过那龙骨边在惯性的作用下 还住了云阳的脖梗 你们干什么 正沉浸在天马行空思索之中的云阳受到攻击 猛然睁开了眼 立声喝道 我都已经退出争动 你们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不过李真志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回头看着夜空 口中不信 夜空 我给你一秒钟的时间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你给我拿出来 否则的话 我只要手一动 龙骨边上的道刺就会伸出 到时候 听见李真志这样说 云阳才知道夜空又一次救了他 哼 我就知道你小子有秘密 戴俊冷横一声收起匕首 不过还是挡在夜空的面前 防止他钻了空子 夜空当然知道有东西可以挡住 他并没有往前走向云阳的位置 而是往后退了几步 这样他更加靠近金色的火焰池 然后只见他抬手对着轮回殿外一招手 开口喝道 过来 所有人都扭头往外看 而他们看见的是一座巨大黑色大杯 背一张金灿灿的鱼网 飞进轮回殿 直接飞向池子上空 原来那三个基点 就是专门安放这石碑的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轰的一声 石碑落在半空中的三个基点之上 顿时卡死在上面 挡住藏宝阁射来的光线 这可比东黄中要牢骨得多 当光线被挡住 池中的金色火焰之下 又有一块块石板刺激升起 就好像是缓缓给面前的各位 打开了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 夜空 你小的果然藏着东西啊 所谓图穷比线 见船程碑落下巨大的身体 当那条悬浮着石板路出现 又是一轮争夺开始 戴俊一拨手中的匕首 已经发疯一样的扑了上去 与此同时 后边的李真志也顾不上云阳 一抬手撤了龙骨边 也是狂奔向石板路 不过这一回 夜空早有准备 他跑到了第一个 后边紧跟的戴俊 李真志来得慢 被甩下了几步路 戴俊紧跟着夜空 不过还是慢上了三四块石板 就是赶不上 他边跑边咬牙切齿 夜空 让我得到传承 辅佐我成为至尊 我不会亏待你 夜空根本不搭理 小子 你会后悔的 戴俊怒吼一声 手中匕首放出三尺光滑 随后猛然砸向夜空 哼 戴俊 没用的 夜空回头 鱼叉扫过 将匕首扫开 用个抬手臂 等住 只见那金色的鱼王猛然降下 就好像一个屏障 一面珠网一弯 将戴俊挡在后面 戴俊 你别动 你一动就会被兜进去 夜空哈哈一笑 回头狂奔 终于甩开了戴俊 直奔原始的船程 风水轮流转 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 大家又跑在了这条石板路上 不过不同的是 这次夜空跑在了第一位 不过他的命运 是不是会和鹰眼一样 显然 不同的人 有着不一样的浮远 发生的结果 也是不一样的 就在夜空中 于通过石板路 二分之一的位置 站在余网后边的戴俊 终于双目之中一片阴寒 开口一字一句 夜空 你速速回来 说话之间 在兜里一掏手掌一开 一颗暗青色的金石 在下方熊熊金色火焰的映照下 更显诡异 你仙人板板 我怎么可能回去 说的梦话 夜空冷横一声 头都不回 直奔中央使官 夜空 你回头看看这是谁 后边石板路上 戴俊站在金色的鱼网后 淡淡的微笑 夜空本来不相信 戴俊能搞出个什么 不过等他一回头 顿时双目猛然一收 脚步为之一顿 停住当场 只见戴俊左手 打出一道笔直的光线 透过显化的水晶 那光线就好像是 放电影一样 分解成七色的光雾 而那大片的光雾 在金色火焰池的上方空间 组成一幅景象 景象之中 一个婉约的身影 竟静静地站立在一个 好像封闭的空间之中 一动不动 则林 夜空双目弩张 额头青筋暴起 脱口而出 戴俊 你必死 戴俊看见夜空如此急躁 顿时就知道有心 其实他之前抓住陈则林 就是想万一在关键的时刻 拿捏夜空 不过到了他们这个级别 一般对女人已经不是那么在乎 但是戴俊却是为了对付夜空 专门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了解过夜空 知道此人重情意 哼 多情种子夜空 你要我死 我就先要他死 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就在我的随身空间之中 此刻夜空已经过了石板路的终点 要得到传承 他的机会要比戴俊和李真志都大 不过此刻放弃陈则林 脚下火焰尺钟 金色的火焰熊熊 翻滚涌动 剧烈地旋转 金色的光芒将夜空的脸上 都撒上了一层金粉 虽然原始至尊传承就在眼前 不过放弃自己所爱的人 他做不到 他永远都做不到 你要如何 夜空猛吸一口气 心中已经暗自判了戴俊的死刑 夜空虽然经常都喜欢说 我夜空从不受威胁 其实一般说这样话的人 最怕威胁 我要如何 戴俊哈哈一笑 手中光线一收 天空之中的光影 化成一片烟尘消失一空 随之 戴俊的脸色一闪 副手站在鱼网后 双目比以往瞪得大得多 一字一句 我要至尊传承 好 此时此刻 夜空只有秉析点头 但是 戴俊大手一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在这里可以答应你 你保我得到至尊传承 我保你和你的女神不死 我戴俊若是成为至尊传人 你不过是我眼前的一只一虫 我不跟你计较了 说完 他双手附在身后 拗手昂头 放我过去 夜空只好抬手一指 金色的鱼网上 顿时张开了一个小门 戴俊如同玉帝东游一般 背着手 傲然迈步 跨过鱼网口中又是一声 挡住后边的李真志 是 夜空咬咬牙 只好忍气吞声 抬手又是一指 金色的鱼网顿时又隔手 把后边的李真志 完全隔绝在后边 我就说过 你会让我得到至尊传承 戴俊放肆的大笑 在轮回殿来回激荡 他踏着笑声 走过中心殿 走过夜空的身边 第2530集 夜空 以后乖乖听我的话 我会好好待你的 戴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拍拍夜空 又直指后边想要用龙骨鞭抽贺鱼网的李人志 挡住那小子 全力挡住 别忘了 你爱的女人还在我的腰包里 戴俊大小三生越过夜空 独自走向池心 那洁白的巨大石棺上 又一次显露了湛蓝色的文字 他已经在琢磨 这些文字就是至尊传承吗 好像有点少 等会儿靠近了再说 夜空 你混蛋 你怎么能让陈泽霖 被戴俊那混蛋拐走 当戴俊放出陈泽霖的光影 一直疯狂追来的李真志 竟然红了眼圈 夜空淡淡走过去 他本来以为李真志 疯狂地抽击渔网 是为了冲过来抢船程 却没想到李真志 竟然也是对陈泽霖太过关心 我也没想到 夜空叹了一口气 回头看看 越来越接近石棺的戴俊 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李真志却是怒道 夜空 你傻呀 就算是戴俊得到船程 他也不会放过你和泽霖 虽然他说了保你们不死 可是他折磨你们的手段做得是 这都不知道 你怎么做尊者的 你个傻叉 夜空被他骂得心头火气 我又有什么办法 当时进盘洞 我哪里知道进去就出不来 哪里会知道这么多年 哪里知道泽霖 会被戴俊拐走 话说到这里 李真志却是突然创然一笑 没用的东西 虽然你比我强大 可是你不弱啊 九泽霖还是要靠我 靠你 石板路下火光正熊 金色的火焰翻动 光线忽明忽暗 映得李真志脸上忽闪忽闪 他难难开口 我这一生有一个不想爹的爹 有一个不是朋友的朋友 爱了一个永远不会做我女人的人 我真是失败 说完他回头清贺 贪酷前辈 我答应你了 随着他这一声 轮回殿外传来一声声急促的声音 那声音仿佛带着无边的兴奋 在鸣角声中 一只人面黑赤的鸟发疯一样冲进殿来 以最快的速度仿佛一颗子弹一样 冲进李真志的胸口 黑色的鸟毛猛然震来 就看见李真志脸孔一下就黏曲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身体之中疯狂的冲撞 仿佛有一个魔鬼端进李真志的皮囊之中 使劲的扭动 这是怎么了 夜空吃惊后退半步 从李真志身体之中依然不停传来鸟书兴奋的嚎叫 而跟随那鸟鸣 李真志身体之中的动静也越来越小 夜空站在金色的鱼网后吃惊看着这一幕 直到最后 李真志扭曲的脸对着夜空微微一笑 在下一秒 一股磅礴的力量 从李真志身体之中猛然荡开 他暗淡的眼睛瞬间锐利了起来 只是一转眼 李真志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般 此刻 戴俊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他也发现后边的异样 回头怒道 夜空 你在干什么 你挡住他 你不要你女人的命了 夜空愣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回答 李真志倒是冷笑一声 轻蔑地看着夜空 你能挡得住我 话音之中 他手腕一抬 龙骨边皮链一般的当口抽落 面前金色鱼网 仿佛一张废纸一般 一分为二 戴俊始终关注后 发现李真志被黑鸟夺射以后变得强大 他心中已经 连忙加速奔向石棺 不过现在的李真志可不是当初 他手腕又是一走 龙骨边顿时变成一条长蛇一般 疯狂的伸展 转眼之间就跟上了戴俊 戴俊一下被龙骨边缠上 李真志又是手腕 龙骨边收回 戴俊又被拖回到夜空审人的位置 这 戴俊心中骇然 此人的强大不可想象 他不由地开口问道 前辈 您到底是谁 李真志也并没有杀死他们之心 五百纪元以前 杭谷为情所困 留下自己的责任和现实传承 独自远走界外 临走之时 他分出神魂一缕 守护他留下的一切 等待那有缘之人 脚下金色火焰熊熊 李真志双铜也是金光一眼 第一百个纪元下来 他留下的一手修炼成名 我心不以为意 第二百纪元下来 他留下的宝物修炼成名 开始照着他留下的典籍修炼 我也不屑意 第三个纪元下来 就连他留下的金石都开始修炼成名 甚至有精怪劝我坚守自盗 我依然是断然拒绝 可是到了第四百个纪元 该等的人还没有到 就连轮回点的石碑都修炼成名 我终于无道了 李真志眼中顿时锐利 原来世间万物都有向道之心 说着 他低头看着夜空 你说的道就是枷锁 不错 而打破这层层枷锁 就是世间万物的本性 他们要打破这重重枷锁 迈向更高的天空 得到超越一切的大自由 也包括我 也包括我 这四个字几乎是吼出来的 吼声之中 带骏双目之中已经惊恐 你就是盘古的一丝神魂 你坚守自盗 你背叛了本尊 你 你这样我们如何与你斗 所谓的至尊传承 原来我们永远都得不到 不过夜空却是要冷静许多 不对 如果前辈 你一直安心守护在这里 你如何能知道里边的石碑也变成精怪 而且那些藏宝阁的武器和精士 我想盘古本尊在布置这些的时候 他不会想不到 他一定会设下封印 夜空的话 像一拳打在了李真志的脸上 不过他却是无法反驳 终于微笑一下 不错 你很聪明 我承认本尊刚走 我就开始有蠢蠢欲动 不过你知道吗 我给了你们机会 我就猜到李真志成为八人之一 其中就有阴谋 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李真志杀了 那你的计划就失败 只是那八把钥匙却是凑不齐了 啊 不对 凑不齐钥匙没关系 石碑怪能逃出去 想必您老就能进来 一定是本尊当年就已经想到你会叛变 所以设限了禁制 所以你不得不非要借助李真志的肉身 戴俊也幡然醒悟 所以你给了他一条超强的龙骨鞭 保他不死 你们都很聪明 李真志哈哈打笑 本尊设下的禁制只有一条 那就是只有有人心甘情愿把肉身给我 我就可以成为第九个竞争者 这是我给本尊守了五百亿年 洞府应得的报酬 其实这里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而我们这些竞争者所做的一切 无非就是在逼迫李真志 让他心甘情愿陷肉身 是吗 完全正确 戴俊眼看就要得到传承 可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自己机关算金 最后也只是一个给人做嫁衣的炮灰 这一缕盘古的魂魄是永远都不会允许别人得到传承的 说什么想道之心 其实无非就是你也起了贪婪之心 我早说过 至尊传承世间万物都无法抵抗这诱惑 不止传承这么简单 李真志眼睛遥望石板路对面 产生繁华崩坏 化成一片混沌 这就是无法抗拒的轮回 你们可知 每当有人违反法则 这个世界就会崩坏一脚 原始违反法则 盘古违反法则 圣尊们违反法则 越来越多的修炼者违反法则 说到这里 李真志双眸放出恐惧的光芒 最重要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混沌的秘密 经过这一次盘动的打开 混沌已经越来越难耐 开启轮回时代快了 开启轮回时代快了 现在已经在崩坏 你们不知道而已 说完他出了一口气 所以我不但是向道之心 给予这至尊传承 更重要的是 我不能在这里等死 我要得到强大的力量 我要变得更强 就好像当初本尊一样 我要打开界外的通道 我要逃离 夜空一直在听他说 可是当听到最后四个字 夜空双眸之中一片冰冷 看着面前的李真志 又或者是盘古的魂魄 他缓缓地摇头 前辈 虽然你是盘古前辈身上的 一缕魂魄 带着盘古前辈的标识 可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你不配成为第九个争夺者 你 不配 第2531集 你 不配 夜空口中突然爆出一句 这句话却好像是一根火柴 迅速点燃了一团火焰 李真志手一抖 龙骨链就像毒蛇一样缠了上来 虽然夜空试图用鱼叉抵抗 不过无效 别忘了 夜空在这里是手压制 而占有李真志肉身的盘古一魂 却是刻意为所欲为 夜空的鱼叉被抛入金色的火焰池中 龙骨边轻而易举缠住夜空的伯格 一股冰凉的气息透过皮肤 传入夜空的身体 龙骨边锁死夜空的脖子 为什么说我不配 你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盘古一魂双目之中闪着愤怒的火焰 他凑了过来继续说道 本来我不想杀你们 你们都是青年才俊 可以作为我的左保右臂 可是你却激怒了我 确实 如果夜空骂几句娘他都不会计较 他最怕听见的就是他不配 他没资格这种话 夜空虽然被他的龙骨边牢牢的锁死 甚至随时会被弹出来的道次刺破嗓子 不过还是一字一句 你确实不配 因为你和我们的想法不同 我们这八个竞争者 每个人心中想的是得到传承 对抗混沌 改变混沌 打破轮回 虽然我们不一定人人能做到 可是我们不像你 还没有事 就想要逃走 轮回殿里火焰熊熊 除了夜空的声音没有其他的声音 带俊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看着盘古遗魂脸上 阴晴闪烁不定 夜空继续说 你还没有尝试就想要逃走 就想要离开 你就是懦夫 就是逃兵 原始留下的传承不是给你逃命的 是用来抗争的 宽广的大殿之中 夜空的声音来回回回荡 前辈 你别听他的 他就是个冷头青 其实逃跑也挺好 到时候记得带我一起走 带俊赶紧黑黑地笑着讨好 滚 盘古遗魂开口骂了一声一抖手 竟然松开了夜空脖子上的龙骨边 小子 你和当年的盘古一模一样 只是你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盘古遗魂说话之间 已经一步一步走向中央使官 声音从那边传来 原始至尊自己都无法打破轮回 他留下的传承就能让你打破轮回 幼稚 盘古遗魂这句话已说 在场的三人全部都是身体一阵 那边云阳觉得有些迷糊 抓抓头 好像是这样 原始那么强也没有打破轮回 我们继承了他的传承 就算是把实力提升到原始那样 终究还是死呀 带俊更是连连点头 对对对对 还是逃出这里靠谱 管他什么轮回时代 我们跳出三界外 独善其身就可以了 夜空虽然没有开口 可是目中却是一片的迷糊 看见没人反对他的话 盘古遗魂哈哈大笑 信不走到那白玉石关前 指着那根金色冲天的光柱 看见没 这个通向的就是界外 这个金色的火焰 也是引来界外之火 原来是这样 带俊夸张的惊叹 那我们只要顺着这条光柱 直接向上 那岂不是就可以逃出去了 盘古遗魂摇头 不行 这里通向界外的金色火焰的死地 真正的通道就是这盘洞 那才是通向界外的通道 只是可惜被本尊毁了一半 众人这才明白 怪不得盘洞是一条辖场的通道 原来是通向界外的 好了 现在我要去盘古传承了 盘古遗魂一摆手 让其他人不要说话 他并没有去看石关上湛蓝的文字 显然那些并不是传承 如果死掉的鹰眼知道 他临死也要多看一眼的文字 只是一些木指名 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气得 从火焰池里爬出来 洁白石关的沉重关盖 被盘古遗魂推开 那巨大的石关里并没有尸体 只有原始一套衣甲 原始的墓是衣冠墓 他的弟子盘古 为了敬仰祭拜所见 而关中除了一套衣甲 就是传承 除雷 潘古遗魂沉和一声 夜空等人远远地看着 就看见石关之中有金光颤颤 随后一个四字方方 大约小孩脑袋大的金色小杯 飞扑了出来 那个金杯表面光滑溢溢 目不可直视 四周空气之中 都包裹了一层彩虹样的光芒 一看就是神奇之物 原来这就是传承杯 夜空等人全部都是满眼睛色 看见此杯 潘古遗魂眼中也是贪婪之色猛增 连忙抬手接住 用另一只手轻轻摸缩着杯体 口中自言自语 当年看见本尊每日摸索演习 我就想着如果有一天 我也能得到这强大之物 想不到今天竟然梦想成真了 看见潘古遗魂得得传承杯 夜空带骏云阳都是无可奈何 毕竟在这个世界中他就是老大 决定一切的人 潘古遗魂并没有犹豫 也没有离开 他自存自己实力强大 直接当场盘膝坐下 将传承杯放在眼前就开始炼化 给我炼 潘古遗魂并指一指 指尖射出一道五色神光 那神光将传承杯包裹 这就开始了炼化 眼看至尊传承就要被人拿走 那边三人站在石板路上也指得苦笑 不过他们羡慕的眼神之中 很快就浮上了惊涩 夜空先是往后奔逃 戴骏也是吓得往后奔 随后随着潘古遗魂的炼化 池中的金色火焰竟然开始 无声无息地涌向中央平台 而潘古遗魂竟然一无所知 依然在炼化 夜空和戴骏对视一眼 虽然两人仇身四海 不过同时选择了闭口不言 不过潘古遗魂也不是傻子 他很快就发现了异样 金色火焰已经要慢上平台 可就在他刚想停止炼化 那传承悲众 竟然也有一道火焰突出 顺着他五色的神光 直接蔓延到他的身体上 这些金色火焰都是外界强火 潘古自己也不能控制和离挡 他的身体瞬间就着火了 不会 怎么会这样 潘古遗魂发疯一样的喊叫 还打着身上的火焰 此刻石棺中原始至尊的衣冠飘扬起来 有一个威严的声音传出 我原始至传承 岂容外人获得 非天命者炼化 死 当那一声响完 原始衣甲落回到石棺之中 轰轰的一声 石棺就此和尚 怎么会这样 非天命者不可炼化 为什么记忆中没有这一段 潘古遗魂全身金色的火焰烧热 不过他却停止了挣扎 失魂落魄地站在石棺之间 此刻 金色火焰池外围 云阳走了过来 潘古不是炼化国至尊传承 为什么他不是天命者 当然不是 这潘古遗魂只是真正潘古的一丝魂念 他本身并不带潘古的任何精元 而他成为现在这样 从实质来说 他是魂念化成的药 根本不算天命者 云阳这才点头 我还以为 因为李真志不是天命者 我们天命者 不都是夺了凡人之身吗 他们说话之间 那边突然传来一声狂笑 潘古遗魂已经完全被火焰点燃 成为了一个喷吐金色火焰的火炬 非天命者炼化 此物就是死 而我记忆之中竟然没有 本尊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这诚实 想必你是故意抹去了我记忆中的这一段 你还骗我可以参加竞争 我恨你 我恨你 话声之中 潘古遗魂已经完全被金色的火焰 气化成一片的虚无 连渣都没留下 这边三人全部都扼腕感叹 原来自始至终就只有八个竞争者 根本没有第九个 想必潘古他老人家离开的时候 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这才蒙骗了遗魂 夜空看着眼前金色的火焰 迟不由地点头 潘古前辈果然非同凡人 虽然离开了五百亿年之久 可是依然掌控着眼前的局势 不过戴郡却是阴瑟瑟的一笑 夜空 你觉得潘古前辈在界外逍遥的时候 有没有猜到他留下的至尊传承 是被我戴郡得到的呢 云阳顿时怒道 戴郡 你说什么呢 现在还有我们三人 谁得传承还说不定 我和夜空两人合力对付你 你想得到传承 没门 戴郡从阴孝变成了大笑 回头看着夜空 夜空 你说你想要跟我争夺传承吗 乖徒儿 听话 回头给你糖吃 说着 他抬手轻挑地去拍夜空的脸 不过他的手却是被夜空一把牢牢地捉住 夜空 干什么 你不想你的女人活命了吗 戴郡感觉到不对 历声吼道 影响他的是夜空一双暴怒的眼睛 我当然要他活得好好的 那你还敢违背我的意志 戴郡愣了一下 突然哈哈大笑 啊 我知道了 你是期望得到传承以后复活他吧 我告诉你别做梦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所在的 是盘古本尊构建的虚幻空间 这里和我们原先的世界不一样 没有复活的法则 死了就是死了 之前那些死掉的 你难道还想复活他们吗 真是可笑 夜空却是摇摇头 看着池子中央落在地上的龙骨边 开口缓缓道 要说爱的真 我夜空不如李真志 不过我夜空答应了他 终有一天找到盘古本尊 看他有没有法子复活李真志 听着夜空口口声声提李真志 戴郡目中露出惊涩 猛然挣脱夜空的手 取出显化晶石 不啊 我的随身空间里竟然什么都没有了 天哪 盘古遗魂一定是你做的 你这个混蛋你不得好死 戴郡发疯一样的喊了起来 显然李真志把身体自愿让给盘古遗魂 当然是要提出条件 救出陈则林就是最重要的条件 远兄帮我挡住 我去炼花 夜空对云阳点了点头 随后大步踏上石板路 稳稳当当地走向中央 走向那金色的小碑 原始传承至尊传承 终于尘埃落定 混蛋 没想到 没想到好处全部被醒夜的得到了 戴郡骂着快步奔到湖边 他并没有和夜空在争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一个打两个肯定是打不过的 他只有赶紧逃走 得不到传承总不能把命丢了吧 他想起在入口处的某个地下 有着一个通向外边的传送阵法 虽然他知道机会渺茫 不过他还是想要试一试 一会儿以后 他已经推开了面前的铁门 走入面前的一片废墟 这里正是他们开始的地方 没走几步 他就发现一群人脸狗跟了上来 没想到这些家伙竟然还没散 戴郡吓得好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窜 不过后边的狗却是越来越多 好在他跑得相当的快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外围 一片高大的瓦砾堆之间 先躲进瓦砾堆 戴郡也顾不得形象 用手中小匕首使劲挖出一个窟窿 然后躲进其中 那些人面全跑来 没有找到他也就罢了 天色减黑 一个人影从瓦砾中爬了出来 之前他已经在传送阵的位置留下记号 所以没一会儿就已经找到了那个位置 一个更大更深的窟窿出现 戴郡终于看见了地下的传送阵 挖大点 全挖出来 有了手中的匕首 戴郡很快就挖出整个传送阵 这是一个需要能量的传送阵 不过对于戴郡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事情 他拿过显化晶石输入一些自己的能量 然后放在阵眼上 顿时传送阵中央有神秘的符文浮现 白色的萌光也亮了起来 还真的可以用啊 野空啊 我会出去把这里的事情都捅出去 让你的天命永远都无法完成 戴郡音笑了一声 一头扎进了传送阵之中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头顶天空之上 有双眼睛正在看着 野空 你刚让传承被认主 是不是可以控制这洞府啊 当然可以 甚至传送阵到底传送到哪里 我都可以控制 这个混蛋太可恶了 把他送到火焰池 那还是让他死得更容易了 白光一闪 戴郡的身影出现 当耳边响起熟悉的疯狂狗叫 戴郡抬眼再一看 一张脸也是苦笑了起来 传送阵并没有把他送到外边 而是送到了人面犬的巢穴之中 不要 救命啊 没一会儿 戴郡的求救声被淹没在喧嚣的狗叫声中 一代五次元天尊就这样葬身犬夫 戴郡陡陨陨落 真没想到 戴郡这样的一位天尊被狗给吃了 从眼前光影看见戴郡的下场 云阳感慨地摇头 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本来就是一句大实话 很多失败者最后都生不如死 还不如成为狗粮 夜空干掉戴郡 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他抬手一招 将那黑色的小碑收入到手中 就看见那小碑越来越小 最后引入他的掌心 消失不见 随后夜空转身 翻人跪倒 对着原始的一棺木 连磕三个镶头 原始师尊 我夜空得到你的传承 就是你的弟子 我成为你的弟子 就会继承你的遗愿 鱼公移山 蚂蚁失效 又何况是驯服混沌 世上许多事 往往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世世代代 心火相传 我夜空不敢期待 我是最幸运的最后一个 可作为师尊的后来人 作为天命者 我今日在此立下重视 至尊传承 发扬光大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至尊传承 发扬光大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口中重复着这句话 站在后边的云阳 顿时双目之中浮出异色 那是一种敬佩和信任之色 之前 潘古的遗魂问过 原始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当时大家都无话可说 就连夜空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而现在 夜空却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云阳也知道 此刻的夜空也一定完全恢复了记忆和本性 若是原先那个喜欢憨笑的夜空 给不出这样的回答 世界上很多事都不是一次就能成功 需要无数人 无数代的人为真努力和奋斗 就像是一个腐朽的王朝 总是需要无数人齐心协力才能推翻 驯服混沌 打破轮回 这种事更难易照备 怎么可能一次成功 至尊传承 发扬光大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或许是原始他老人家冥冥之中也有所感应 当夜空这句话说出以后 一声轻悦的金石之音 在轮回殿之中 轻然响起 仿佛来自遥远的古代 数百亿以前的回应 一声之中 只见石棺上那条通天的光柱红然散去 化成一片金光 成为细碎的金色尘埃 散发着星星一样的光芒 消散在空气之中 天地之间的沟通不再需要 原始灵修的保护层不再需要 金色的火焰池水不再需要 一池金水猛然全部浮上半空 云阳圣尊吃惊地扭回头 只见那些金色的火焰 全部一块块地保持着各种形状 悬在半空当中 而它吃惊的双眸之中 这些火焰全部变成了细碎的金色光点 在下一秒 金色的火焰 仿佛发生了无形之中的光炸 那些细碎的金色光点 好像冲击波一样 但开成一个圆形 这个圆形超级巨大 横扫这片洞斧 横扫整个盘洞 横扫整个地球 横扫整个盘古第一世界 地球历2635年 夜空等人进入盘洞以后102年 焦黑的废墟瓦厘堆 巨大的兴建残骸 没有一点点的绿色 满眼都是一片的黑色 在这片黑暗之中 升起的是屡屡的青烟 虽然地球现在已经变成 一片荒凉的废墟 可是战争却并没有停止 废墟之中的某处宫室之中 一个穿着臃肿武装铠甲的男子 终于喘了一口气 躲在了地平面以下的深坑中 他弹开了保护面罩的前脸 露出一张并不年轻 却依然刚毅的脸 想不到 邪秀联盟这次进攻 居然这么强烈 男子深吸了两口新鲜的空气 这才摸出一个很仿骨的钱包 从里面抽出了一根皱巴巴的烟 点燃吸了起来 他的身边一个武装战士 放现射险枪 抢过他的钱包 看着里面那张发黄的老照片 一个有着棕色头发的漂亮姑娘 正好像春花一般的微笑 安小伟少家 这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吧 几个武装战士都靠过来观看 这是我们安家的骄傲 她是我的妹妹 安小冉 虽然过去了上百年 不过想到妹妹 安小伟还是好像当年一样灿烂的笑 她可是一个很有修炼天赋的人 当年就很努力 虽然在别人眼中她不如陈泽林 不过在我眼中 我的妹妹是最棒的 虽然安小伟很是享受和痴迷的样子 不过她那些属下并不买账 全部都瞪眼 修炼者 安小伟少家 你的妹妹是协修联盟的 敌人 不不不 修炼者就是修炼者 并不是协修联盟 当年的修炼者你们可能不知道 你们太过年轻了 要不是天洞事件 夜空和大量的修炼精英都消失 我想我们地球 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修炼星球 虽然安小伟身边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二十多岁 不过也有知道当年情况的 有的年轻战士就开口 我听我爸说过 修炼者的修炼方法是不错 只是据说大家修炼的速度太慢 好像是因为大家都说 地球并不是一个适宜修炼的星球 这里没有修炼的资源 没有灵术 没有灵物 没有灵宝 甚至灵器都没有 也有战士摇头 我不喜欢修炼 那些修炼者 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都是一些邪修 杀人还不算 还要把人的血肉炼化成丹丸吃下 他们比异形还要残忍 据说邪修联盟的秋月公主等人 简直就是一个魔头 与此同时 战场的另一面 一群穿着麻衣长袍的修炼者 正盘膝而坐 吃下一颗颗血红的丹药 平息打坐 不过其中一个修炼者 吃下一颗丹药 却是目中含泪 这是我用一双女儿炼制的 旁边有修士也是放下手中丹药 血丹之道 不谨则退 只要受不住诱惑吃了第一颗 就会源源不断地吃下去 为了保证手中血丹不停 只要不停抓活人炼丹 抓不到活人 就只有炼亲人 众修士都是长虚短叹 其实并不是人人都想要做邪修 可是邪修联盟的血丹 却是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修炼者 都归到了他们的阵营 那含泪的修士 最终还是吞下了那颗血丹 常叹道 据说只要有足够的灵气 大家有了灵气来源 就不需要再吃这血丹了 众人苦笑 地球哪有什么灵气 你别做梦了 可正在他们说话间 有人惊呼 你们看天空 你们看 不但对面的邪修感觉到 那边躲在地坑公式中的地球联盟战士 也全部都抬头观看 只见头顶有金色光圈猛然荡改 席卷而来的金色辉煌满天 仿佛童话之中的金黄覆盖 而在此之后 天空中竟然下起了雨 金色雨 这是怎么了 安小伟吃惊地看着天空 他的目光跟随着那落下的亿万光雨点滴 啪 光雨落入地面 那是 邪修们吃惊地看见 那光雨落下 那些焦黑的废墟上顿时有绿色的萌芽生长 肉眼可见的速度 由绿的小叶伸展开 抽出枝芽 一颗颗小小的碧绿灌木丛出现 而在这灌木的中心 还有一颗鲜红的小小颗粒 这是什么果实 这有什么植物啊 前所未见 任何角科书上都没有 一个邪修大胆 掐起一颗米粒大的颗粒放在了口中 只见到双眼之中顿时充满异样之毛 好浓郁的灵力 如此小的一颗就超过血弹 啊 真的 邪修全部都好像发疯了一样 疯狂地采集 不过很快 他们发现并不需要采集了 因为这金色的光雨所到之处 万物复苏 灵气四溢 各种各样的灵力植物 灵树灵国 漫山变异 太多了 满眼都是 吃不完用不完 不但灵国 金色雨水所到之处 万物长 灵气生 而那些地球原先的兽类也开始变化 变得强大 变得凶猛 变成灵兽 地面震撼 有一只巨鼠破土而出 这正是一只获得金色雨点变异的田树 现在它比猛虎还要巨大 他身上的材料可以练剑 不知道哪一个邪修先喊了起来 随后邪修们发疯一样的发动进攻 另一边的安小围倒在底坑宫室内 昂头看着更显湛蓝的天空难难自语 天叫金语万物心声 夜空又是你小子搞出来的吧 只是不知道 萧冉是不是还活着 正在此刻 有砰砰巨响在宫室外响起 手下士兵冲过来报告 少将 那些邪修和一只属性巨兽打起来了 我们要不要趁机杀光邪修 安小伟立即翻身战绩 做好战斗准备 是 战士们全部肃然站起 不过安小伟的命令却是让他们吃惊 帮助邪修击杀巨修 什么少将 执行命令 安小伟这才看着宫室外 大片欣欣向荣的绿色 缓缓开口 地球的格局要变了 地球联盟和邪修联盟本来都是人类 我们的敌人只有那些异形 其实安小伟还是猜错了 人类的敌人并不是异形 当那金色的光鱼扫过 异形这种本来就不容易修炼世界的东西 整个被横扫 不但地球上 就连盘古第一宇宙之中的异形 也全部的被毁灭 瞬间杀死这个世界全部的异形 也只有这金鱼的力量可以做到 异形消失 地球联盟和邪修联盟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化解仇恨 毕竟互相攻杀百年了 不过他们之间的战斗越来越少 因为各种各样强大的妖兽出现 人类最大的敌人变成了妖兽 那些曾经训良的小动物 甚至是植物 变成了具有生命智能的强大生物 每次剿灭已知强大的妖兽 人类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 不过当妖兽被击杀 就会有许多人瞬间发达 妖兽身上的材料是最好的炼器材料 越是凶猛的妖兽越是珍贵 同样 这些材料瘦血 晶石 这些对地球联盟也有一样好处 那些科学家已经很快开发出晶石武装 用妖兽皮骨制成的武装铠甲 安装上妖兽的晶盒 实力不逊于修炼者 科技入道的意味也开始显现 不过不管邪修联盟还是地球联盟 他们都知道南极上空的天洞之中要有异变 两边都派出了当年和那人物关系不错的前辈 守候洞外等待那人脱困 随后自成一体的火星人来了 高高在上的月球人来了 甚至遥远道顿星上的土著反抗力量 他们都来了 所有人都知道 一个属于修炼的大时代快要到来了 而这个时代开启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 都需要一个人的出现 曾经有晚辈问 既然你们各家领导都来了 大家协商协商不就成了 不过所有各方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都是苦笑 办不到 只有他一句话 所有的人类才会买账 确实 四分五猎一盘散沙一样的人类 只有夜空这样曾经拥有百亿弟子的前辈宗师 才可以让各方服气 不过夜空还并没有急着出来 新湖洞服已经被夜空炼化 成为夜空的新湖洞服 而其中那些曾经的妖怪 夜空也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 这些精怪他们曾经在眼下这种盘古留下的特异世界中 让他们去混沌世界也是无法修炼 轮回殿之中 那一池金火挥发以后 竟然省开了一池的莲花 荷叶片片散落水面 白莲朵朵点缀其间 配合中央的洁白巨观 湛蓝木之明 半空中旋利的高大石碑 白穹顶黑地面 好一个庄严肃木的灵堂 这个洞府对夜空无用 他早就想好 日后要把外边的藏宝阁和废墟什么的都平了 把这里整个建成陵园 找个地方安放下来 让原始这位心怀依照生灵的万代十足 受所有人的仰望 祭拜 要让所有人 所有天命者都知道 是这位至尊先贤才有了万代后人 才有打破轮回的希望 这个潘古洞府之中 其实也没什么宝物 那些成为精怪的宝物 当灵性消失 其上的能量也消失了 唯一的 就是云阳觉得重要的那些笔画 而夜空得到的 就是那条龙骨边 潘古遗魂都在金色火焰之中消散 而这条龙骨边 被金色火焰覆盖 竟然没事 所以夜空认定为重宝 当然要留下作为自己的兵器 随后要做的 就是去见陈泽林 潘古遗魂 把他从带菌空间移出 直接扔到了外边的盘洞里 云阳 回去再研究 跟我去盘洞 盘洞 根据潘古遗魂所说 这便是通向外界的通道 不过很遗憾 这通道被毁 想要重新打开此通道 至少也要达到原先盘古的高度 夜空对陌生的事物一向都是好奇 想要看看界外到底是何景象 不过他刚刚得到至尊传承 实力还差得很远 想要达到盘古当年的修为 恐怕也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所以他也不考虑这个 直接带着云阳 两人通过传送阵来到了盘洞 盘洞之中 幽暗深邃 盘洞深处 一座座塔形阵法 放出白色的萌萌光雾 远一看去 犹如许多圣洁佛塔一般 而在每一尊塔中 就有一个身影 这些身影已经被锁死 除了被盘古遗魂挑选中的八个人以外 其他进入阵法的人 不管修为高低 全部都被锁死 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 角逐继承者的身份 所以他们都被锁死 等着继承者出现 来决定他们的生死 夜空带着云阳从通道之中走过 看着一个个塔形阵法之中 盘腿坐着的人等 这些人等有的是人类 有的是其他主族 有的是圣尊 有的是天尊 有的是地球上的修炼者 有的夜空认识 有的夜空根本没见过 不过那些尊者云阳倒是认识绝大多数 虽然他一向都潜心研究 不过他在两边尊门都待过 人头倒是很熟悉 这个是虫族的尊者 天尊门人 你别看他长相丑陋 可是却是非常的信仰天尊 是一个好人 人不错 那边那个男人是圣尊门的巫统圣尊 此人极其凶残 相隔万里还专门追上去 把人莫名其妙地杀掉 此人已经是杀到心智都不正常的地步 圣尊门虽然讲究万事随意 可都有很多人受不了他 听着云阳一个个的讲书 夜空也是一步步地往前走 不过走了一小段 没看见陈则林 却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阵法本来应该是挨个的收人 可是却为何去隔几步 就会有一处阵法是空的呢 夜空心念一动 立即连接阵法 他已经是这一方世界的拥有者 所以这个世界中盘古遗魂 能调动使用的 他都可以使用 夜空把之前的一些安排和记录一看 顿时双目惊呆 天呐 对于那些修为达不到的进阵者 他们有两个选择机会 一个是被锁死 第二个 就是被随机送去混沌的世界 做天命者 而很大一部分进阵者 他们不愿意命运被为之掌控 所以都选择了去做天命者 黄雀凯却做了天命者 胡锦瑟没去 我是你仙人板板 这不是棒打鸳鸯吗 王威也去做了 不对 这就有点混乱了 夜空顿时心中感觉有些混乱 开口问 鸳鸯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鸳鸯上前一步恭敬地问 请讲 我是从戴郡世界出来的 在那里我穿越过去 还是一个修士的时候 捡到一本 上一个天命者 王伟留下的书籍 可是等我回到地球以后 却又遇到了这个王伟 我想问的是 这个王伟是穿越过去了 还是穿越回来了 啊 是这样啊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 云阳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 嗯 我想你后来遇到的那个王伟 是没穿越过的王伟 其实在不同的世界时间节点上 就会产生错位 可是一夜空又倒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我在戴郡世界 见到了王伟的魂魄 如果照你的说法 那么王伟的魂魄 应该是认识我 为何他不认识我了呢 云阳听到这个问题 也是觉得有些大脑晕沉 犹豫一下以后 面色凝重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轮回 轮回 夜空愣了一下 没有明白 什么轮回 是一世轮回 还是混沌轮回 云阳再次犹豫了一下 不过却又不敢确定 嗯 应该是混沌轮回 如果真的是那样 那就真是太可怕了 夜空还是不明白 云阳终于一字一句 根据我对笔画初步研究之道 混沌开启轮回时代 并不是突然某一天就开始 而是在此之前很久很久 就开始的布局范围的小轮回 我想你说的那位王伟 他也得到了天命者的种子 就是来源于混沌之中的 某一个区域 而这某一块区域 正是开启了小轮回的区域 所以他不是你原先遇到的王伟 而是王伟的轮回 一个新的王伟 云阳理论很是复杂 让人难以理解 不过夜空却是从中明白了最关键的一点 混沌真的已经在预备开启新的轮回时代 夜空目瞪口呆 嗯 我也觉得快了 你看尊敬 现在混沌已经缩小到很小的区域了 要知道每次轮回一开始 混沌是可以占满尊敬 他的轮回就好像是人的呼吸一样 当呼的时间太久 自然就需要猛吸一下 夜空目中有景色异善 不过这些还是在他意料之中 他点头 看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也别太过担心 混沌的运行是非常缓慢的 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按照机缘计算 只要你不过分破坏规则 不激怒的 应该还有不少纪元 一个纪元一一念 够你用了 不过夜空心念一动却是一字一句 怕是我现在就要破坏规则了 此话怎讲 陈泽霖被传送去做了天命者 夜空双目等大 咬牙切齿 陈泽霖这个丫头 他不在这里等我 干嘛要答应去做天命者呢 啊 云阳愣了一下 呃 定是盘古遗魂 把陈泽霖传送出来 直接扔在这里 那女子在带军世界之中 关了一百年 恐怕要疯了 突然出现在这里 想必盘古遗魂 也没有叮嘱她一声 直接问她如何选择 她不知道你和李真志会救她 当然不愿意锁死在这里 也只好选择去做天命者 盘古遗魂 这个混蛋 夜空开口怒骂 我要逆转 我要把她找回来 成为天命者送走 云阳点头 天命者都是穿越出去的 真正达到目的 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 你的女人应该是刚传送不久 以你的实力 现在将她追回来 应该不成问题 云阳这句话说完 突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叮嘱 哦 你那个叫王伟的朋友 就不要追回来了 为何 刚才所说 混沌轮回 有大轮回 小轮回 有全面轮回 有局部轮回 打个比方 混沌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 而小轮回 就好像是她身体上的伤口 无数的小轮回 无数的伤口 总有一天 她全身都布满伤口 最后才会毁灭重建 而你的那位朋友 就是一个小轮回上的小伤口 你可以拉回你的朋友 可是位于小轮回的朋友 却是千万揪不得 第2535集 说到这里 云阳眼中一粒 一字一句 因为那会刺激混沌的伤口 驾驶大轮回的来道 不过听云阳说完 夜空却是苦笑 带巨世界的月神陈泽林 地球的陈泽林 虽然他们并不像王伟那样 是同一个人 不过显然 也是另一种轮回 恐怕也是混沌的小伤口 云阳一听 那你千万不要拉回他们 你这是往伤口上撒盐 夜空却是冷横一声 继续向前走 我知道这回刺激混沌 不过我夜空不是为他而活 我夜空 从来不是看别人眼色过活 我的女人 我的朋友 我见死不救 眼看分离还放任其发生 这 不是我夜空所为 听见夜空硬气地说出这些话 云阳再次感觉到 现在的夜空和之前 刚认识那个傻傻憨笑的 夜空已经不同了 云阳愣了一向 夜空已经走向阵法的总控制中心 夜空 我知道你救朋友心姐 可是你宁可一个一个的世界去找 也不要出炉混沌 云阳跑上去拉住夜空 你刚刚得到至尊的传承 理应学习前辈先贤们躲着混沌低调行事 夜空却是哈哈一笑 一双眸子如同星辰闪亮 前辈先贤各个低调 而传道我这一带 却要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天命者 那阵法的中控 正是一个远超其他阵法的高台之上 夜空摆开云阳 双手负在身后 一步步稳稳地走上台阶 口中喝道 既然低调不一定成功 那么高调未必就失败 云阳站在台阶之下 榜头看着夜空的背影 心中暗道 这果然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天命者 虽然不知道他能否成功 可是跟着他一起奋斗 爽快 给我看看 陈则林和王伟 分别是在哪个阵法之中 好 找到了 立即给我切割时空 连接外域 随约记 陈则林他们是从盘动之中传送出去 而盘动世界和混沌世界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必须进行重新连接 才能把这两人收回来 不过就在找盘动空间打开那么一丝 将这片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和混沌相连 在尊界的天尊殿 某一间供奉着一片模糊光影的大殿之中 突然传来一声连绵悠长的狂吼 使他发怒了 他感觉到了什么 他感觉到了和他完全不一样的法则 另一间天尊殿内 御阳门主双目一片惊恐 与此同时 尊界另一间大殿之中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楼宇最高处 吃惊地看着下方金灿灿的混沌 双目之中也是一片惊涩 动静这么大 难道真是那夜空 也不知道能不能借助他到达大自在的彼岸呢 使神迹 时空逆转 混沌重演 夜空和各位尊者的尊者记忆使神迹 都是源于混沌世界的规则 所以在盘动之中无法施展 可是当陈泽林和王伟消失在空间和混沌世界相邻以后 那一片空间就在混沌法则之下运行 夜空当然可以使用 其实拉回陈泽林他们并不需要太强大的力量 时空逆转就可以 时间倒流 让那几个塔形阵法之中场景回到之前 陈泽林出现 王伟出现 还有其他传送出去的天命者又被还原了回来 看着这些人回来 云阳知道 这难免又刺痛混沌的神经 只是若是永远畏首畏尾 也不一定就会成功 嗯 夜空说得对 倒不如爽快一点 云阳暗自点头 当陈泽林他们被复原回来以后 那些被锁定比如安小冉 胡锦瑟等人 也全部被解除了锁定 全部恢复了清醒 不但这些地球人全部醒来 就连那些圣尊天尊也全部苏醒 全部清醒 从锁定之中恢复神志 不过一个重要的选择在等待着他们 夜空 当黄掘凯复原以后清醒过来 抬头就看见远处高台之上的夜空 他们连忙抬手打招呼 你小子站在上面搞什么呢 休得无礼 云阳顿时一声怒吼 声若红中 高台之上夜空只是对着下边微微点头 淡淡道了一句 稍后再说 站在一旁 不得多演 去吧 以前的夜空都是一脸憨笑 谁跟他开玩笑都行 而这一会儿 夜空虽然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却是高高在上一副强势的模样 哪有半分的憨傻 王维也抬头看着夜空 走到陈泽霖身边轻声道 现在的夜空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陈泽霖虽然百年不见 可依然是长发飘飘 站在人群的一脚脸上浮出微笑 或许你们都不适应现在的夜空 可是我知道 陈真的夜空回来了 当年那个平安夜 我见到的就是这个夜空 而不是憨傻的那个 高台之上光影蒙动 光影之中一个年轻男子 覆手而立 低头俯视众生 地球人都是夜空的徒子徒孙 都尊敬夜空 可是这些尊级强者却是不服 当下一个三目暴眼的尊者 怒声喝道 夜空 你这在搞什么 你速速放我们出去 否则圣尊们拿你是问 天尊门的尊者也国造起来 是啊 夜空 你一个天尊门企图 你什么修为 竟然敢软禁我们 你是不是找死啊 夜空也并不和他们争执 只是淡淡一笑 天尊圣尊 地位崇高 可是却不思进取 只知互相争斗 尸位俗参 全部都是一群尊界败类 天尊虚伪 圣尊无耻 争夺前代遗产 盗窃祖宗星球 争抢下界尊者 所作之事 让人不耻 两边尊界强者 全部怒吼起来 夜空 你说话小心点 你到底要如何 我要如何 夜空双目已明 我要开创新的尊门 名号至尊 名号至尊 至尊门 好 云阳听着已说 顿时双眼放光 之前夜空并没有和他商量 所以当夜空这已宣布 云阳是既突然又激动 刚认识夜空的时候 看他一脸傻笑 而傻笑之后 又隐藏着一些狡猾 不过那并非霸气 并非是强者的感觉 而当夜空接受了传承之后 强势进险 霸气外露 这让云阳也看到了希望 感觉到振奋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 感觉都是这样 听说夜空要开创尊门 在座各位尊级强者 全部都嗤之以鼻 可以说是没有一个 当一回事 天尊门呢 这就是你们的尊者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开创尊门 他以为过家去 盛尊门 你们不要把屎盆的 扣到我们头上 这种蠢货 是我们天尊门的企图 不是我们的尊者 这小子 他以为他是谁啊 不过是个被天尊门 出名的小杂碎 喧嚣的众人之中 又有一个乌青瞳孔地走出来 夜空 你睁眼看看 赛场尊者哪个不比你厉害 我们都没有想过开创尊门 你这小子竟然大言不散 我看你别说尊门 你连地球都不想要了 走出来的正是云阳 给夜空介绍过的巫童圣尊 他性格桀骜不逊 杀人如麻 根本看不起眼前这个小家伙 夜空站在高台上 低头微微一笑 巫童圣尊 既然你跳出来 那我就拿你开刀 他说话之间 抬手一直口中喝道 弹动神雷 那神雷正是这洞中 守卫法则的存在 之前巫童已经看过 有尊者被雷劈死 什么 你竟然可以调动这种神雷 巫童圣尊若是知道 夜空有此能力 恐怕不会轻易跳出来 不要 巫童京剧的双骨之中 终于被神雷之光充满 轰的一声神雷天降 落入巫童的头顶 下一秒从他身体之中 射出万道光剑 他的身体四分五力 圣尊强者一样 微非烟 在场的尊级强者都是一惊 没想到夜空竟然如此杀法果断 竟然让巫童分辨的机会都不给 就当场击杀 不过这些尊界强者也并没有很害怕 倒是感觉大快人心 因为这巫童本来就是杀人如麻 不得人心 在场人等中九成就等着他死呢 所以大家害怕倒是还好 拍手称快倒是差不多 这个三眼天尊正是云阳之前介绍过的重族尊者 在天尊圣尊两边都有一些威信 没人不错 很得大家赞誉 也正是因此他才敢于跳出来反对 夜空双目一宁 不喜不怒 低头冷声 三眼天尊 你的意思也是不赞成我开创至尊门 不错 三眼天尊看夜空喜怒不形于色 心中有些担心 不过也觉得夜空不会杀自己 所以傲然昂头 其实你开创什么门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速速放我等离去 他这一说 其他所有人全部都喊了起来 速速放我等离去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夜空哈哈一笑 想死就去死吧 说话之间 夜空一抬手三眼天尊头顶 有道惊雷轰然落下 三眼天尊顿时烟消云散 允命当场 慢 云阳一个慢字还没喊出口 夜空已经把三眼给杀了 只杀坏人并不会让人害怕 可是如果你好坏不分一概都杀的话 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夜空杀了三眼以后 效果顿时达到了 在场的尊级强者全部都安静下来 闭口不言 他们都看出来 这夜空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嫩秧子 可不好惹 看见夜空这一作为 地球人之中的黄绝凯等人都是暗自吃惊 这夜空怎么性格大变 说杀人就杀人 那么些强者都害怕他 真是太恐怖了 不过王伟陈泽林却是暗自点头 知道原先的夜空回来了 只是陈泽林又暗中生出担心 不知道恢复强者身份的夜空 是不是还会把他当以前一样对待 看见大家安静下来 夜空这才开口 朗朗声音传遍全场 诸位有所不知 其实我所受之传承 并非是盘古大师的传承 而是我师尊原始至尊所留 夜空这句话已出 全场震惊 大家本来都以为是盘古已保 那就已经不得了了 可是现在才知道不是盘古已保 而是至尊传承 众人心中也只有暗自羡慕极度恨 恨这小子运气好 这种事情都能给他遇上 恨自己没有机会与如此至宝时之交臂 等大家安静下来 夜空这才说到 也正是因此我才将新创尊门叫做至尊门 因为我是至尊弟子 至尊的亲传弟子 至尊一伯的传人 而愿意加入至尊门的尊界强者 也全部都是至尊门人 至尊门人 虽然没有机会成为至尊弟子 可如果成为至尊门人 有人开始犹豫 不过更加喜悦的还在后边 经过这次盘动之旅 相信诸位对天命都有所了解 我们要做的是几千万个轮回时代 都没人做到 之前的天命者为什么不能成功 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我这一次要带着大家一起战斗 所以我每当炼化一部分恩师传承 我会选取重点教会大家 让每一个人变得更加强大 还有这种好事 在场的尊级强者全部吃惊了 惊喜 从之前的恐惧害怕到现在的惊喜 好了 我想大家还并不敢完全相信我的话 所以我现在会开盘古洞府 让大家进入参观 收纳其中的至尊墓园 在场的各位有些心念犹豫 进入盘古洞府这一参观 那全部都死心塌地 夜空的违逼利诱 也终于获得成功 好了 愿意宣誓成为我至尊门人的留下 不愿意的 夜某也不为难 那边有传送阵 此行离去便是 当参观完轮回殿 到了各位尊级强者们选择的时候 夜空说的客气 愿意留下的就留下成为至尊门人 不愿意留下的可以从洞府外围的传送阵离开 不过有了之前巫童和三眼的前车之鉴 在场等人哪敢去冒险啊 谁都知道 眼下夜空此举那是拟天而行 现在已经上了贼船 想下去 你做梦吧 当然 也有不少的强者并不是很悲观 他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那就是原始的传承 那就是夜空的出类拔萃 如此的强势生平紧接 在场的九十一个尊级强者 全部发下誓言 自愿加入至尊们 至尊传承 发扬光大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夜空猛然举臂高呼 至尊传承 发扬光大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九十多个尊级强者 全部都举起右臂 声响振动整个东府 不过在群情激愤之中 云阳也低声询问 夜空 那传送阵到底是通向哪里 如果是真的有人不愿意跟随你 你真的会放过 夜空看看那个传送阵淡淡一笑 不知可否 盘动寻宝 众强者你争我夺 没想到最后却是弄出一个至尊门 横空出世 而且这一出世就是最强的 天尊 圣尊 至尊 至尊 至尊最强 当然 这个最强只是说人数方面 可是实力方面那就难说了 不说代表着尊界最大最神秘力量的羽扬 就说圣尊那边的门主满杰 那也是不好惹的 满杰的老爹是谁 是满杰 满杰是谁 是盘古的师弟 天尊殿之中 自从损失了大量的天尊 天尊殿之中更显空旷 不过玉扬是从来都不担心没有人的 因为只要他在 天尊殿就在 混沌就在 这个世界就在 玉扬知道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灭亡 那一定是他又一次开启了轮回时代 不过玉扬认定的真的是这样吗 他只能在这样一个情景下死吗 很显然就算是他自己现在也有一点心虚 什么 竟然继承的是原始的传承 不好不好 空空荡荡大殿之中 有气流经过 将大殿中央那个高官大袍 有着苍白胡须的老者一摆仙洞 他深邃的目光充满油色 好一会儿才开口 小悠 在 白雾照地 一只绣鞋踏入殿来 裸裙摇摆 显出人极好的身姿 被玉扬换作小悠 竟然就是天尊殿之中 备受各方宠爱的女天尊 罗珊 门主 你已经好久不叫我辱名了 罗珊天尊走了过来 面对玉扬跪下行礼 今天老古版玉扬 很难得露出一个微笑 是啊 要是我不叫 恐怕这世界上 没有人知道你的辱名 虽然今天表现得很亲切 罗珊天尊开始也表现得 好像一个孩童 可是当玉扬这句话一说 罗珊天尊却是扬起了头 将那张动人的素面 看着玉扬 秀某眼中恨意闪动 是啊 其他知道我辱名的两个人 不是都被你杀了 他们 玉扬苍老的双眸 一下显得更加的苍老 那发黄的眼珠中 倒映的仿佛是当年 那些白衣飘飘的岁月 那些爱情 那些友情 那些经过的爱恨 看着罗珊眼中的恨意 玉扬却是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不错 我杀了他们 可是却补育了你 因为他们背叛了我 你就像我的女儿 我希望你不要背叛我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六次元天尊罗珊 想到他们 也不由的潸然泪下 目中的恨意 却是减少了 门主 别人都说你虚伪 伪善 可是我知道你也是身不由己 你杀了他们 不是因为背叛 是因为他 是啊 玉扬叹息一生 并没有否认 所以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要触怒他 不要触怒他 让他以他满意的方式 允刑你懂吗 这样才不会让悲剧重演 玉扬说着站了起来 大羞一百倍对着罗珊 夜空这小子搞得明腾不小 他每天 他每做一件逆天之事 这世界就会崩坏一份 小悠 我不能看着这个世界 向着毁灭发展 他就是一个要毁灭尊界 毁灭一切的大魔头 接受原始传承 祖坚至尊吗 口号都那么逆天 罗珊天尊墓中有油色 禽手微点 可您准备如何做呢 不是我如何做 而是你如何做 第两千五百三十七集 啊 玉扬一缕虎须微笑 此子杀不得 惹不得 我要做到七上门下 消失危机与无形 所以只有请你出马 用情之一物 牵绊她的心思 让她消失 你天之心 用情之一物 您是要我 罗珊天尊顿时经的满脸通红 男情女爱 本来就是大道法则的一种 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一直都在琢磨 给你寻找一个如意狼君 我见你对她颇有青睐 如果她能浪自回头 倒不视为一个好狼君 可是 罗珊天尊还在犹豫 玉扬一板脸 小悠 难道你要看见 这小子疯狂破坏法则 引着她走出最后的一步吗 罗珊天尊听了这一句 只好郑重点头 小悠遵命 说完起身 迈出连足 退出大殿 等罗珊走后 玉扬这才回头 看着那神秘大殿的方向 自言自语 那唯一人在水一方 多年不见 不知可好 我做的到底是对 还是错呢 尊戒已经在未雨绸缪 夜空骑士也刚刚走出盘洞不久 在盘洞外 被巫童杀死的万名地球修炼者 夜空使用混沌重演 终于全部都复活了他们 还在盘洞外边的世界 稍微好操作一些 若是在盘洞之内被杀 那更难复活 至于心湖洞府之中的李真志 那恐怕真要制定法则的盘古自己来修改法则了 随后 夜空走出盘之世界 这一天 正是南极上空天空湛蓝 海天一色 那停转多年的黑色气旋 终于开始了缓缓转起来 出来了 出来了 白雪茫茫 冰山高耸 不过在南极一片冰雪景象之中 却有数座高台助力 各个高台之上 来自各方的人士 全部在翘首期盼 停转多年的黑色气旋 终于又一次旋转进来 而随着那旋转 首先是有一位高高胖胖的强者走出 他只是一抬手 就有光影出现 随后 一个光影平台就在启旋之前 接着就有人不断从其中走出 天哪 是刘水兄 当年我们一起跟随夜空师尊学习 所以他辞职好 被送进气旋之中修炼 我还是好羡慕 不过后来听说 他们全部被外界强者杀死 我没看错吧 失败稍微 真的 他没有死 当年军中选拔是他击败了我 得到进入修炼的机会 可是不是说他们都被杀了 他们都活着 而且比我们还要年轻许多 各个高台上 坐着都是各个阵营 站在金字塔最高处的人 他们的年纪都不小 显然都是一百年前 和夜空一个时代的人 所以当夜空把这些人复活走出 很多人都认识了他们 同时涌上 还有那些当年的往事 某个高台上 安小伟也在走出人群之中寻找 想要找到自己的妹妹 不过当那数万张连孔走出 却是见不到那一抹棕色的发辫 当年被杀死的三万多人 现在全部复活 修为也恢复 他们全部都站立在光影平台上 目不挟视 看着黑色的气旋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至尊传承 发扬光大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最先走出的云阳一声呼吼 在场三百多万人 全部震比高呼 虽然他们只是修仙者的水平 不过他们已经全部加入至尊们 夜空这次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强者 创建一个完全不同的尊门 而地球 也绝对不会只是当作一个下界普通的修炼星 万众高呼声微惊天 随着呼吼 夜空飘然走出 跟随着他一边是身材高挑 气质惊人的陈泽林 另一边是温柔可人 小鸟依人的安小冉 现在夜空可不是那个傻小子 也不会再纠结于收不收这个问题 终于看见了自己的妹妹 安小伟大出了一口气 再看后边 是熟悉的黄爵凯 胡锦瑟 李冰等人 而再后一步 是一群相貌各异 一看就是一群超级强者的人 这些家伙每一个都有轻易毁灭地球的能力 不过却是对夜空比恭比敬 其实在夜空出来之前 地球上的各家都是打着拉拢夜空 让夜空这傻小子为自己阵营卖命的想法 可是当夜空如此高调地出现 所有各方都尽若寒蝉不敢开口 夜空也不会主动去跟他们聊天 而是站在高台之上开口说道 所有的地球人听着 我夜空回来了 当夜空开始说话 他的声音并不扎耳 不过却可以传遍这颗蔚蓝星球 此时此刻 所有电视屏幕 所有的三维影像 所有的广告电视 全部都只有一个图像 一个声音 快看 是祖师 已经加入邪修联盟的密道门 全部吃惊地看着面前的大屏幕 是夜空 废墟之中 几个老者拿着已知破旧的收音机 吃惊地喝道 竟然是他 他果然回来了 月球某个别墅之中 曾经因为夜空成为 全球网副总经理的合阵 吃惊地看着天空的影像 夜空的尊者之力恢复 轻松地可以让地球和附近 所有的星球 人类 在这一界所有的基地 都同时听到他的声音 我夜空回来了 夜空又大喝一声 目中含着深情 仿佛已经看着这百年来地球的悲怆 我知道这百年来 大家受了不少苦 地球联盟和邪修联盟互相残杀 又有一行灵族涂炭人类 很多人死于战火 死于内乱 甚至死得莫名其妙 夜空的声音沉重 那些有亲人在战争中死去的人 全部都目中含泪 我回来了 为了兄弟不再相残 我回来了 为了骨肉不再分离 我回来了 为了地球 在这一界 上一界 上上界 最高界也有至高的荣耀和地位 夜空越说越大声 到了最后声音如雷贯耳 那些本来心中都藏着利用夜空心思的各方高层 全部都感觉到心中惶惶 再也生不起一点杂念 地球是我的家乡 我夜空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我是地球人 现在我夜空有了能力 当然要给地球一个机会 给地球人一个机会 夜空说完开口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至尊门总部就射在地球 啊 顿时 平台上的尊级强者全部都乱了 地球人不知道至尊门的高度 可是他们知道 至尊门那是和天尊圣尊一个层次 你至尊门要跟别人抗争 你也要在尊界建基地吧 你把总部放在下界 无论是哪个方面来说 都是不妥的 云阳顿时双目中吃惊 暗道这夜空果然不负狂名 说话做事全部都不跟人商量 他就站在夜空身边连忙低声 此举不妥 将尊门建在下界 安全方面很有问题 若有敌人进攻不宜防守 而且来往的都是尊界强者 老实来来取去不方便 更何况尊界强者力量很大 举手投足说不定就毁灭了 这些小小的星球 谁说在下界 说完他又开口 我使用我之力量 加固地球改变法则 然后将其提升至尊界 或许你们不明白尊界的概念 在那里 每一个人只要动动心念 就可以让这颗星球灰飞烟灭 地球人全部都吃惊 这哪是给地球谋福利啊 这是害地球啊 到那么危险的地方不是要大家死吗 不过夜空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人活着 总是要向往更高的天空 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 每个修士的修行 不就是为了飞升仙界 成为仙人 梦想不过是飞升神界 到了神界 想要的也只是飞升尊界 而现在让大家一下去尊界 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挑战 我会给你们最好最好的资源和环境 只要你们努力修炼 人人都能成为尊者 关键是你们的努力 夜空这句话在场九十多位尊纪强者 全部傻眼 百亿人类全部都是尊者 第2538集 古有强者将自己的仙香和仙界提升至神界 更有不少强者将自己繁解星球放进仙界 夜空这小子 竟然将一颗繁解星球直接跋升到尊界 他这个太过疯狂了 要知道尊界本来就空空荡荡 就两座大殿 如果突然多了一颗星球 那是多么的诡异 你们这些脑子 简直是十股不化 为何尊界就不能有星球 当初尊界刚刚出现 其中百无一物 而后原始至尊 寻找各方财物建造尊殿 原始之后盘古蛮钱分家 盘古重建天尊殿 蛮钱新造圣尊殿 由此可见 只要敢想敢做 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那是大殿的 这却是一颗星球 那大殿不比星球大无数 不是大小 是上面的凡人 凡人又如何 仙界有凡人 神界有凡人 尊界也可以有 至少我们至尊们 在尊界有了落脚地点 夜空的一个决定做出 在场尊级强者 全部都议论纷纷 有人看好 有人觉得可笑 有人看到了 心气象 也有人觉得 这是疯狂 不过 在夜空的感觉 这却是必须的一步 所谓 尊界众志成城 团结就是力量 可笑那些尊界强者 竟然无人能懂 尊界至今一共 不过数百名强者 说句大白话 尼玛几百上千人 就想着战胜混沌 这才是尊界最大的笑话 当然了 元舍和盘古都很强大 他们一个人 能顶一兆的人 甚至元舍一个人 都能引得混沌 几乎开启轮回时代 可是现在当家的是夜空 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行事方式 当然了 也有人建议 你不如弄一颗 神界的星球 一群神奇上界 那不是更利于 尊者的诞生 那不是可以 炼出更多的世界 那不是让 至尊们更快地成长 夜空自然有自己的私心 他从来都不隐藏 自己的私心 不错 我是地球人 好处当然要 给地球人掀上 这是无用置疑的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是把地球 提升到尊界 供应最好的环境和资源 也并不是人人 都是尊者 不说其他 当初夜空 在代郡世界 那里的仙界 有着数量庞大的凡人 也不是人人 都可以成仙的 这就好像给一群 孩童 提供一个 优良的学习环境 最好的老师 顶尖的教材 能不能成才 还是要看你自己 还有一个 也并不是所有地球人 都有一样的待遇 夜空来自中国 有着黄皮肤 黑眼睛 所以中国籍的人类 待遇当然是最好的 那些讨人厌的 窝人之流 上去以后 刚好可以充当 尊界的奴役普总 你看看那些天尊 圣尊 白天没有狗腿子使唤 晚上没有小丫头暖床 真是可怜的 至尊门强者就幸福多了 岛国人刚好弥补了 这方面的不足 刚好他们也喜欢做这个 地球带上戒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加固炼化 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而且尊界其实啥也没有 还不如仙界神界 夜空说要给地球人 最好的条件和资源 这也不是凭空一句话 这些都是要夜空 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不过夜空也不会那么傻 他要充分调动手下 现有的九十位 尊纪强者的力量 凡是公亲的人 不是一个好领导 不久以后 在太平洋中央 夜空造出一块空地 这里的中央放置着 至尊门精神领袖 原始的墓园 围着墓园四周 有无数的岛屿和桥梁 那是为尊级强者的住处 至尊门大殿也在附近 从今天开始 我至尊门创立 尊门贡献点制度 只要是我们弟子 都可以通过贡献宝物 和为尊派出力 得到贡献点 贡献点可以用来交易 也可以兑换至尊传承 以及盘古以宝 盘古其实没什么宝物遗留 不过各种点级精神 却是数量众多 这些引得尊者们轰强 而尊者们更想得到 至尊传承 还要等上一等 因为叶某人 他自己还没琢磨明白 建立贡献点制度以后 各位尊级强者 为尊门 为地球出力 兴致打增 地球人需要的 各种修炼材料 各种强者 全部都从自己的世界拿来 虽然有了 各位强者出物出力 可是要地球适合搬到尊界运行 要地球人能够在尊界生活 这些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是一蹴而就 等夜空安顿好一切 至尊门步上轨道 他也开始了自己的事 虽然我已经得到了至尊传承 成为了尊门领袖 可是我至今一个属于 自己的界都没有 我的狂蒙世界 现在还不知怎样 现在我要做的 是赶紧先炼化盘古第一世界 再去尊界 找回狂蒙世界 夜空心念所致 已经化成一道光线 飞进茫茫宇宙 盘古第一世界 这是盘古炼出的一个界 盘古九千界 其中六千是他杀人夺来 其中三千是他自己炼制 其实那夺来的六千界 全部被人捡走了 而盘古自己炼制的三千界 至今没有一个成为别人之界 他们偷窃盘古界中星球 他们又何尝不想偷走盘古的世界 可是他们根本做不到 因为盘古也是精实大才 他在炼制界的时候 就使用不一样的手法 将基点隐藏 基点就好像是洞府之中的 镇府宝塔 炼化以后就拥有了 整个洞府的控制权 而盘古却是把自己世界的基点 分成亿万份 打散在世界中 所以你找不到 可是夜空得到了盘古 留在弧心洞府的记录 知道了手法 他可以轻易将那亿万份复原 然后将其炼制 茫茫星空一语 万千的光点无声无息 从宇宙深处涌来 向着这一点汇聚 这一点渐渐变得明亮 变得耀眼而夺目 越来越亮 终于一个金灿灿的圆形出现 圆形之中有着螺旋状的标记 这就是盘古留下的标记 果然就是这个 一个轻衣人影出现圆形旁边 金色的光芒照在他的脸上 这就是已经换上轻衣的夜空 变化完这个就赶紧去蹲戒 把我的狂蒙世界找回来 苍茫星空浩瀚星海 一望无影 却有一处明亮无比 那种亮光就算在遥远的地球上 也能够感觉到今天的阳光 有点金色的刺眼 而在那刺眼的光线之中 一个轻衣男子正凝立于虚空之间 双目凝视 口中沉喝一声 这就是盘古师兄留给我的真正宝物 他的世界 确实 盘古遗宝变成了至尊传承 盘古留下的宝物并不多 可是不要忘记 盘古留下的三千十戒 那才是盘古留下最宝贵的遗产 炼完这个戒 后边还有两千九百九十九个戒 都是同样办法炼制 炼 一声呼吓在这虚空之中当日 夜空的力量立即释放出来 和那金色的圆盘相沟通 炼化消耗 宝物初期炼化 那是用自己的火焰熔炼 而到后来炼化就是用自己的精血来激发 到了夜空现在的能力 炼化任何的东西不再需要用火烧 用血焦 他只要放出自己强大的精神念力 在凡界叫做灵石 在仙界叫做仙石 在神界叫做神石 此刻的修为就叫精神念力 夜空的精神念力将这个金色的圆盘包裹其中 用自己的意志来炼化的 这是最强大的炼化 不知道多少十日过去 当不远处一颗恒星的光芒 从行星遮挡之后露出脸 拉出一条一圈圈巨大竹串一样的光环 夜空这边也到了炼化的最后 还有最后一下 夜空心念又是移动 更强的精神念力放出 当炼化到最后一刻到来 只见那金色圆盘一下散开 又分解成千万份 不过这千万份全部都在野空的掌控之中 因为这千万份已经全部都被野空炼化 等它们再重新组合起来 夜空眼中已经有光芒闪动 只见重新组合的金色圆盘之中 那螺旋状的标记不见了 而是多出一个苍进的地球水墨文字 夜 成了 从这一刻开始 潘古第一世界就改名了 变成了野空第一世界 第2539集 散 夜空又一挥手 面前的金色圆形立即又一次消散 引入空间之中 若是不知道守法 任谁来也找不到那全部的碎片 这个世界变成了夜空的世界 夜空又重新成为了尊者及强者 在天尊殿和圣尊殿的殿堂上 都有着遇事新尊者飞升的铜灵 当夜空成为尊级强者 铜灵无风自响 放出清月动人的当当脆响 这铃声又能敲动多少人的心扉呢 夜空练化了盘古第一世界 也就具有了自己上界的能力 星空之中 一道光影笔直向着天空上方飞去 越来越快 开始还能看到那一抹青色 到了后来速度太快 已经成为一道烈火流星 再到最后 夜空的身体已经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 就算是拉长到极其遥远 也只能看见一道笔直的细线 冲天而起 从凡界上来 又经过仙界 又经过神界 盘古第一世界的仙界和神界都被人掏空了 不过在换了主人之后 他们之中的星球又开始了重新凝聚 虽然这年月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 不过作为一个尊者 亿万年弹指而过 夜空等得起 只要没有内贼继续来偷窃 夜空的世界迟早都会繁荣起来 一道细线白亮无比 从遥远处看 仿佛就是一个纤细的蜘蛛网 镜头拉远再拉远 不停地拉远 慢慢地 透过淡淡的云层 就可以看见下方金灿灿的混沌 而那一根珠网细线 正笔直地向上拉起 脱离混沌 直奔尊界上空 白云之上 一位罗山女子素颜轻面 可却群居飘飞 傲然凝利 随后她也飘然飞起 向着那道细线升起的方向迎过去 是罗山天尊 夜空怎么也没想到 她来到尊界第一个看见的 竟然是天尊殿之中少有的女强者 罗山天尊 而且最让人好奇的是 罗山天尊竟然貌似是专门来迎接她的 夜空受宠若惊 心中有些猜测 面色一旦开口 罗山天尊是奉命 带我去天尊殿的吧 抱歉 既然当初天尊殿抛弃我夜空 我就不再是天尊门人 我有我自己的事 请让开 话音寥寥 夜空已经化成光影 飞向狂蒙世界的方向 当初她的世界 正是安放在带郡世界不远 那两个世界大概的方向 她清楚地记得 我不是带你去天尊殿的 让夜空吃惊的是 罗山天尊竟然跟了上来 微微笑道 门主玉阳让我来迎接你 顺便陪你逛逛混沌世界 两道光影在金灿灿的混沌上空 交缠飞行 好像两只洒落光影的花蝴蝶 飞行中传来罗山天尊动人的声音 夜空你看 这下方一半是天尊控制的区域 一半是圣尊控制的区域 就好像你们地球上象棋棋盘的楚河汉剑 多整齐啊 你倒是有心 还专门去了地球学了象棋 罗山天尊 现在地球不流行象棋 流行三国杀 位属三方势力 杀的那叫一个痛快 罗山天尊知道他是故意针对 也不反驳 而是继续开口 当年原始来到世上 收了两个徒弟 一个叫做盘古 另一个叫做蛮钱 夜空有哈哈打断 错了 原始有三个徒弟 三徒弟叫做夜空 这可是最新消息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也就像你这种美女 我才告诉你 你可要给我保密啊 尊气早就人人知道了 罗山天尊吃了一声 不过听夜空夸自己 倒是有些开心 好吧 既然我介绍的你都不爱听 那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这么好 夜空顿了一下 既然说原始当年 有两个徒弟 盘古和门前 那么玉阳是何许人也 又是什么来头 他又有什么本事 能和盘古他们相提并论 玉阳门主 罗山天尊一愣 没想到夜空一下就问到了 玉阳 不过犹豫一下 他还是开口 玉阳门主 是盘古 罗山天尊说到盘古的时候 明显愣了一下 盘古前辈的朋友 他没有师门 没有师尊 只是一位得到上天 心运眷顾的有缘人 哼 有缘人 夜空想起自己 听云阳说过 这可是天下第一的机缘 也不知道怎么选中他 罗山天尊 却是叹了一声 目光看着下边 金灿灿的混沌 其实我也恨他 你也恨他 夜空有些 不可思议地扭回头 果然看见 罗山天尊的美眸之中 含着怨恨 夜空发愣之间 听见罗山又道 其实我这次来迎接你 就是遵从他的命令 要引你动情 牵绊于你 让你放弃和他作对的初衷 什么 夜空震惊 夜空第一经在玉阳 竟然不是罗山用暴力阻止 而是用女色来隐忧 这实在是让人意外 不过让夜空更加意外的是 罗山天尊竟然不打此招 自己没问他就河畔拖出玉阳的阴谋 你和玉阳到底有何仇恨 夜空不由地好奇 不过却在此刻 前方有一光影飞来 一个身材高大赤脚批发的男子 在光影之中忽隐忽现 同时一个热情的声音响起 来者可是夜空遵者 夜空一看 正是当初自己上届的时候 那位抢夺自己圣尊们的赤脚大尊 看见赤脚大尊来了 罗山天尊不愿多说 你的狂蒙世界就在前边 赤脚大尊应该是设好于你 这一句话说完 罗山化成一道亮丽的光云 破空而去 你还没回答我呢 罗山前辈 夜空连忙叫唤 那道亮丽光影并没有停下 不过一句传音 却是滴入夜空的耳中 叫我小右 我的书名 啊 夜空愣了一下 看着光影消失 不知道罗山天尊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人已经走远了 光影一闪 赤脚大尊出现在野空的身边 也看着罗山天尊 消失的方向贪婪道 天尊们 抵一美人 叶兄弟 你厌福不浅啊 夜空收回目光 抱了一个拳 赤脚大尊 好久不见 那个 我和罗山前辈 不过是半路偶遇 并非你想的那样 哦 我就说 罗山天尊 可不会轻易 为一般男人动心 赤脚又看看哪边感叹 如果有一天 真的可以得到此女 也不知道 他和其他女人 有没有不同 虽然知道自己 创立至尊门 已经跟天尊门对立 和罗山天尊 更是分属敌对阵营 可赤脚如此 泄露罗山 在想到他 临走那句悠悠的声音 叫我小悠 夜空心中极度不爽 冷横一声 赤脚大尊 自重 赤脚倒是有些意思 并不生气 哈哈笑道 我就说吧 我高兴了 你对罗山有意思 我一试 就试出来了 夜空无可奈何 只有苦笑 那么赤脚大尊 你在这等我 所为何事呢 赤脚假意怒道 我再给你守护 狂猛使戒 让你安心 接受至尊传承 你可倒好 为了一个女人 莫名其妙 给老子看脸色 老子为你最近 可没吵打架 真是让人伤心到底 喉 夜空又是一愣 本来以为自己 收了那么多尊界强者 上界以后 天尊圣尊都要刀枪相对 找自己要人 可是没想到 任你仙人板板 这两个门派 都能够沉得住气 天尊门送来个美人 圣尊门送来个帅哥 赤脚大仙 赛下对男色方面 没有什么异常的爱好 夜空连忙微笑 回绝对方的情意 你想哪里去了 赤脚勃然大怒 我对男色 也没有异常的爱好 那你为何要对我 如此的好 是我圣尊门门主 我是尊门杰派我来的 那你圣尊门又为何如此对我 这个 赤脚哑口无言 不知如何回答 顿了一下 这才说道 我圣尊门讲的就是自由随意 换句大白话 就是爱咋咋地 我们对人好 不需要理由 赤脚大尊回答 很有圣尊门的风格 不过夜空却是很清楚 圣尊门蛮节 可不是赤脚这样没脑子的 此次嗜好其中定有深意 那请赤脚大尊回去 给满门主带一句话 叶某受此大恩 铭记于心 当作欠他一次大人请 日后有需要 叶某愿意随时偿还 夜空说完 迫不及待飞向狂蒙世界 第2540集 他已经离开得太久了 可是让夜空没想到的是 赤脚大尊倒是黏人得很 又一次跟了上来 喂野狗 你当我圣尊门就差你这份人情啊 你这人太没意思了 再说了 你欠圣尊门人情 那我呢 我给你守这么久 你如何偿还呢 这回轮到夜空哑口无言 其实夜空道并不是巨人千里之外 不过这一次返回尊界 情形大变 他已经是以门尊主 其他两门是离非有 而且跟着赤脚大尊又不熟悉 如何能轻易结交啊 不过赤脚的一句话 却是问住了夜空 他也只好无奈笑道 好吧 赤脚大尊 你说如何偿还 叶某就听你的 赤脚喜道 一言即出 四毛难追 夜空点头也是爽气 好 话说夜空老婆老娘一群小弟 全在狂蒙事件 若不是人家赤脚 此刻恐怕早就痛不欲生了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 就算夜空回去逆转时空 总是不爽不湿 所以还真是感谢人家赤脚 这一次死掉的天尊圣尊超过八十人 他们留下数百上千的世界 光是天尊门大德就留下了百多个世界 还有我们圣尊门的巫统只多不少 现在大家都在疯狂炼化争抢 我想你陪我一行 原来如此 夜空点头 其实他也要再混沌一行 盘古三千世界也要去一一炼化 和赤脚大尊倒是可以同行 互相不耽误 那你在外稍等 我进入炼化狂蒙世界 很快就出来 夜空话语声中 已经一头扎入混沌之中某一个心理 消失不见 而在守候的赤脚也是面带喜色 自言自语 看来这一次 我赤脚要成为一个圣尊了 五次元圣尊 期待已久啊 赤脚没想到的是 这次一去竟然不可收拾 成为一个超强圣尊 狂蒙世界 此刻正是一年雨季 神界遍布细密雨珠 毛毛细雨将视线遮挡 缓缓接近 才能够看见雄伟的众神山 巍峨陡峭 众神山顶一尊夜空的雕像直指天空 这并不是夜空要立的 只是他常年不在众多女人们心中思念 就立了一个塑像 然后每天推开天窗就能看见某人的阴容小貌 细雨微风吹动谁家窗帘 独立窗前又为谁等待千年 一声雷重 众神山也被光辉照 不过这闪亮之中 一个轻衣身影已经走在细雨石阶上 这正是已经炼化这个世界的夜空 虽然天尊门规定不到天尊 不得回归自己的世界 不过夜空现在已经是至尊门的人 当然不用管哪些迂腐的规定 买着何人 有神兵出现在小道上挡路后道 不过夜空并不搭理 身影一闪已经越过他数千史线 已经达到石阶顶端 可恶 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神兵顿时汇报上去 没一会儿 众神山上的神兵全部行动起来 寻找一个超强的闯山者 不过等神兵们找到此人 才发现他已经在众神山 史神大殿之中 和母神命运神等神界最高强者 笑闹一片 夜空的狂蒙世界和地球时间 并不是同步 当初夜空从带郡世界 神界飞升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加上他去地球又折腾了一圈 这次回来 狂蒙世界已经过了三千多年 虽说这三千多年 对于天神来说 并不是非常久远 可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不孤单 等一个人才孤单 正是有了等待 所以日子才难熬 三天年 对于其他天神来说 并不久 对于狂蒙世界的进化发展 也显得很短 可是对于那等待 夜空归航的他们来说 三千年 那可不是那么好等的 更何况 尊界强者众多 夜空的爱人们 哪个不是为他担心 所以当看见夜空回来 老娘和众位老婆 都是忍住泪流满面 好了 没事 这不是回来了吗 虽然安慰大家 不过夜空也是心中感慨 自己这一次真是危险 要不是运气不错 恐怕就回不来了 同时他也放下了一口气 多亏了赤脚大尊帮忙守护 否则若是被戴郡这种混蛋收去 自己的狂蒙世界后果 真是不堪想象 你这个混蛋 每次都让我们那么担心 陈九娘含泪骂倒 原来一千多年以前 神界突然莫名抖动起来 所有的法则都要崩溃一半 上下好几界都已经感觉到这种抖动 当时可把各位都吓死了 以为这个世界要崩溃了 以为夜空在上界出了什么事 夜空心里知道 那个时候定是玉阳剥夺了他尊者的资格 强行分离了他的世界 想到这里夜空目中一宁 娘 你们都放心吧 以后夜空我不会再让你们担惊受怕 我答应你们了 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 美貌动人的影族 一脉影含泪脆倒 哼 又答应我们 当初你答应我 说要带我们去你老家 喝着果汁戴着墨镜 穿着比基尼 在阳光海滩上日光月 现在上万年都有了 你的承诺呢 众女顿时全都鄙视 只有陈九娘默不作声 过了这么多年 她也成为了母神 她要是再想不通夜空和自己儿子的关系 她就傻了 所以每次听她说什么老家 她都是不言不语 不会傻兮兮地说一句 老家不是我们南都城 夜空对这个事也是有愧于心 她黑黑一笑 放心吧 我肯定会带你们出去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 到时候 你们会满意 她想的是 等地球足够强大就带来尊解 到时候再把各位老婆移民到地球 全力帮助自己的家人成为尊者 回到狂猛世界 自己把外边发生的事情一说 诸位老婆们都骂带俊 没想到那家伙竟然如此的可恨 当初在带俊世界 还是很惊讶她的 谁知竟会这样 可同时大家又为了生活中 带俊世界中的那些老友担心 你们就放心吧 这次带俊被我杀了 她的世界已经成为了无主之介 稍后就去将其一并收了 到时候两个世界 还可以两界通渠 来回走动 那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众老婆们都是喜出望外 恋若兰更是开心的 好久不见朵朵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 真的好想她 夜空回来 和老婆们相处了一些时日 当然是久别重逢 圣死新婚 每天都沉醉在温柔箱中 日子转眼即逝 温柔相识英雄主 不过夜空也不敢沉溺太久 毕竟太多的人太多的事 太多太多都在等待着她 而且她回到狂蒙世界 还有另一件事 狂蒙世界 某一个繁界中某一个星球 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山 这座巨山维俄 表面覆盖厚厚的黏土 而在黏土上 又生长着绿色藤蔓树木 这山的山形也很奇怪 顶部尖细 中下突然庞大起来 跟一个大肚子差不多 我们这次进山寻宝 老婆 你可要小心些啊 放心吧老公 虽然肚子大了 可我也是一个金丹七的强者 对 你不要拖大 我们俩虽然都是金丹七强者 可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对话声中 一男一女两人脚踏一根飞溅 不在十多米的高空 飞向那座拐山而去 一会儿以后 两人已经落在山中 腰突起出 这座山都是一些腾锣蜘蛛 会有宝物吗 大肚子女人走下飞溅 男修士哈哈笑道 当然有宝物 据说很多年以前 一个土拨鼠腰住在这里上千年 就在等着这里出宝 那后来 女修士一抬头 顿时言语耿住 吃惊地看着前方 有人 怎么可能啊 这山虽然高 可是面积不大 作为两个金丹七的灵石 可以覆盖面前所有的山头 可是男修士一抬头 果然看见前方 站了一个轻衣年轻人 喂 你是谁啊 小心点 我们可是金丹七的强者 男修士顿时上前一步 挡在蕴七前方 哼 金丹七就算强者了 轻衣年轻人失效 这正是从众神山下界的野空 不过这对道旅的女修士 却是凌罗 连忙拉住丈夫 对着野空行李 见过前辈 晚辈经历历 这是我的道旅刘子言 我们这是来上山寻宝 若是冲撞了前辈 还请见谅 这是你仙人版本 我夜空心书 九死成神 现已上架 还不快来支持 第2541集 南修士刘子言 也是醒悟过来 连忙告罪行李 话说人家 站在自己面前 临时都没感觉到 这摆明着实力 远超自己夫妇二人 夜空摆手笑道 无妨无妨 只是我想知道 那吐蕃鼠哪儿去了 刘子言连忙道 前辈 吐蕃鼠妖 已经被一群寻宝者杀了 不过那群寻宝者 也没找到宝物 空手而归 这么快被杀了 夜空微微一笑 看来那吐蕃鼠天翼 就是摸不到琵琶珠 若是他安心修炼 说不定还能活得久一些 若是没有那个命 越多的财宝 反而越是害了他 夜空眼神一收 既然没找到宝物 那你们还来 寻什么宝物呢 刘子言苦笑 不瞒前辈 别看我们夫妻 都是金丹修士 可是却是穷困 想给未来孩子 提前准备一些 陪圆丹药都没有 注鸡丹也不知 何时才有 想来这里碰下孕节 女修士金丽丽 看着前辈倒是和气 连忙问道 前辈 这里到底有宝没 这里有宝没有 夜空看着面前 一对修士期待的眼神 他回头昂首 看着这山高处 淡淡道 这里当然有宝 这里最大的宝物 就是这座山 我为这座山而来 啊 这座山是宝物 刘子言和道吕 都是吃惊 没看出这座山 有什么特殊 好了 你们速速离去 我要把这山收走 夜空大修一摆 事宜二人离开 这 把这山收走 两个修士 都是暗自吐舌头 作为金丹七修士 已经是门派之中的老祖了 可是他们也就是 使用飞剑法宝之类的武器 哪里见过山一样的宝物 这人恐怕至少 原因之上啊 化身级别的强者 两人想到这里 目中都是惊恐 本来想要在这里碰些运气 没想到遇到了一位强者 不过就在他们 想要离开的时候 那位轻衣男子 却是叫住他们 慢着 前辈 还有何事啊 两人都是战战兢兢的 回过头来 既然今天在这里遇到你们 就是缘分 送你们未来孩子一点礼物 夜空说完 一抬手 一道金光打进 女修士的府中 刘子言一剑 顿时双目等大 前辈 您这是 需要紧张 我没有带什么 适合你们的武器 也没有下界修士 使用的丹药 可以给你们 所以给你们孩子 打了一道护体神器 等他出生 炼化这道真器 恐怕这一剑就已经拦不住他了 夜空说完 大修一摆 你们去吧 话音之中 刘子言和金莉莉 只感觉到眼前光影一闪 已经被送出千里外的一个山头上 摇摇看着那座怪山 两人眼中都是震惊 那位前辈难道是仙界强者 我们的孩子 只要把他护体神器廉花 这一剑就挡不住啊 好大的气势啊 什么 你听清楚了 刚才前辈说的可是神器 难道 难道他是双双界的天神 天哪 快快歇恩 就在两位下界修士 摇摇给那边磕头的时候 就感觉到脚下地面 整个都颤抖了起来 惊慌的两人抬头再看 只见那边怪山抖动的更加厉害 来回的剧烈晃动 那是 惊慌失措的两人摇摇观看 只见那怪山表面的藤螺和泥土 都在抖动之中剥落 而在乌泥进退以后 一只有山峰大小 光洁晶莹雪白玉石枇杷 助力在对面 玉石枇杷白润动人 夜空站在枇杷下 心中一股复杂的情绪生气 其实他并没有到处送礼的习惯 之所以送给那对年轻道旅 那么重的厚礼 是因为当初他也如同这对道旅 来到了玉石枇杷下 当年他和他们一样 金丹妻的修为 当年他和他们一样 一无所有一穷二白 当年他和他们一样 只有对未来的梦想 和一颗年轻的心 现在我老了吗 我还是很年轻啊 笑声之中 他一秀一招 已经将这座顶天立地 巨大玉石枇杷授入手心 随后化成光影 消失一空 夜空从温柔香之中 抽出身来 把枇杷型的菩提树 收起那是有原因的 根据夜空的大计划 那就是要让更多的人 成为尊者 要有人陪他战斗 要有更多的人 站在他这边 要让至尊门 变得更加的强大 不过问题就来了 其实其他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菩提树的产量太少 换一个界 只能出产一枚 而且出产以后 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生长 夜空要完成 自己梦想的计划 菩提树 就是他的瓶颈 不过在至尊传承之中 夜空已经看到了希望 夜空体内的金色小碑 缓缓旋转 一些信息 已经仿佛音律流淌而出 所谓菩提 即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正得最后光明之性 终而涅盘 菩提树为之所化 因此称作菩提树 夜空得到这些信息 目中一明 大彻大悟者 涅盘以后化成菩提树 那菩提树的产生 和出现 岂不是和佛门有关 可是尊界并无一佛 按说佛界控制万迹 基本不管天尊 圣尊世界都有佛门弟子 可为何尊界 没有一个佛呢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这个事情 和我大计划有关 我必须要弄出 更多的菩提树 要结出更多的菩提果 要创造出更多的尊者 夜空一把 将自己世界中的菩提树握解 随后化成光影 直奔狂蒙世界的神界而去 神界的一侧 和另一侧一样 这里依然是漫天的细雨 狂蒙世界的神界 每次雨季 整个一界都在同时下雨 都是沐浴在细雨中 不过景色完全的不同 这里有着跟跟冲天竹笋 一样的佛塔 佛塔下有着洁白的象群 再悠闲地晃荡 而在那些干净的道路上 一个个穿着 麻袍衣物的信徒 虔诚地对着那佛塔中央 巨大佛像 目着细雨 行礼跪拜 对于这些虔诚的佛徒来说 他们巴不得雨下得再大一点 才能考验他们的信念 而目在雨中 大量的佛徒之中 一个轻衣年轻人 却是状态完全不同 他昂首挺胸 阔步而行 龙行虎步直接走上了前方 他并不是藐视佛祖 而是一种自然的气势 仿佛天生带着超越一切的力量 就连佛祖也不能让他低头 说起来 夜空还真是没有信仰的人 这个世界有人信仰佛祖 有人信仰力量 而夜空信仰的 就是自己 不是因为他狂妄 而是因为他知道 很多时候除了靠自己 他别无选择 此刻 就在那仿佛高山一样的巨大佛像上 一个百衣飘飘的白裙女子 默然回头 她眉心的纤细万字印 闪动着淡淡的金光 回头看着那一片遥远 她红唇微动 宁静安逸的脸上 竟然浮出一丝灿烂的微笑 是他来了吗 那一刻 佛国万丈金光闪动 所有昙花都洁白绽放 这些年怎么样 夜空微笑着走向佛像之巅 走向那个白衣白裙 仿佛白脸一样绽放的女子 这个女子正是西林林 她在带郡世界 接受了佛门的传承 来到夜空的世界 就做了佛祖 说起来 夜空的老婆们 都羡慕西林林 因为她开拓佛国 盲于传佛 有了自己的事业 不想她们更多的时间 用于思念 可是谁知道 西林的心中 有着不亚于她们的思念 这些年 西林林刚要说什么 美眸之中就是已经 原来这坏小的竟然上来 就从背后 还住了她纤细的小腰 一桩火红的唇 已经贴在了她的后颗 别这样会给人看见的 西林林扭动了一下 却是又笑了 我是佛祖 你就是魔鬼 说完 她束手一挥 一道金色的光柱升起 把她俩挡在柱中 从远处看 巨山一样的佛像 宝像庄严 佛像头顶 一道金色的光柱 贯通天地 佛祭 佛祭啊 如真细雨中 信徒们全部欣喜若狂 幡然跪倒 可有谁知道 那佛际光柱之中 夜空正分开这朵 洁白莲花的长腿 你去死啊 不知道多久以后 金色的光柱 依然是冲天而起 一男一女相拥而坐 看着驻外辉弘的神界 夜空又一抬手 掌心已经出现了 一个小小的玉石琵琶 第2542集 这是 西灵灵倒是不太明白这些 结果小玉石琵琶 放在手中把玩一下 点点琴手 此刻很有佛性 佛性之强 恐怕我的师尊佛祖 也相差甚远 这东西就是菩提树 据说是大车大悟者 涅槃之后 才可以化成菩提树 陷在混沌之中 有世界数十万 可是菩提树 却只有一千零八十棵 所以我这次回来 很重要就是搞清楚 这菩提树的由来 以及它和佛门的关系 西灵一听 洁白的脸上顿时怒道 原来你来佛国 是有事而来 确实是有事 不过 我也是想尽快找到菩提树 多结菩提果 到时候 肯定是先让你们 成为尊者上界 到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不再分离了 虽然夜空有事而来 不过夜空的事 也是为了大家 西灵倒是心中感动 又将解白的身子 导入夜空的怀中 我也弄不清 不过 我曾经听我师尊说过 我佛门最高的强者 不是佛祖 而是菩提 佛祖管理佛的相关事物 扩大我们的传承 让世间人都听到佛音 解救世人 可是真正的那些大彻大悟者 他们是不会现世的 这些人就叫菩提 只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原来如此 夜空点点头 不过得到的信息并不多 你这个佛祖不称职啊 西灵灵脸色一红称道 我当然不称职 竟然在圣祖佛像上跟你 若是我的师尊长辈们知道 他们会骂死我的 低头看着这张 一衬衣洗的脸蛋 想想当年 它只是如同一朵 独行世间的莲花一样 清新淡漠 而现在 也能如此地娇柔 如此丰富的表情 夜空看得心动 又一次翻身压过 将这朵洁白的雪莲 再次风雨一回 佛像之巅 春光一片 停留都是短暂的 攀登才是永恒 就算是痴迷兮凌凌 夜空也是要告别 这一天 一个人影破解而出 冲出混沌 远远的 一个赤脚长发 洒脱的汉子迎了上来 我说夜空啊 你这次下去的也太久了 难道在老婆孩子热炕头 天哪 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在争夺 那些无主的世界 分秒必争 赤脚大尊不满地迎上来 尊戒连时间法则都没有 你怎么能说我久 我下去多久 你又能说清楚 尊戒是没有时间 可是我的世界有时间 我从那边就知道 你回去有一年有余了 哪有那么多 你世界时间太快了 夜空冷横一声 直奔混沌中另一个方向 喂 这边这边躲 赤脚大尊连忙赶上 等一下 我先把戴郡纳斯的世界收了 我有用 戴郡世界距离狂猛世界不远 而且不远处就是戴郡第二世界 现在戴郡被人面全吃了 他的世界就全部成为了无主世界 刚好夜空和赤脚两人一人一个 分别把两个世界给收了 炼化完以后 夜空一头扎进戴郡世界之中 从今天开始 这就是他的世界了 这一天 戴郡世界之中 原先的天狼山 现在通天通道已经消失 在那一片白色的瓦砾山上 遍布的是各种的牢笼 天狼山原先神王宫所在之地 现在却变成了囚禁之地 神王被囚 光神被囚 龙神夫妇被囚 法神被囚 名神被囚 将神一家子都被囚 所有和夜空有关系的 所有受过夜空好处的 所有曾经帮助过夜空大小神奇们 此刻全部都被囚禁在天狼山 曾经高高在上的天狼山 现在却成为了一片可怕的地狱 戴郡又一次从外界带来了可怕的植物 神血藤 这些神血藤乃是尊戒植物 只在尊殿之中少有种植 不过戴郡却是又一次下界 那些监狱牢笼外 全部都种满神血藤 从远处看 一片黑紫色 在风中翻飞 仿佛黑紫色的潮水一般 那些被积压在牢笼之中的神奇 他们有的哀求 有的哭诉 有的不服 不过这些都不能减少对他们的惩罚 在半空之中一个光头身影宁丽 开口哈哈笑道 没有都没有 你们不是跟夜空好吗 你们不是讨厌我戴帽吗 我就要让你们天天受这种折磨 戴帽一挥手 给我喝他们的血 不就神灵们 你们颤抖吧 话音之中 那些神血藤全部都兴奋起来 使劲翻飞晃动 然后如同毒蛇一般 飞速钻进一个个牢 随后 里边就传来神灵们痛苦的喊叫 戴帽 你混蛋 夜空杀你与我等何干 你找不到夜空就来折磨我等 放了我放开戴帽 我恨你 若有机会 我必杀你 一声声惨烈地喊叫在天狼山回荡 这些神器虽然很多都是不朽神灵 在神界都是金字塔最高层的存在 可是在创世神戴郡的面前 他们什么都不是 戴郡其实本来并不一定处罚自己戒中的神灵 可是被他复活的戴帽 却是不断紧缠眼 说这些天神全部都是背叛 理当该死 就算是死罪逃脱 要折磨他们 戴郡回来已经是一个天尊强者 他轻易地就囚禁了这些与夜空有关的天神 又使用尊者力量将戴帽变强 这下一来戴郡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志强 虽然他将夜空选麻的神王赶下了台 自称神王 可是他却根本不管神界之事 每天就知道折磨这些被囚的天神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戴帽就多了一个毛病 每天不亲自来折磨这些人 他就浑身不自在 神学达 你们这么蠢吗 喝血有什么用 要钻进他们的体内 长在他们身体中 戴帽低头来到光神许德龙的笼子外 笑道 许德龙 当初我哥那么栽培你 你竟然就看着夜空杀掉我 许德龙被数时跟神学藤连在身上 痛苦不堪 不过却是咬牙骂道 去你骂的 早知道就让夜空杀你之前 先好好折磨你千年万年了 嘿 现在是我折磨你千年万年才对 戴帽哈哈大笑 又把脑袋移到另一个笼子上 龙神梅士兵 女龙神秦雅妮 嘿 你们夫妻在这笼子里住的可安逸 明知自己老了就不要再出来混了 现在好 晚节不保 高贵的龙神成为阶下囚 梅士兵也是全身被黑紫色的神血藤插满 痛不欲生 不过他扭曲的面孔却是咬牙硬撑 看见戴帽凑过来 他扑得吐出一口唾沫 开口骂道 戴帽 你不会得志很久 我必杀你 他这口唾沫 当然不可能吐中戴帽 不过却是激怒了戴帽 戴帽顿时怒道 梅士兵 你找死是不是 来人 把他的老婆给我拉出来 分开龙子关押 让他们夫妻虎相看不见 嘿 发生什么可就难说了 龙神一向疼爱老婆 听着一说顿时目自欲利 疯狂地挣扎 口中已经不说其他话 只是立声呼吼 我必杀你 我必杀你 嘿 杀我 你做梦去吧 戴帽哈哈大笑 得意洋洋 顿时就有几个神兵飞了过去 正在打开牢笼 拉出女龙神 突然地面整个抖动起来 你这是 戴帽吃惊 眼中露出惊死 震动越来越大 随后就看见天狼山的眼睛 突然轰的一声裂开 露出一个黑色的窟窿 正在被神血腾抽去神血的光神等人 看见那黑色的窟窿都是面有惊涩 不过戴帽却是哈哈笑道 哼 上级来人了 想必是我哥回来了 上次他说很久才回来的呀 突然 裂口又一次扩大 仿佛被外边有人一拳击破 大片的空间向内击舍 紧接着 在众人各不相同的目光中 一个轻衣人影阔步走出 敬空 在场所有人全部都瞪大了眼 夜空走出来也是一愣 没想到天狼山竟然变成了这样 不过他精神念力放出一扫 就明白了发生什么 朋友们 叶某来迟了 夜空心中愧疚 让朋友为他遭罪 这是他最受不了的几件事情之一 那边海神 雷神等人 已经全部兴奋起来 吃什么吃 只要你来了 就不吃 第2543集 龙神也是放声笑道 不错 就算再迟来千年万年 我们也等得紧 许德龙向来不给任何人面子 你少来 还千年万年 我看夜空再迟来半个时辰 你就要哭鼻子了 在场众神都是放声大笑 不过半空之中 戴帽却是知道不好 前段时间神界颤抖 他就感觉不是好兆头 现在看见夜空突然出现 他的心中紧张了起来 我哥莫非没有打过他 把这个世界被他夺了 戴帽想到夜空夺了世界 倒没想到戴郡已经殒命 不管他了 先离开这里再说 戴帽想偷偷地离开 不过背后却是响起了夜空的声音 戴帽 这么着急走啊 好久不见 我有话要问你 戴帽心中已经 不过还是回过头陪笑 这不是夜空吗 我刚没看见你 你有什么就问 在下定人之无不言 夜空一步步从虚空中走过来 面上带笑 目中却是冷立 我说过 神血腾此物 神界永不栽种 你为何要违背我的命令 戴帽一听来者不善 开口道 是我哥戴君弄来的 你有本事找他去 你问我干什么 哼 原来是这样啊 戴君天存搞来的 那就算了 戴帽心中一息 心说你也是个软祸 听说我哥就怂了 不过夜空却是一句话没说完又道 前些日子他已经被我处死了 就不再追究了 静 顿时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戴君是谁啊 这一界的史神 创世之神 在这一界就是天 就是万物就是一切 永恒不死的存在 所有人心中永远的封碑 可现在竟然被夜空处死了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戴帽惊地后退了两步 就算是看见夜空点头 他依然无法相信 不可能 我哥怎么会死 他是强大的天尊 哼 天尊又如何 当死之人早晚会死 夜空此刻正走在天狼山的高处 抬头放声喝道 众位大小天神听着 戴君已死 世界归我 今日正式更名为狂猛第二世界 日后将会与其他狂猛世界 互相通行 夜空的声音 瞬间传遍整个神界 每一个人 妖 兽 魔的耳中 说完这些夜空顿了一下 再次喝道 狂猛第二世界 此名称 又不再变 戴帽知道自己必死 罢了 我哥都被你杀了 我讨厌无数逃 你杀了我就是 夜空却是目中灵力 看着脚下大片紫黑 既然你喜欢这些神血腾 那我就不杀你 让你永远受其折磨 戴帽立声喊道 你不怕我有一日翻身 夜空喝倒 永远不会 夜空对自己有信心 这也是一个强者的气魄 随后天狼山上 巨大多数的神血腾 都被夜空挥手消灭 光神龙神等人 全部都放出 神王宫 天空神庙 全部都还原模样 而剩下的那些神血腾 就是为戴帽准备的 夜空布下一个禁止 将戴帽和神血腾都放在里面 让神界所有人从这里经过 都可以看到戴帽的下场 夜空并不是恨戴帽对他做了什么 而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凌辱他的朋友 想不到你还真的回来了 龙神等人从牢笼中出来 围着夜空 全部都是带着热气的笑容 在戴郡世界多年收获得最重要的 夜空始终觉得是这些友情朋友 是 我不但回来了 我还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会尽一切力量 让你们也成为尊者 不能成为尊者 也可以和其他世界联通 互相走动 见识更多的世界 走更远的路 见更多的风景 这才是人生 当夜空说出这些 朋友们全部都眼中射出奇异的光芒 夜空出现以前 这个世界已经是一片的灰暗 枇杷猪只有一个 菩提树也被挪走 剩下的天神们 留给他们的就是绝望 一个修士努力修炼 苦修士 放弃人士繁华 只为成仙肥生 到了仙界拼死冲杀寻找机缘 终于可以杀出重围 再次飞升 到了神界 继续努力修炼 拼尽一切的力量向上攀爬 可真的攀爬到山顶 竟然是绝路 到了天花板 再难寸进 如果你继续努力修炼 等待你的只有神力膨胀 害人害己 神乱 事实就是这样 一片死灰一样 天神们根本看不到希望 尤其是那些不朽神灵 他们的神力越是强大 而他们距离死亡就越加地接近 当然 他们可以放弃神格 放弃神力 从此销声匿迹于云海之中 可是修炼了千万年 到头来所拥有的难道 就真的是一场空吗 一场空 但是又有谁能打破这一切 这就是规则的无情 菩提果永远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强者可以走出 其他人 以前以后的人 全部都不会再有菩提果可用 没有出头之日 直到野空出现 那些矿矿 那些无人可以打破的规则 在野空面前 都仿佛可以轻易撕碎一般 他告诉他们 还有机会上界成为尊者 每个人都有机会 希望 有 修炼到尽头还有路 直通天顶 这就是解决了这个世上 所有神奇的烦恼 本来那些极度信仰带俊的神奇们 在得到野空带来的这些希望以后 他们全部打消了这一次的对抗 一心一意败起了野空 把野空当作新的信仰 而在此时 一个身影已经走在神界西部某一个国度 西天佛国 茫茫云海缓缓打开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金色和白色的世界 金色的屋顶 洁白的墙壁 一眼望去圣洁安享 和狂蒙世界之中西陵林建造的佛国一样 这里也是遍布竹笋一般的蛇丽塔 林立在塔后一尊巨大的佛祖雕像 就是一座金色的山峰 灰红而耀眼 突然 一个青衣身影出现在了佛国上空 他刚出现 就有一群眉心有着万字标记的佛门神奇飞临上来 领头的是夜空的熟人 剑佛张问天 见过新人是神 也是神 张问天等人早就听到夜空的宣布 当然知道夜空已经杀掉了戴郡夺得这个世界 哼 我想要求见佛祖 虽然夜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可是佛祖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夜空越是向上追寻 就越是发现佛门的特殊 几乎每个世界之中都有佛的痕迹 可是他们却永远的那么低调 不显山 不漏水 甚至连尊界都不涉足 夜空相信 只要佛门心想 尊界就会出现很多佛门强者 可是人家不争 看见夜空如此恭敬的一个神界佛祖 见佛等人更是肃然起敬 佛祖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们已经禀报了一目大事 他马上就会从闭关之中出来 一目大师 夜空信中已经 从仙界他就听闻这位 以仁爱之力飞升神界的至高人者 只是一直无缘得见 赶紧带我去 见佛笑道 在这里等就可以 他马上就来 带我去见他 我从仙界就听闻过他的大名 他是我的前辈 是我以心尊敬的人 怎么能让他来见我呢 快 那这边请 舍利塔洁白 翠竹碧绿 绕过一片竹林来到了一处茅舍外 刚好看见一个枯瘦的各高老者 匆匆走来 张问天道 石山那就是一目 石神降临 一目皆应来迟 穿着灰色马袍的一目大师赶紧走过来 想要给夜空行礼 可他却是被一双手拖住 大师勉礼 夜空打亮这个慈祥的老者 目中已经有光点闪动 大师 要跪下的不是你 而是我 夜空这一说 一目和剑佛以及陪同的人都是大惊 连忙到使不得 夜空却是坚持摇头 大师佛界刘宝 至木灵珠 降魔渡厄 五大名王爷 助我斩出妖魔 无数次救我于危难之中 没有大师的帮助 我夜空早就灰飞烟灭 大师就是我的师尊 这么多年来 总是想见大师一次 却是一直没有成行 第2544集 夜空说到这里泪光涌动 扑通贵道 端端正正磕了三个头 大师莫要惊慌 人爱之力 世人敬仰 何况我夜空寿大师好处 这三个头 你受得起 一目大师也是性情中人 瞬间闭口不言 摸着夜空的头才缓缓道 你一个创世 使神岂能归我 速速起来 起来 后边的剑佛等人开始 还心说这姓夜的这次来 求佛祖才故意这么客气吧 可是现在这一看 全部都惊得半天 不知道说什么 等夜空站起来 一目这才到 你可是为了菩提珠 一事来的 一目的一句话 就让野空吃惊了 这一世界之中 万草万木 万事万物 都逃不过野空的法眼 可是唯独例外的 却是佛祖 自己摸不到佛祖的行踪 也就罢了 想不到还被别人知道了 自己的行踪和心思 看着夜空吃惊 一目笑道 你莫要惊讶 只是那菩提树 和我佛门关系深厚 你带着菩提树 来到这一世界 佛祖就能感觉到 当然就猜到你的心思 哦 原来如此 夜空这才放心 原来佛门 根据菩提树的感应 这才猜到自己的行踪 我刚刚从闭关之中出来 又收到了佛祖的信息 他让我带你去佛界 他会在那里见你 夜空恭敬的双手合十 那就有劳大师了 他这才知道 怪不得自己 不知道佛祖的下落 原来是去了佛界 佛界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夜空接受了带郡事迹 所以上下各界都能看见 唯独对佛界之中 却是只有看见一片圣光 想来应该是佛祖和戴俊 达成了什么协议 屏蔽了外边的精神力量 一目说完一开手 已经在面前打开了一扇 通向佛界的大门 叶尊者 这边请 听一目称呼 夜空已经感觉到佛门之人 虽然没有上界 可是对上界的事情 还是知道一些的 要不然别人都叫夜使神 只有他叫尊者 夜空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佛界 刚一踏进去 对面就走来一个 穿着灰色僧袍的和尚 也是熟人 正是当年接待夜空的能修大师 数年不见 大师别来无恙 夜空单手行礼 他这是和能修大师 第三次见面 而当日能割肉劝善的举动 让他印象深刻 也正是那一次 对佛门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叶尊者 这边请 不过今天能修的表情 有些奇怪 虽然面乃微笑 不过确实有些复杂 而且看上去 并不是那么的热情 也不愿和夜空多说 好 夜空也不好 只好点头 跟着能修往里边走 佛界果然和其他世界不一样 夜空跟着能修走过 一路都有人行礼点头 不过夜空却发现 很多的信徒都是跟随着他们 也在往佛界的中央寺庙涌去 难道今天恰逢佛界什么大事 夜空心中疑惑 暗自跟着能修往前走 一会儿以后 一座巨大的寺院出现在夜空的面前 以前夜空也进去过 那时去的后院塔林 而这一次夜空却是向前院 不过行走了一路 夜空更是疑惑 只见一路走过 张灯结彩 到处看上去好像是一片喜气扬扬 可是看那些僧侣信徒的脸上 却好像并不是这样 一个个表情素物 甚至还有些悲怆 这是怎么了 眼前洁白的回廊佛祖的画像 跟随着能修转了一个弯 眼前豁然开朗 一处开阔的大院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玉气的栏杆 荷花在碧波之中荡漾 洁白的连朵随风起伏 这是一个大院之中的莲花池 而在莲花池的中央 一朵巨大的白色莲花 如同一个平台 悬浮在碧波之中 而在那连台之上 一个穿着洁白袈裟的男子 露出一侧的肩头 他正盘膝而坐 佛祖 夜空虽然第一次见到此人 不过已经知道这就是佛祖 夜空感应并不是此人 眉心的万子标记 也不是脑后金光灿灿的圆盘 而是夜空感觉到此人的力量 此人的力量竟然具有 不下于尊者的力量 想不到在这一界还有如此的力量 不过身在此界之中的人 又如何能感觉到这股力量的强大 只有尊者才知佛祖的强大 夜空暮色一动 就准备朗声开口 不过却没想到佛祖猛的一睁眼 对着夜空微微一笑白白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这什么情况 夜空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接下来的一个场景 却是让夜空顿时大惊失色 突然从佛祖身体之中 猛地蹦出滚滚的火苗 那些火苗出现得非常的迅速 一下就将佛祖全身席卷 就在夜空震惊之中 佛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见 整个被淹没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这是 夜空再次不知所以 回头去看能修 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能修宣了声佛号翻身跪倒 和他一样 身边所有的信徒全部都就地跪下 双目闭起 口中念诵经文 最后跪下的是一目 他双手合十行礼道 阿弥陀佛 佛祖是要你仔细看看他作画的过程 说完 一目大师也跟着跪下 闭起双目 口中念诵 佛祖作画 作画就是佛门中死人了 按道理来说 佛祖这样的修为已经不用作画 他已经达到尊者级别的修为 他何必在下解之中死去 法则都已经无法限制他 他何必要死 更何况巧的是 佛祖明知道自己今天要来 他就今天作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火焰越来越强大 仿佛祖就是一段木头火光雄雄 在佛界万众的吟诵超度声中 那巨大的莲花上的莲拌 全部都合拢起来 就好像很多张手覆盖了下来 将佛祖和火焰都包裹在其中 而作为一个尊级强者 夜空更是可以感觉到里边的力量 在剧烈地挣扎 那些力量是佛祖亿万年的修为 他们不甘心跟着佛祖一起消融 他们想要挣脱 想要离开佛祖的身体 回归这个世界 可是佛祖已经被自己烧得没有了意识 但是他依然限制着他们 终于 这些力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们全部往着天空猛地喷射 一到七彩色的 好像彩虹一样的巨大光柱猛然冲向天空 避之而去 而在随后 这道力量光柱竟然好像结冰一白 瞬间拧紧 成为一株有奇异的七彩色巨大的树干 当这一刻来到 所有的信徒们念诵经文的声音骤然加大 而夜空的耳中 也传来佛祖留下的声音 夜空 你可看清楚了 这就是菩提树所化成的过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听到这句 夜空口不能言 顿时有泪水涌上 恭恭敬敬的行礼 牺牲自己 只为救世人 叶某必然不负所有人的期望 佛祖 你安息吧 佛祖作画 只是为让夜空看清菩提树成就的过程 不过夜空感动之余 心中又有疑惑不解 若是佛祖只是为了增加一株菩提树 那他要看清菩提树的成就过程 又有何意义呢 再说了 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佛祖 整个混沌中现有世界数十万 除去一些已经荒废崩坏 即将毁灭的世界 最多也只有五六十万的佛祖 就算是全部都涅槃成树 对夜空来说 依旧是杯水车心 更何况有些世界的佛祖修为不够 亦或者是不愿为此牺牲 佛祖作画 典礼仪式纷繁复杂 也不用夜空去参加 自然有能修大师 将夜空领到后边的禅房 这才将佛祖的遗言一意传授 佛祖云 菩提是佛门尊者的境称 大彻大悟 而有强大能力者 方为菩提 为超度众生 显示万众平等 与万众一同受难之心 菩提不用飞升为尊者 原来如此 夜空不游的点头 第2545集 怪不得尊界没有佛门中人 那是因为佛祖 就算是达到尊者的级别 也不用飞升 而是留在下界 与万众一起经历磨难 守护众生 这时又听能修道 菩提有无等 已约发心菩提 为发心之愿 向往至高 为初之菩提 二约福心菩提 为制服烦恼 降服我心 为二级菩提 三约明日菩提 为内心情景 明心见性 为中级菩提 夜空听了点头 原来和尊者 大尊 天尊 圣尊 至尊等一样 菩提也是有等级的 分别是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初到菩提和无上菩提 最初的就是发心菩提 也就是说这个菩提 有成佛的想法和心愿了 然后福心菩提 就是说他已经征服了自己的内心 具备成佛的潜质了 第三明心菩提就厉害了 他已经真正的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不但明白自己的心 还明白别人的心智 不过讲到这里 能修也并不着急 讲后边的两种 我们佛祖 就是明心菩提 原来已经是第三层的菩提了 夜空暗自点头 佛祖的修为 按说已经达到 普通五次元天尊的水平 已经超过他夜空了 天下又有几人 能制约杀死佛祖 可是为了大义 佛祖还是作画涅槃了 不过说到这里 夜空又对强大的两种菩提 心生好奇 后边两种 应该是佛门超越一切的强者 只是他们目前在哪里 又有多强 能修又到 不同层次的菩提 产生的菩提树就是不一样 前三层每个菩提涅槃以后 只能形成一株菩提树 而第四层菩提作画 就可以形成十株到百株菩提 夜空双目中一鸣 原来还可以这样 那第五层无上菩提 那岂不是可以画成成千上万的菩提树 正是 能修点头 无上菩提是我佛门至高的存在 以人可度千千万万人 夜空听到这里 却是不由的苦笑 无上菩提至高存在 整个混沌之中茫茫数十万戒 无上菩提又有几个 再说了 人家修行几个纪元 我夜空总不能挨个找上门去 去劝人家作画涅槃吧 能修继续道 不过在无上菩提之上 却是还有一物 还有一物 夜空目中一亮 不错 佛祖说了 佛门典籍中有记载 第一个佛祖的出现 源自菩提心 所以只要找到菩提心 就能有更多的菩提树 结出更多的菩提果 菩提心 那就是菩提之族 比无上菩提还厉害 夜空赤精沉吟了一下 猛地抬头 那菩提心到底是人还是物 又所在何处 佛祖留言 说菩提心 非是亦非物 藏于混沌最底层 非大智慧大能力者 不能取得 那佛祖让我看清 他作画成为菩提的过程 那又是为何 和菩提心有何关联呢 能修说到这里 已经无话可说 将手中的纸卷递给夜空 下边就没有了 佛祖只是说 所有世界的佛门 佛祖都会全力协助 其他就没有再说 怎么会这样 那我到哪里 才能找到菩提心呢 夜空连忙接过纸卷 皱眉观看 果然除了能修所言 再也没有其他的头绪 也罢 这件事急不得 我先参加完 告别佛祖的仪式再说吧 第十世佛祖作画 画成一株七彩柱一样的菩提树 另外就是 数颗晶莹 剔透的舍利子结晶 将这些舍利子收拢 安放在佛界 一座笔直接天的舍利塔之中 随后又宣布 新任佛祖的继任者 一目成为第十一世佛祖 夜空并没有急着离去 一直把这里的事情全部处理完毕 这才离开本界 身边的光影飞逝 夜空飞速地脱离了这个世界 脱离混沌的西野 在飞行中 他的右手张开 掌心一枝七彩色的笔直树干 正散发着瑰丽的光运 菩提树原来就是佛门的尊纪强者所化 只是那菩提心又在哪里 不多时以后 夜空已经摆脱了混沌的约束 也看到了不远处飞来的赤脚 不管菩提心在哪里 只要让自己变得更强 才能不负孙人的期望 夜空心念及此处 握紧七彩菩提树迎向赤脚大尊而去 喂 我说夜空 你是不是属蘑菇的 怎么每次都这么慢 赤脚大尊很是不满 戴郡世界是我飞升的世界 那边熟人朋友很多 我当然要耽搁一些时日 后边就不会那么慢了 那赶紧呢 赶紧走吧 等你的时间已经遇到几批强者过去 我们再慢就连汤都喝不到了 那你可以跟他们去抢啊 赤脚大尊和夜空都飞行起来 他才叹道 哎呀 都是圣尊门的朋友 总要顾尽些面子 可这有你就不一样 你不用顾尽面子 打杀抢都可以 以后我不方便你出手 你不方便我出手 这才叫互相帮助 各取所需 哼 怪不得你始终在等我呢 原来是打得如此主意啊 是你新人版本 你太狡猾了 金灿灿的混沌一片浩瀚 就好像是金灿灿的汪洋一样 而其中颗颗宝石一样闪光 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世界 夜空和赤脚大尊这一飞行 就是不知多少年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收获的世界的增加 他们的实力也在不断地增长 同时 他们的友情也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天尊门的等级是尊者 大尊 天尊 圣尊门的等级是尊者 大尊圣尊 不过至尊门就不行了 你不能叫至尊吧 至尊是一个独特的称号 于是夜空就定下了规矩 拥有五个世界以上的 就能叫做强者 而拥有一千个世界以上 那就叫做至强 夜空跟赤脚大尊 在浩渺的混沌之中 不断地拼搏接受世界 慢慢地 他也从尊者变成了大尊 又从大尊变成了至尊门强者 最后又成为了至尊门的至强 拥有超过上千个世界的至强 至强并不是至尊 距离至尊还差得远呢 当初盘古费尽心血到了九千级 也没有成就至尊 由此可见 成不成为至尊 并不是拥有多少世界来决定的 这一天 混沌世界之中 正有几个年轻的尊者在飞行 这些尊者全部都是身穿长袖大袍 头戴高官 一眼望去就知道是天尊门人 王子芳打算 距离白泽天尊留下的世界 还有多远呢 上武造应该就在前方了 你等是第一次出任务 不过这任务还是比较简单 不要过于急躁 这一群几个尊者正在飞行 突然就看见前方有一个金色的宝石 横在混沌之中 和其他的世界不一样的是 这个世界竟然从外观来看是金色的 显然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世界 那个金色的光点 就是白泽天尊留下的世界 领头的王子芳大尊 暮色一栋 连忙带着几个先进的尊者飞了过去 不过等他们刚刚来到目的地上方 从那金色的小世界之中 却是一下涌出一群圣尊门的尊者 哦 这么巧啊 是王子芳啊 真是好久没见了啊 圣尊门的头领是一个武次元圣尊 认识王子芳 以往天尊圣尊见面就要开打 不过因为两个尊门人员都大幅度的减少 和对于至尊门的防范 因此进来的这两个尊门也并不是那么仇身似海了 哦 是夜流海圣尊啊 你好 王子芳一向都是客客气气又问道 诸位 这白泽天尊是我天尊门人 现在他突然失踪生死未卜 你们怎么就这样夺他的世界呢 可是天尊圣尊最近有规定 说是为了避免互相争斗不准恶意争夺对方的世界 王子芳话还没说完 夜流海就冷横 哼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 我可没听说过 再说了 你当我们圣尊门的人是随便把门主化当圣旨的渔夫吗 圣尊门强横 王子芳也不好多言 只好道 既然如此让我们两个尊门之间说话吧 说完以挥手 我们走 可夜流海却是以白手 拦住 圣尊门的人明显要多 实力更强 立即分散开来 就把天尊门的人给拦住在混沌上空 第2546集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王子芳心中暗道不好 都知道这夜流海银邪无比 特别是对男色方面 更是无耻至极 而他们这一批尊者之中 有一个少年尊者却是生得唇红齿白 非常的漂亮 那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果不其然 夜流海抬手就指向天尊门人中的那个少年 我 我就 那少年至尊也不知好歹 上前就要说话 王子芳赶紧拦住 夜流海 你这心智不正常的交 你要乱搞 在你圣村门口 我天尊门可是正经门派 屁话 男人搞男人就不正经啊 夜流海勃然大怒 大家把这些家伙都困住 然后我们一起搞那个小白脸 让他的屁股开花 那个年轻的小尊者顿神面无人色 他也是一个创世强者 可是刚上界才多久 就要被人家轮流爆开菊花 以后还要不要再尊解生存 可正在此刻 两道流光如同盘旋的双子流星 从混沌上通猛然踏过 留着一些要点的心点 赤脚 那边有点事 我去看看 这两颗流星之中起义 正是夜空 另一个是赤脚大尊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赤脚圣尊 他回头一看冷横 夜流海 这个对屁股多有情中的家伙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转眼之间 两个人影已经站在了圣尊门人的外围 其中一个轻衣人走过来 是你心板板 哥们刚才从这边过还安安静静 怎么一下变样了 夜流海看见夜空顿时面色一变 不过他并不想后退 开口冷道 夜空 这里是天尊门和圣尊门的事 没你什么事 难道你要投靠天尊门 哼 天尊门的屁事我才不管 不过王子峰是我的朋友 他的事我就要管 说话之中 赤脚圣尊也走了过来抱着胳膊 哦 是夜流海啊 夜空是我的朋友 你给个面子 夜流海看见此等情景 也只得兴兴而回 不过身后却是想起夜空冷横 想要活命离开 刚才夺得的世界流下 姓夜的 你几人太甚 夜流海本来以为放过王子峰 他们也就罢了 可没想到连刚夺得的白泽世界 也要流下 不过虽然如此 他们最后也只得离开 他们几人加起来也不是夜空的对手 更何况旁边的赤脚肯定是帮夜空 不会帮他们的 夜流海等人离开 那些天尊们的新尊者都是低声询问 这轻衣年轻人好大的威势 他到底是何人啊 王子峰低声道 这就是尊界最新崛起的至尊们门主 夜空 其实看见夜空如此的威风 王子峰心里也是感慨万分 想当年夜空上界还是他去接应 可现在人家夜空已经成为了门主 更是拥有上千个世界的志强 论实力 在整个尊界都排名前十的 而他王子峰却还只是一个干杂事的大尊 虽然心中如此想 不过王子峰还是感谢夜空今天的元首之恩 赤脚圣尊 这白泽世界就给你接收了 夜空和赤脚有约定 从圣尊门夺来的使戒都交给赤脚 看见夜空将世界交给赤脚 王子峰当然不敢多说 毕竟人家救他就已经是情面 如果不救他也怪不得人家 夜门主 真是感谢你事已元首 王子峰和乙仲天尊门弟子感激不尽 好巧啊 当初我上级之时首先见到的 就是你王子峰和赤脚 现在我们又见面了 王子峰这乙听更加的汉言 你们都已经成为乙方的强者 夜空就更别谈了 赤脚现在圣尊殿也是跺一跺脚 就地动山摇的人物啊 只有我还是一文不明的一切大尊 赤脚不屑 那我教你个好办法 现在赶紧投靠我们省尊门 又或者拜这位至尊门主为师 说不定你出头之日就快到了 赤脚的话哪里是出主意 根本就是羞辱 不过王子峰既不如人 也只有苦笑一下 带着众位新进的尊者返回 这一次是肯定无法完成尊殿交给的任务 不过他刚告辞离去 就听见背后响起夜空的声音 不日之后 我将正式将我至尊门的山门地球 从夏界移上来 你回去和御阳门主说一声 请他到时候一定要大驾光临 给我捧场啊 毕竟我是天尊门的企图 王子峰只好再次苦笑 带着手下新尊者离开 那些新尊者之中 有一个圆脸的女尊者 倒是对夜空很有意思一般 不断地回眸打量 双眼放电 低声对白面少年传音 此人毫无霸气 好恐慌啊 不过那刚刚被夜空解救的白面少年 却显得并不感谢夜空 也不喜欢夜空 冷横了一声 哼 我最恨狂闻 谁吓他救我 真的当我对哪些嚣张的圣尊们狂徒无可奈何 真是可笑 那女尊者却是传音 师兄 我们这次是入界执行询找任务 莫要伸出肢解 白面书生冷笑回道 我看师妹 你要管好你的骚眼才好 你去死 夜空炼至地球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先把地球加固炼时 提升拔入仙界 而后在仙界又是长时间的凝炼 而后再跋升到神界 到了神界 再经过数以千年 期间不断有尊级强者进行轮流的炼制 最后这才达到能够进入尊界的程度 按道理来说 这种凝炼会缩小很多 也就是说 密度和质量的增加 体积当然就缩小 从繁界星球能够进入到尊界 地球理应缩小到本来百分之一都不到 可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地球竟然一点都没变 还是原来那颗位蓝色的星球 为什么会如此 那是因为夜空早就命令至尊门的门下 全部都用各种材料进行填充 如果计算起来 那些材料数量和体积 恐怕要超过原先地球数十万倍 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是劳命伤财 你直接找一个神界强大星球炼制 那岂不是容易 不过夜空却是回答 所谓地球人如果连地球都失去了 那还叫什么地球人呢 此举虽然艰难困苦 需要大家统心协力 不过正是至尊门需要开创作的第一件事 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至尊门名为至尊 当然万事都要做成 有了夜空的坚持 至尊门上下倒是齐心协力 一鼓作气 花费了万年的时间 地球终于达到了送上尊界的强度 地球送上尊界 这个旁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可比当初盘古等人建造大殿还要困难 而且第二个困难就是地球上的人 地球的强度加强了 可是上边的人呢 经历了万年过去 经历了凡界 仙界 神界 现在地球上的人类可是今非昔比 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仙的地步 可是他们自身的力量和适应力 已经足以适应尊界的生活 同样是凡人 在不同界也是不一样的 凡界的凡人和神界的凡人 那当然是不能比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这一日 地球上万种兴奋 他们都知道自己即将成为尊界的意愿 这是已知的最高界面 到了尊界 最大的好处就是 神界也被踩在他们的脚下 虽然他们很多人还都只是凡人 可是说起来 却是比那些各个世界之中的天神还要高一等 这是夜空送给所有人类的礼物 不过反过来说 对于有些不愿修行的吃不得苦 又或者运气不太好的 他们只有死得更快 可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夜空已经做到了人这意境 总不能给所有地球人都去擦屁股吧 把你们带到尊界 提供最好的修炼条件和资源 这就是最大的恩惠 你还不成才 你适应不了竞争 你不能抢在大部分人面前 那你们就去死吧 虚空之中 有着星河大片 有着繁星点点 有着横躺的巨大的陆地 这就是现在狂猛第一世界 以前空空荡荡的景象再也看不见 这些都是那些至尊门弟子 从自己的世界之中拿过来的 在门主世界之中 留下自己的一颗星球 很长时间都成为至尊门 一向风靡的运动 光影一染 夜空和赤脚圣尊两人的身影 出现在浩渺的黑色虚空之中 夜空的声音如同天外飞音 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 全部都听见 至尊传承 法阳光大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至尊门过百名尊者 全部轰然回答 振奋人心的回想之中 这百名尊级强者 全部化成流光之中天空 一道道光线 破空而出 拉出长长的光丝 这一天 地球上所有的生灵都昂头看着 等着那一刻的来临 万年之前 凡界异余的小小行星 谁能想到 今日有全员飞升尊界的荣幸 百名尊级高手全部脱离地球 他们宁立在虚空之中 他们所站的位置也有特点 并不是分散站在各个方位 而是全部都站在地球的正下方 从遥远看去 一共是九十九名尊者 形成一个四字方方的矩阵 另有数名落单地站在不远 作为替补 这颗蔚蓝星球的另一侧 一个轻衣男子飞里 看着整齐站立的门人 他微微汗手 又一次贺问 你等可曾准备好 众人轰然回应 至尊传承 发扬光大 若是推不上去 你等可会泄气 全部门人又全力吼道 天命不成 永不放弃 是他先不摆办 那还等什么 退 话音之中 在九十九名尊者的头顶上方 有隐藏着的阵法显现 这阵法明亮起来 就好像是一个巨型的棋盘 又好像是一张巨型的鱼网 这是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准备的 就当于今天 那巨型的棋盘阵法 横在星空之中 随后九十九名尊级强者 每个人顶住棋盘的一个点 猛然向上推 巨大的棋盘 终于拖住了巨大的蔚蓝星球 又有一声巨吼 在星空之中响起 九十九名尊级强者 全部用力 将棋盘拖住地球 猛力上推 动了 推动地球并不难 一个强者轻易可以收走 此举最大的难度 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力量和速度 突破所有的禁制 脱离混沌的吸引 地球不但被推动 而且向上飞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 在下边九十九名尊级强者 更是爽快 全部开口喝道 门主 把这东西吞上尊级不难 夜空也放声大笑 哼 当日我就说过 要把这地球送上尊级 千难万难 不知多少人反对 今天都说不难 众志成成 难者不难 所有人都别站着 跟我上 夜空呼吼一声 一卷袖子 带着替补那些尊者 全部都飞过去 托起棋盘一条边线 奉上自己的力量 这星夜的小子果然不一样 赤脚圣尊双眸之中 也有钦佩 点点头鹤道 算我一个 说完 也卷起袖子跟随飞上 虚空之中 只见一颗星球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最后如同一道破天惊雷 一举冲出混沌 越升越高 地球终于脱离了混沌 进入尊界 想不到这小子 竟然真把这个本来 只是繁解的星球 给弄到了尊界 空空荡荡的尊界 白云散开 两个老者 带着大量的弟子 各展天空一方 低头看着 被百多个尊级强者 推上来的 那个蓝色的球体 吃惊的 正是白发白须 老神仙一般的 天尊门主 玉阳 对面半空中 名利的 当然就是 圣尊门蛮杰了 这又何难 百多个尊级强者 就算是地球再大的 十倍百倍 也能推上尊界 圣尊门蛮杰 倒是不以为意 又开声问 茫茫尊界 不应该只有两个大点 难道玉阳门主 有什么话要说 天尊圣尊 本来就不对付 就算是因为 出现了至尊 他们也只是 缓和而已 玉阳低头看看 冷横了一声 哼 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只是希望 不要触怒他就好 怎么会触怒 不就是 拔生一个星球 有没有破坏法则 可是尊界规矩 只有尊者能上 玉阳冷横一声 大秀一拍 回身就走 喂 你这老混蛋 你都等了这么久 至尊门 山门 开山 在即 你总要给后辈 一点面子 蛮杰在后边 连声呼喊 不过玉阳理都不理 带着门下弟子们离开 高官大秀的背影之中 一个声音传来 让他折腾吧 别忘了当年倒数第二步 当年倒数第二步 这些字掩在旁人眼中 或许不明所以 可是蛮杰听来 却是目中有惊具 玉阳走了 带走了尊门一众门人 不过却留下一人 正是那红颜强者 裸裙飘飘的 罗山尊者 这边圣尊门一群人 而且个个都是妖魔鬼怪一般 而面对只有一个正正经经的女孩子 就有些难免要出言戏怒 而最先出言的 竟然是圣尊门一位女圣尊 这位女圣尊自号落月 从繁界修炼而来 一路经过几节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男人 所以在圣尊门之内 她花名颇盛 男人不找她 她也要主动找男人寻欢的那种 哎呦 想不到天尊门里 一道德说得满天飞 到最后 一群男人走了 留下个女人 送给夜空嘛 玉阳倒是打得好主意啊 这落月圣尊的话还没说完 众人眼前就是光影一闪 随后啪的一声传来 竟然是满节回头 打了那女圣尊一巴掌 圣尊门全部都惊呆了 圣尊门讲求的是随意 满节也很少约束门人 甚至你做得再离谱 你完全不遵门派的规矩 满节也不会出手至罪 不过今天 难道满节门主对罗山天尊 事情很快明了 罗山天尊青蹄莲族 从伯云上走来 弯腰行礼道 见过满叔叔 满节这才微笑 免礼 小悠啊 你越来越像你妈了 几乎所有的圣尊门人 都把目光集中在满节的脸上 众人吃惊地发现 满节的脸上竟然好像是 一朵老菊花盛开了一半 门主对罗山献殷奸 你傻呀 是对罗山天尊他母亲 有奸情 啊 罗山天尊的母亲是谁啊 不知道啊 罗山天尊有母亲吗 这废话 这就算是精怪 也有母亲的好吧 也不顾众人猜测 罗山天尊站在了满节身后 又低声道 满叔叔 我想问一下 刚才御阳门主说的倒数第二步 是否就是他的意志险形 满节没想到 罗山知道这么多 吃惊地问 御阳告诉你的 罗山冰雪聪明 见满节没有回答 就知道是默认了 没有 是我自己观看点击 加上自己的猜测 罗山低头说了一句 又抬头问 那 我爹就是在上次 倒数第二步之中出事的吗 满节目中耿惊 不过他定了一下 还是开口立声喝道 往日之事 不是你能了解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而且你莫要瞎言就瞎琢磨 到时候我可保不住你 羽阳 他更不行 满节刚才还对罗山笑脸盈盈 转眼就大发脾气一摔手 带着众弟子迎向飞来的地球而去 只把罗山天尊一个人留在了虚空云端 尊戒 是和下界太空不一样的世界 虽然两者都是一样的空空荡荡 不过其中却是没有其他星球 也不用绕着太阳转 甚至连月亮都没有 这就势必出现很多情况 日升日落没有了 月挂之头没有了 春夏秋冬没有了 潮汐没有了 甚至因为没有月亮 女人都月经失调了 这些大事小事 夜空都要安排 日月没有用阵法 地球不转 安装晶石 总之一个可以适合人类生活 适应所有人修炼 适合尊戒发展的星球 从此以后 这里就是真正的至尊门山门 所谓开山鼻祖 开山创派 这里的山说的并不是高山大川的山 而是山门的山 山门就是一个驻地 至尊门之前虽然成立 不过尊戒没有驻地 这并不算真正的成立 直到今天 夜空把地球送上尊戒 安排妥当 这个时候至尊门 才叫真正的成立 第2548集 至尊门成立当天 地球上万种欢呼 将地球放在 这个世界的最高界面 这就是夜空对地球 最大的回报 首先 这里没有生死法则 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然的永生 其次 所有的地球人都成为了至尊门的门人 享受至尊门的帮助和待遇 最后 最重要的 就是人类站在尊戒这个高度 可以不用修仙 也不用修神 直接修尊就可以 至尊门成立当天 天尊戒各位强者前来祝贺 其中地位最好的 当然是圣尊门门主满节 当天夜空带着满节 以及代表天尊门的 罗山等人参观地球 走在一条水泥路面上 仿佛回到了万年以前 两侧的店铺 依旧保持了当年夜空 成为天命者之前的光景 游玩了一圈 又都是熟人 罗山天尊 也是放开了心怀 开玩笑道 夜空 想不到你当年 还是一个市井流氓 你若不是弄出这一场景 我们都不知道呢 赤脚笑道 这有什么呀 你看他现在 走路晃膀子 说话掉链子 依然还是个流氓 门节也是开怀大笑 赤脚 夜空那是拥有 数千世界的至尊门主 你可不能写了他的底啊 正在众人欢笑 气氛融洽之时 头顶天空风云变幻 玉阳的老脸板着出现了 玉阳门主 正在和夜空等人 相谈审患的罗山天尊 吃惊地抬头观看 门节也是眉头大皱 自言自语 这老家伙不是说不来吗 怎么突然一下就过来了 不过看他的脸色 貌似来者不善的样子 那最好 既然他要撕破脸皮 那我们上尊门 会配合至尊门 跟他好好干上一场 夜空抬头看着天空 玉阳 去请玉阳门主下来 既然今天来了 那么来者都是客 我们可不能怠慢了玉阳门主 哦 是 云阳带着人 飞上天空去迎接玉阳 可之前玉阳带着 很多弟子不一样 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 而且脸上的气色 很是不好 显然并不是来给夜空 庆祝山门开张的 夜空 你可知您已闯下了大祸 整个尊纪 整个混沌之中 数十万世纪 全部将因为你 而言消云散 与时俱焚 玉阳被云阳带下来 顿时满脸晦气的开口 夜空心中恼火 自己的尊门刚开张 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也就罢了 还跑来这儿说 指责自己 不过不用夜空开口 瞒解这个玉阳的老对头 他就已经站了出来冷笑 哼 玉阳啊 你真是越老越不通情理了 今天是圣尊门开张打击的日子 你不送一个花篮过来 也就罢了 还胡乱说这些 难道你天尊门人 嫉妒人家至尊门不成 送花篮 玉阳哈哈大笑 夜空小儿 你天忘形还要我送花篮 我送你花圈好了 狂妄之徒 你已经激怒了混沌 至尊门开山 玉阳就跑来闹场 威严耸听让在场门人惊苦 夜空心中大怒 玉阳前辈 我夜空如何拟天 如何激怒混沌 你若是不当众给我一个交代 我可不饶你 夜空此刻已经拥有三千世界 就算是对上玉阳也并不犯处 死不承认 那你随我来看看 玉阳冷恨一声当先飞起 飞出大气层 此刻 大气层也并非是在凡界大气层 现在的大气层被夜空加固过 非常的强大 不但有隔绝精神念力探查的效果 更能保护生活在地球上 所有达不到尊者级别的凡人 跟随着玉阳 夜空 蛮节 赤脚 罗山 云阳等人 全部都飞去 飞出大气层来到尊敬 等站在尊界的伯云向下看 蛮节都是吃了一惊 这 这 这是何缘故 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大惊 夜空也是不明所以 原先的混沌就好像是一个黄泥的泥潭 万古不动 而现在这个黄泥潭 竟然开始缓缓地转动了起来 虽然目前的速度极其缓慢 不过还是可以看见金黄颜色的混沌物质 正在缓慢地运行 都是你 玉阳怒道 本来我见你开创尊门 我也不想管你的事 可是你看 你惹怒了混沌 若是真的有一天 混沌打开最后一两步 恐怕我们这里的尊者全部都要死光 如果真的重启轮回时代 我们这繁华的世界 所有的生灵都要为此毁灭 夜空这事都赖迷 此刻地球上已经有很多人都收到了消息 不但有圣尊门前来祝贺之人 还有至尊门自己的强者 也全部都飞了出来 这些人看见下边的景象 再听说玉阳的一席话 他们全部把目光投向了野空 显然 如果真的是因为野空胡作非为 惹恼了混沌 最后害得大家全部都丧命 那大家恐怕对野空不是原先那么恭敬了 玉阳依旧在怒吼 尊戒不知存在多少年 对比我的世界时间 我玉阳已经生活了超过62个纪元 这62个纪元之中从来都没有出现此种异装 直到今天 你至尊门搞了一个破星球上界 才有了眼前的状况 诸位请看 一年不动的混沌竟然动了 你们说是不是因为野空 你们说 你们自己说 他这一怒吼 在场所有人全部都沉默 显然都哑口无言 而其中很多本来对野空 并不是很了解的尊级强者 全部都对野空投来了不爽的目光 不过这时 云阳却是拿出一块玉茧缓缓地走了出来 朗声道 诸位听我说 其实事实并非羽阳门主那样未言耸听 云阳是一个最新于研究古籍的强者 虽然很多人和他并不熟悉 不过却都知道他学识丰富 众人的目光又全部集中在云阳的身上 云阳举起手中一份玉茧 诸位 这是我的研究笔记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关于混沌异样 云阳把自己的精神力放进碧绿预见之中一扫 随即开口 根据点击记载 混沌并不是一成不变 一动不动 对比正常的世界时间 大约是五十多个纪元之间 混沌之中发出一声巨响 大约在四十三个纪元以前 混沌一角出现了一个漩涡 吸走世界无数 大约在二十个纪元到八十个纪元之间 混沌之中出现密集的异样 直到十七个纪元以前 才开始稳定 至今没有发生异样 要说云阳这学者果然是有些影响力 就算是尊介强者 大家也是相信专家的话 因此云阳这一说 在场尊介强者全部都吸了一口气 看向夜空的目光又有不同 而看向郁阳却是愤怒之色 郁阳 亡你是尊介的老前辈 今日竟然如此过来借机声势 你真是不要脸 郁阳门主啊 我以前还以为你至少懂得晚节 可是现在看来你根本什么都不要 面对众人的质疑 郁阳老脸也挂不住了 不过他依旧支撑着 你们懂什么 郁阳说的那些都是因为有人违背了规则 是混沌破坏的前奏啊 可笑你们还不懂装懂 还以为没事 虽然郁阳仍然是这样说 不过已经没有人信他了 滚 老不要脸的伪君子 你滚 众人哄笑声中 郁阳终于受不了了拂袖而去 你们都会为你们的无知付出代价 咱们走这瞧啊 别理他 这老东西就是个伪君子 我早就看透他了 满劫也是黑黑一笑 又抱拳 既然至尊山门已开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慢走 夜空送走了各方祝贺的尊者 这才拍拍云阳的肩头 关键时刻还是要知识分子啊 今天多亏你了 不过让夜空意外的是 云阳竟然没有了刚才在众人面前 轻松随意的样子 而是眉头大皱 可是夜空 我觉得这次混沌旋转 真的不是什么好的迹象啊 啊 夜空震惊 刚才你不是说 云阳叹气 刚才还不是为了稳定人心 根据我在轮回电壁画上所见 混沌开启轮回之前 总是喜欢这样开始整体的旋转 然后越转越快 将沉入混沌下的世界先吞噬 再接着出现亿万个混沌漩涡 大肆吞噬世界 到最后 形成一个超级巨大的漩涡 将其中所有的世界 全部吸入其中 碾碎 抛出 第2549集 云阳说到这里 暮色便利 到了那一刻 真的是世间万物 不复存在 那还有多少时间 现在至尊门刚刚上界 距离我的计划尚早 不过现在 只是刚刚开始 情况不明 若是想知道 必须要进入混沌之地 探查个清楚 混沌最底部 夜空心中一动 这些年来 他在混沌之中 收取盘古遗留的世界 心中却是一直 没有忘记佛祖的话 菩提心很关键 藏于混沌最底部 夜空和历代强者的 想法不一样 历代强者是独立对抗混沌 可夜空这次 却是要种植成城 而要速成很多 尊级强者 菩提心必不可少 混沌下边是什么 夜空眉头一皱 云阳尊者也是低头 看着下方金灿灿的混沌 各个世界 茫茫数十万 不过他们 都是漂浮于混沌表面 而在这茫茫混沌之下 之底到底有什么 又有谁能知道呢 夜空吃惊 难道这么多年以来 竟然都没有人能够进入混沌最底层 成为使神 得到混沌承认 那进入混沌之中就可以安然无恙 不会被碾压丧命 按道理 进入混沌深处是没啥好事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年没人下去过呢 不一样 云阳摇头 混沌就好像是一片辽阔的海洋 你在表面上观看 笔波荡漾 人畜无害 甚至你还想漂浮在海面上 感受一下海水的包裹 柔和的海浪 可是进入大海的深层底层 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 是 夜空点点头 混沌太膨大 就算是尊级强者在他面前 也算不上什么 甚至 就算成为至尊的原始 面对混沌也恍如一个小孩 站在大人面前一样 当然了 这么多年以来 至尊强者辈出 比如当年盘谷和羽阳打赌 潜入混沌之身 据说盘谷赢了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 潜入了多少深度 是吗 想不到羽阳这老小子 竟然有点实力啊 云阳失效 他何止有些实力 这还只是正常状态的羽阳 若是他呗 说到这里 云阳闭口不言 仿佛是忌讳一般 夜空一直对此有些好奇 云阳被怎么样 你说呀 让你先让板板 你们怎么都是喜欢 说一半留一半 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 又缓缓道 我们这些创始尊者 都是用法则管理自己的事件 说着他抬头问道 可是如果有人罔顾法则 欺瞒法则 钻法则的空子 做了你无法容忍之事 你待如何 夜空哈哈笑道 还能如何 我就亲自出面 杀下技去 找到后悔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说到这里 云阳笑了起来 你都知道如此做 他为何不知道如此做呢 夜空先是一愣 随后脱口而出 他不能亲自出现 只好把意志和力量 附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 玉阳 天哪 到了现在 夜空才真正的明白 为什么尊戒 大家都害怕 玉阳都担心 玉阳 就连蛮杰和 玉阳作对 却也对其犯触 真正的原因 就是玉阳 是他的代言人 混沌若是想杀死谁 他无法亲自出面 便将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附在云阳的身上 而那个时候 玉阳就已经不是玉阳了 他 就是他 有着他的力量和意志 那如果我们干掉玉阳 夜空双目之中 第一次露出杀机 没用的 很难杀 而且杀死以后 他还会安排 另一个代言人 说不定比玉阳还要讨厌 这倒也是 混沌如此强大 寻找一个代言人 请而易举 说不定现在就已经有 替补一二三号在等待 云阳也不知道 如何应对 只是出了一口气 道了一句 这就是他所言的 倒数第二步 我回去看点击了 说完 云阳返回地球 混沌茫茫 深邃不可预料 可是现在要寻找这些家伙 是不是要开启轮回时代 以及轮回时代来临还有多久 而夜空也想要寻找菩提心 进入混沌深处 就被放上了意识日程 据说玉阳进入过混沌深处 可是夜空肯定不能去向羽阳 询问情况 所以夜空就想到盘古的点击之中寻找 盘古遗魂亡命 不过盘古留下很多点击 夜空和云阳耗费了不少时间 在其中寻找关于当初盘古和羽阳比试 潜入混沌深度的只字片语 经过长时间的查找 还真给他们找到了一些内容 和风吹嘘 太平洋中央原始陵园 此刻正是风光一人 陵园一脚 一群吃傻精怪 正目光愣愣地看着他们两个人 正在疯狂地拿着预警观看 随即放下 夜空和云阳的寻找 就连这些吃傻精怪的摊点都没有放过 这里 云阳突然找出一块散落在尘土之中的御剑 迫不及待地开口念叨 强者师婆 身子妖娆 实力可开天 美貌经混沌 有弟子御阳 御阳是师婆的弟子 夜空连忙凑过来 从云阳手中抢过御剑 精神念力一下涌入其中 就说御阳这样的强者 不可能无名无牌 云阳自言自语 夜空的精神念力沉入欲见 发现这是一封当年寄述野史的典籍 显然在那个年代也是强者伶俐 并不只是原始师婆等人 而那些强者也喜欢传一些八卦 就把这些野史当笑话记录了 也不知道怎么混入修炼典籍之中 让夜空他们发现 典籍之中记载说 师婆和原始是一个层次的强者 不过师婆却是和原始的两个弟子 盘古和蛮前纠缠不清 尊戒其他强者追求师婆达不到 就到处乱传师婆和盘古怎么怎么样 和蛮前怎么样了 传的是有鼻子有眼 师婆实力强大 所以别人也只是背后传言 对他影响倒是不大 可是对他的弟子玉阳 却是影响甚大 他本来是跟盘古等人一辈分 现在凭空矮了一辈 还到处被人讥笑自己的师尊 跟盘古蛮前有一腿 有的强者甚至当面嘲笑 于是玉阳就恨上了盘古等人 某一天 很多强者参加的举会 有玉阳和盘古参加 就有人挑拨 说玉阳盘古连你师尊都搞啊 真是不要脸 这是乱了辈子 乱伦呢 你还能忍得下去 真的要是你师尊 做出一笑尊解的事 你还有脸没啊 玉阳也是年轻气盛 就找上了盘古挑战盘古 不过如果当场打斗 又出了主家的面子 于是就约定跳入混沌中 看谁下得远 看到这里夜空恶然 感情这是上古尊敬的跳水比赛啊 上古跳水比赛 具体情况也并不是十分详细 不过最后显然是盘古赢了 看来那个时候 盘古就已经是十里胜于玉阳 估计还不是以兴半脸 不过这篇野史故事记录到最后一句话 却是让夜空陷入了沉思 最后一句话就九个字 盘欲俱莫然 不知所欲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从混沌之中 玩了一个身前以后 都表现得默默寡言的样子 不知道遇到了什么 很显然记录者注意到这两人的表情 而这两人的表情必定也是非同一般的沉默 否则才不会在短文最后花费九个字说明 古文都是和玉阳说话一般 昔字如今的 他们在混沌之中到底遇到了什么呢 我猜错是玉阳遇到了混沌意证 云阳在夜空思索的时候 他又翻阅了很多遇见 这才得出结论 啊 为什么这样说 是这样的 云阳手中抓着一大把遇见 在玉阳这次进入混沌之前 玉阳的名字少有提及 最多就是提到师婆 才提到徒弟玉阳 可是在这次以后 玉阳的名字却是越来越多被提及 夜空也不是蠢人 点头接着道 不管哪个世界 强者才有话语权 说明这一次以后 玉阳开始变强 越来越强 云阳点头微笑 本来他的实力不如潘古 可是那次以后 却是迅速接近 甚至超过潘古 很显然他在混沌之中 有了服员 说到这里 大家都不用再说了 混沌之中的服员 就是混沌 混沌已经选定了代言人 他的意志需要实质化 而作为交换的代价 又或者是混沌给卖命钱 那就是让玉阳强大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夜空皱眉 潘古明明潜得更深 混沌为什么不选择潘古呢 不可能选啊 那个时候混沌 已经感觉到原始的危险 他选择合作对象 当然不会选择原始的弟子 所以只会选玉阳 夜空点头表示赞同 不过夜空抬头又问 那潘古为何出来以后 也是神情漠然 感觉很有心思 潘古肯定是遇到了混沌意志 又或者遇到了其他的事 云阳笑道 具体遇到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 可惜潘古一魂已经死了 要不然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事 不管他们遇到了什么 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 混沌之中有宝藏 有好处 你想 玉阳遇到了变强的机缘 他当然沉默不语 潘古遇到肯定也是好事 要不然他也闭口不言 对于夜空的分析 云阳失效 混沌有宝 这种想法并不是你第一个人 第一次发掘 历史上想进入混沌寻宝的人 太多了 是吗 夜空吃惊 看来聪明人并不是他一个 只是大家都没有找到宝物 还有很多进入混沌之中 死在其中 再也没有回来 是这样 是这样 云阳重重点头 死在混沌探宝之中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瞒结他老子 瞒钱 瞒钱是死在混沌之中的 夜空这才第一次听闻这些上古发生的事 要不然瞒钱那样的人物怎么会死啊 真是想不到 瞒钱竟然是死在混沌里了 夜空自言自语心中一动 会不会瞒钱发现了盘古和玉阳都在混沌有了机缘 因此才进入混沌 被夜空这一说 云阳目中猛的一亮 嗯 不错 蛮钱的生平我研究过 他一生痴迷遨游混沌 进入混沌无数次 想必就是出于盘古和玉阳的示范效应 是了是了 夜空点头 盘古和玉阳都下水发大财 蛮钱也忍不住 于是效仿 可惜同人不同命 他找了半天没找到 最后还把自己给害死了 听夜空说的有趣 云阳哈哈大笑 不过夜空下边的话 却是让云阳笑不起来 看来又多了一个 喜欢探索混沌的变态家伙了 云阳已经 你是说 你 门主 这万万使不得要危险啊 尊者为何死无忌惮 那是因为他们在每个世界之中 都是不死的 可是混沌之中就不一样了 就算你是再强大的强者 进去以后 若是遇到危险 也是来不及逃命的 更何况 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和行为 混沌很可能 把你当成防备的对象 说不定就会把你扼杀在混沌中 云阳的担心不无道理 夜空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都已经让混沌警惕 说不定就有可能 把夜空故意弄死在其中 现在夜空和云阳 讨论研究此事的时候 突然有人禀报 赤脚圣尊来了 夜空把原始墓园放到地球 墓园之中的精怪集事 依然保留 不过不对外开放 因此夜空也不便带赤脚进入 便吩咐带去至尊门大殿 大殿之上 金笔辉煌 巨大的圆形吊顶上 装满了各种奇异的晶石 一个穿着白衣白裤的赤脚男子 正在大殿中央左顾右盼 看见夜空走进来 这才笑着迎上来 赤脚圣尊 你不是跟蛮节门主回去了 怎么砖眼又回来了 赤脚这些年常来圣尊门 大家混得熟悉 云阳也不客气 莫为赤脚君 也和你们门中的夜刘海等人一样 喜欢上了南风啊 听到夜刘海那变态 赤脚骂道 哎呦我的妈呀 去死吧你 说完又对夜空 喂 你可不要以为我真看上你啊 老子喜欢的是妞 夜空还笑道 哼 我怪你喜欢的是什么 总之我是不会看上你的 哼 当你有多英俊呢 赤脚骂了一声 其实我这次来 是想帮我师尊传个口信 夜空听说是正事 面色一正身手 请讲 我跟回去 走到半路上 师尊突然想起了什么 让我回来问你 是否想进入混沌一游 啊 什么 夜空和云阳都是心中一惊 按说被蛮节猜到了心思 显然并不是这样 赤脚又道 我师尊说了 混沌角洞 这正是进入混沌的良机 混沌角洞 进入混沌之中的良机 夜空和云阳都为之好奇 赤脚黑黑一笑 刻意卖弄了一下 我师尊说了 寻常尊者进入混沌 最多进入百万丈 虽然是尊者之身 可是到了混沌深处 根本无法承受其强力的碾压力 这样啊 夜空和云阳这些都是略有耳闻 不过并没有赤脚所说的那么准确 云阳又问 难道这混沌角洞之中 旗下的碾压力就会减少半分 非也非也呀 赤脚故作姿态 混沌角洞之时 并非碾压力会减弱 而是碾压力会略微有些增强 云阳急了怒道 哎呀你就快说呗 卖什么关子 真是的 哎呀瞧你急的 赤脚哈哈大笑 这才继续讲 实际情况是 在混沌角洞之中 从混沌深处就会有混沌气泡上升 到后来混沌表面爆开 而如果我们将这些混沌气泡提前的收集 经过炼化 就能成为一件很强的混沌宝物 进入混沌以后 包裹身体 可以下到混沌最深处 混沌气泡 夜空暗倒 这混沌真是全身都是宝啊 就算里边冒出的气泡 那都是千金难买的好东西 不过话说确实是这样 混沌平时一成不变 动都不动 怎么可能有气泡出现呢 也正是因此混沌在旋转 在动了 在互相摩擦 才会有气泡产生浮上来 只是问题是 蛮结为什么让赤脚来提供消息呢 可是 我们并没有想要进入混沌 收集那些混沌气泡又有何用 夜空刚才还在跟云阳讨论 进入混沌深处 可是现在却是一口否定 果然赤脚点头 哼 我师尊可说了 这混沌如此动静的旋转 可真的是远超平时的动静 虽然云阳尊者刚才震住了在场 各位尊者 可是日后混沌越转越快 加上豫阳这老家伙不会死心 到时候他只要一发谣言 想必夜门主就会受到别人的猜忌 那蛮阳尊者的意思是 夜空眉头一皱 上前低声问 我师尊的意思 赤脚低头轻声道 我们门主的意思是深入混沌之中 谈究一下 看看这混沌是不是真的要开启 轮魂时代 如果是真的 又在何时开启 我们门主说 他愿意帮助夜门主深入混沌 查清其中的缘由 这 那多谢蛮阳门主的好意了 夜空连忙感激抱拳 蛮阳门主对晚辈真是没话说 铭记于心 此事容我考虑一下 好吧 到时候知会一声就行 不过等赤脚一走 云阳立即低声 我看这蛮阳也没安什么好心 他明明就是想拉着你陪他下混沌 夜空双目看着门外的方向 目光深深倒 当初蛮阳进入混沌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云阳不住的点头 嗯 很有可能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拉着你 难道是他觉得自己的实力不高 哼 难说啊 夜空眉头紧皱 虽然夜空现在已经继承了盘古三天计 可是说起实力 依然是距离蛮阶甚远 蛮阶应该不太需要野空的助权 不管他 至少他提供收集混沌气泡 对我们来说就很是管用 传令下去 所有的本门弟子 都可以寻找收集混沌气泡 取得者送回尊门 每个人可以兑换一千个贡献点 这是你心人板烦 我夜空心书 九死成神现已上架 还不快来支持 第2551集 至尊门之中 一千个贡献点已经很多 可以兑换一种原始留下最普通的尊者技能 原始留下的传承 是一个相当复杂和繁复的体系 其中的内容非常的宽泛 所以当初盘古作为原始弟子 跟着他修行多少年 原始死后 盘古又钻研了多少年 依旧是无法完全炼化原始的传承 所以夜空这才得到原始传承 没多久 更重要的是 夜空现在的修为 还不如当初的盘古 修为不够 很多地方连打开都没有能力 别说究极级别的尊者技能 就算是会心级别的技能 也刚刚才能打开一点 不过普通和最普通级倒是打开了不少 夜空也就拿出来 分别标价一千到一万贡献点 让门人兑换 混沌搅动 好像是一锅金灿灿的稀饭 不过显然并不是一开始搅动 就会有气泡出现 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 在等待的过程中 夜空继续埋头钻研和炼化原始传承 一转眼不知道多少年 已经悄悄地溜走 好在尊界也没有时间法则 这一天静视之中 夜空正面对着一座金色的小碑纹 全心炼化 突然他眉头一条感应到了什么 终有气泡出来了 夜空心中一喜 白手之间快速扫去阵法 将金色的小碑收入手心 这才走出境视 是我先发现了 只见混沌之上 一个光影正在飞速地奔来 而在他的前方有着一个 穿着白色长衫的少年 手中捧着一个金灿灿的气泡 天尊们的 夜空飞出地球 就看见这边追逐 抬头一看 发现领头的白山少年 竟然是天尊们的 而且竟然好像是上次 王子峰带着看白泽世界的少年 夜空本来倒不一定记住 只是这个少年太像女人 细皮嫩肉 很容易让人记得 不过夜空可不好难封 就算这小子再漂亮 你也不能抢我 至尊们的东西 站住 夜空一声怒吼 已经挡住在那漂亮小子的 比经之路上 尊界空旷 要封住一个人前路 恐怕并不容易 可是让人意外的是 那个天尊们的漂亮少年 竟然一头向着夜空飞来 后边追着的至尊们门人 一看门主来撑腰了 顿时大喜吼道 小的 你们天尊们赶来 我们至尊门大门抢东西 你们真是狗胆包天 夜空一喜轻衣 凝立在混沌之上 单手赋于身后 衣衫飘舞 一派宗门门主的风范 他倒并不至于 跟一个新上界的小尊者计较 当下开口 天尊门道友 留下你手中的东西 至尊门的东西 不容抢夺 不过让夜空吃惊的是 那漂亮小子 竟然飞到夜空的面前冷笑 哼 哪里是抢夺 我在混沌之中 调查白子死因 偶然遇到这气泡 就是肉收了 难道你们至尊门 要硬抢小背东西 夜空不想跟他理论 刚要开口 却见那小子 主动把气泡扔过来 好吧 看你挺需要的 就给你好了 不过我听说 这可是可以兑换 以前贡献点的 不知道 我可否兑换呢 什么 你也要兑换 夜空抬手 接过那金色的气泡 开口笑道 可以啊 只要你加入我们至尊门 不但可以兑换 以前积分 还能享受很多 其他的门中福利 免费吃饭 免费住宿 你觉得怎么样 那少年吃到 你趁当我连饭都吃不饱 我是绝技不会加入 你们至尊门的 既然如此 那么道友请编 既然你交出混沌气泡 我就不追究你抢夺之罪了 你 明明是我收服的 不过显然 面前的至尊门门主 并不是讲理之人 少年也不理论 又开口问 夜空 你大量收取混沌气泡 是想要趁着混沌搅动 深入混沌深处吧 这回换是夜空吃惊了 不过说这少年 对上夜空没有一丝惬意 就说他竟然也知道 混沌搅动 正是适合深入其中的时机 夜空自己刚上戒的时候 绝对不会懂这些 这个少年 不是简单的刚上戒之人 算了 不就是个混沌气泡 夜空 到时候进入混沌深处 带我一个 少年说完掉头飞远 后边出来的夜空问道 小娃娃 你谁啊你 施叙家 施叙家走了 这金色的光球 就算是在追来的至尊门弟子身上 随着第一个气泡出现 混沌之中开始不停有气泡翻幅上来 还没有达到混沌的表面 就被至尊门弟子捕获 送进尊门之中 而这些金色的气泡 随后就被全部送入夜空的住处 炼制这些气泡也是有讲究的 气泡之中的气体没有任何的作用 气泡表面一层金色 那是混沌江湖本体 也是无用 这些都是夜空从至尊传承之中 得到的一些经验 黑色如镜光洁的底面 洁白明亮的郎柱 夜空的住所之中 一个七彩光圈旋转有矣 光色炫目 而夜空就住在这阵法之中 玻璃成功 一袭轻衣的夜空小心翼翼 拨去一个气泡上最后一点金色 露出里边洁白无瑕 仿佛是荔枝肉一样的内部 这是很薄的一层 里边是空气 而真正有用的 就是这个白色的薄薄一层 夜空右手快速一展 尊者斩 至尊传承之中 一向普通级的尊者技能 拳头大的洁白圆形 顿时被劈成两半 中间气体一去 剩下的只是两片 很小很薄的膜 就是它 夜空心中一息 一抬手将这白色的膜收起 又开始炼制下一个 制造一个进入混沌最底层的宝物 需要大量的这种膜 时光仍然 不知多少十日之后 夜空终于用无数的混沌气泡 炼制成一个可以载两个人的小舟宝物 自己命名为混沌舟 尊者级宝物 而同时 可以清楚地看见 混沌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不知道是不是豫阳老匹夫使坏 尊界到处也开始流传 至尊拟天 混沌发怒的谣言 看上去也到了进入的时机 云阳 我这次去非常的危险 不过我不得不去 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如果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记得立即收了地球 善待我的家人 夜空安排了云阳 随后又去见了自己的家人 地球上届以后 他的家人和朋友 当然是从原先的戴郡世界之中搬到了地球 亦蔓影黄尸师等女人 早就向往传说中夜空的家乡 一转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了 夜空 你带我去吧 当夜空从地球离开 却是遇到了和满杰一起来的赤脚 赤脚仍旧是一身白衣光着双脚 几乎是哀求 以后你就带着我吧 这看到我们混沌相交 把臂同游的份上 你就带我一起下去吧 站在遥远混沌上空的蛮截也不说话 显然他是不肯带着赤脚的 夜空也是苦笑一抬手 放出那只乳白色晶莹的小玉舟 你看 这玉舟如此之小 你我二人如何挤得进 没关系 我不怕挤 但是我怕挤 你 你怎么不练着大一点啊 你早也没说呀 赤脚哀求无果还想说什么 那边满杰冷横了一声 此行雄陷无比 若是遇到危险 说不定要分头行动 两人一周逃命都碍事 你给我好好的守护村门 满杰这一说 赤脚只好点头应了一声 夜空也是无奈的耸了耸肩 在赤脚幽怨的目光之中 夜空来到了满杰身边 这次 求我们二人 要那么多人做事 说完抬手给了夜空一块领牌 这是我炼制的混沌令 可以记录我们经过的路途 混沌之中 浩渺无边 最可怕的就是失去方向迷失自己 说起来这满杰还真是经验丰富 准备什么的也足 夜空倒是也有些庆幸能与此人同行 夜空接过令牌 表面有光点闪动 有点像是光洁的清晕 又有点像是屏幕 我已经在上边达上我混沌舟的信息 你进入以后 可以选择跟着我 在一定范围 能可以感知我的位置 同时 还有通话功能 夜空点头到了一声谢 随后满杰放出他的混沌舟 夜空这一看顿时苦笑 满杰的混沌舟比他大了三倍有余 上边雕刻精致华美 表面更是各种一文覆盖 所谓不是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本来夜空还以为自己的混沌舟不错 跟满杰的一比才发现寒酸呢 不过虽然夜空的混沌舟寒酸 却是有人想上 正在此刻 天空白云之中飘出一个身影 风姿曼妙 罗群清白 小悠 满杰和夜空都是一愣 罗山天尊宽宽飞下 犹豫了一下道 我也想要下去 胡闹 满杰大怒 你可知道下边有什么 下边有多危险 我想要找我爹娘 罗山天尊低声说道 他们已经死了 都是被玉阳杀了 尊界人人都知道 不是 你们都在骗我 我知道他们没死 这两人对峙 夜空有些发愣 不知道夏混沌 跟罗山的爹娘有什么关系 觉得有些复杂 随便你 满杰和罗山对视了一会儿冷横了一声 上了自己的混沌舟 然后一头扎进混沌之中 夜空心说 满杰不带咱也不好带 也想架着混沌舟逃走 却没想到身后光影一动 一个动人的身体 已经贴在她的背后 不是 夜空刚想说什么 目中却是一色一闪 低头看去 只见一双鲜柔的手臂 已经缓住了自己的腰 紧紧的 这 夜空愕然 没想到一向都是 很正经的罗山天尊 竟然如此的狂野 罗山 叫我小悠 小周如玉 精致小巧 罗山天尊紧贴着夜空的后背 用一种夜空从来没有听过的哀求声音 夜空 这件事情和我的父母关系很大 你就带着我下去吧 可是满姐 夜空还是有些犹豫 不过感受着背后传来柔软的感觉 又有罗山天尊柔声哀求 夜空心念顿时转动 我夜空一向行事不问旁人看法 今天怎么顾忌如此多 好吧 你要下去 那就一起 话音之中 白玉混沌周上泛出白萌萌的光滑 把这两个人的身影包裹 随后一头扎进了金灿灿的混沌之中 而夜空豪放爽朗的笑声中 罗山天尊环住他腰的手臂好像又紧了一圈 混沌另一侧 白衣赤脚的赤脚圣尊 看着夜空和罗山天尊的背影消失在混沌 他顿时破口大骂 夜空 你重色轻友你 你这个混蛋 刚才还说周小怕急 怎么 罗山上去你就不嫌疾啊 后边云阳飞过来 还不是因为你是男的 赤脚骂道 我呸 难道不可以背对位吗 夜空和满节都已经进入了混沌 赤脚也没了下去的可能 心中郁闷 不理会这个注色轻友的家伙 走 去你们至尊喝一杯 可就在云阳和赤脚的身影 消失在蓝色星球之中以后没多久 天空之中的白云散开 又有一个长得俊俏好看的少年 和一个相貌普通的女尊者出现在天空 这个俊俏少年正是当日把第一个混沌气泡 送给夜空的时序家 师弟 你不是说跟那些夜的说好了吗 师序家的师姐很是不满 是啊 我那天跟他说了 到时候带我一个 可恨 一定是看不起我 把我说的话当放屁一样 师序家咬牙切齿 你本来就是个屁 师姐哥哥的笑着 拿出一个金色的圆球 哎呀算了 还是我们自己单独下去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消失的界内尊足 如果能找到 那我们这次的任务可就完成了 师序家和师姐二人钻进圆球 师序家又问 师姐啊 你说那蛮结如此积极进入混沌 那又是为什么 还不是想要找到炼制界外通道的材料 天外通啊 当年盘古前辈 正是在混沌之中 偶遇到天外通 这才打通了界外通道 成功进入外界 门截和他爹门前 一生都在寻找 师序家也点头 天外通在我们界外 都是难寻之物 又何况是界内 话音之中 金色的光球也落入了混沌之中 混沌表层 在这里就算是没有任何的宝物 没有混沌粥 尊者们也是可以自由地畅游 夜空和罗山两人 踏着白玉小粥向下深入 一路上遇到不少只尊门的尊者 这些家伙还在打捞着混沌气泡 想要送回尊门换取贡献点 混沌之中 传音对话都有些困难 大家也只有在错过之间点点头 众尊者的心中暗想 咱门主可厉害啊 随随便便就把天尊门的大美人 罗山天尊给把上了 罗山天尊也是脸色发红 错过之时 也能看见那些至尊门人 脸上的猥琐笑容 可是夜空这小粥还真是小 罗山只是略微低头 掩饰修意 正在此刻 夜空手中的混沌领牌亮了起来 里边传来满节的声音 夜空 你别告诉我 你把罗山的丫头给带上了 夜空刚想说 不错 我是带上了 不过耳边却是一热 传来罗山的低语 就说没带上我 夜空心说日日仙人板板 我是一门尊主 怎么能说谎呢 不过感受刚才耳朵上的柔软 刚才竟然不小心触碰到 罗山的红唇 没带 没带 夜空回答了满节 满节很满意 那你就好好跟着我 混沌深处 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马上我就要加速了 你若是跟不上 就告诉我 好的 夜空低头看看手中的混沌领牌 看见那红色的光点果然瞬间加速 直向混沌下笔直射出 混沌周并没有其他的催动方式 混沌之中前行需要的力量非常之大 一般的晶石根本没有那个效果 必须要拥有无数世界的遵级强者 才能加速到如此的地步 来了 夜空心面移动 三千世界的力量顿时放出一半 白玉小舟飞速地向着混沌深处狂奔 没想到这小子实力提升得这么快 满节惊叹了一声 骤然再次加速 这是在考验我的实力吗 其实每个尊者在拥有的界多了以后 就开始保密了 要知道 尊级强者之间悬殊很大程度 取决于拥有的世界多少 那些强者 谁会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拥有多少世界呢 不过就算是隐藏 有时候也不太容易 尊者也八卦得很 平时就有很多人在琢磨 谁谁谁大概有多少世界 甚至还能说出拥有世界的混沌之中的分布 比如说满节 大家公认的是 大约拥有五千世界 夜空目前是三千世界 还差那么一截 可是满节也知道夜空的实力 当达到三千世界之力输出以后 他的混沌舟的速度开始稳定下来 夜空 这是一个漫长的飞行过程 你可以一边催动 一边感谢其他的事 修炼什么的都可以 满节又叮嘱了一声 有事可以叫我 他盘西坐在自己的混沌舟船头 开始了闭目静养 夜空就没他这么轻松了 白玉混沌舟本来很小 现在占了两个人 根本不可能盘西坐下 得 这回得打战票了 夜空自嘲了一声 将混沌令牌的对话功能关闭 这才开声问道 罗珊 不小悠 既然我带你下来 也不是白带你下来 我想你至少得告诉我 你下来的目的 要不然 我现在可就要把你丢出去 这里扶上去 不会有危险 罗珊天尊也并没有想隐瞒 其实 我这次下来的目的 和满节是一样的 你知道满节下来的目的 夜空倒是有些吃惊 一直以来 夜空都知道满节并没有那么好心的帮助自己 必定是有着自己的目的 可是夜空都不知道 那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天外通 罗珊天尊并没有隐瞒 开口直接说了出来 天外通 夜空倒是第一次听见这个东西 皱眉道 莫非是一件强大的炼器材料 不错 罗珊天尊 美眸一闪 确实是混沌之中的一种材料 不过 不是用来炼器 却是用来炼制 界外通道的 哈 夜空双眸之中闪过惊涩 几乎是这一瞬间的功夫 他就已经明白 当初盘古和玉阳跳水比赛 盘古到底得到了什么机缘 第2553级 正是天外通 当初跳入混沌 玉阳得到的机缘是混沌意志 而盘古却是捡到了天外通 所以后来才有了玉阳成为混沌的代言人 而盘古打通出世界通道的发展 所谓一通百通 夜空继续想到 盘古和玉阳是师兄弟 关系和睦 于是玉阳也知道了 玉阳得到机缘的事 于是玉阳也就在混沌之中 使劲寻找 甚至还把儿子玉阳也呆了进来 所以才有今日玉阳 想要进入混沌的事 混沌不稳 随时都可能轻浮 大家都在想要逃走啊 夜空感叹了一句 虽然他发誓要对抗混沌 可是也不能阻止别人逃走求生吧 夜空感慨了一下又开口闻 那么罗 小悠 你接下来也是为了找到天外通 不错 罗山依旧没有任何的犹豫 你也那么怕死 夜空苦笑 其实天道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牢笼 你如果不打破那个牢笼 你就会发现 你接着进入的是另一个牢笼 界外又如何 就是天堂了 夜空轻斥了一声 一个新的牢笼而已 他这些话就是说 罗山天尊看不破看不透 不过罗山天尊并没有反驳 只是微微一笑 总之 我就是想去界外看看 罗山天尊眼望外边飞速后退的混沌 脸颊捧几条绣发轻轻浮动 要说这混沌真是够深 当初夜空在代骏世界 就听说代骏游进混沌数亿年 寻找其他的世界 不过当日代骏的修为 根本不能和现在的夜空相比 更何况代骏那是在一个平面 表面横着油 而夜空是在不停地比之向下 不知多少年以后 茫茫的混沌深处 可表层一样 这里仍旧是一片金灿灿的浆火 不过如果身在其中 会发现这里的压力碾压力 要比表层大太多了 轻微的声响 一只精致精美的混沌舟 分开金色的混沌 从镜头前一闪 比之飞向下方更深的世界 舟上 盘膝坐着的男子突然睁开眼眸 低头看着手中的混沌令牌 和夜空手上的令牌不一样 满截手上的混沌令牌大多了 而且其中线条密布 竟然是一幅完整的许多的混沌图 天尊殿和圣尊殿都有混沌图 不过那是混沌表面的图 只是标明了哪里有一个世界 这是谁的世界 主人的实力如何 有没有菩提树 而满截手中 却是一幅真正的混沌深处的地图 他有这东西并不是很奇怪 是想满前一生都在弃而不舍地玩跳水 他对混沌下边的了解 当然要比别人要多许多 满截心念一动 地图向前翻滚 一会儿以后终于看见图上 有一个红点的标记 看见那红点标记 满截终于吐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爹 我来了 你等等我 还有一会儿 当满截大号混沌舟掠过 一会儿以后 一艘小小的白玉色混沌舟 也载着两人从这片混沌插向深处 不知道在混沌之中飞了多久 夜空和裸山天尊就这样站着 虽然大家都是尊者 站久一点没啥关系 可是真的站了很久 叶某人心中还是有些后悔 这站票打得也太久了吧 这么远的距离 你老让我站着 本来哥们可以盘腿坐下 放出金色小杯练花 现在真是浪费时间 最让叶某人无法忍受的是 罗山天尊的身体 不是太接近他的后背 也就是说感觉不到 那种柔软抵住自己的感觉 哎 早知道我站在他后边了 这也挺销魂 夜空无耻地想着 正在此刻 罗山天尊却是开口 满结这次一定是有备而来 罗山的话夜空当然明白 如果满结没有准备 那就会在混沌之中旋转寻找 而现在却是一头向着某个方向赶路 显然满结已经确定了目的地 就算是满门主知道某处有天外通 赶着去收取 那你要如何 出手抢夺 这 罗山天尊顿时哑口无言 他一直都是心中想要找到天外通 然后可以炼制成出界通道 可是现在却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满结这次下来说不定已经看测到天外通的大致位置 可是难道要罗山跟他抢夺吗 希望他到时候得到的分量足够 罗山只有叹息一声 满结的实力抄得太多 抢都抢不到 说到这里夜空有些好奇 难道不能一个通道几个人走啊 不行 罗山在天尊殿接触到的核心机密不少 开口道 出界通道只能一个人使用一次 混沌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他不允许有人逃走 所以通道建立 他很快就会发现 啊 是这样啊 夜空心中大为郁闷 本来他还想着自己有一个打破的通道 只要修复就能用 可是现在不过瞬间 他又想到了不同的地方 这么说出界通道是混沌打破的 那么如果是使用者自己打破的呢 自己打破的 这个 这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听说过这些 我只是在相关点击中了解到 混沌不允许有人逃脱 所以他发现有出界通道就会打破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想必如果有外界之人想要进来 也为混沌所不许 怪不得也没人进来 外边有没有人进入界内 这我们没有记载 不过从界内去往界外 史上不过了了数人 由此可见 天外通的稀有和珍贵 身后裸裙飘飘的 罗山天尊不由得感慨 而夜空心中却是一栋 这罗山天尊之前 说此事和他父母有关 这是何意 难道他父母也是逃到界外之人 夜空想到如此 刚要开口询问 手中混沌令牌却是传来满结的通话请求 夜空 在干嘛呢 满掌门 我才修炼 夜空随口扯了一个谎 哼 你倒是勤快 满结也没有怀疑 夜空 其实这一次下来 满某是带着目的 所谓无力不起早 虽然满某有心帮助你检测混沌中的异状 不过在此之前 满某却有一件私事摇摆 满结来混沌的目的 当然是寻找天外通 不过让夜空吃惊的是 满结的口气竟然好像是已经知道了目的地的所在 难道满结知道天外通在哪里 夜空心念一动 满结门主 你我一起下来 理应互相帮助 只是你要办之事也不早说 让夜某之前有个心理准备 若是大有危险之事 夜某奉劝满门主 还是不要轻易犯险 满结心说这姓夜的果然精明 当下也是哈哈一笑 夜门主啊 此事没有实行告知实在是抱歉 只是此事有关家父尸体的位置 怕泄露出去 因此才略作隐瞒 满前的尸身 听到满结最后一句话 夜空和罗山两人全都是惊呼出声 史书上早有记载 满前在一次独自探索混沌之时丧命 再也没有出来过 想不到这满结竟然知道满前尸身的位置 震惊之余 夜空微微点头 满结门主 此事倒不怪你隐瞒 满前前辈实力强横 尸身早已撑保 若是泄露消息被人偷偷夺走 后果不堪设想 那就感谢小友你体谅了 满结口中称谓都变了 其实家父很多年前就丧生混沌 只是他的位置在我这宝物上有显示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要下来收取 可是实力却是不够 这次刚好混沌搅动 对我倒是服役 满结坦诚相对 夜空也很赞叹 既然是此事 夜某理当帮忙 哪怕是有些危险 夜某也在所不辞 好 你再休息一会儿 到时候我会叫你 可能要数次走出混沌州 你做好准备 行 关掉混沌令牌 耳后顿时传来 罗山天寸的声音 你就这样答应他了 这里是混沌深处 满结他下来多次都不敢去 走满前尸身 你为何要帮他做这些啊 虽然明知罗山是对自己好 可是夜空依然还是摇头 我在地球落难失忆之时 是满结派人帮我守住狂猛世界 否则早就被带军大德之流 肆意掠夺 现在他收取父亲遗体 我又怎么能拒绝 夜空说完 将手伸出光圈的宝物 感受了一下外边的碾压力 有些恩是必须要报的 听见夜空如此说 罗山天尊美眸之中一下柔和了许多 猪润的下巴也搁在夜空的肩头 口中轻声道 我最是敬佩 有情有义的男子 夜空被家人轻心 心中爽事 小悠 你可别高看我 其实我也会小心的 若是遇到危险 逃命要紧 不管怎么样 我没有理由为满结去死 又往下行了许久 夜空身出手 感受到碾压力 已经越来越强 混沌之中 会有一些碾压力 若是混沌表层 这种碾压力一般都是吃不消的 还记得当初夜空去古族的混沌中基地探保 那一路上没有黑玉塔是无法成形的 可是现在是混沌极深处 在这里若是放出黑玉塔 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碾碎分解 成为最初始的原料 而真正的尊级强者 可以凭借着自身的强大 在其中短暂的遨游 终于 夜空收到了满结的传音 到了 停下混沌舟 出来吧 夜空观看令牌上 满结的混沌舟停在不远 满结下了混沌舟 将身体置于混沌 一台手收起混沌舟 不过夜空就不能收起了 罗山天尊在舟上 而且还不能让满结看见罗山 夜空将手中混沌领牌交给罗山 又把混沌舟权限交给了罗山 在舟上等我 罗山美眸之中顿时吃惊 因为夜空如此做 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如果罗山驾着混沌舟离开 那夜空就回不去了 虽然夜空是三千次元的尊级强者 可是也不能在混沌深处 长久地待着 道今 不行我可以乘坐满结的混沌舟回去 夜空微微一笑 钻出混沌舟光环 离开混沌舟 顿时可以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碾压力袭来 身体的四面八方 到处都有无法抗拒的力量紧压 说是一般的尊者 还真的吃不消呢 夜空提起自己的三千世界之力 勉强抵住 向着满结的方向游去 夜空和满结 已经不是普通的尊级高手 都是拥有数千世界的至高强者 因此他们在混沌之中 还能略微放出一些精神念力 并且可以通过念力进行沟通 这边 满结的精神念力感觉到夜空 他立即招呼了一声 看见了夜空 他也就不用再去观看混沌领牌 也就没有发现 夜空的混沌舟还停留在附近 到了 夜空也感觉到了满结的位置 游动两下 就来到了满结的面前 放心 只要找到家父的遗体 满某会陪着你继续深入混沌最深 查看混沌搅动的真相 满结前辈 那是遵界史上最著名的强者 夜某能为此处理 并且以此为荣 不用客气 满结大为感动 就知道 夜小友是有情有义之人 等出去以后 我们结拜为兄弟 我还准备和赤脚结拜呢 那这辈分不是乱了 好了满结门主 说说我们要做什么吧 好吧 根据我以往的勘测 家父遗体被砍成三百多块 散落在这片混沌 虽然混沌搅动 不过这块变动不大 应当是跟着混沌一起旋转 他还没说完 夜空就祈祷 在这混沌之身 是谁能将蛮前前辈 砍成如此 到底是谁将蛮前前辈 砍成三百多块 夜空很是吃惊 按照正常的想象 混沌之中最重要的危险 无非两样 一样就是力量丧尸被无情的混沌 碾压成粉末 然后还原成最基本的元素 第二样就是在混沌之中迷路 最后找不到回去的路 最后死在混沌之中 如果蛮前是死于第一种 他的尸体就消失了 如果是死于第二种 他应该是保留着全尸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蛮前的尸体被砍成了三百多块 难道混沌之中还有其他危险的生物 夜空心中顿时一惊 精神念力猛地加倍放出 此刻已经是混沌极深处 如果这里出现一只异兽 恐怕那实力真的不是一般的 对于夜空的问题 满结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满结犹豫 我曾经猜测过是和我爹敌对的那些尊者干的 我爹活着的时候他们赠无我爹 死了以后就连尸体都不放过 有这个可能 不过可能性很小 能到达这里的尊者都是超强之辈 如果发现你爹的尸体 来侮辱尸体的方法有很多 一般不可能说砍成三百多段 就放在这里 我后来也怀疑这里有异兽 混沌之中没有生物可以生存 不管人和兽 难道真的有逆天的气兽 不过说到这里 满结却是表情一变 有些得意 不过根据我的考证 证实了混沌之中有生命 是一种非常微小的军类生物 是细菌 夜空点点头 是细菌将满前前辈的尸体 助空分断 嗯 这倒是有可能 唉 想不到我爹一世英雄 尸体在混沌一万年都不服 最后却被细菌使用了 满前目光黯然 感叹了一声 正是因为分不广 不宜收集 所以才请夜兄弟你帮忙 说话之中 满前又拿出两个白色的小口袋 一个递给夜空 发现我爹的遗骸 请装在这个袋子中 是不一致 我们速展速决 好 夜空接过袋子 就跟满节分开 临分开前 满节又到 夜兄弟 混沌角洞 经常会产生 有大块的空白之地 那里是安全的地方 如果你厚礼不济 与之可以进行休息一番 知道 夜空点头 混沌旋转之中 勉强有些大块区域 整体挤压出现的空白 夜空之前已经看过好多次 随后两人分开 开始在混沌之中 寻找收集满前的海骨残片 满节虽然有定位 不过是一个定位标记 而并不是每块残片都有标记 所以要寻找 不过和夜空完全不一样的是 夜空是真心寻找满前的海骨 而满节只是剑刀顺手才剪一下 而他却从衣袖之中 又取出一支巴掌大的精致小宫灯 小宫灯橘色 八角形 放在手中很是好看 灯中 一点萌光正在很有节奏的一亮一暗 好像是人的心跳一般 满节看见那一亮一暗的橘色萌光 目中顿时涌起兴奋 时间紧迫 野兄弟 帮我寻找海骨 刚好我可以寻找我爹当年的东西 若是被那些家伙发现就不好了 很显然 满节还有事情没有告诉夜空 而他带夜空下来 就是让夜空给他老爹收尸 他另有重要的事情 混沌之中寻找东西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过相对于夜空和蛮前 待在白玉混沌舟之中的罗山天尊 那就显得更加的漫长 他没事干呢 人没事干就喜欢瞎担心 他又无法跟夜空联系上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也不知多少时日就这样过去了 不行 我也要出去转转 虽然我实力很弱 可是我短暂在外面也没事的 罗山天尊学着夜空 将手伸出光照外 外边的压力显然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不过他还是一咬牙钻了出去 好强的你压力 罗山天尊立在混沌之中这才知道 这混沌深处和混沌表层 那真是不一样的压力 相差太大了 刚才一只手的感觉并不真实 现在整个人出来才发现 真的有点吃不消 整个人整个身体 仿佛随时随地都要被压破压碎一般 不行 我还是回去吧 罗山天尊到现在不过才有八个世界 他如何能跟拥有几千世界的夜空他们比较 所以他出来一步都没走出 也就只好躲回了混沌洲 算了 我还是驾着混沌洲去找夜空吧 罗山天尊只好退而求几次 此刻也顾不得满前发现 找到夜空要紧 可是就在罗山天尊驾着混沌洲没行驶多远 突然前边出现了一个黑影 人影 罗山眉眸之中已惊 不是夜空就是满前 混沌极深处 一般没人可以来到这里 此刻刚巧看见黑影 傻子也知道是夜空或者满前 追上 夜空 等我 罗山天尊也得到了混沌洲的操控权限 连忙驾着混沌洲追踪那个黑影 不过很快 罗山天尊就发现有点不对了 因为那个黑影在混沌之中游动得太过敏捷和灵巧 就像是一只狸猫一样 在他熟悉的环境之中肆意地行走 夜空和满前在这种外遇之中 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罗山天尊狐疑心中有些不敢再追 不过他的混沌洲还没停下 前边的黑影却是发现了后边的追踪 过去 那黑影往后一抛 扔出一个黑色小球一样的物体 那物体在混沌之中行动得更快 罗山这个天尊都无法看清其行动轨迹 一声恐怖的嘶鸣声 一只张牙舞爪有着尖利獠牙的老鼠 已经铺在混沌洲白色的光照上 这是 罗山天尊吓得花容失色 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怖的老鼠 这老鼠不但有着尖利的上下獠牙 还有蛇一样的舌头 看见罗山天尊不停发出凶残的嘶鸣 要不是光照挡住 他一定会扑上来将罗山天尊咬得粉碎 这是什么东西 罗山天尊心慌意乱 已经知道自己追的黑影绝对不是野空和满解 混沌的身处还有其他人 罗山天尊背后生寒 抬头一看 顿时魂飞魄散 原来那黑影已经得到小鼠的信息反身飞毁 金灿灿的混沌仿佛一片金色的琥珀深处 一道白光滑破一片金色 向着后方某一个方向飞顿 虽然白光的速度飞快 可是后边一个不断跳跃着并不醒目的黑影 却显得更加的快 罗山天尊惊慌失措 全力催动混远舟 不过他只是个八次元的天尊 就算是使用八个世界之力 又能有多大的实力呢 别说后边追上的人影 就算是混沌舟上趴着的那只可怕老鼠也摔之不脱 那只可怕的怪鼠吐出血红的舌头 一双褐色的小眼睛中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 不好怎么办 罗山天尊眼看后方黑影越追越近 心中暗急 不过就在此刻 那黑影却是猛的一停 还有强者在寻找什么 是天外惊 当黑影感受到天外惊 顿时放弃了追逐罗山 抬手一招 那只可怖的小鼠有些不甘地看看罗山 这才用四肢短肢猛地推开混沌舟 返回人的身边 随后 那黑影跳跃了两下 消失不见 混沌舟之中 罗山看见黑影消失 这才一抹脑门上细密的汗珠 脱离一般地扮坐在混沌舟上 与此同时 暗处 是学家 你太无情了 竟然看着罗山前辈 遇险都不出手相交 混沌之中 一个女人的声音压抑着响起 师姐 这女人在界内算是极品 可是到了我们界外 也就寻常 我倒是巴不得 那个界内神族抓走这个女人 你真的确信 刚才那个奇异的家伙 是界内神族 当然是他们 传说 在以往若干次重启轮回之中 就有些幸运的强者 他们逃脱了死亡 他们虽然被压在混沌最底部 可是他们却都活了下来 随着轮回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些幸运者也越来越多 因为他们每个人出生 就有最少主神的修为 因此他们自称混沌之神族 说到这里 女人的声音响起 后来这些混沌之神族的好些强者 在一次机缘巧合中打到界外 这些强者征服了界外土著 成立了新的混沌神族 为何界内一直相区别 自称界外神族 界内的就是界内神族 只是时间日久 界外知道界内 界内却不知有界外 说到这里 男人的声音响起 不错 所以我们这次 借着偶然的机缘进入界内 如果能和界内神族联系上 回去定是打工一件 走 吹上那个界内神族 不要惊动他 跟着他 到达他们的定居地 混沌深处 一段手臂一样的枯黑胶木 悬浮在那里 如此静静的悬浮 不知已经多少机缘 而在此刻 却有一个轻衣人影一闪 出现在手臂附近 真是想不到 那蛮钱果然是强大 酸肢体碎成了三百多块 可是这些碎片 竟然都没有被混沌碾碎 这肉身已经修炼到恐怖强大 叶空心中对蛮钱的老爹 倒是相当的佩服 前辈 我把你装进去了 叶空想要把手臂 放进白布口袋的时候 眉头却是一皱 很显然 这个手臂上 有着被法术灼烧的痕迹 蛮钱当年经过战斗 莫非是被人杀死 然后砍成三百块 叶空看见此景 心中对蛮钱的话有些怀疑 叶空很精明 他收集了超过两百块的碎片 其中并没有一块 上边有细菌的痕迹 叶空一个三千次元的强者 有没有细菌不清楚 可是蛮钱若是被人杀死 那么谁有那么大本事 在这里杀死如此的强者呢 叶空心中实在想不到 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不管了 继续搜寻 找到手臂了 相信手就在不远处 叶空向前寻找 却不料从另一个方向 一个老者 也绕了一圈寻了过来 老者一手拎着白布口袋 另一只手手中托举的 却是一个橘色的小宫灯 就在前面 显然 当蛮结找到一块他爹的骨头 是绝对不会如此的兴奋 此刻小菊灯里边 橘色的萌光正在不断地狂闪 那频率 要比刚刚拿出时快了十倍不止 而且功能八角 其中一个一个方向透出的光线 更加的明亮 那边 到了 几乎是一个瞬间 一个轻衣男子和一个老者 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混沌之中的一片 而在他们面前 是一只紧握的人的枯黑拳头 夜空和蛮结分头寻找蛮钱的遗骨 却没有想到在这里碰到了面 哦 夜空兄弟 蛮结脸上尴尬一闪 手掌一番 已经将小宫灯收起 没想到竟然碰到了一起 你收了多少块骨头 哦 我收了两百多块 夜空飞过来 一把捡起蛮钱的手骨 放进自己的白色布袋 蛮结看见夜空收了那个手骨 顿时心中大为郁闷 想要索要 不过还是忍住了 夜空却是游回来问 你刚才手中拿的小灯 蛮结忙道 哦 是这样的 这是用在混沌中寻找骨头的小小宝物 哼 是吗 夜空目中有不幸闪过 他没有宝物 随便捡捡就找到两百多块骨头 而蛮结拿着这个宝物 竟然只是干瘪的小布口袋 其中恐怕只有数十块骨头 蛮结见夜空不幸意抬手 又把小宫灯拿出来 递给夜空笑道 看着此灯光滑闪动频率不一样 就能知道附近有没有骨头 哦 专门用来找骨头的宝物 倒是少见 夜空接了过来 蛮结脸上尴尬一闪 你那布袋都装满了 不如倒进我这袋子中 这个找骨头的小灯 就让你试用一下 蛮结已经找到了需要之物 连小宫灯都不要了 夜空也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猫腻 可毕竟这一袋子都是蛮结老爹的残骸 当然还是要交给蛮结处理 好吧 我们两人的骨头加起来 已经接近三百 再找一圈 如果没有就差不多了 夜空将布口袋之中所有的骨头 都倒进蛮结的口袋中 然后拿着小宫灯又在周围搜索 因为蛮结把小宫灯都送给了他 他也不再怀疑 而蛮结看夜空一离开 迫不及待从布口袋之中 掏出那只手骨 用力一捏 手骨张开 一颗不规则黑色闪亮 有着人瞳孔一样结构的惊石出现 满结目中惊喜狂闪 天外通 混沌 一锅金灿灿的浆糊 此刻这锅浆糊的中下层位置 一个黑影如同狸猫一样快速地跳动 他的动作仿佛水中的一只青蛙 虽然动作不雅 不过很显然 他的速度很快 天外经 当蛮钱从老爹海谷之中 找到天外经的时刻 这个混沌中的义族 显然也感觉到了天外通的存在 只是双方用的名称略有差异 若是此宝带回皇城 怕是至少可以给个将军级别案 义族信中一席 抬手一扔 那只相貌凶恶的义术 就已经赶在他前边 扑向门前 不过很显然 门前把门结也当作了 罗山天尊那么柔弱 不知道这位老者 乃是一位拥有五千届的超强者 门结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义族在接近 何恶 混沌之中竟然有一收 门结大修一摆 连忙将天外通受入囊中 义族果然速度非凡 转眼之间就已经来到了 门结身后 此鼠相貌虽然如同大号田鼠 可牙齿舌头却是和毒蛇一般 凶残逝血 他顿了一下就张开疗牙 咬向门结的后颈 第2556级 满结是一个五千次元的强者 他不回头也能赶之后 便发生了什么 畜生 你敢偷袭我 满结如同节电一般 就已经转过身来 那义鼠也是欺善怕恶之辈 本想偷袭满结后景 却没想到一眼就看见满结那双狠辣的双目 义鼠知道不好 吐吐舌舌 猛然杀主回身就想走 想走 迟了 满结双眼之中 猛电一般闪过 大手随意一挥 就把灵巧的义鼠捉住 不过那义鼠也是油滑得很 尖叫一声 竟然从满结手中滑出大半 混沌义鼠果然是凶猛油黄 不如老是依附于我 满结并没有对此物下杀手 而是动了收服豢养的心思 可义鼠竟然也是精明过人 动人心意 他顿时撕了一声 仿佛要放弃抵抗 这义鼠竟然这么快就归顺 满结心念又是一动 却没想到原来那只义鼠 只是缓冥之计 只是满结一个犹豫的功夫 他的身形就猛然向前挤出 脱离满结的手心 畜生 竟然敢骗我 满结多少年没有被人骗过 此刻暴怒 手中也不再客气 猛然已揪 已经死死地掐住义鼠的鼠尾 可那义鼠竟然也是应急 虽然尾巴被捉了 逃生意志却很强 义鼠竟然回头一口咬断自己的鼠尾 狂奔进混沌之中 可恶 小小鼠辈也敢骑我 满结又一次失手 心中更怒 一把丢开鼠尾 当下便要再追 不过却在此刻 他的心念又是一动 有人 他当初在体外的精神念力最外层 突然感觉到一个黑影 跳跃着赶向着一边 满结对这下边略有所知 当他感受到那个黑影 他顿时目中有震惊之色 我爹留下记载 说混沌深处 可能有生命强毒存在 而我一直都怀疑我爹是死于人手 莫非就是这些人 满结发现那个黑影 顿时心中已惊 不敢继续追击那逃走的艺术 而那个黑影 发现艺术瞬间受了重伤 他也是有些吃惊 感觉到这个老者 不是之前那个女人那么柔弱 于是立即躲进混沌之中 暗中寻找机会 那黑影逃走了 满结苍老的双目一闪 父亲有记载 这些混沌深处的人 可不止一个两个 难道说正在等待同伴 他此次下来 一是寻找天外通 二是捡走蛮前的遗骸 现在两者都已经基本完成 老爹遗骸已经收取了大半 还有些遗留也没啥重要的 当下满结就动了返回之心 野空就你 野空 满结立即向着野空离开的方向追寻 没一会儿就找到了正在寻找遗骸的野空 野空 现在我父亲遗骸已经取走了绝大部分 我看我们不如返回吧 满结的建议 野空当然无法答应 把白布袋子递给满结 满结门主 你的心愿完成 可是我还要勘测混沌搅动的异象原因 这才是我下来的真正目的 这个 满结郁闷 不过他也不好开口拒绝 只好到 那便继续深入试试 野空心中奇怪 这个满结之前还信誓旦旦 怎么转眼就变得模棱两可了 其实满结有话 你要下那就下 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 若是真的遇到大批混沌强族 那我只能丢下你先跑了 不过就在这时 却有了新的情况发生 突然 满结心念一动 自言自语 野空 还有块混沌领牌不是在你那儿 怎么还给我发消息 野空心说那是罗山天尊 不过也是想不通 罗山天尊发消息 不是暴露了 不过等到满前打开通话功能 顿时罗山天尊的声音传来 你们小心 混沌之中还有强者 不是我们尊敬之人 仿佛是混沌之中的土著生命 原来是罗山遇到了那黑影以后 思索了一番 决定还是提醒满结和野空 生怕他们吃了亏 满结一听勃然怒道 野空 你不是说没带他 野空见无法隐瞒 只好笑道 小悠他不让我说 何况带着他也不错 他还发现了我们没发现的 想不到这混沌底部 果然有人 野空并没有太过吃惊 因为盘古就怀疑 混沌底部有神秘种族 不过一直都没有证实 满结放出自己的混沌粥 快点 快点 先上我的混沌粥 两人上了满结的混沌粥 再看满结手中的混沌令牌 发现罗山天尊白玉混沌粥 距离有点远 小悠 你等等我 我们这就过来 满结立即全力催动混沌粥 追着光点过去 不过眉行一会儿 异撞出现 只见混沌令牌上代表 罗山天尊的红点 开始向着相反的方向逃逸 小悠 你向我们这边靠近 反了 没一会儿 那边传来罗山天尊惊慌失措的喊声 我没有催动他 是他自己在跑 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力量 把我拽着往混沌深处托 快救我 他越来越快了 这下满结和野空相识都是大惊 快 混沌粥众人加速 仿佛一把利剑破开混沌 直奔下方 不过就算是这样 满结手中的混沌令牌上的红点 还是距离缓缓地拉开 这样不行啊 夜空双目一凝 光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跟上 他那边的速度更快 都怪你 满结用更大的声音瞪眼怒吼 要不是你带着他 我们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能向下探索就向下 不能向下我们就回去 看着满结瞪大的双眼 焦急的夜空回瞪 满结们主 恐怕你一开始想的就是自己 只是想我下来帮你寻找满前的遗骨 根本没有想过帮助我探测混沌吧 满结被夜空说中软肋 无话可说 只是冷横了一声 夜空继续说道 而且你对我隐瞒了 你一直说满前前辈的尸体 是细菌分割 可其实满前 却是被这些混沌之中的人杀死的 对不对 而且很有可能 你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 夜空一句句 全部都说中了关键 满结也无话可说 只有白手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关键 还是你把小悠带来了 现在他遇险了 我们都追不上 你说怎么办 夜空低着头 看着混沌令牌上越来越远的红点 和不停传来裸山的呼救声 一字一句道 北京之计 只有将你的混沌粥 改造成我们两个人催动 现在改造混沌粥 满结仿佛听见了一个超级大笑话 夜空 你开什么玩笑 别说练花这混沌粥需要的时间 就说这混沌粥重新练成两个人的结构 那就要整体重练 夜空双目中不满交集 可是直到这一刻 他还是很镇定 开口看着满前 时间应该来得及 现在才到混沌极深处 我猜这些人的目的地是最深处 这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知道还有一段时间 可是要我把混沌粥重练 那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我们不可能那么快 那个时间太久了 没有关系 只要在混沌粥上加一个催动的阵法 两个阵法同时驱动 可是那需要大量的混沌气泡中的提炼物 满结无奈苦笑 让满结没想到的是 夜空一抬手 放出一大块乳白色的结晶 我有 原来夜空之前得到的混沌气泡的数量非常的多 可是他只是用了一大部分来炼制白玉混沌粥 而剩下三分之一留着 就是背不食之许 你还真的是准备挺充分 满结看见有了材料也势不宜迟 小悠 你撑着 我们会去救你 夜空对着混沌令牌喊了一声 也帮助满结开始护法 在混沌之中炼气 那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如果外边有混沌强族的人突然袭击 满前恐怕就要受伤 因此夜空必须要做好防备工作 在白玉混沌粥上 罗山天尊看着混沌令牌上 那个红点越来越快 顿时间陷入了绝望 本来他以为夜空他们一定会来救他 可没想到这两人发现追不上就停下了 难道我要被放弃了 罗山天尊看着外面的光幕 混沌飞速地倒退 心也往下沉去 越沉越深 若是如夜空满结这样的强者 那就可以根本不要混沌粥 直接跳出混沌粥向上飞去 可是罗山天尊才是一个八次元天尊 他如果离开了混沌粥 那简直就是自杀 之前的混沌深度 他就已经吃不消了 现在他更加吃不消 好在突然从混沌令牌之中 又传出夜空鼓励的声音 不过随着深度的加大 距离越来越远 渐渐的 罗山天尊已经从混沌令牌上 看不见那个红点了 甚至就连夜空的话语声 也变得断断续续 模糊不清 罗山天尊终于有些崩溃 不过他也是尊解名门之后 也不会那种歇斯底里 只是淡淡地苦笑一声 谢空 你婆本来就是萍水相逢 大家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老以上且偷生 你们何须为五位之人拼命 啊 不用来了 那边夜空听出 罗山绝望的声调 知道他等员之心已死 行 一定要让他有求生 等待救援的希望 这满节练花 也不知道要练到几时 看来我得下点猛药啊 夜空心念几次 连忙对着领牌大声吼道 是你仙人百般 小妖 谁说我们是无畏之人 难道 难道你没看出 我早已对你情根深重 至死不语 我不会放弃 你若一直在 我便一直爱 小妖 你等我 你是我的爱人 我一定要救你 我 夜空喊着喊着 就发觉自己的混沌领牌 已经不能把声音传送过去了 好了 距离太远了 他听不见了 突然 耳边传来的声音 把夜某人吓得一跳 回头一看 一个紧袍牢者手中拖着一只崭新的混沌周 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满街门主 你练好了 速度 速度 夜空顿时惊喜满脸 心中却是暗骂 自己的一番话被这老家伙听去了 日后怕是一场绯闻是躲不开了 确实是这样 虽然满街并没有说什么 不过和夜空上周以后 这是不停用一双怪笑的眼神看的 看得夜某人脸上发热 我说满街门主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其实只是为了增加罗山天尊的信心而已 知道知道 满街笑笑 放心 什么情根深重 至死不渝 你一直在我一直爱这些 我都没听见 夜空这样的老牌流氓都不由得脸红 连忙道 好吧 听见就听见 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赶紧追上去 好 满街是五千次元 夜空是三千次元 加起来八千次元的力量 瞬间混沌周的速度 几乎是原先的双倍 一道白光闪电一般 劈开混沌降虎 穿行像混沌的最深处 不过 算是加快的速度 小追上也并不简单 毕竟炼化混沌周的时间 罗山天尊已经离开很远了 混沌之中无日无夜 无有时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满街手中的混沌领牌上边的最边野 有一个红点闪动 夜空双目之中一芒亮起 跟上了 满街却是一惊一乍 哇 你是我的爱人 我一定要救你 夜空心中暗骂 这满街到底是赤脚的师尊 怎么跟赤脚一样八卦呀 不过还好 此事如果赤脚知道 那一定要八卦到天下皆知了 不过他念头还没消 就听满街自言自语 回头一定要跟我的徒儿分享一下 夜空咬牙 老东西 小心我杀人灭口 追上了 再加一把劲 眼看混沌领牌上的红色小点 一点点越来越靠近 夜空和满街都是双目之中露出喜色 按照这种速度 只要坚持不懈地追上去 就能跟前边的白玉混沌舟 解救罗山天尊 全力催动 夜空和满街这两位是尊界之强 三尊门之中两个门主 实力不容小觑 他们联手输出的世界之力堪称恐怖 不过就算是这样 在追击之中还是遇到了问题 许久以后 夜空 不对 满街年纪要比夜空不知大了多少 显得更有经验 他皱眉道 按照我们已开始的速度 现在已经接近了许多 可是你看 他的位置依然在混沌领牌最边眼有灵 追击了这么久 其实夜空也早就感觉到了异样 他点了点头 满街目中生寒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个控制小悠哪边混沌舟的混沌强组 他故意再引诱我们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跟在后边 然后把我们也带到混沌最底层 然后以往打尽 他们的胃口这么大 再说了 我们有没招的惹他们 不怪夜空吃惊 前文说过 夜空和满街已经是尊界三巨头其中之二 那些混沌底层的混沌强族再强大 也要对尊界强者顾忌三分吧 话又说回来 夜空和满街与他们并没有仇恨 他们何必要大动干戈 非要如此一搏呢 夜空不知道 可是满街却是不动声色 按住了自己的衣袖 很显然 他衣袖中的天外通 就是对方的目标 别看那块东西在混沌之中 躺了多少亿年没被人发现 可巧的是 当满街来娶的时候 也刚好被这些混沌强族也发现了 妈的 都是怪夜空这小子 如果当时拿着这块天外通 回去一点事都没有 满街的心中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 满街犹豫 我们尊界将这些混沌深处的神秘人 称作混沌强族 就是因为 他们比我们尊纪高手普遍要强 要强大到很多吗 那倒不一定 我想就算是混沌强族 他们之中像我们这样拥有几千次元的强者 也并不会多 听着满街这一说 夜空略为放心 不过听见满街又说 不过你千万不要小看混沌强族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生存时间要比尊纪悠久很多 因为他们的数量堪称巨大 而且另一个 正是因为他们存在的年头够久 所以他们组织体系和社会等级 也更加的森严 所以他们经常都会群体出动 联合力量 不可小觑 想不到混沌之底的世界 竟然如此精彩 夜空不由的感叹 满街门主 你倒是知道详细 满街苦笑 我赴满街不知多少次下混沌 经历的骑士 回来跟我们讲 我们当然会知道很多秘心 那满街门主 您早就知道下边有混沌强族 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呢 谁知道你带着罗山 要不然我二人 就算干不掉那些家伙 逃走应该不成问题 逃走 夜空已经想明白很多事 满街前辈实力远超我们 他都逃不走 被砍成三百多块 你我二人实力再强 也不如当日的满街吧 满街点头 不错 不如 所以我们现在 要冒很大的风险 夜空也不理会他 开口继续道 满街前辈无数次下入混沌 又如此了解混沌强族 说不定还有些交情 可是为什么对方 非要在混沌之中 将其砍成三百多块呢 想必是满街前辈 得到了什么宝物 或者好处 这混沌之中大家所寻找的 恐怕还是天外通吧 当夜空说出天外通 满街顿时一脸惊弱 夜空依然在说 而现在 我们面临这种危机 那混沌强族 引我们进入最深处 又小又作为诱饵 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恐怕目的 还是天外通 满街更惊 他没想到夜空这么快 就把事情想到如此 调理清晰 仿佛自己的所作所为 全被他看见一般 看见满前吃惊的样子 夜空知道自己猜测 全不正确 他点头开口 好 既然那些混沌强族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杀我们 那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们可以用天外通 作为诱饵 换取小又 夜空这一说 满街果断地拒绝 不可能 满街又道 我父为了辞宝命丧混沌 而我又费尽 无数年的心血 定位查找 心中记挂 生怕被人提前发现 冒似数次搜寻 这次终于要到手 怎么可能再送出 夜空只好道 满街门主 现在小又有难 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可是如果继续这样 被他引下去 后果怕是更糟 我答应你 只要换回小又 我帮你夺回天外通 不行不行 这万一夺不回呢 见满街不愿 夜空暮色发了 那我就跟满门主 切磋一下 抢到天外通 去换人质 你 满街勃然大怒 不过看看混沌 领牌上的红点 他还是叹了一口气 行夜的 我可不是怕你切磋 而是小又他跟我 算了 若是换其他人 我绝不会答应 说话之中 他抬手一张 掌心中一块有着 人瞳孔一样的 小小晶石 散发着褐色的流光 出现在野空的面前 第2558级 这就是天外通 不错 此物既叫天外通 也叫天外经 还叫天外之也 数量稀少 珍贵至极 据说原先数量不少 不过当混沌发现 这东西可以通向界外 它当然不容此物存在 因此略微大一些的 都被它回去了 夜空点点头 原来如此 那为何混沌 不把所有的都毁掉 还有 我们再次谈论 是否会被混沌察觉 你也别把混沌 抬当一回事了 瞒钱哈哈笑道 可是这混沌如此巨大 有些细枝末节 他也根本管不过来 否则哪有那些局部崩坏 否则又怎会让 代代天命者传承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混沌虽然强大 可是显然还只是一个 并未完全开灵质的超级巨兽 若是他那一天 真的完全开了灵质 那真不知道 开有多恐怖 杨指白玉一般的混沌粥 表面覆盖着 一圈圆形的萌光 飞速地坠向混沌最深处 光雾包裹之中 罗山天尊紧握混沌领牌 美眸中却是坚定 当发现夜空 他们追上来的时候 那一刻 罗山天尊有一种热热的感觉 夺狂而出 他知道自己没有被放弃 虽然尊者受援无限 目光见识都是远超凡人 可是不管凡人 还是仙人神人 又或者是尊者 主要是生命 就都恐惧死亡 天尊也一样 不但恐惧死亡 而且更加恐惧被人抛弃的绝望死亡 罗山天尊也恐惧 不过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夜空 不但没有欺骗他 还在关键时刻表达了爱意 这简直就是惊喜交加 女人都是感性的动物 若是平日里 罗山天尊 或许会思考一下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他竟然完全地信了 无脑了 所有效果也是很不错 让罗山真正燃起求生的希望 至少不会过激地做傻事 不过后边混沌周虽然追上来 可是两周之间 却是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 这让罗山心中焦急不已 正在此刻 混沌令牌中传来野空的呼声 小妖 对这外边喊话 就说我们愿意用天外头去换你 只要他们停下 我们一切好谈 不一会儿 混沌之中响起罗山天尊的呼喊 混沌深处的道友听着 我的朋友愿意用天外通交换 你速速停下 要说那混沌神族之人的目的 也确实是那块天外通经石 只见在罗山脚下的 白玉混沌周船底 正有一道金色的旋风 那旋风一头连着船底 而另一头 却是连着那位混沌之人的手掌 正是他牵引着 罗山天尊的混沌周下行 这些人愿意拿出天外经交换 混沌之人目中一席 这下行的一路 他并没有向族中发信号求援 就是想要找一个 可以自己独吞经石的机会 如果叫来族人 又或者把这些人引入族中剿灭 到时候他分得的好处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若是当真如此 倒是使得 一会儿以后 罗山天尊混沌周开始减速 同时消息传到了后边的混沌周上 你们停止接近 只许那个轻衣年轻人将天外经送来 让他只身前来 不允许使用任何的保护器具 混沌之人也不傻 知道后边两人都是强者 提出了种种交换的要求 这样一来 蛮钱就只能站在远处 让夜空一个人在混沌深处飞行过去交换 其实这也是很危险的 现在的位置已经非常接近混沌最深处 如果没有混沌周的保护 夜空也不能待在其中太久 夜空光是飞行到罗山天尊的面前 他的实力就已经消耗了大半 如何跟对方战斗 不过蛮钱却是有办法 他黑黑一笑 不妨 我这混沌周啊 可以屏蔽外边所有的探查 外边之人只能透过光幕隐隐约约看见其中 不如我放出一句傀儡迷惑的 然后你将我收入囊中 到时候突然放出 虽然此举有些冒险 不过夜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此也只有这样了 夜空和蛮钱此次并不想真的老实交出天外通 不过他们却没有更好的主意 只能勉强一试 希望那混沌之人愚笨一些 好了 走吧 蛮节放出一尊傀儡 缩小以后钻入夜空的衣袖 接着夜空走出混沌周 将这架混沌周停在那里 迷惑对方 然后他快速向身处游去 两只混沌周 可以通过混沌领牌互相查看距离 不过别看只是一个混沌领牌上下两端的距离 其实真的是好远 夜空不知道游了多久以后 这才缓缓地接近了罗山天尊的附近 就在前边了 夜空精神念力的边沿 已经感觉到自己那艘混沌周的存在 此家把劲儿 这一路过来 混沌面压力越来越大 混沌身处真是非同一般 不一会儿 夜空终于第一次看清了这位混沌神族之人 此人依然是生长着四肢头颅直立行走 身材比一般人类略高 比较趋向于夜空这样的人类 不过不同的是 此人身后竟然拖着一条细长如棍的笔直长尾巴 夜空一眼就看出此人修为不高 大约也就是百次元尊者的实力 那为何此人飞行得那么快呢 是因为此人身披一件黑赤羽衣 那羽衣是由许多黑色羽毛织造 就覆盖在此人的背后 此宝也不知道使用什么异兽的羽毛链制 在这混沌之中飞行的速度异常的快 在下夜空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夜空微微一笑客气地问 苏潇潇 这混沌之人倒也爽快 天外精可有带来 请看 夜空手掌一番 一枚仿佛是人眼珠裂开一角的精石 出现在此人的面前 果然就是这枚精石 混沌之人苏潇潇顿时母中闪过贪婪和欣喜 那你给我扔过来 夜空当然不会就此扔出精石 一致不远处的白玉混沌舟 我现在后朋友见个面 你不能进入那只混沌舟 我只能允许你接近 如果我发现你有一点点想冲进其中的想法 我立即就会拖着他 直达混沌最底部 在这混沌之人的警告声中 夜空嬉笑 道友 你就放心吧 我这次来是本着结交贵族 互相交流 寻宝第二 友谊第一的宗旨来的 或许你没有去过尊界 等你去了之后就知道 我夜空在尊界的信誉 刚刚的 就凭我夜空的金字招牌 一万块天外通也能搞得到啊 满姐躲在夜空的袖子里 听得好笑 这小子真是吹牛皮的祖宗 把天外通说得好像垃圾一般 那混沌之人苏晓晓听了也不大相信 不过大家对立倒是缓和了不少 对于夜空的防备也小了许多 不过就在形势越来越好 越来越接近罗山天尊的时候 苏潇潇突然眉头一皱 立声道 行夜的 你带其他人来了 夜空心里咯噔了一下 心说是你先生板板 难道满姐被发现了 不可能 夜空断然否认 满姐修为远高于此人 又躲在夜空的衣袖中 不过苏潇潇的声音 却是更加淋漓 你还不承认 出来 他对着夜空身后不远处的 混沌虚空一指 顿时 夜空都没想到的情景出现了 只见混沌打开 一个圆形宝物出现 透过宝物上的窗口 可以看见里边一对年轻男女 石许家 怎么会是你 夜空看见那 金色圆球窗口里边的 俊俏少年 心里一阵发晕 当初这个少年 说要跟着他一起来下混沌 他还以为是开玩笑 却没想到 这个少年竟然还就下来了 而且还在这 关键的时刻出现 这可是要了命了 那金色圆球 也不知道是什么宝物 竟然可以侦测外边的情况 同时做到别人无法察觉 因此施叙家和师姐 这才追过来看个热闹 却是没有料到 那混沌之人竟然有些本事 感应到了他们的存在 被这少年坏了大事 夜空不然大怒 口中怒吼 这你先板板 你跟着我欲行不轨 留你不得 给我去死 啪的 一道白光抽开混沌 夜空已经放出龙骨边 猛抽那金色的圆球 第2559集 躲在金色圆球之中 施叙家和那女人的俏脸 已经吓得面无人色 虽然他们不是戒内之人 不过他们修为很低 若是圆球被迫 混沌的压力 可以让她施姐弟 瞬间毁飞湮灭 夜门中 我们这是路过 施叙家魂飞魄散 混沌之人苏潇潇 倒是被眼前的情况 搞得有些懵了 本来以为 躲在暗处的金色圆球 是夜空的帮手 却没想到竟然是仇人 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所以她也是短暂的一愣 不过这一愣 却是夜空想要的 夜空衣袖之中 满结早就等待时机 满结和夜空一样 都是狡猾的老魔头老狐狸 几乎夜空出手一瞬间 满结就知道 夜空的目的 相装舞剑 意在佩宫 一道光影 仿佛一根破空的一剑 一下刺破面前的金色混沌 目标 苏潇潇 与此同时 貌似正在攻击 金色圆球的夜空 也是一个迅气的翻身 龙骨边在混沌之中 打了一个鞭花 白色的鞭头毒射一样 灵活地转向苏潇潇 夜空和满结两人的目标 都是一样的 混沌之人 苏潇潇 要说起来 论实力 苏潇潇要比眼前两人差得很远 论战斗经验和狡猾程度 也远远不如两人 不过苏潇潇 却是有些凭借 那就是他身上穿着的那件黑赤羽衣 可恶 苏潇潇顿时明白 感情自己转眼之间已经上了几个岛 首先 那个本来应该待在后边的一艘混沌舟上的家伙偷偷偷出来了 其次 那个姓夜的竟然是指东打西 目的是偷袭自己 明白了这些 苏潇潇心中盛怒 眸子之中血红一片 恨不得生吃两人 不过他实力不如先机也失 想要战胜眼前两个老狐狸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夜空追打施序家的时候 就已经有意无意 封死了苏潇潇攻击罗山天寸的方向 你们等死吧 苏潇潇背后黑色羽衣猛得全部竖起 化成了一道乌黑的光 钻进了混沌深处 夜空看见苏潇潇顿走也不追赶 连忙奔向那艘小型的混沌舟 其实混沌舟上的罗山天尊 已经驾着混沌舟往这边移动 两道光影在混沌之中会合在一起 夜空 当夜空钻进混沌舟之中 看着罗山天尊那含泪的妙目 楚楚动人 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他心中暗叹一声 姐姐 我真不是故意泡你的呀 当初夜空在天尊殿就因其特立独行 引得罗山天尊策目 不过后来玉阳让他带着目的接近夜空 又让他和夜空有些尴尬和反感 反倒是拉远了两人的距离 可是眼下夜空又是拼死相救 又是临危表白 倒是打动了罗山天尊的芳心 想不到 你一直都在暗恋我 你是 你是何时开始喜欢我的 罗山天尊红着脸 俏丽楚楚 含羞问出 这个 可怜刚才对付混沌之人 还显得老奸巨滑的夜老魔 面对这个问题 顿时翻了翻白眼 不知道如何回答 好在满结随后钻了出来 打破了尴尬 夜空 小幼 你们别急着 浓情蜜意 现在情况很不好 据我所知 那些混沌之人都是集体对敌 我猜那长着尾巴的猴子 一定是去叫人了 他们人有多 有熟悉理性 更是不忌讳这里强大的混沌压力 所以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赶紧离开 当满结说出这四个字 夜空和罗山同时脱口说出 不行 满结门主 你这次下来的目的已经达成 可是我的目的还没有达成 满前前辈的尸骨和遗物都已经找到 但是我下来却是为了查明混沌旋转的原因 若是无法查明 我岂非白来一场 夜空说完 将手中的天外通递给满结 收下天外通 满结面有尴尬 毕竟大家说好一起来一起走 互相帮助的 不过再想想其中的危险 他还是郑重道 夜空 这次你帮我找到家父的遗骨遗物 我感谢你 可是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满结说着 取出装着满前尸骨的白袋子 我爹当年虽然赶不上盘骨 可是也有着数千次元的强者 实力绝对在你我之上 连他都赶不过那些混沌之人 最后被砍死 分尸在混沌之中 想不到满前的死 果然是混沌之人所为 原始的二弟子 盘骨的尸弟 竟然被那些 岌岌无名的混沌之人杀死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看着夜空和裸山震惊的脸色 满结双目瞪大 你们不要小看混沌之人 那些人可都是 每次混沌重启时留下的强者 其强大不可想象 而且据我所知 这些混沌之人都是集体行动 一个百次元的尊者 你夜空不在乎 可是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呢 哪有那么多 夜空瞠目结舌 整个尊界也不过几千个尊者 百次元以上的尊者 怕是总共也没有几百个 怎么没有 满结冷笑 混沌至今开启了多少轮回时代 我们尊界的尊者 全部都是这个轮回时代产生的 而混沌之下的世界 却是已知存在 其中尊者数量之多不可想象 裸山天尊听到这里 美眸中生出疑问 有些不对 若是那么多尊者 他们何来那么多菩提树 何来那么多菩提果 何来那么多世界 满结审然一笑 反问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菩提心吗 菩提心 要说菩提心这种东西 实在是太过偏袭 少有人知 罗山听了邓大美眸 好奇地看向身边的夜空 说起来夜空上界的时间很迟 见识要比罗山小很多 可是让他意外的是 夜空听见菩提心以后 表情却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满结门主 你也知道菩提心 夜空霜目发亮 显然他不但知道菩提心 而且对其大感兴趣 什么是菩提心 罗山好奇 不用夜空回答 满结先开口 你可知菩提树 就是佛门高僧灭盘化成 越是导航深广的高僧 画出的菩提树就越多 有的能画成一株 有的能画成树株 罗山点头 美眸还有敬意 这我知道 佛门前辈已几度人 临死还要神化菩提 让人敬佩 只是 这菩提心又是何物 那你可知世上第一个佛 从何而来 为什么佛涅槃以后 会化身菩提 那真是因为世上 有菩提心的存在 菩提心就好像是 一颗永恒的种子 躺在混沌之底 不管混沌重启恩赐 这世上都佛音不断 菩提不绝 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 原来如此 罗山天尊小佑一点就通 不过夜空听见这些 想到的是更多 原来菩提心不但是 菩提树由来的根本 而且更是佛门传承的根本 这就有难度了 若是如此 自己取走菩提心 怕是很多佛门僧众 难容自己 但之前那位佛祖 却是大力帮助自己 还善化菩提 让自己记住那景象和感受 又是有什么目的呢 虽然夜空心中思绪翻飞 不过却没有打消 他取得菩提心的心愿 混沌轮回数次 无人打破 既然 这次众人落在我夜空肩上 就要按照我夜某人的想法来 夜空想到这里 抬头问道 蛮结门主 我再多问一句 菩提心到底在哪里 又是何模样 若想得到 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你想得到菩提心 蛮结听闻双目睛的 如同牛眼一样 要知道 蛮结提起菩提心 是告诉夜空 下边强者很多 让夜空打消下去的冲动 可是却没想到 这却更加加强了 夜空想下去的愿望 你简直是疯了 蛮结愣了好一会儿才到 菩提心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什么东西 可是我却知道 菩提心对于下边世界来说 价值要远超天外通一万倍 你想想 我父亲蛮钱当年 为了得到这块天外通 就惨死混沌 而你却想得到菩提心 蛮结出了一口气叹道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凭着你这个想法 你就该死了 我可不是什么出生牛犊不怕虎 乱起元寿来 我也活过成千上万年 我也并不疯也不狂 我只是在想 凡事都要努力一下 都要试一下 现在连菩提心 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就轻言放弃 那我就不是夜空了